风云卷洞下 有滔天火海坠下 这使窝龙圣地修士在出手 而且极可能是掌握火焰法则 否则纵使是合体期修士 也难以引发出负压千里的惊人火海来 另一边 黑顶老祖也并未坐以待毙 就如传闻那般 此人修炼的是黑水一道 所欲黑水不但冰寒刺骨 而且似乎还有视灵能力 已经放出 竟能瞬间扑灭滔天火海 此时此刻 二人正在高空中较量 一时不分胜负 在其他方向 同样是战况激烈 双方为此 早已投入了近两位数的 合体期层次力量 可认谁都知道 黑顶宗败亡不过时间问题 一孤风上 吕仲在关注着这场大战进程 并等候消息传回 很快 他面上露出喜色 就如同之前猜测那般 叶盘炎的确对此事充满了兴趣 事不宜迟 吕仲立刻祭出法坛 一阵金光闪烁 连人带法坛 剧都不见了踪影 虚空中 一座如月要塞处理 吕仲跟叶盘炎在天阁会面 他这时敏锐注意到 后者此刻气息平稳异常 显然不但已经将修为稳固 还略有些许精进 这就是赐福的作用吗 还真是神奇 他心中对此也不免产生了羡慕 不过羡慕归羡慕 考虑到他对人的影响 吕仲可不愿意 自己身上也有这么一印记在身 另一边 叶盘炎面带喜色 将一份金色玉碱递出 吕道友 关于你提议之事 我那边也已经探听清楚 窝龙圣地 现在的确是内部空虚 纵然近些年来 培养起了不少合体修士 但始终还是缺乏诸如大成这般的力量 受时间限制 现在的各大圣地 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况 而这就给了盗蒙机会 只是 我有一担心 窝龙圣地必定会防备我等 今时不同往日 经过这么多年的复苏 舵仙的力量 虽未恢复多少 却也足够做些事情 以他们的境界见识 我恐怕 不知道盟这边 可曾准备好应对之策 吕仲道出了心中的隐忧 道友这话有道理 这点的确不防 叶盘炎自信一笑 胸有成竹道 多亏了之前收容的百相 悬仓要塞的舞辈 得以因此大升一个台阶 但尽管放心就是 此次纵然无法一举成功 也至少能将对方逼退 好 事不宜迟 立刻行动吧 得到保证 吕仲也放心下来 嗡 地板微微一颤 却是药塞在进行传送 足足一柱箱 这才抵达目的地 此时此刻 吕仲透过投影光幕可看到 药塞不再身处于 五彩斑斓的虚空中 而是来到了一片 风景秀丽之地 受到悬仓药塞出现的惊动 刺耳的钟声 伴随着冲销的药木光聚响起 依附在灵脉上的大阵灵光 一座接一座亮起 同时 无数如蚂蚁般的修饰 拼命地朝大阵内部赶去 你争我抢的 唯恐落在后面成了炮灰 不一会功夫 就有大量光柱及远程法器 再朝着药塞袭来 而道蒙对此毫无反应 有三块电池做能量供给 悬仓药塞的护照 厚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只要不是舵仙级别的存在出手 悬仓药塞都可以将之无事 吕仲这时 微微将视线上移 一座四龙手昂扬的飓风 映入眼帘 窝龙山 那里就是窝龙圣地的核心所在 他能清晰感应到 一股如恐怖 令人站立的灵压 正缓缓在里面流淌出来 似无情的大手 紧捏住在场之人的心脏 心智不坚地 当场就会晕厥过去 饶势屡重 此刻也是额头甚汗 心中生出莫名的恐慌 要不是有此药塞在 我等在舵仙面前 一如同蝼蚁一般 一旁的夜盘炎 哪怕有黄金树赐福的护佑 也是心有余悸模样 甚至乎 表现要略逊于屡重 突然 要塞前方虚空骤然破碎 紧接着 一道千万丈 见光横扫 哗啦啦 近光破碎声 将目标悬舱要塞 以及附近的所有空域 竟都囊括了进去 这好似蔑视的一箭 竟直接破碎了万里虚空 偶有余波一散 落到地面 就是无底深渊 附近百千里范围内 受到扩散的气息影响 所有生灵无论修为 巨都是瞬间神魂湮灭 连半点投胎机会也无 与此同时 悬舱要塞剧烈震动 表层的护照 如水波般激烈震荡 充当电池角色的三位存在 此刻巨都发出了痛苦中 掺杂愤怒的咆哮声 待空间重新弥合 悬舱要塞依旧出力 呼呼呼 吕仲此刻目光惊骇 正大口的喘气 后背已经被冷汗尽失 好惊人的一击 他十分肯定 方才是窝龙妙人在出手 连上位复苏都如此厉害 吕仲真不敢想象 换作是全胜时候的舵仙 出手该是何等的毁天灭地 不过 盗蒙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一阵黑白光芒爆发 颠倒五行 果然有几分实力 一道声音自窝龙山上传来 紧接着 一道轻衣男子身形显现 赫然是窝龙妙人 能明显看得出来 他是以真身显现 而并非是凝聚的法相 这一发现 也让吕仲心中一紧 果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舵仙的复苏也在加快 面对颠倒五行破灭神光 窝龙妙人表面看似平静 实则心中也在为其微能惊惧 按道下界 怎会出现这种离谱之物 更离谱的是 单凭一座要塞 就能随意发出这种神光 这也让窝龙妙人 对盗蒙的实力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并在心中暗暗庆幸 若不是盗蒙自身出了意外 哪还有他现在抬头机会 只是实力如他 也不敢硬接下这一记神光 当即一挥剑 吊集不慎赋予的先例 硬是将之劈歪 下一刹那 破灭神光巧无声间擦肩而过 瞬间击溃窝龙山层层静置 顺带湮灭附近的一切事物 而后就这么擦着地面 朝着疾方的天空灌去 直至千万里外 方才化作点点星光溃散 好强的神光 窝龙妙人见此目 心智不可立敌 幸好 我暂且恢复了行动能力 未避免落得如其家老祖 南穷老祖二人那般的下场 他面色一阵变幻之后 一闪身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此结果 吕仲并不觉意外 毕竟是非生修士 哪还不清楚 如何衡量利弊 只不过 这样算是 给盗蒙埋了雷 未来窝龙妙人 若是存心报复 面对这样一位舵仙敌人 也不知道 蒙撑不撑得住 一场大战 就这样草草结束 不一会功夫 天空中降下一艘艘战舟 盗蒙修士 从上面下来 开始接管 窝龙圣地中的一切 战败的圣地修士 此刻一味味 好似斗败的攻击 无意不是垂头丧气 偶有准备赋予完抗的 自然是遭到无情斩杀 事情进展 出乎预料的顺利 吕仲所需的 骁龙圣丹丹丹方 及相应的炼丹心得 顺利到手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意外收获 成品骁龙圣丹六里 外加半副丹药灵财 各种为长成灵财 更是数不胜数 有他们在 我至少能省却五千年功夫 吕仲对此甚为满意 毕竟只是提议一下 就得到如此丰厚回报 哪还有不满足的道理 这也是他地位特殊 要换做是其他人 恐怕顶多得些临时奖赏 得了好处 吕仲此刻也是心有所悟 估计叶盘严心中 对我的身份也有了猜测 只是不愿点名而已 这样也好 大家都是心有默契 能避免许多不必要冲突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一处迎风山坡上 吕仲跟叶盘严并肩行 他这时候忽然停下脚步 冲身旁之人拱手道 叶道友 我们就在此别过吧 真不能留下 叶盘严试图挽留道 道蒙能有今日 吕仲可谓功不可没 从草创之初的扶持 再到现在的逼退窝龙庙人 为将来独霸风源界打下基础 无论是哪件事 都有他的功劳在 眼见天下出定 却突然要告辞离开 吕仲闻言 只是笑了笑 将目光投向极远处 吕某不过一闲云也鹤 他转过身来 回忆一路走来 自嘲笑道 既然如今道蒙出城 那么接下来就该是发展的时间 而我自诩霉运缠身之人 继续留在风源界并不妥 倒不如去远方云游 也是成就了合体 有了观测法则的基本能力后 吕仲才知道自己 自修道开始 为何会一路风波不断 原因很简单 自然是霉运缠身 霉运 适合法则 这一点 吕仲上不得而知 是已对于如何解决 自然也没半点头绪 根据以往经验 风险中往往伴随着回报 既是如此 为何不去外面云游一番 相较于窝在风源界 当一个整日闭关在灵脉中的地附灵 显然还是外界的天空更为广阔 若能在此过程中有所收获 得到一两桩逆天机缘 说不定也能大成可切 当然归根究底的原因 还是在未来如何更进一步上 纵使叶盘炎乃是官道子残魂所化 继承了不少先使才知道的隐秘 但他也不知道 除了黄金数次服外 还有什么好办法 可令一名修饰 稳定进阶大成 而吕仲始至成仙 自不会甘于平凡 长风破浪会有时 吕道友日后若是发解 可不要忘了回来扶持盗蒙一把 叶盘炎深吸一口气 罕见地开起玩笑来 虽然并不好笑 哪里哪里 是道友不要拒绝我避难才是 此趟前往中央介遇 吕仲刻意准备了许多传送法谈 竟都是最高的规格 为的就是在遭遇危机的时候 能够直接传送回悬舱要塞 随后他神色一正 拱手道 再会 再会 叶盘炎铿锵有力回道 随后 一道红光冲销而起 于高天之上盘旋竖圈 才陡然间加速化作药木流星 静止往南边大荒飞去 大荒 一入此处 满荒气息扑灭而来 吕仲飞了一阵 就寻了一处山林降落 却是准备再次短暂闭关 不过拂袖功夫 一做临时洞府 就开辟完毕 稍作准备 就是数年之后 吕仲睁开眼眸 感觉不但法力回复完满 连自身状态 已经恢复至巅峰 很好 他满意点头 随后掌心霞光一闪 便多了一玉瓶 倾斜瓶口 轻轻倒出 顿时 五彩霞光充斥近视 难以言喻的精纯灵气 自一枚虚幻丹丸上散发出来 其香气 光闻之旧令人精神抖擞 也不知道 骁龙圣丹具体的功效如何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将此番放入嘴中 丹丸滑入石道 而后半途就融化 一道道暖流 散发至四肢百骸 令人暖意融融 感觉前所未有的舒适 继而 有天亮灵气爆发出来 这些灵气 不但精纯无比 同时数量极为惊人 不亚于同时服下 千百颗六阶丹药 一波接一波 自丹丸中化出 让吕仲有种 丹田被称暴的感觉 不敢有丝毫怠慢 立刻运转弓体炼化 这一刻 他有了当初炼气气时候 初次服用丹药的感觉 同样的小心翼翼 同样心怀期待 静室内 五色光滑璀璀 皆是从吕仲体内透出 而丹田处 此刻已然席卷起 恐怖的灵气风暴 但他根本毫不在意 只需借助神意的力量 就可将这惊人风暴 轻松控制 运用你法则力量 对现在的吕仲而言 如吃饭喝水 得益于此 法力开始突飞猛进 可吕仲也清楚知道 自己虽然能够运用 但不意味着能如必之时 就目前的情况 更像是一个掌握了工具的孩童 他可以能用你法则 达成心中所想 控制力量强弱 却不能化用分毫 更不能使掌控法则提升 所以下一步 是参悟时空法则 吕仲想到这里 定下了未来的前进方向 事实上 唯有参悟 你法则到今深处 才能使之形成法欲 而法则领域 是大乘七修饰 最明显的标志 想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容易 据吕仲目前所知 能对此提供帮助的 除去那些可欲 而不可求的机缘外 所唯一预见的 就有且 仅有黄金术赐福 静食之中 吕仲结束 负担修炼状态 脸上满是 难以抑制的喜色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仅仅是一瓶骁龙圣丹 就让它修为突飞猛进 花上近百年时间炼化之后 法力增长 足足有半成之多 由此可见 七阶丹药的效果之显著 也难怪 典籍中对合体七境界的描述 乘是最重修炼资源 无论是灵脉也好 丹药也罢 有足够资源者一路畅通 否则是寸步难行 若我能用造化秘阵 获取万年灵药 并非只有种植催熟意图 造化秘阵 就是另一个办法 可借此 绕过灵药的年份限制 此阵曾经帮过它许多 甚至可以说 没有它 就没有今日成就 现在未必不能再派上用场 说做就做 吕仲转身来到山河洞天 先是如往常那般 将都搜集到的灵木 交与空桑神木 途中跟太阴祖师相互吐槽一番 他这才来到了炼丹工厂处 经过数千年的改进 如今的炼丹工厂 早已近乎自动化 所有工序 几乎都是用气灵替代 加之转化效率的改进 已经达到了三成之巨 正是因此 工厂的丹药产能极其惊人 在满足原料需求的情况下 甚至能独立满足道蒙所需 只不过 现在是派不上用场了 吕仲进到炼丹车间 选了一处闲置的造化秘镇 现在他手上 正好有半副丹药灵财 若能再将剩下的那一半凑齐 如此就能凑齐 一副骁龙圣丹原料 借此就能让修为再次增长 事不宜迟 立刻开干 站在造化秘镇旁边 吕仲悬浮在半空中 将一株目标灵药的幼苗抛出 然后单手向前打出一道法绝 很快就有一虚幻身影出现 负责操控此阵的气灵 气灵面色木然 它出现后 先是摇摇一嵌身 行了一礼 方才按照吕仲的命令 开始对特定灵药进行转化 过程中 外面凌迟的灵液在飞速消耗 与此同时 一团团药灵气被顺利转化出来 积累的药性也越来越多 一年 十年一千年 药性越强 外面灵池消耗也就越惊人 到最后 为了补充灵液 甚至开始往里面倒上品灵池 经由数个距灵矩阵的转化 方才终于将将满足 对这些灵池消耗 吕仲心中并不在意 眼见着 药性就要直奔万年而去 可就在这时 他的面目微微一变 却是见到 药性在突破九千年后 等效年份增长陡然放缓 到最后 甚至是再无半点变化 吕仲对此 其实早有预料 典籍有过记载 万年灵药 跟千年灵药 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区别在于 前者比后者多了神异 已是能被称为 长生仙草 此番转化失败 根源就在灵药的神意上 造化秘阵 对此无能为力 看来目前造化秘阵的极限 至多只能转化出 九千年份的等效灵药 至于那些万年主才 则是不用指望了 得出如此结论 吕仲心中不免失望 出到外面 吕仲收拾好心情 紧接着 就化作红光远去 一路所见 依旧是单调无比的 莽荒景象 偶尔能见到 一幅幅尚未完全分化 依旧处立在地表的 巨大骸骨 经常动辄 就是千鱼杖之巨 有时候 也会有不长眼的妖兽 从下方密林中 冲出袭击 可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成了她的盘中餐 数月之后 仍是茫茫无尽大荒之中 这时吕仲忽然神色一动 她将体表顿光收敛 望着看似正常无比的前方 面上静翼中 掺杂些许惊喜 表情变化一时复杂无比 下一刻 吕仲只觉四周景色一模糊 就漠然出现在一大山脚下 站在这里远眺 只见前方巨山重重如林 无意不是飘渺虚幻 偏生又都灵气盎然 不少地方更是宝光冲天 俨然存在着宝贝一般 果然是撞见了灵幻山脉 灵幻山脉在风源界 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此山脉的位置并不固定 常常在大荒之上游走 对大多数修士而言 那里是十足时的境地 其可怕之处 不在于内部横行的妖兽 而是迷乱的空间 在这种极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下 前一天或许还是生长 大量灵妖的宝地 第二天就可能变成 一处空间陷阱 并常常会有特殊妖兽 寻人位而来 并在其中埋伏 一旦遇上这种情况 哪怕是经验最老道的冒险修士 也可能发生翻车 换作是旁人 此刻怕是要慌了 可吕仲却是不同 他身负时空拟法则 又是一名合体期修士 或许能力有限 无法在这里有所收获 但自保 却是无余的 可就在这时 前方忽然一阵扭曲 立刻就有一道人影 在光芒剧脸中浮下出 却是一名相貌平平的女修 修为丝毫不低 竟也有合体初期层次 而且从其外泄气息来看 隐隐间还要比吕仲略高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 此女服饰风格相当奇特 上下皆是以三角布料拼接 群布群山布山 古怪中带着奇特的美感 如此服饰 吕仲以前从未见过 难道是异域修士 正当她心中暗想之时 来人见到吕仲竟轻移了一声 看来道友也是个急性之人啊 尽早其他人这么多 就提前抵达了此处 也是事关九元灵芝下落 面对如此重宝 任谁都不可能泰然平常 听到此番话语 吕仲心念电传 她怕不是认错了人 还有 九元灵芝 此种天才地宝 竟还存在于世 得益于道蒙典籍 她对这种传说已经灭绝的灵药 知道的可是一点不少 据说 只要用她为主才 再服依简单的灵业 就能炼制出九元灵丹 此丹功效非凡 联合体器修士服用 也对修为大有必义 也正是因此 九元灵芝才会灭绝 却不曾想 灵幻山脉中还有她的下落 面对如此机缘 吕仲心念一转 决定冒险参与一把 于是含糊应了一句 其他人呢 还有多久才到 方才的女修听到这话 掐指算了算 我们还是暂且歇息一下吧 剩下的几位道友路途遥远 哪怕能确定 灵幻山脉的方位 也无法似你我这般 能够在短时间内感到 短则三五日 长则一个甲子吧 吕仲听后 暗暗诧异 这就是合体老怪的时间观念吗 不过是等待时间 就足够好去烦人一生 见对方是个愿意搭话的 吕仲自觉现在 情况不明 如果不多了解些信息 说不定之后 就要露出马脚来 于是 在保持神色不变的情况下 开始跟对方攀谈起来 并尝试着旁敲侧击 试图借此了解具体情况 没想到 对方是个话牢 一来二去的 吕仲哪怕不动用 挥晤空间 竟也大有收获 通过谈话可知道 这不过是一次 临时搭伙的行动 纵使是这位自称宝花 来自于兰思界的 古怪女修 也不知道 具体有多少修士参与 更不用说知道 参与者的具体信息 还真是有够一团散沙的 吕仲听到这里 心中暂时放心下来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继二人之后 陆续又赶到了两人 分别是一须发皆白的 黄山老者 是合体中期的修为 自称黄岩老人 其体表不断有言 气聚聚散散 从中可看出 其你法则所选方向 定然跟土形有关 而另一人 则是个爱戴斗笠的 沧桑中年人 此人一副江湖客打扮 修为方面 是合体初期 一出现 也不搭理在场其他人 走到一块青石上 就自顾自喝酒 看来是个 独来独往惯的独行之人 吕仲此刻注意到 不只是最先到来的宝花 还有稍后到来的这二人 具都有不少共同特点 那便都是独行侠 同时相互之间 明显都是互不相识 否则那斗立刻 对其他人的态度 也不会冷淡到那副模样 或许 这是发起者有意为之 默不作声的 他开始借助挥晤空间 了解想要的信息 在掌握时空拟法则后 吕仲就发现自己使用 挥晤空间的消耗大减 同时操控也变得更加精细 这让他不禁怀疑起了 此空间的来历 但不管怎样 这都是一件好工具 借助场景回溯 更多的信息被吕仲了解 首先是关于发起者 乃是一名叫做 观原子的合体老怪 此人是通过广发勤检的方式 透露九元灵芝的存在 并在其中附上确凿证据 以此邀请修士到这灵幻山脉来 正是因此 现场三人才会对吕仲的身份 没有半点的怀疑 显然是认为他跟自己一样 也接到了观原子请柬 这下 吕仲中于是彻底放心了 如此又等了数年 观原子这才姗姗来迟 来人一副先锋倒鼓模样 是正儿八经的道士打扮 鹤发童颜带着一顶莲花玉冠 从他吟吟生辉的外观来看 显然不是什么凡物 修为方面是众人最高 虽也是合体中期 但要压黄颜老人一头 抱歉了诸位道友 在下在路上遇上了妖修 所以耽误了些时间 哦 妖族竟连这边伸手了 斗力中年人这时将酒葫芦放下 颇感兴趣地开口问道 其他人闻言似乎对此也十分感兴趣 见此 观原子便多说了两句 可不只是北央 老到近来 可是听说 就连中央戒狱那边 妖皇似乎都颇感兴趣的样子 哼 那是一定的 须知中央戒狱在以前 可是他们妖族的祖地 在此届人族兴起之前 妖族的数十代妖皇灵寝 可竟都在那永镇仙城之下 如惊天地一遍 妖族的老祖宗重返灵魂界 好不容易才有了反击的力量 妖皇怎么可能不济于祖地 说这话的是谎言老人 他似乎知道许多灵界隐秘 依你们看 这次灵魂界又要大战了 宝花看着三人 试图了解道 这不是明白的事 先有九传金丹在前 将灵魂界脚的动荡不安 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 马上就有传出乾坤丹元 这鬼东西 现在连妖族也想来凑热闹 以老夫看哪 没有个万把年的时间 灵魂界是休想安静下来了 谎言老人说到这里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至于其他人 也都是类似态度 跟这四人一样 吕众也是持相同的念头 都是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 自己这些合体气修士 修为不高不低的 处在了尴尬的位置 与其掺和到乱局中去 最后落得个身死陨落下场 倒不如一门心思 扑在修为上 到最后 无论大乱结果如何 对个人都是毫无影响 好了好了 废话就言之于此 官员子见话题要被扯歪 当即止住了他 朗声道 此番邀请诸位 道有万里迢迢赶来 为的就是九元灵芝 关于他的价值及作用 在清俭中早 已经有过详细描述 在此就不多加赘述 出发吧 其他的路上再说 接着他身形 一个晃动 化作一道 清光腾空而起 其他人见此 自然二话不说的井根上 蒙混过关的吕众 这时候也跟另外三人一样 也化作顿光跟了上去 一路都是平安无事 在此过程 吕众等五人 不断深入灵幻山脉 在穿过不知 多少座大山之后 前方忽然出现一条大裂谷 谷中雷光如则 绵延向山脉的更深处 这就是明雷霞了 它是通往 灵幻山脉深处的 唯一入口 诸位道有日后 若想来此寻宝 可记得要从此处进入 若想从其他地方硬闯 合体气修为是死路一条 哪怕是大乘七来此 也免不要脱一身皮 关元子一见这裂谷 目光中略带忌惮地说道 语气中隐隐含着期待 及兴奋之意 吕仲就在他身旁 望着下方的明雷霞 目中若有所思 可见到下方沸腾的雷则中 有一道道身影 忽影忽现 这些雷光溢溢的生灵 形态千奇百怪 大者千百丈 小得不过三五寸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巨都有是雷霆组成 是天生的雷灵 似这般存在 实力可强可弱 雷灵没有受缘意说 只要一直得到雷霆滋养 存在个千百万年以后 出现实力可媲美大乘七的个体 也不足为奇 明雷霞远看声势不显 唯有接近之后 才能感到内部雷海的威势 抛开其中的雷灵步说 就算五人皆是合体七修士 光是面对那一汪雷池 也感到皱眉不已 像这种地方 就算淡出太一雷水 我也不觉得奇怪 远观明雷霞 谎言老人皱眉道 我们该如何进入 说这话的是宝花 他修的是五行法则中的水之一道 对这雷池可没什么好办法 是以此刻心中隐隐感到忧虑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前方的观元子 这时停了下来 只见他拂袖一扫 就放出一面金色小番茄 其造型古朴 上下一片金黄 两面皆有黄金巨树图文 同时不断有光波一出 呵 冠元子轻贺 一扬之下 顿时化作百丈大巨番 同时 还有巨树虚影一闪而逝 就在冠元子祭出此棋后 一股浩然威压 以番棋为中心 陡然降临于此地 除他之外 其余的吕仲等人 在此刻皆是感到莫大压力 这是 使节令棋 黄言老人惊声道 旁边的宝花 吉纳剑客 此刻墓中同样露出金色 包括表情毫无变化的屡重在内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何谓之使节令棋 在曾经道蒙未崩毁的时代 此物象征着道蒙的威严 持此其者 天下之大 皆可去往 而且使节令棋本身 还是一件强大的先机法宝 据说整个道蒙也不过十二之数 减去那些早已经毁于战火 以及不知所中的令棋 偌大的灵环界 上还有消息的使节令棋 不过三五之数 对众人吃惊的反应 灌原子仿佛早有所料 此令棋 为老夫昔年所得 若不是有他在 此趟九元灵芝之行 是万万不敢起义组织的 也正是因此 之后若是得到了目标之物 老夫必须要分多一些 自该如此 宝花点头道 其他人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有这样一件先机在 众人此趟取宝成功的几率 无疑要因此陡增数成 只不过 九元灵芝最后要怎么分 那就得等到时候 成功得到此宝 再就是论事了 其实说到底 还是看实力说话 对此 五人皆是心照不宣 见没有人反对 此刻的官员手掐法绝 在道出自己的意图后 才向众人分别打出一道金光 有了这一法印 顿时令奇的威压顿消 紧接着 他才剑指前点名雷霞 搜的一下 使劫令奇化作金光 直直没入雷海 惊人的一幕出现 只见令奇所过之处 雷光仿佛受到号令 竟纷纷退避开来 刹那间 就在雷霞中 形成一条通道 诸位道友且更好了 还有 令奇虽能威压万灵 但面对那些没脑子的雷霞 却不一定能让他们避让 说不定还会引起反效果 所以 我等还需要小心提防 莫要太过 疏忽大意才是 冠原子叮嘱了一句 就静止朝前方掠去 正如他所说 众人方才进入雷海 前方就忽然雷光一闪 代号荡雷光散去 有一虎头蛇身雷霖浮现 是万年雷霖 似是觉得 领地受到了侵犯 这雷霖一现身 就朝众人发起了攻击 其背后树莓棱住 晶体发光 表面灵纹璀璨夺目 散发出远比捷雷 更惊人的气势 只见这暴怒雷霖一仰手 就是沸沸伤伤的 汹涌雷海 光这一下 若换作是别的对手 哪怕是千百个原因修饰 也能一波浸灭 可面对合体修饰 却不能让他们皱眉半分 首当其冲的谎言老人 这时候只是轻轻一动指头 等时凭空凝出一具大言强 任凭雷海如何咆哮翻腾 亦不能越过此强分毫 这时候 吕众突然动了 诸位道友 可否将这雷霖让雨在下 说这话的时候 他手上动作一点不慢 直接就将真娇气寄出 在一旁众人惊叉目光中 直朝着前方雷霖冲去 好强的宝贝 黄言老人喃喃自语道 这一波雷海 他虽然可借助严强挡下 但不过是借助了法则之力 若是要复身期间 却还是万万不敢的 否则定是生死魂灭下场 对面的万年雷霖 并非吃素 论真实的实力 也就仅只比合体修饰弱上数分 可现在 吕众却能面不改色 直接冲入 这雷霖不俗 可既然倒有需要 就让与你罢 远处的剑客 本也对这雷霖有想法 可此刻见到 吕众的展现出的实力 不免改变了想法 一旁 冠原子微笑点头 作为发起者 他自然是希望 队伍越强越好 毕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 取得那旁人 无法取得的九元灵芝 另一边 吕众已冲至雷霖身前 硬冲到这里 饶是真交结界再如何强大 此刻也不免要到了极限 不过 这一复出是值得的 他手一按一拉 指尖就漠然弹出树道灰色光丝 光丝虽细 然威能不容小觑 不过是眨眼功夫 在雷霖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就掠过了他的身躯 瞬间将之切割成树块 直接将之灭杀 呼呼呼 吕众大口喘着粗气 这你法则之力 微能惊人是惊人 就是着实耗费原神 但这一下 就让他感到了疲惫 看来 时空你法则虽强 但也不能随意使用 真是羡慕黄言老人 那一手沿途法则 出神入化 明显可以随意驱使 而且防御极强 可不管怎样说 想要的东西是到手了 吕众一射 就将一雷光战战的光球 连同雷霖先前 所预使的那几枚晶体 一同给射到了手中 并立刻仔细打量起来 前者 自然是雷霖的核心 只不过 纵使是万年雷霖所产 效果其实也非常一本 只有诸如化神 炼须修士 会将之视为至宝 想着将其炼成灵宝 对于合体修士而言 此物价值虽高 却也跟零食无异 也只有那些参物雷之法则 需要借此触类旁通 好借此更进一步的合体器修士 才会对其稍加重视 是以他真正在意的 其实是那六根棱柱晶体 看了又看 再三确认之后 我果然没看错 吕众在心中惊喜喊道 那六枚棱柱晶体 表面看不过是寻常雷晶 吕众很肯定 纵然官员子几人看出来有几分不对 对他手中之物有些许猜测 但绝对猜不到此物的真正来历 此物为六香雷晶 抚摸着雷晶表面 指尖传来阵阵苏麻之感 这让吕众不禁心生感慨 若不是自己有了更好的时空拟法则 此刻怕是也要动起改修念头 拟法则一道 雷之法则 素来以犀利无比著称 远在五行之上 按纳住心中喜意 吕众不动声色将雷晶收好 已是开始规划起来 若是将之作为主才 服以雷灵核心 对引雷真加以重铸 九成九又能得到一件仙机 仙机 任谁也不会仙多 尤其是在意识到 自己的拟法则之力虽强 却不能轻易动用之后 吕众心中就有了多搜集仙机的打算 恭喜道友喜获一宝 宝花这时靠过来 祝贺说道 远处 剑客望着吕众手心的光球核心 目中也是有几分艳险 不过并没有其他的举动 一旁的冠原子也是如此 待到吕众将东西收好 这才重新起行 随后的路途中 不断有被激怒的雷灵冲出 从他们的外观来看 几乎全都是受形态的雷灵 联想雷灵的成因 是由信息碎片所化 不难猜想出这种情况的原因 大抵还是 这些雷灵兽性 尚未彻底退去 反观之那些人形雷灵 亦或者是草木形态的 则是要平和许多 纵使是被通道穿过 也会主动进行避让 只不过 这里难道没诞生 什么强大的雷灵吗 吕众紧跟着前面四人 在想到这一点之后 不免动用了场景回溯 观察的结果 险些让他心脏停跳 好家伙 只见这万里雷池的最下方 那无尽雷霆的最深处 赫然有着一尊巨大雷灵 他的形体 四龙又四马 分明是真灵 雷麒麟 这就是鸣雷霞的成因 吕众心中暗响 却不敢回想雷麒麟的形象 唯恐此真灵存在新生感应 一路都是心惊胆战 可从始至终 这尊真灵都没有丝毫反应 吕众心中有所猜测 不禁苦笑 怕是将我等一行 直接当作了蝼蚁 也是 如真灵麒麟一般的存在 哪会在意一众合体漆修士 就眼前这尊 怕是真先来了 也敢搬一搬手腕 如此前进 就是一连数月 在飞出不知多少万里后 众人方才穿过了鸣雷霞 呼 可真是累人 对宝花这话 其他人皆是心有同感 明明一路上都是十分顺利 没有遇到半点危机 却不知为何 心底十分疲惫 且总感觉被什么盯上一般 端地是劳累无比 吕众对此极有感触 心中不禁恶意在想 若此刻将真相道出 众人又该是何种表情 穿过鸣雷霞 前方是一片苍茫群山 更之前的灵幻山脉相较 眼前这一片巨型山脉 少了些许虚幻 看起来真切无比 而且 无论是大事小 皆是笼罩在层层叠叠的灵光之中 好浓郁的灵气 剑客亚声道 论此处灵气的浓度 怕是有六阶不止 本来还不信 如今看来 此地的确是有淡出九元灵芝的可能 谎言老人说到这里 将目光移向灌原子 又道 既然我等都到了此处 那么灌原道友 可否将具体情况 向我等稍微介绍一二 听闻此言 吕众也将目光移了过去 见众人望向自己 早已盘坐在一块青石上 正在调息恢复法力的观原子 此刻将眼皮抬起 呵呵一笑 也行 趁着现在有空 随后 他拂袖一扫 身前顿时浮现一光幕 光幕一动 很快显现出画面来 从视角来看 显然是来自于 不知谁人的记忆 只见在一巨大洞穴里 一汪碧悠悠的灵池之上 赫然有着一盈盈 如玉的九色灵芝 正是众人此行的目标 九元灵芝 如诸位所见 这就是九元灵芝所在之处 它具体的位置吗 是位于九水幽静 也即是距离我等三亿里之处 观原子一掐发掘 瞬间画面开始后拉 很快显现出一条山脉 继而这山脉又急速变小 成了另一山脉的小小分支 三亿里 听他这样一说 吕仲对这灵幻山脉的真实大小 顿时有了认知 可就是这样一条山脉 竟能隐没在大荒之中 着实叫他对自然的伟丽 感到震惊不已 其他人也是面露诧异 这灵幻山脉深处确切说 该是真正的灵幻山脉中 处处都是危机 纵使是我等合体修士 也有陨落之余 光凭老夫一人之力 极少有可能闯过 这也是为何要邀请诸位的缘故 接下来 还请各位陆立同心 共同闯过这三亿里路程去 这时 灌原子抚须说道 听到他如此一说 饱花面带笑容 这是应该的 对 剑客西字如今道 吕仲跟谎言老人 则是点头表示赞同 鉴于之前消耗过大 而个人的功法又是隐秘 于是众人约定暂且分开 待恢复好状态之后 再行聚首 离开之后 吕仲向前飞掠出万里距离 忽然他目光一闪 将视线投向前方一平原 只见那里重重雾矮之间 竟引现出大片的建筑群 这不禁让他心中生出好奇心来 待在飞近一些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是一大片废墟 往日或许也是一座宏伟巨城 一靠近此地 心中同时有苍凉质感产生 这里是 吕仲面色惊异不定 暗道这灵幻山脉内部 怎会有如此一记 紧接着 惊人一幕映入眼帘 循着他的目光 可看到废墟最中心处 赫然有一座巨殿处里 其造型相当古朴 风格能在风源界的建筑上看到 不过只是少许部分 此殿早已处于损毁状态 然损坏的部分 却并未散落一地 而是好似静置一般 悬浮在空中 作为你法则的参悟者 吕仲这时候能清晰感应到 时间在大殿周围陷入了停滞 毫无疑问 眼前是一桩难得机缘 若是能参悟一二 弄清楚拒电静置的背后原因 说不定就能掌握这股力量 同时反哺于自身 对时间拟法则的参悟 也借此得以更进一步 念及至此 吕仲降低了高度 为谨慎期间 他并未直接进入城中 而是借助场景回溯 探起路来 可结果 让他面色古怪 原来不止那处大殿 就连这一整片废墟 其实都受到了那股力量影响 表面上看似是一片废墟 实则里面自有一番天地 同时 吕仲心中隐隐有种感觉 自己若是在其中一闯 就能有所收获 是否一事 吕仲想了想 决定还是冒险一番 就在他步入废墟时候 仍在原地盘坐的观原子 似乎遥游感应一般 冲废墟方向头来视线 面色因此变得凝重 但很快就又放松 喃喃自语道 那个方向 连我都看不出虚实 只怕此人去往那里 会忍不住一探 不过 既然没有姓名危险 稍微狼狈 也算是个教训 就听之认知吧 作为发起者 观原子对明雷侠附近地狱 了解自然是比其他人要多 就拿众人身处之地来说 是一处称为万兴饶园的地方 曾是一方古文明的祖地 从那些淹没于荒草 亦或深埋地底的遗迹可得知 此处也曾经是一处繁荣之所 只可惜 因为不知名原因 这里被彻底荒废 只留下大片遗迹 在大小遗迹中 不乏时间停滞大殿一般的存在 在当初发现之时 观原子还曾为此欣喜万分 天真的认为自己 可以借此 掌握十分稀有的时间拟法则 可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 或许 那些根本就不是拟法则 观原子默想到这里 就专心恢复其法力来 卖糖葫萝 新鲜出炉的糖葫萝 住鸡丹 刚出炉的住鸡丹 香喷喷 买一送一 吕仲置身于闹事之中 耳畔不断传来小贩的叫卖声 周围的人 无论衣衫相貌 亦或者是言谈举止 具都是细节无比 哪怕是合体期修饰的神念 也无法挑出毛病来 可吕仲清楚知道 眼前的这一切 不过是旧日泡影 所见景象 无论有多真实 也不过是某一段时间的残留显现 被不知名的存在 以大法力拘束 滞留在此 久久不能逝去 既然如此 我又该如何行动 吕仲仔细想了想 决定还是到那停滞的大殿看看 一切的源头 或许就在那里 还有 吕仲微微低下头 却是一少年身躯 望着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 以及腰间跨着的那一口长剑 心中不禁对此若有所思起来 此时此刻 这具身份并不受他控制 就在这时候 背后忽然传来一道 银铃般声音 喂 那边的 吕仲寻声望去 发现是一银发少女 对 就是你 少女气喘吁吁跑过来 上下打量了一番吕仲 确认了身前之人的身份 指着少年鼻子 插腰说道 于清禾 怎么到了约定的时间 你还不去博斯 存心拿人 开玩笑是不是 故意逼本姑娘出来寻你是吧 与此同时 吕仲脑海中 莫名涌现一段记忆 身体则是自行动作 仿佛一青涩少年 摸着脑袋 不好意思道 哈哈 不好意思 鱼儿 方才在城外 遇上了一只妖兽 所以耽误了点时间 又去行侠仗义 算了 算你这榆木脑袋过关了 换作药云的少女 一副扶你了的表情 紧接着她伸出左手 东西呢 别跟本姑娘说 这次也忘了 将东西带来 哪里哪里 肯定带了 少年一摸腰间 将一方玉盒递出 对面的少女接过之后 将玉盒轻轻开启 顿时一股荧光弥漫出 吕仲注意到 这时候周围的一切 都因此而陷入停滞 而企何之人 仿佛对此毫无察觉 待到少女将玉盒和上 周围一切才 终于恢复正常 跟描述完全符合 是爹爹要的东西 不过 这东西看着平平无奇 也没有半点的力量显现 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吗 少女将玉盒收到 怀中的项链中 浮现出好奇表情 然后对着少年说道 这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 少年挠头说道 东西是师父取回来的 据说为此 还跟外面的人大打了一架 一听到外面的人 少女顿时变了颜色 目中浮现出仇恨之色 哼 那帮外来人太可恨了 若不是实在打不过 本姑娘一定要叫他们好看 别 鱼儿你这样想不对 少年连忙更正她观点 耐心解释道 如果不是有外来人 主动提供了帮助 只怕面对天上到来的灾难 我们酒水绝对撑不过去 也要像外面的其他不足一样被毁灭 哼 气死我了 听到这话的少女 反倒一脸气横横 说你是鱼目脑袋还不信 笨蛋 这时候你该顺我 而不是跟本姑娘对着干 再这样下去 你要到哪一天 何年何月才能娶到本姑娘 还有 要我说啊 那帮金闪闪的外来人 就是引发天上灾难的罪魁祸首 爹爹经常说 人性都是天生自私 哪来这么好心人 这少年挠头 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而旁观了这一切 吕众则是若有所思起来 若他猜得没错 少年少女口中的外来人 所指的应该就是盗蒙修饰 也只有盗蒙执着不弃 含着极特殊意义的金色 才会叫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天上的灾难 这又是什么上古隐秘 不对 似乎已经不只是上古了 连筑基丹都能买一送一 这里只怕是比上古还久远的年代 极可能还是灵环界天地灵气 仍旧充裕无比 筑基不过是先徒起始的时候 也唯有如此 才会出现筑基丹沿街叫卖 却显有人问津的奇景 以旁观者身份 吕众以少年于清河的视角 一路看着两人拨嘴笑骂 沿着一条扑石大道前进一路路程后 前方终于出现一座巍峨巨城 就在这时 吕众只觉天旋地转 在世界陷入漆黑的同时 身体终于恢复了自由 一身修为 竟都全部回来 而与此同时 周围气氛变得毛骨悚然 嗯 吕众打量周围环境 目中闪过惊疑之色 若他未猜错 自己应是离开了那处空间 回到了本来的世界 紧接着 吕众像是察觉到什么 微微抬头前望 前方不远处 足足九层的汉白玉基台之上 赫然是一座半损毁的巍峨巨殿 时间的力量仍在作用着 不对 这次有了些许变化 跟之前相较 原本被神秘笼罩的那股力量 此刻退去了面纱 如今就好似任君彩结的果实 只需满足相应的条件 就能获取得到 吕众瞪大了眼睛 试图寻找到什么 忽然 他面上露出惊喜之意 伸手一射 顿时一团璀璨荧光落到手中 后者摸着好似棉花一般 且看起来轻飘飘 却又带着难以言喻的沉重质感 这就是你法则碎片 屡重略意犹豫 将之吸收为己用 若说你法则是一个程序 修饰在突破合体期之后 能获得的功能极其有限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白板而已 想要开启添加更多 更强的程序功能 从而实现超越旁人的目的 那么就需要搜集你法则碎片 伴随着光滑的巨脸 它缓缓睁开双目 你法则碎片的吸收很简单 只需要修炼了对应的你法则即可 只不过 我这次获得的是什么 对此 屡重有所猜测 只是不敢确定 当即一抬手 指尖开始有荧光凝聚 这是最基础的时间你法则 将这股力量施加于物体之上 可以起到调节时间的作用 或可称之为时间加速 之后随它心念一动 此番收获被施加上去 荧光变得如银印水波一般 相较之前时候 能明显感觉到 在催动着你法则的力量时 原神的负担少了些许 同时 去 屡重低喝一声 将荧光打在面前一石块上 顿时 那石块被蒙上一层荧光 数道法术打在上面 非但没有传出半点动静 将那石块融毁 反倒受它表面力量影响 竟也被静置起来 我明白了 屡重一拍手 明白了所得碎片的作用 石停 若他所料未错 自己既时间加速后 又获得了时间停止能力 如今看来 逆法则当真是充满了局限 明明是被冠以法则之名 能力却是破碎无比 好比他所获得的时间加速 时间停止 分明都是时间法则本该具有的 如今却要自己一点点参悟 或者是寻求机缘收集 不过 屡重对此极为满意 要知道 掌握两种拟法则能力 是步入合体中期的标志 他现在不过是合体初期 就完成了这一步 实力可以说是远超同阶 纵然是遇上稍高一两个小境界的修饰 怕也是有了对敌的资本 好好好 心情激荡之下 屡重连到三个好字 继而将目光移向前方 没有丝毫迟疑地 冲着远处那座破碎大殿 遥遥就是身攻一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位名为于清禾的古修士 也算是对他有传道之恩了 当受这一拜 等屡重出了遗迹 迎头就遇见冠原子等人 朝这边飞来 他心中不禁感到疑惑 等目光往四下一扫 心中又顿时明白了真相 好家伙 不过是一进一出 时间竟然就过去了九年 也难怪他们会寻找过来 怕不是以为我出了什么事 屡重想到这里时 对面四人已经落地 道友这边 可是发生了什么 冠原子走过来 目光上下一打量屡重 在没有收获之后 眼底不可恶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随后神色如常地说道 对 我们等你不来 所以 没事就好 宝花这时到 闻言 屡重微微摇头 只是一时好奇 误入了眼前这座遗迹 没想到黄梁一梦 时间进过去如此之久 抱歉 让诸位倒有久等了 听到屡重这样一说 谎言老人跟那剑客 自然也就闭口不言了 既然无事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本来时间还算充裕 但现在耽搁了一阵 却是有些不好说了 接下来的路 为了能够赶上 怕是要稍稍冒险一番 冠原子这时 转身望向极北处 淡淡地提醒众人 紧接着 他迟疑一阵 从储物界中取出树道预检 以及对应树木的淡青色法盘 这样吧 我这里有地图跟寻踪法盘 之后的路变数不少 为以防万一 如果之后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几人被迫分散 就自行依靠地图跟法盘 到集合地点回合 几人一一接过 吕仲看了眼 确定上面并无手脚 这才放入储物界中 随后 众人开始出发 小半月后 五道顿光破空而来 出现在一座笔架状山峰上空 光芒一脸后 吕仲五人现行而出 前方就是寂灭猿 真不愧这寂灭二子 当真是连半点生机 都感应不到 吕仲目光远眺 心中暗暗想到 从他这里望去 可见一处奇特至极的地形 地面好似火烧一般 堆满了灰白色的灰烬 偶尔才能见到火星点点 此般景象 一直向着极远处延伸 根本望不到尽头 根据灌原子所提供的信息 前方算是此行的第一重难关 寂灭猿上寂灭火 据说 这里曾有大成期 修饰陨落 那人死后 力量残留下来 至今仍未消散 凡入此荒原者 必遭那残留力量侵蚀 哪怕仅仅是误入一瞬间 只要被寂灭火侵蚀入体 合体七以下境界的修饰 必死无疑 唯有掌握了 你法则的合体七修饰 才能够借助自身力量进行对抗 不过 表面看起来也没什么古怪 吕仲看着前方的灰烬荒原 灵厥尽未传出丝毫危机感 另一边 灌原子已踏上寂灭源 他这一栋 吸引来宝花等人的目光 巨都是死死盯着 只见面色凝重的灌原子 这时候张口一吐祭出一火红宝珠 其上有灼灼光滑放射 却是一枚火形仙击 若无意外 应是此人本命之宝 宝珠滴溜溜一转 就出现在他的头顶 紧接着由火烈怒连绽放 化作一莲花光照 将灌原子整个人护持在里面 此刻 又见灌原子前踏几步 已是在千丈开外 忽然间 天地间一股火光绽放 本来还不以为意的谎言老人 这时候被眼前景象一惊 吓得猛揪下几根胡须 随后顾不得呲牙咧嘴 目光震惊地看着前方 跟他一样 吕仲此刻也是心中震惊 只见在原神视角中 原本空无一物的灰烬荒原 先是凭空献出无数火苗 然后火焰连接成片 已然化作一处火海 好强的力量遗留 吕仲按道 这哪里是大城陨落 分明是杜杰七修士才对 也难怪 灌原子会如此慎重 这一关 怕是难过了 他心中暗道 诸位 我先走一步了 这时候 那剑客祭出一口轻剑 舞动几下 就化作一青色龙形剑气 缠绕在他的周身障许处 仗着这一护照 这人踏入寂灭园 很快消失在漫天火光中 原来是驯风尼法则 吕仲将正目看在眼中 又见其他二人也已经动身 当即不再迟疑 随着时间推移 面前火海有愈演愈烈趋势 再不动身 只怕要比别人多烧一阵 这可真是得不偿失 当即 吕仲将星辰剑祭出 催发神意 顿时一股荧光将他笼罩 而后把星移定 踏入那寂灭原地界中 几乎是立刻的 原神顿时感受到 一股热意袭来 着实着热难耐 真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对抗之法 又贸然闯入此处 吕仲想到这里 将目光朝地上望去 只怕结果就是化为灰烬 这时候 他猛一抬头 奇怪 明明只隔着树西功夫 怎么宝花等人 就不见了踪影 四下一张望 世界中除了漫天的火海以外 便再无他物 见此情形 吕仲不禁嘀咕起来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力量残留 是以相互干涉之下 造就了这一意向 心中得出如此猜想之后 吕仲终于明白灌原子先前 为何特意会分发地图跟法盘给众人 怕就是专门为这一刻准备的 心中一领 他为去想迷失在寂灭源的后果 当即前行起来 突然 前方火焰疯狂涌动 火焰内部竟隐隐传出歌谣声来 是豆蔻年华少女的声音 此刻正背对着吕仲在哼唱不知名的曲调 声音哀晚妻妾 似是在诉说命运的不公 伴随着他哀声歌唱 周围火焰涌动幅度变大 更跳出一道道身影来 无一例外 剧都是被烈焰焚烧撞 吕仲停下脚步 望着这一群朝自己扑来的王者 脸上露出讥讽笑容 一群烧死鬼 死都死得成了一地灰 也敢在这里装模作样 他哪能看不出来 这些都是被此地陨落修世生前 以你法则斩杀的生灵 看来 纵然同是火之法则 受个人参悟理解的不同 似乎呈现出来的能力 也会有着不同的变化 跟官员子相比较 这位陨落的杜杰七大能 的确名副其实 其掌控的你法则 不再是表面运用 怕是能吞噬生灵 或许能将它们的力量化为己用 吕仲看到这里 心中忽有所悟 他对你法则的理解 还是太浅显了一些 行了 别唱了 难听 吕仲一挥手 顿时就是树道灰色光丝射出 运用浅显就浅显吧 能杀敌就行 光丝铃声 面前人影被绞杀成块 砰的一下炸成火团后 重新跟火海融为一体 只是看周围火海 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 显然并未将那东西彻底抹杀 这下吕仲算是看明白了 这位陨落大能的火海 有显化被杀生灵的能力 生生不息 真不敢想象 若是成为这人的对手 还一不小心身陷其中 面对这些杀之不尽的鬼东西 又该是何等的头皮发麻 趁火影尚未复苏 吕仲赶紧离开了此地 继续前行 他能感觉到周围的空间 也在飞速地变化着 有时候 明明只是踏出一步 却好似使出神通缩地成寸 瞬间跨越了千里 而有时 明明已经飞出数百里路程 居然还在原地踏步 看来是空间紊乱了 吕仲猜想 使用此种迷法则的存在 就是斩杀火之法则 杜劫大能的人 正想着 他再次跨出一步 却没想到 眼前景象忽然一变 满目的火海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眼青葱 竟不知何时何刻的 就到了一处蟒荒蜜林中 就前方不远处 还有一头獠牙巨蟒 虎视眈眈 吕仲四下一张望 就如同猜想的一般 果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身影 显然是受寂灭源空间 紊乱影响 众人在成功跨越之后 并没有出现在同一处 随手将一种巨蟒打杀 他将寻踪法盘祭出 上面顿时多了四颗光点 从距离来看 最近的也有近十万里 至于我目前所在位置 吕仲回忆贯源子 所给地图 半赏后苦笑出声 看来时运不济 却是传送到了危险地方 此处名唤作万蛇灵 灵中虽然出产一种 名为化蛇弦的灵物 对修士元神有刺激增进之效 但同时也是大量 七阶蛇妖的聚集之地 七阶蛇妖 哪怕是肉身突破晋升上来 也是难缠无比 类比玄修群体 到了合体期这种境界 几乎各个掌握低血重生 以及各种肉身神通 实力丝毫不亚于正常合体修士 当物之急 是从这万蛇灵中离开 只是待了一阵 吕仲就觉毒气入体 竟有些头晕起来 这让他心中一灵 不禁暗暗吃惊 好厉害的蛇多 一口气顿出数万里地 途中惊扰了不少妖兽 这些妖兽并非全都是蛇类 还有不少以捕食妖蛇为生的 其他妖兽 吕仲甚至还碰见了几种 在外界早已经灭绝 身怀着奇特本事的异兽 若不是赶时间 吕仲真想将之捕捉起来 放在山河洞天中观赏 再向前飞行了一小段路程 这时候 前方突然传来激烈打斗声 还没有接近 就能感到凌厉剑意扑面而来 这让吕仲知晓了面前之人的身份 显然是那位他还不知小名字的剑客 靠近之后 是在缠斗中的一人一蛇 在打斗中心周围 已经倒下了大量蛇尸 显然已经打了一段时间 而剑客的对手 是一条七彩斑斓的千丈巨蛇 身形卷洞间绽放出片片七彩毒云 此毒云端得是厉害无比 连射来的剑锋都能拾毁 很明显 是剑客处于下风 道友 助我一臂之力 注意到来人 成见心中一喜 急忙求援道 好 吕仲含糊应了一句 却没靠近过去 毕竟那七彩巨蛇的力来 他一眼就已经认出 纵使不是七彩吞天莽 也是此真灵的血脉后裔 那一身毒云 莫说是修饰法术 只怕连仙机都能拾毁 明白了这点 吕仲自然是远远掉着 根本不会靠近 就这样 一手手打着雷法 到了合体期时候 雷法自然不会立刻失效 但效力大减是难免的 好在 雷电对那毒云有削减之效 质量不行 数量管够 随着雷电轰鸣声 原本隐藏在七彩毒云中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巨蟒 这时候 终于是再次显现出身形来 这一点 也被成剑所察觉 此刻他的心中 对吕仲有些不满 但设身处地之下 也知道自己 面对这一头七彩灵蟒 怕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当即就全力对敌起来 二人联手之下 七彩灵蟒 顿时招架不住 他一转身 竟想要逃走 不好 拦住他 成剑惊慌失色 急忙传音于吕仲 千万不能让他逃回老巢 否则里面的化蛇弦 就要被这条七彩灵蟒吞掉 我们再无得手机会 还有真有 吕仲心中暗想 此人能修炼到如今境界 怕不是靠得浮渊深厚 心中闪过诸多想法 随后 他将酝酿许久的法术一方 凤提升大作 当即就是成片火凤飞出 虽无对应法则加持 然火凤银的威能 依旧不容小觑 硬是将灵蟒 从半空中轰了下来 饶是他并未因此受伤多少 却也是痛得一阵翻腾 趁此良机 成剑运起 连斩出数剑 每一剑都能划破空间 带出一条条细长黑线 呼啦啦 狂风为之大起 瞬间化作惊人风暴 首当其冲的七彩灵蟒 顿时如同千刀万寡一般 体表斑斓灵片 不断崩坏脱落 继而露出下面的血肉来 又被那剑锋零池刮去 不过瞬息功夫 就只剩一副骨架 看到这幕 屡众愈发坚信 成剑是浮原深厚之人 否则 光凭这败家的剑招 是绝技修炼不到合体期的 剑战利品 只剩下一副骨架 成剑对此 虽已经习以为常 但面对屡众似笑非笑的目光 仍是感到脸皮有些挂不住 急忙转移话题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 这副蛇骨 能在我窝蜂见下不悔 定然也是好材料 还请道友收下 那我就不客气了 屡众没有推辞 这是他应得的 随后 二人在一片狼藉的地面 找到了一处向下洞口 在蛇洞的最深处 还真找到了一汪咸水 数量不多 却也够勉强平分 真是浮原深厚 吕仲不禁心中再次暗想 若是化蛇弦不够 换做是其他的修士 说不定要为此大打出手 可现在 完全能和平解决 说起来 这一路上 我等五人之所以能平安共处 并未发生寻宝过程中 喜闻乐见的桥段 说不定也有此人的功劳在里面 他想到这里 心中不免发笑 这世上 该不会真有抚原法则吧 一人收了一半化蛇弦 一桩机缘就宣告到手 对这化蛇弦的处理 吕仲作为炼丹师 自然有处理头绪 准备之后 凑些合适灵药 以此中和掉灵物中的毒性 将之炼成丹药再行服用 如此一来 尽管功效会稍有流失 但胜在安全 这时 成见收好化蛇弦 脸去眼中的喜意 将视线一向一边 他看着住了自己 一臂之力的黑发青年 目中若有所思起来 方才的一战 以及之前顺杀万年雷铃 面前这黑发青年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与之组队 也能多几分保障 忽然他冲吕仲拱手 客气说道 对了 在下窝蜂剑成剑 不知道有如何称虎 长虎子 吕仲剪了个马甲 随意搪塞道 原来是长虎道友 此处并非善地 我们去跟另外三位队友会合吧 成剑得知了吕仲的名号 也不去想是真是假 提议道 听你的 吕仲对此没有意见 或者说 这就是他心中的想法 跟着一位浮原深厚之人 或许能对冲一下 自己身上的霉运 此举之目的 不求能获得更多机缘 只求不要再遇上麻烦就行 果然 跟着成剑 路上再没有遇到麻烦 甚至乎 连妖兽的出现频率 也降低了不少 这让吕仲对心中猜想 更加地确信起来 但同时他也没放松警惕 毕竟有的就有失 万一要是成剑被运气反噬 将自己带到巨大的危机中去 也好及时有个反应 不至于因此到更大的血霉 一路平安 二人很快跟一位队友会合 这一次是黄炎老人 黄炎老人倒霉透顶 遇上的对手 是两条实力强劲的妖蛇 双方在大战一场后 妖蛇不敌退去 而他自己也受了严重的伤势 不得不自封于岩石之中 见到二人前来 黄炎老人心中顿时警惕 此刻的他状态有些不大好 甚至可以用凄惨来形容 大战后援神疲乏 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这二人心怀不轨 想要趁火打劫 我怕是要付出巨大代价 才能逃得一命 黄炎老人心中如此暗想着 已做好了逃命的准备 却不料 吕仲二人非但没动手 反倒替自己护法起来 你们 黄炎老人道 吕仲听出了他语气中的复杂 哪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顿时拱手一笑道 道有安心疗伤就是 勿要多想其他 多谢二位 黄炎老人平静回应 他也不客气 虽为因此信任二人 但一些疗伤的法门 却是可以使用了 只见黄炎老人 祭出一枚土黄法印 而后将之祭出 顷刻之间 就有光芒将黄炎老人吞没 同时 吕仲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此人原本紊乱的气息 正在以不可思议地 飞速地恢复着 大地不仅承载苍生 看来还则被万物 眼前的黄炎老人 果真不愧为合体中期 所掌握的法则能力 除了之前展现的 炎法造物外 还有一种疑似能 汲取地脉之力疗伤 不一会功夫 黄炎老人就从石块中出来 现在他的气色 较方才明显好了很多 同时气息也变得四平八稳 仿佛之前的受伤 是不存在的一般 只不过 根据吕仲用场景 回溯探查的结果 此人只是暂时压制住伤势 在此种情况下 若是对付普通麻烦 倒也就罢了 如果遇上棘手的对手 要不了三五回合 就会就伤复发 多谢二位道有护法 黄炎老人走过来 冲二人拱手称谢道 举手之劳罢了 吕仲摆摆手 对此并不在意 一旁的成剑也同样如此 不过 虽然吕仲二人并未要求什么 但黄炎老人 却将此事记在了心上 毕竟这天底下 可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作为一名合体中期修士 他更是深谙这点 唉 也不知要付出多大代价 才能偿还掉这段因果 黄炎老人表面看似如常 使则心中一叹 而后将自己那块寻踪法盘取出 看着上面的光点 面色不由一变 只有四个光点 难道 是有人出事了 黄炎老人面露疑惑 将手上的寻踪法盘亮了出来 吕仲二人见此 也急忙寄出各自法盘 一二 三点四 所有人手上的寻踪法盘 都是同样数量的光点 一时间 三人的面色都凝重起来 看来真有人出了事 走 去跟剩下那位道友会合 吕仲如此说着 未等另外二人回应 就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起 瞬间将速度拉到极致 朝着西侧那光点所在位置掠去 成剑跟黄炎老人见此 对视一眼后 也纷纷跟上 吕仲三人一口气就飞出数千里远 很快就接近了第四个光点所在处 却是一处大裂谷 位于密林之中极难发现 裂谷中有毒云弥漫 但入口处有不少斗法痕迹 并且痕迹一直往深处延伸 说明曾经有人进入了此处 站在谷口 吕仲尝试着将神石探出 却不料这些毒云厉害无比 竟连修饰神石也能融毁 接连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不止如此 它们的到来还惊扰到了古中妖兽 这些妖兽尽管大小不一 但明显都出自同一族群 样子酷似蜻蜓蝎子的融合 像极了外面已经灭绝多时的上古凶兽 破金虫 跟典籍描述不同的是 眼前这些酷似破金虫的妖兽 不但体型差了十数倍 一只只最大的也不过是杖鱼 通体遍布着五彩斑斓的虫壳 则加上那根一看便知剧毒无比的伪针 看起来并不似砖破法宝的凶兽破金虫 小心 说不定是久居于此 发生了变化 吕仲这时随口提醒道 下一瞬 无数采芒骤起 从变异破金虫的歇尾发出 如暴风骤雨般的激射而来 威势端得是骇人无比 为谨慎起见 吕仲选择了避开 一旁的黄炎老人 似乎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 抬手拉起一道土黄巨墙 似乎想要借此挡住来袭的五彩光雨 殊不料 便一破金虫射出的毒针 威能远在他预料之上 只是瞬间就将土墙贯穿 惊人的毒素同时扩散 继续瓦解着土墙 任凭黄炎老人如何补救 燃在接连不断的光雨面前 依旧是无济于事 不过石树锡 防御就彻底告破 亲眼目睹此目 吕仲哪还猜不知道原因 怕是变异破金虫久居毒地 不但没有因此退化掉原先本事 还让伪真变得更加剧毒 二者合一 就有了现在这种情况 我这下算是明白了 为何谷中会有一位道友被困 有这么一群厉害无比的变异破金虫 恐怕也只有大成七修士 才能硬生生地杀出来 吕仲在心中暗想到这里 早已经是雷光闪闪的左手 掐出最后一道法诀 煞时间 无数雷电自虚空凝现 紫霄雷法从未让人失望 落大一片雷海 在虫群中爆开 但凡是来不及 躲避的变异破金虫 都要在雷电面前被轰成积粉 但是看到此幕 吕仲却没有露出什么喜色来 反倒是身形继续后退 就在他刚退开不久 有瓢泼的五彩光雨袭来 只差一点 好险 吕仲暗松口气 他可不想用针胶结界 领教变异破金虫的伪针 转而他一抬手 口中同时念念有词 只见得火光一阵翻涌 此处气温开始飞速跋升 有九只火凤呼啸飞出 直冲着远处的变异虫群掠取 一路上不断有火凤被破溃 但最终还是有一只火凤 顺利突破了虫群的拦截 轰的一下 灼热火焰炸散开来 瞬间就带走数十只变异凶虫 并吹得虫群阵脚大乱 以至于射出的光雨规模 都小了不少 与此同时 成剑跟黄炎老人也在出手 前者一盏就是千百丈剑气 成片成片的击毁来袭的伪真 至于黄炎老人 则是恼羞成怒一般 不断从地下换出一根根岩枪 同样也似瓢泼大雨一般 浩浩荡荡地朝着虫群浇洒而去 三人联手打击之下 虫群很快混乱起来 等好不容易才将他们驱散 除了有真交结结的履重外 剩下二人聚都是付出了不小代价 不是毒素侵蚀入体 就是险些就伤复发 若不是还有地上的虫尸 可弥补损失 只怕这二人要亏出血来 就在这时 谷内被困之人 察觉到外面动静 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竟引发出一场大爆炸 瞬间将裂谷地貌彻底改变 在冲天的火浪中 一道着火身影逃出 是观原子 此刻他单论狼狈程度 丝毫不亚于之前的谎言老人 不但提表法衣破破烂烂 更是全身都不满 被剧毒腐蚀出来的伤口 正不断秘密留着毒血 连吞竖瓶丹药 才勉强将伤势稳定 做完这些 观原子见到 是屡重三人 心中一松的同时 不忘提醒到 大恩不言谢 不过 我们还是赶紧走 谷内虫群已成了气候 有一头凶虫 已经快要进阶 服以虫群的加持 实力只怕已经不在大成期之下 根本招惹不得 仿佛是为了印证观原子这番话 火光散去的裂谷深处 竟缓缓浮现出 一道晴天身影 它的模样 跟破金虫一般无二 就是体型大的骇人 同时身上气息如鸢似海 一股七阶巅峰的气息 扑面袭来 而就在此虫出现后 极远处有一道 类似气息出现 仿佛是不甘示弱 同样将气息倾斜出来 见得此目 众人哪还敢停留 个人各失手段 吕仲则是施展雷顿 在一阵雷光轰鸣中消失不见 先其他人一步 离开了这处危险地方 一处山间凹骨 吕仲四人 再次重新会合 调息时候 吕仲再次拿出 寻踪罗盘 朝上面打出几道 法掘激发 望着上面的光点树 露出了疑惑表情 五个 怎么又变成了五个光点 更奇怪的是 这第五个光点 离四人极近 且还在靠近着 得知这一情况 冠原子等人面面相去 怕是方才宝花 道友手中的罗盘 受了影响 现在才恢复正常吧 冠原子一阵沉吟 导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在他看来 这灵幻山脉深处 充满了秘密 不但有莫名其妙消失的文明 还有大能昔日斗法的余波残留 即便是数百万年过去 历经漫长时光的洗刷 这些力量也仍未彻底消散 影响到寻踪罗盘并不奇怪 只不过 虽有了相较合理的解释 却仍未能使四人放下警惕 不一会功夫 一道红光落到谷中 待光芒散去后 宝花的身形显现而出 跟身上带伤的灌原子等人不同 此刻的宝花 可以说是毫发无伤 就跟同样无视的吕仲一般 方才 道友那边发生了什么 灌原子为做掩饰 尽直问出吕仲等人心中的疑问 而宝花 似是对此早有所料 抬手打出一道光幕 指着上面的内容 一脸苦笑道 说来你们也不相信 刚才我刚一穿越寂灭源 就一头栽进了一圈光蕴中 在那之后 我更显现迷失在一处诡异之地 若不是有此符 我怕是要永远迷失在里面 他说着 将一金符展示给众人 吕仲只一眼 就看出了此符的具体作用 虽不知具体叫什么名字 但必定是一等级颇高的 破镜真符 原来如此 得到这一答案 众人的疑虑被打消不少 由于众人连番遇险 无论法力还是精神都有消耗 于是在官员子的提议之下 众人各自在谷中寻了一处地方 又好似之前般休息起来 辟了一座临时洞府 静视中 此刻的吕仲 心情很不平静 方才众人 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了得到真相 曾借助挥晤空间 以场景回溯试探 却得到一个惊人答案 那位看似活生生 跟正常人一般无二的宝花 竟然成了类似眼般的存在 确切地说 他就好像是某定恶之猫 状态介乎于生死之间 根本就不难猜到 宝花之前所遭遇的诡异之地 大概率是来自于高阶修饰的力量残留 以区区合体欺修为 误入这些微能诡异莫测 能坑杀大城杜劫存在的陷阱中 岂有光凭一张 真服就逃脱的道理 至于宝花的下场 恐怕是在那处空间中死了 又或者 宝花根本没离开 吕仲一路推测 忽然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未知 面对那些高阶修饰 若真被这些人不怀好意地盯上 遇上称得上是诡异莫测的手段 只怕真是连死到临头 也不知道怎么死的 想到这里 吕仲一时不知该如何决定 罢了 就好些神识吧 到了合体期之后 她的神识又增强了不少 能推演 未来的最大时间 早已经超过了百息 稍稍耗费一二也无妨 很快的 答案就已经出来 摆在吕仲面前的 共有三个选择 一 维持现状 二 点名宝花的真实身份 三 趁机不被偷袭 这三个选择 各有各的好患 维持现状 就等于在身边 埋下定时炸弹 在情况不明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带着这样一位存在 会给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可一旦点名真相 让宝花知道自己的真实状态 她就会像是被观测到一般 惨叫一声 扭曲化作一团黑烟 瞬间消失不见 这下是生是死 无从知晓 至于第三个选择 跟前面两个相较 看起来似乎要诱人许多 斩草除根 然吕仲却知道 若真是出手将之斩杀 那么斩杀者就会被那种状态传染 同样陷入到不生不死的状态 是以从结果来看 让宝花消失 似乎才是最佳选择 只不过 吕仲现在的心中 就只有惊叹 好厉害的手段 她不难看出 这手段应该跟时间法则有关 而且 绝不是你法则 真好奇 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坠灾难 以及盗蒙的出现 仙界如今的情况 一桩桩的谜题 怕是要等我飞升成仙之后 才有机会了解知晓 吕仲喃喃一声 决定在状态彻底恢复之前 都不再去多想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转眼间 就是一个甲子过去 经这么段时间修整 其他人的状态都恢复得不错 唯独宝花 却是越来越不对劲 状态几乎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样 这一点 不单只是屡重 连灌原子等三人 乃至是宝花自己注意到了 吼我这是怎么了 宝花颤抖着抬起左手 然却发现 她在慢慢虚化着 作为组织者 灌原子沉默了一阵 才道 说实话 这种情况 老夫亦是闻所未闻 见都未见过 抱歉 树老夫实在帮不了道友 什么 连你们也 宝花见众人皆是摇头 顿时不由慌了 屡重看向宝花 陷入沉吟 依我看 道友不如去先前那地 找找线索 此言极是 想要解决问题 自然是要先找到源头 若是道友有意 老夫愿意随你跑上一趟 灌原子文言 目中顿时一亮 如此说道 可 可是 宝花一回想 面色煞白起来 不知是何种原因导致 她发现自己竟失去了那段记忆 此刻无论怎样回想 都好似被彻底从原神抹去一般 再寻不到丝毫的痕迹 见宝花如此模样 屡重不由感慨 这就是杜杰乃至更高阶修饰 对合体修饰的实力压制吗 本以为到了合体境界之后 就稍稍有了逍遥的资本 却不曾想 大境界之间的实力差距 不但没有因此变小 反倒是随着你法则这一影响因素 再一次地扩大 一事无策 众人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 成剑忽然提议 依我看 不如先继续往深处去 或许在里面能找到解决办法 还有就是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 随着我们的不断深入 时间侵蚀就愈发得严重 的确 屡重点头赞同道 作为时空拟法则的修炼者 他对时间的感知 可比队伍其他人要敏感得多 更是知道 受不明存在出手的影响 现在越往灵幻山脉深处去 时间的流速反而在变慢 照此推论 只怕真到九元灵芝所在之处时 时间将减慢到相当恐怖的地步 屡重道也还好 可以借助自身力量 抵抗外界的侵蚀 可冠原子等人却未必 不过 他猜想冠原子作为发起者 想必早该知晓此地的情况 在此基础上 此人依旧组织其此次行动 怕是早有准备 另一边 宝花听到成剑的提议 心中暗骂起来 但令人诧异的是 就在这时 他那受到不知名力量的影响 原本逐渐虚化 不知何时就会消失的手臂 竟然在这时 莫名恢复了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怎么会恢复正常 宝花心中惊诧 但面对着铁打般的事实 在已知信息不多的情况下 根本难以判断出什么 只能暂且将怀疑记在心中 面上露出了苦笑表情 一旁的冠原子及成剑 此刻同样都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唯独吕众 心中大概明白了原因 看来事实真相 的确如我之前猜想一般 宝花大抵是误入了什么地方 在她本体遭遇危险之时 也会同步反馈到眼身上 如今被困的宝花暂时脱险 她的眼自然也就平安无视起来 此事暂告一段落 随后在冠原子的带领之下 众人重新启程 往九元灵芝所在方向飞去 时光悠悠 转眼间就是两个甲子过去 正如之前吕众的猜测 随着众人不断深入灵幻山脉 时间的流速也在悄无声间改变着 身处其中 冠原子等人几乎毫无察觉 唯独只有吕众 她曾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 与之进行对抗 结果喜忧参半 好消息是 只要运用你法则力量 跟时间减速进行对冲 就能减轻这一影响 这对实力有一定的增幅 可以借此获得巨大的斗法优势 至于坏消息 则是残留的力量过于强大 吕众做过几次尝试 发现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进行解析 想要借此参悟时间减速这一能力 自然也就是无从说起 近视中 吕众的尝试 再次以失败告终 或许 可以等实力提升上去 再来此处参悟 她将此事铭记在心底 却是准备日后再来一趟 毕竟你法则的完善与否 直接关系到 能否进阶至大乘七 无论是五行法则也好 还是其他你法则也罢 都必须保证完整无缺 时空法则 吕众想到这里 心中就不免苦笑起来 有道是贪多嚼不烂 她如果想要满足进阶大乘的条件 所需付出的努力 以及往后可能遭遇的困难 怕是要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同阶修饰 这就是力量的代价吗 将杂念掐灭 吕众专心恢复起来法力来 抛开时间流速这一影响因素 灵幻山脉深处的情况 其实跟外面的大荒十分相似 弱大的一片辽阔地域上 按照实力从高到低的森严等级 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妖兽领地 偶尔的还会有一处处斗法遗迹 点缀在这莽荒秘境当中 有趣的是 五人在前行过程当中 还不止一次发现了文明的存在痕迹 既有来自于人族的 也有来自于不知名种族的 从淹没在茫茫领海的遗迹来看 他们几乎都是发展到某一个限度 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而这显然是此地真正的霸主妖兽们所为 除此之外 吕众还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此处妖兽 哪怕是到了四阶乃至更高的境界 也不会划行 确切地说 应该是灵幻山脉的深处 有着什么力量在阻止妖兽划行 这一影响导致的结果 就是此地的妖兽 无多少灵智 全凭本能行动 也正是因此 五人异行虽然在赶路过程中 不断遭遇各种妖兽的袭击 甚至连八阶妖兽都遇上过好几头 却依旧能全身而退的缘故 就在这时 外面飞来一道火光 却是灌原子传讯 长湖道友 劳烦抽空出关一趟 我已经邀请了其他三位道友 请到我闭关之处来 与你们有钥匙相商 听闻此言 吕众站起身来 得益于时空拟法则 以及灵幻山脉的环境特殊 他在先前的过程中 消耗远不如其他人那般大 是已现在早已经恢复了状态 退门走出去 穿过树层静置后 面前就是一片蟒荒丛林 原始 不见半点闻名痕迹 吕众出门后 向着西边飞行了千余里 很快见到一处刚开辟的林间空间 在那里 宝花跟灌原子 早已经在等候着 他落到地上 冲二人拱手行礼 见过二位道友 长湖道友也来了 如今就只差程道友 他离得有点远 不过嘛 因此得了一桩机缘 教程道友寻到了一株罕见灵药 连我等合体修饰 都能派上用场的那种 灌原子说到这里时 面上不禁浮现出些微羡慕 而一旁的宝花 此刻却有些心不在焉 究其原因 自然还是之前的问题 在过去的百余年中 他的身体不时出现虚化 反反复复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 显然是近段时间又出了状况 果不其然 吕中发现 他的左小臂 颜色明显要比正常颜色淡许多 树克中之后 远处天边飞略来一道顿光 待光芒散尽 成剑的身形显现出来 相较落魄的宝花 他此刻脸上 竟是掩饰不住的笑容 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顺利突破到了合体中气 真是个浮原深厚之人 吕中不着痕迹打量着成剑 又看了看一旁的宝花 二人的运气 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 莫非 就在这时 他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猜想 成剑的运气 显然好的有些不正常 若结合此人一路来得到的机缘 只怕说是天道私生子 也会有修士 对此深信不疑 是以吕中猜测 怕是成剑身上 怀着什么宝物 魏印证心中的想法 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吕中暗暗借助挥晤空间 对成剑进行了一番试探 可结果 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竟然一切正常 不对 正常才反而有鬼 得出如此结果 吕中心中反倒有了答案 魏继续试探 另一边 冠原子剑人道琪 就将五感银色小琪取了出来 并拿着其中一感道 此琪名唤作五旋逆灵琪 可借此组成五旋逆灵阵 五旋逆灵阵 结合这小琪上的灵文 莫非道有说的是 那传说中可逆转时间的琪阵 听到这话 成剑忽然露出金色 没错 正是此阵 冠原子将阵琪 一一分发给众人 才道 想必这些时候来 诸位道友都会隐隐有所察觉 这灵幻山脉内部的时间流速 与外界有着极大的差别 随着我们不断地伸出去 时间的异常也会越来越大 身处其中倒也是无所谓 说到这里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以前 所产生过的天真想法 既然灵幻山脉的时间流速 要远远慢于外界 那岂不是一处极品修炼宝地 可随后残酷的事实摆在了眼前 那就是 只要离开灵幻山脉 之前所被减缓的时间 都会源源本本地 一滴不剩地全部返回回来 除非 丹院一直待在时间异常区域里面 可这种选择 跟待在外界 又有何意 听惯原子将利弊道出 宝花的神色明显灰暗下去 而一旁的成剑固然失望 却给人以一种假装出来的感觉 似乎早已经知晓了一般 看来 此人身上极有可能 带着一位老爷爷 在辽阔无边的修仙界 此种事情并不罕见 只不过跟寻常情况不同 眼前成剑身上 那位可能存在的老爷爷 等级显然一点不低 最起码 也得是杜劫七层次 而且所修法则 大概率还跟运气有关 或许是传说的因果法则 亦或是与之类似的类型 无论是哪一种 都注定是位强大对手 吕仲想到这里 不由在心中暗暗做出决定 若非是必要情况 绝不主动与此人撕破脸皮 以免招惹来一尊麻烦的强敌 似这般存在 就算弄不死你 也能把人恶心得够呛 当然 若是对方不识相 吕仲也不会一味退让 定然会给对方一个好看 他自存在实力方面 并不会若成见多少 哪怕对方已经是一位合体中期修饰 将思绪拉回 冠原子已经讲完阵法的注意事项 具体就是这样 冠原子面向着众人 不忘提醒到 为了对抗时间的侵蚀 五旋逆临阵是必须的 所以 还请诸位回去后 多多参悟预检中的内容 现在距离九水幽静 已不到一半路程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奢华洞府中 成见靠在寓椅上 表情不见之前的欣喜 反倒是变得阴沉起来 伴赏之后 他朝空处喊了一句 前辈 方才你所言之是 说是有人 在暗中窥探于我 可根据现在这边的探查 似乎并非是你所言那般 老夫也不确定 伴随着一道苍老声音的传出 原本空无一处的堂中空地 忽然有虚幻人影凭空浮现出来 却是一位虚美雪白的老者 不过 老夫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那祈愿术的代价 老夫虽能替你将它转移 但却并非真的可以毫无付出 外道违法 终究做不得真 唯有真正的因果之道 才能无负作用 实现人心愿望 否则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 我知道 成见冷冷回了句 未等老者回话 就隔绝了十海内外 并操控原神所持着的一座金塔 令其宝光一闪 后者身形顿时消失不见 对老者的劝说 成见自然是放在了心上 可现实令人无奈 作为一名小家族出身 曾经默默无闻的底层修士 成见之所以能从千万修士中脱颖而出 靠的就是十海中那座金塔 起初不过是一座拿着 就令人运气变好的小塔 能叫人意外捡到钱财 但不过三五枚零石 又或者是遇到许久未见过的亲族 然后对方稍微提供一份薄礼 从中又得了些许好处 可后来 随着它实力的不断提升 小塔也在发生变化 直至化神之后 成见才终于知晓真相 原来是十海的金塔中 隐藏着一位境界极高的残魂 以前之所以会有好运气 却都不过是对方临死之前 所准备的手段所致 是一种名为祁愿术的秘书 也正是凭着它 成见才能一路顺风顺水 直至修炼到今天 要我放弃用祁愿术? 这绝不可能 成见毫不迟疑地 就将老者的提醒抛诸脑海 没多久 成见再次施法 灵幻山脉积元处处 可谓遍地都是天才地宝 他借助祁愿术增加福元 在这里所获得的好处 远远不止吕仲等人知晓的那点 为了更进一步 也为了将此行收获最大化 成见果断选择了拼一把 如之前那般 他在输出愿望的同时 也在要求塔中老者出手 将代价转移给他人 只不过 考虑到老者先前的提醒 这一次转移的目标略有变化 不再是宝花 就选他吧 成见满是恶意想到 与此同时 静世中 吕仲本在参悟阵法 这事忽然轻移一声 他能清楚感觉到 方才有一股诡异力量 凭空而现 却被黄金树中所抵挡 是成见吗 他思来想去 也只能联想到此人身上 只不过 带吕仲细心检查一番 确定 没有因此暴露什么 自己也没因此吃亏 便暂且将这是放到一旁 相较毫无理由地找上门去 倒不如继续参悟五旋逆灵阵 越是参悟 他就越觉得此阵精妙 若我能掌握其中变化 或许可以炼制类似的阵棋 并借此来增强实力 紧接着 吕仲将那感阵棋祭出 双手食指连点 画出一道道法力光丝 没入其面当中 使其表明灵魂爆发出璀璨灵光 在此影响下 阵棋烈烈作响 发出阵阵银色微光 去 吕仲见此 弹指打出一道法诀 阵棋顿时被催动 细微的嗡鸣声过后 其面射出一道荧光 落到了面前的墙壁上 哗啦啦 以化你为 十法树凝成的墙壁 被重新还原 化作泥土散落在地 对此阵的参悟 我只是堪堪入门而已 没想到就有如此威能 真不知道 不起五旋逆灵阵 又会有怎样的效果 怕真是可以逆转时间不对 或许真相并非如此 大抵只是解除你法则的效果罢了 吕仲暗想到这里 继续闭目感悟 另一边 成剑万万没想到 一语成剑 来得如此之快 就在老者出手后不久 几乎是立刻 他就察觉自己硬堂发黑 很明显 这是法术反噬了 察觉到这一点 成剑顿时慌了 作为奇愿术的使用者 他对此术的效果心知肚明 更知道被选为代价转移对象 究竟会因此遭遇什么恶运 以前作为旁观者 还不觉得有什么 可现在却是要亲身体验 前辈 前辈救我 然无论成剑如何呼唤 塔中老者始终不见出来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作为反噬的一员 塔中老者受创远比成剑严重 此刻心中早已经是怒火满渡 恨极了外面那个自大的小辈 若不是为了复生 老夫何必陪你演戏 又努力了一阵 剑实在无法消除反噬 老者面色略微有些诧异 轻叹一声后 只能用掉好不容易积攒的力量 如此方才恢复行动能力 放心 老夫没事 只见白光一闪 老者现身在成剑面前 关于此次反噬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日 为此 早已经准备好了应对手段 这一枚 法印你暂且接着 只要将它戴在身上 厄运就能得到消减 虽不能直接化解此劫 但也能少遭些罪 老者如此说着 将一枚虚幻法印凝出 成见半信半疑结果 将之握在了手心 旋即 他面露出惊喜之色 正如老者所说 手中这枚法印的确不凡 有消解厄运之效 如此一来的话 自己度过祈愿术反噬的几率 就大大增加了 见自己暂时没事 成见不免想到了导致一切的屡重 前辈 那长胡子究竟是何种来历 竟连祈愿术施加的代价 也能轻易地反弹回来 据我所知 纵使是大成七修士 除非专门修炼因果之道 否则同样也是对此无能为力 可偏偏这人却能 此时此刻他心中充满了疑问 殊不料 老者对此也是纳闷 祈愿术的厉害 他对此自然是一清二楚 施展祈愿术数不胜数 以往并非没有反噬 可思现在这般来得积极又快 几乎可以说是瞬间反弹的情况下 老者也还是第一次见到 或许 老者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对方身上有护身之物 如此方才能解释一切 三个甲子后 众人一路磕磕绊绊 终于是抵达了目的地 九水幽静 面前是一座笼罩在黄昏中的废墟 根据我了解的信息 九水幽静内部十分诡异 不但有实力惊人的凶兽 还处处都充满了时间陷阱 且大多数无法用神识察觉 令人防不胜防 若是稍有不慎 结果就会似宝花道友这般 被困到莫名空间中去 轻易不得脱身 为印证自己的话 灌原子特意祭出一口飞剑 只见进入黄昏一个来回 带飞剑重新出来 原本闪烁的灵光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岁月感 剑身虽然光泽依旧 但内部灵性却早已经流失殆尽 吕中默默看着 心中却是在暗想 从那口法宝飞剑的遭遇来看 这遍布九水幽静 堪称无处不在的力量 同样也是时间拟法则的一种 而且是跟时间加速有关 事已才会出现 飞剑不过进出幽静一趟 就险些变成废铁的事发生 想到这里 她对自身所选道路 感到欣喜之余 又不免发愁起来 另一边 宝花面色略有异样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她依旧未能摆脱影响 但近来不知为何 之前那种身体虚化的现象 几乎消失不见 偶尔才会出现那么一两次 且持续时间极短 对此 宝花自然是认为 是靠近了灵幻山脉中心所致 是以此刻的她 连呼吸都不自觉加快 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深入 好找到解除自己身上 异常的办法或手段 跟满心期待的宝花不同 成见此刻则是一脸愁容 近段时间以来 每日几乎都在生死间度过 好几次都是闲死还生 遭受了祈愿术的反噬 必然会因此厄运连连 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 老者所给的法应作用 可以忽略不计 完全靠的就是命运 现在曙光就在眼前 她只要再撑数日 就能将这波反噬熬过去 灌原子这时即出阵棋 并冲吕仲等四人道 还请诸位随我一道 共足五旋逆临阵 想要在九水幽静中安然无恙 就必须用此阵的力量 来抵抗幽静内世界的力量影响 否则 纵使是侥幸活着出来 也是后患无穷 没有人反对 很快五旋逆临阵变成 五人身形笼罩其中 身上聚都附了层荧光 在进入前方黄昏笼罩的九水幽静后 果然能够借此对抗此处的影响 这一现象 也让吕仲对五旋逆临阵更感兴趣 没有多久 五人就遇上一只拦路凶兽 凶兽的实力不强 充其量是与化神同层次 但却称得上是一个移动危险源 差点就将霉运连连的成剑送走 原因在于 此兽身上竟带着一处时间异常点 对这一点 吕仲其实早有发现 之所以不立刻出言提醒 却是想借此坑成剑一把 好抱之前的之前的仇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竟让成剑躲过了这一截 虚惊异常后 众人继续上路 有了之前经验 这下谁也不敢放松警惕 剧都是睁大了眼睛 意图不放过任何细节 唯恐一不小心就中了招 行之一处伴他大殿时 宝花这时轻疑一声 忽然止住脚步 他透过缝隙朝里面望去 发现殿内竟漂浮着一团荧光 同时传来一股莫名感觉 就好像有另一个他在里面 我记起来了 宝花这时激动喊道 他终于记起来 当时自己就是遭遇了这样一团荧光 方才会有后续的一切 毫不迟疑 宝花就想进去 却被吕重拦住了 道友 还请小心为上 说着 他朝宝花正前方一尺处 打出一枚火球弹 几乎是瞬间 火球弹刚刚飞至那个位置 就好似被绞碎一般瞬间化为乌有 也让宝花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他不敢去想象 若是方才没人阻拦 自己该适合下场 只怕跟那火球弹一样 尽管险些丧命 可宝花仍没有放弃 一步步在众人目光注视下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此女一接触那团荧光 静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去哪了 谎言老人疑惑道 现场无一人能给他答案 可下一刻 竟有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这让众人大吃一惊 谎言老人定睛看去 发现出来的人影 尽管狼狈不堪 且似乎受了严重的伤势 以至于连气息都忽高忽低 但分明是宝花无疑 宝花道友 你这是 灌原子一脸惊疑 发现眼前此女多了些不同 恭喜道友成功脱困 吕众拱手贺喜道 说实话 他没想到 宝花脱困 竟是如此容易 如此说来 他之所以遭这么多罪 怕是跟成剑脱离不了干系 若非关键时刻 梅韵缠身 恐怕要不至于受苦如此之久 才能从里面脱身出来 吕众暗想到这里 不由忘了成剑一眼 后者此刻 正被宝花追问上门 他在被困的时候 其实能够知晓 外界之身所见一切 对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 更是暗中就锁定了怀疑对象 自然是运到古怪的成剑 任凭谁经历了那一切 都会对此感到火冒三丈 恨不能将幕后黑手除之而后快 成道友 此事你拆我一个解释 宝花怒容满面 只差指着成剑鼻子说道 解释 闻言 成剑目中光芒一闪 笑道 宝花道友 你怕是误会了什么 如你所见这般 如今我也是厄运连连 好几次都是 险些丢掉性命 难道 这还不够证明什么 对这番推脱之言 宝花一时难以反驳 哼 半赏之后 他冷哼一声 既然是错怪了道友 那切身就在这里 先给你赔个不是 只不过 此事还没完 听到这话 成间面色变了又变 不过 他自存在祈愿数在 再加上窝蜂剑传承 纵使知晓了又如何 既然如此 就休怪我 想到这里 成剑心中冷笑起来 已是动了灭口的念头 宝花重新脱困 尚需要休养时间 也因此 队伍再次停下 以五旋逆龄阵为根基 很快就开辟出一处安全之地 众人在里面 几是挤了点 但胜在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可以放心地恢复法力 如此又过数年 静世中 吕仲指尖凝出荧光 并缓缓打出一道法绝 身前悬浮的阵棋 因此灵光大放 而后表面繁复的灵纹褪去 模样又变得如同往日一般 他这是在祭练阵棋 两久之后 他脸上泛起一丝笑意 还不错 经过这一番祭练 吕仲发现 这杆阵棋的威能增加了不少 虽达不到一起成阵 但在全力激发的情况下 配合上他自身的能力 足够去除酒水幽静的影响 似乎还有改进可能 吕仲看着手中小齐 有还有些不满足 就在这时 动 地面狠狠跳了一下 是谁在攻击大阵 吕仲记得很清楚 自己在五旋逆临阵外围 可是布了不少静止 如今似乎都没有激发 他心中暗道奇怪 将阵棋收入储物界 便转身朝门外走 一出来 正好见到惊人一幕 只见天上忽有俱全落下 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五旋逆临阵上 再砸出层层涟漪之时 也让地面再次猛的一跳 定睛朝头顶望去 依稀可见一聚月一般身影 酷似人形 却又三头六臂 发生了什么 吕仲这时 见到冠原子出来 问道 后者摇头不止 见其他人也出来 于是一起解释道 对现在的事 老夫也不清楚 只知这尊山岳巨灵方才一出现 就突然开始动手 可能是发狂 也可能是受什么驱使 不过 这尊巨灵的出现 其实也算是一个好兆头 巨灵在此处 看起来像是 负责镇守重要之物的守卫 这说明 我们离目标已经不远 希望如此吧 吕仲暗想道 依我看 不如顺便解决此物 成剑道出这话 目光在山岳巨灵上下打亮 不经意间露出渴望之色 却不料 冠原子对此并不认同 摇头道 这恐怕是不行 那山岳巨灵极其难缠 兼且皮糙弱后 老夫曾尝试过 与之交手数次 皆是无功而返 说到这里 他瞥了眼成剑 意犹所指 除非 我哪有什么解决之法 要有也得是修行土行法则的黄岩道友 若论 对付这种山岳巨灵 黄岩道友 才是行家里手 成剑并没有暴露本钱的打算 而是将话题转移了过去 一旁黄岩老人听到 则是眉头一皱 道友莫非是在说笑 四山岳巨灵这种妖灵 无意不是天地闯 可是异常难对付 老夫对此 可是毫无信心 既然如此 我们就继续前进吧 宝花适时站出来打断 既然诸位倒有不同意 那就这样吧 成剑剑势不可为 可惜地望了头顶的山岳巨灵一眼 目光闪烁几下后 只能选择了放弃 队伍继续启程 以山岳巨灵的笨拙 显然无法对众人进行追击 简单摆脱之后 五人重新聚在一起 并继续朝酒水 游进深入 浴室深入 周围的废墟就越是宏伟 透过那些残砖碎瓦 以及高高耸立的巨柱 依稀可见此处西年的辉煌 想必在其全盛时候 也是一处极繁荣的地方 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风源仙城 真好奇 这里是因何而毁灭 宝花颇感兴趣到 关于这点 老夫却是知晓一二 走在最前的观园子 这时候忽然回头说道 愿洗耳恭听 不必如此客气 只是老夫凑起来的信息碎片而已 想当初时候 为了弄清楚这座秘境 我曾经为此耗费了万余年时间 可惜到最后 除了一株酒渊 灵芝下落 就再没有得到其他东西 如今 既然倒有感兴趣 那就说出来 全当个消遣吧 灌原子一脸感慨 而后诉说起酒水幽静来历 曾几何时 这里存在的是一个名为酒水的势力 你们一路所见的这些城邦废墟 具都是他们那时候所留造物 从各种细节来看 酒水当初怕也是修行的仙道 同时也比同时期那些诸恶势力强上不少 哦 似这般强大的实力 又怎么会落得如此静点 宝花追问道 这个马由于没有史料印证 而且时间隔得太过久远 所以接下来说的都是老夫一人的猜测 关于酒水为何会毁灭 极可能跟一场天上灾难有关 可惜此事发生在极久远的时候 灵环界少有势力能传承如此之久 是以含有史料遗留 灌原子说到这里 面上不禁露出无奈之色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敌人 纵使是修士也难以将之战胜 叹了口气 他才继续说下去 唯一做到此事的势力 也即是诸位所熟知的道蒙 也已经在四万年前莫名消失 事宜到底是怎样的灾难 又是如何让一个强盛如此的势力毁灭 老夫至今也没有头绪 只不过 从一路所见的种种斗法痕迹来看 想必酒水拼死抵抗的结果 让他们得以有后意流露在外 说不定这些人当中会有史料残留 原来如此 宝花听后面色平静 并未因此产生什么触动 终究是活了数万年的老怪 一颗心不说冷若冰铁 也算是宝金魔力 亲眼见识过的国破家王之事 以及各种生死离别 早已经是数不胜数 在没有事关自身的情况下 怎可能还会对外人的遭遇产生共情 就在这时 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经由废墟的回响 出现在四面八方 是什么东西 灌原子面色一变 意识到来者不好对付 以合体气修士的神识 不敢说能将万语里内的一切监视 但至少自身百里范围内的所有东西 都能提前赶知发现 哪里会四线在一无所知 连被打上门来都不知道 哭声越发靠近 但却格外空洞 叫众人听得是面面相去 在那边 谎言老人突然开口 满脸凝重地望向东侧方向 只见千丈开外 一名红衣少女赤着狱卒 就这样劈头散发地悬浮在空中 每每有一声哭泣 她的位置都会因此变化 或左或右 每一次都会因此而前行竖掌 在哪里 宝花诧异地回过头 在她眼中 那个方向可什么都没有 不只是她一人如此 吕众连同观原子都是这样 三人 无论动用何种手段 哪怕是暗中使出压箱底的秘书 都无法发现黄言老人所说的东西 黄言老人见此幕 心中不由一慌 如今诸位同道在此 却只有她一人可以看到 说明那红衣少女十分不简单 急忙凝出一道光幕 将自己所见景象显示出来 诸位 我并非是在开玩笑 光幕所显示影像 就是我所见之景 吕众文言看去 见到画面上那红衣少女 不知为何 她竟觉得有些眼熟 心中一道灵光闪过 这才回忆起来 这不就是 那位名为耀云的少女吗 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落入如此下场 另一边 冠原子略意沉吟 决定大胆尝试一番 凝出一枚火球 就朝前方轰去 轰的一声巨响 滔天火浪扩散 在惊人的热意摧残之下 周围一切 要么瞬间气化 要么被融成了岩浆 没有半点幸存的道理 她 她还在 在此刻 黄炎老人的眼中 红衣少女 并不受周围半点影响 她依旧在哭泣着 同时不断地闪烁靠近 此时此刻 已不到五百丈距离 奇了怪在 老夫方才一击 可是动用了不少实力 按理说是 就算真有什么妖魔鬼怪 也必然会受影响 现在的结果却是 仍是内物无效 黄炎道友 你老实说 此人真的并非你所意想 冠原子一脸古怪地说道 黄炎老人也做了尝试 结果使出十分力气凝出的岩墙 依旧跟之前一般 被少女毫无阻碍地 直接穿透 这这怎么可能 我愿发誓保证 光目所显示的一切 剧都为我亲眼所见 她 她就在那个方向 面对这种情况 众人都是面面相去起来 这难道是撞鬼了 宝花难难道 胡说八道 以在场诸位的实力 就算是遇上合体气的鬼羞 也能将之打得灰飞烟灭 岂有会发生现在这种事情 依我看 这少女定然是 受到了什么影响 说不定会是法则的力量 成见这时突然开口 并给出了自己的推测 法则 可按理说来 法则自会产生干涉 除非 冠原子说到这里 面色突然一变 除非 对这红衣少女造成影响的 是真正的法则之力 谎言老人说到这里 面色要多惨淡 就有多惨淡 若真是如此 面对这无法解除 无法灭杀的诡异对手 那她死局已定 真是境界越高 新鲜事越多 还越来越离奇 这红衣少女 倒是跟前世的诡异类似 表面上着无解 就是不知道 是否会按照规则行事 万幸的是 哪怕真是诡异的一种 也并非没有办法可解 吕仲在一旁看着 在心中如此默想到 就在方才 她借助了挥晤空间的力量 按照成见所猜测的方向 进行尝试 在使出空间 拟法则之力后 果真见到那一红衣少女 耀云 单从这点来看 影响她的 定然是空间法则 很可惜的是 由于力量层次不同 是以无论吕仲如何尝试 哪怕是在推演结果中 动用了天道斩杀剑 一始终伤害 不到此女 事情已然成了一死局 接下来 众人各显神通 可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怎么会 谎言老人一脸失神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会以如此荒谬的形式 毫无反抗之力地死去 这就是真仙级别的力量吗 吕仲此刻毫不怀疑 恐怕这灵环界 能就谎言老人的 尤也仅仅只有那些 具备跟真仙相同位格 从仙界折返回来的舵仙们了 从这点来看 道蒙建造的悬舱要塞 还真是了不得呀 知道的越多 就越发彰显出 此要塞的不简单来 舵仙纵使强大如斯 却仍挣脱不了禁锢 没继续深想 吕仲将发散的思绪收回 望着光幕中不断哭泣闭 以逼近到百丈处的红衣少女 心中不由暗暗在想 若叫她真的靠近过来 到时又会发生什么 恐怕无论发生什么 谎言老人的结局都不会太妙 这时候 谎言老人尝试着后退 可她很快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移动 二人间的相对距离 都分毫不变 此时此刻 众人已经能通过光幕 清楚看到 披散头发之下 那张留着血泪的苍白面孔 以及那对惨绿色的毛子 九十七丈 八十九丈 八十三丈 少女每哭泣一次 就必定会缩短一次距离 为何是我 谎言老人狠狠道 快要咬碎了牙齿 转而 又将一枚土黄晶体取出 这是她压箱底的底牌 晶体名为厚土灵晶 乃是地脉万年淤积 才会产生的天地奇珍 若是单论珍贵程度 此物 比之久渊灵之 也仅仅只是掠讯一筹 借助她 黄言老人就可使出一门秘法 借此转生 可这是最坏的打算 转生之后 固然境界不会受到损失 却也难免因此元气大伤 不了养个几千上万年 耗费难以计数的资源 只怕都是难以恢复元气 于是乎 黄言老人开始拼命尝试各种手段 然结果依旧 最终 红衣少女接近了黄言老人 在光幕的显示中 她伸出一只苍白手臂 一把插进目标的石海 画面到此结束 与此同时 黄言老人失去了所有力量及生机 扑通一声倒地后 竟摔成了沙尘 这 谁也不敢相信 堂堂一名合体妻修士 就这样被夺走了性命 就在这时 旁边黄光一闪 一道身形 显现而出 模样跟黄言老人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模样 此刻望着地上那堆灰烬 脸色无比的阴沉 黄言道友 你们是真的太好了 宝花惊喜道 至于灌原子跟成剑 则都是一脸惊讶 显然他们没想到 黄言老人有办法避过一死 忽然间 吕仲微微一笑 有趣 耀云这次找上了成剑 看来他每杀死一个人 都会改变一次目标 就是不知道 成剑这下要怎么应对 在他眼中看来 成剑这一次 亦能安然无恙 毕竟嘛 身带易老 如有一宝 另一边 恢复成原貌的黄言老人 此刻见到成剑脸色异常难看 立刻就猜出了其中原因 怕不是给红衣少女给盯上了 得知成剑的遭遇之后 他尽管面色未因此变化丝毫 却忍不住在心中大笑起来 成道友 难道是你也 灌原子这下大感头痛 心知若是不设法解决 只怕九渊灵之无望 一时间 众人也不敢散去 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 尤其是红衣少女的杀人机制之前 谁也不敢保证 他这次在杀死成剑之后 是否还会继续杀人 是否会锁定下一个目标 若真的会 那谁又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以及下下的受害者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众人才没有散开离去 如方才黄言老人一般 这时候的成剑 也凝出法术光幕 将红衣少女的一举一动 都显示出来 这时可以看到 尽管他每哭泣一声 都会向前移动些许 可跟黄言老人那是不同 这次移动的距离 似乎小了许多 这说明 他杀人遵循的不是距离 而是时间 灌原子想到这里 忽然望向黄言老人 黄言道友 你作为当事人应该最清楚 方才他到底哭了多少声 969 也即使说 若我们不能在969次哭声中 想到办法将之解决 那么成道友就会 观原子说到这里 不由将目光投向了成剑 后者闻言 脸色是一片铁青 前辈 我该如何应对 见自己大难临头 成剑下意识 向塔中老者问计 老者略意沉吟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若老夫没有看错 这应是阴楼道的秘法 可将自身原神 困于空间之中 对你等低阶修士而言 这就是不死不灭的存在 除了设法 替死之外 便只有实现失术者的目的 否则 他绝对不会停下杀戮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成剑急忙问道 自然是灭杀一切入侵之敌 恐怕你也看得出来 此女极可能自愿 接受那阴陋秘法 以永世不得超生为代价 斩尽来犯之敌 老者说到这里 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恐怕在你几人 进入此地之时 就已经被他盯上 什么 成剑听此言 不由联想到了什么 从五人进入九水幽静 再到黄岩老人 遭遇袭击的时间 不多不少 正是969夕 跟红衣少女哭声时间一致 一瞬间 成剑的面色变得精彩起来 更是不由自主地喃喃道 若照你这么说 那我岂不是死定了 要知道的是 他跟黄岩老人不同 可没有附生之法可用 一旦死了 那就是真的死了 那倒未必 老者饱含深意 劝解一般说道 你还有一条生路 那就是答应我之前提出的条件 尽管会因此失去许多 但也总好过失去所有吧 再者 我所求不过一线生机而已 此乃世间生灵本能 成间自然知道 老者说的是什么 那就是接受戎魂秘法 为满足对方复生的愿望 令二人合二为一 受老者魂魄不全的影响 若以后有份开支时 那至少也得是飞生成仙之后 因为只有到那时 才有重塑神魂的机会 怎么选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对所有人而言 都是巨大无比的煎熬 在其他人寻找办法的时候 吕仲自然也没有闲着 他可没有忘记一件事 那就是山河洞天里 还宅着太阴祖师 于是乎 设下阻挡探查的静置后 他进到了山河洞天 面临生死危机 吕仲没有心情 查看此界的变化 静置来到了空桑神墓前 怀着一丝期望 他先将情况完整地讲述出来 抱歉 恕我无能为力 空桑神墓了解完情况 直接表示爱莫能助 不过关于这红衣少女的情况 我倒是能向你解释一番 正如你所感觉那般 身上被附加了一种名为 阴楼印的他 对于未飞生的修饰来说 是绝对无解的存在 纵使你能感觉到看到他 但因为不在同一空间的缘故 任何手段包括空间里法则 都是对他无效的 对你而言 唯一的解决之法 就是解除他的执念 空桑神墓顿了顿 叹气道 可惜 他的执念必然是杀进入侵者 而之所以需要969西 才能杀人 我想这是他跨越空间 需要的时间 换作是真仙级别的存在出手 只是瞬间就能完成这一步骤 依我看 只能请他出手了 空桑神墓说到这里 将枝丫指向树内 空间的一处树床 此时此刻 太阴祖师仍在沉睡当中 仿佛是在借此恢复力量 然似是察觉到 吕众投来的目光 默然一下睁开了眼 面上更是露出淡淡的笑容 你们方才所说的 本老祖都听到了 实话说 要解决阴楼道的法印 对我而言并不是难事 但也要费上些虚手脚 他这话并非虚言 若换做是其他人来 恐怕要付出不少代价 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毕竟阴楼道 在空间一道上 造诣极其出众 含有能与之比肩者 说到这里 太阴祖师笑盈盈 望向吕众 所以 我的不孝徒孙 你准备如何报答本祖师 还请祖师明示 吕众拱手道 很简单 我要足够多的命运 只要好图孙你答应 之后 按照提供给这棵树一样 提供等量价值的命运 我就替你 化解这一简 想了想之后 太阴祖师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并不算苛刻 吕众没有讨价还价 就这么一口答应下来 有方怡平在 他获取命运并不难 再者 也可以委托化身 由他们设法进行收集 见吕众同意了条件 太阴祖师 神色一正 仰手飞出一张轻符 吕众生双手接过 发现此符跟他所见符录不同 上面既没有符录 常见的符文 也没有真符隐约可见的繁复灵文 尤其只有太阴二子 然这只是表面 通过原神世界可见 此符真实形态 乃是一轮轻月 其上有无数光丝缠绕 包含着无数的信息 每一道都可视作是你法则 对于修行太阴之道的修士 太阴宁神鹿等同于无上珍宝 见吕众宁是符录 太阴祖师侧躺在床上 且放心 我这太阴宁神鹿 可是得自得真传 太阴老祖将话语中一词省略 又继续说道 关于此符的用法 无需有任何的动作 你只需将之佩戴 在身上即可 若之后 你真被选为目标 保管让那位给自己施了 阴楼阴的小妮子 无法伤及你分毫 还有 此符亦可以护身 专刻艳胜之术 原来如此 吕众听后心道 自己这趟交易做的 其实还不算亏 随即他拱手告辞 出到外面 几人仍在为此事愁眉不展 尤其是成剑 脸色阴沉无比 几乎要滴出水来 因为就在方才 他为了活命 还是答应了老者提出的要求 只待结束此行 就要去施展秘法 令二人 原神融为一体 好在 只要飞升成仙之后 我就可以重获自由 他这般想到 在心中安慰起了自己 时间一点点流逝 在969系到来后 红衣少女 终于接近了成剑 可就在这时 后者却忽然口喷一道精血 并飞速掐出一道 古怪法印 脸色以肉眼可见 速度苍白的同时 竟让喷出的精血 沾染到了少女 红衣少女这时 愣了愣 紧接着 她竟然转身消失不见 这是 结束了吗 宝花不敢置信道 不 还没有 吕仲叹气说道 此时此刻 她的世界中 忽然多了一道 红衣身影 正是被称为耀云的少女 方才成剑所喷的精血 仍在她身上 故而如今 看起来格外可怖 耀云 吕仲念出了此女的名字 不知是否幻觉 她忽然看到 红衣少女的动作 竟略有停滞 尽管只是微微一瞬间 难道 吕仲看到这一幕 心中默然生出一个想法 罢了 就尝试一番吧 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 吕仲直接变换身形 化作一少年模样 而后 静止朝红衣少女走去 长湖道友 你 关元子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这幕 一旁的宝花 却是想到了什么 目中满是期待 一步 又一步 吕仲缓缓地靠近着耀云 神情从未如此紧张过 可从对方停止的动作来看 她知道自己 或许赌对了 不不不不不 你不是她 带着哭腔的声音 从红衣少女口中传出 忽然之间 她的身形为之一变 不再是之前少女模样 而是化为一身材风鱼 却浑身伤口遍布的白衣银发女子 她体表缠绕着无数道的灰光 就这样显现在众人眼前 抱歉 欺骗了你 但那一战已经结束了 不是吗 吕仲恢复原样 并指向周围的废墟 结束 要云尸神难难道 对 时间已经过去如此多年 曾经的敌人已是过往云烟 一切早该结束了 吕仲尝试说服对方放下执念 此举不单是为了省下太阴凝神禄 长湖道友说得对 你们九岁 冠原子这时 忽然站出来想要附和 可还没等他说上几句 就发现要云的目光转向自己 同时身上白衣迅速泛红起来 脸色也因此变得猙獰可怖 啊 是你吗 死 伴随着他这声尖叫 无数灰光如洪流一般 涌向并淹没了冠原子 下一刻 二人身形齐齐消失不见 随着要云跟冠原子的消失 周围圣人的气场也恢复了正常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发展 再一次出乎了吕仲的预料 他完全没想到 竟会是这种结果 可为何 耀云会如此敌视观原子 吕仲对此有些想不明白 忽然间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或许 是因为那敢使节令奇 根据吕仲所了解的信息 当年名为于清禾的少年 曾给酒水带回来一件东西 为此他的师尊还跟疑似盗盟的外人 发生过冲突 照这样一联想 或许 就是这件东西给酒水 带来了灭顶之灾 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极可能还跟盗盟有关 否则难以解释 为何耀云一见 那敢使节令奇 会显得如此之激动 吕仲觉得这一猜想 并非没有可能 一处半他楼阁上 四人汇聚于此 正在商量着事情 既然冠元道友生死未卜 我看此行就到此结束吧 成见此刻恢复了常态 对宝花提出的继续探索仪式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老夫不奉陪了 告辞 谎言老人更是直接 抛下这句话 就转身离开 见此幕 宝花将目光投向吕仲 后者则是微微摇头 吕仲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组织者可能已经陨落 那么众人在一起的理由 就只剩下九元灵芝 问题是 没有人知晓其下落 谎言老人就是明白这点 才会离开得如此痛快 见众人如此态度 宝花也无法再劝什么 只好叹着气说道 既是如此 那我等之后 就各奔东西吧 告辞 吕仲拱手道 跟几人分开 他先是飞出数千里地 寻了一处安全地方落下 待确认过一番太阴凝神路 没有异常之后 这才调转方向 往幽静深处掠去 有五旋逆龄奇在 加上我所掌握的时间能力 完全可以无视此处的环境异常 再加上太阴凝神路 亦可以解决药云这一必死因素 如此一来 我自然有了在九水幽静 随意行走探索的资格 岂有不找一找九元灵芝的道理 正是持着如此想法 吕仲才会掉头回去 同一时间 众人遭遇要匀触 成剑不知何时辙返 竟出现在了此处 然跟先前面若精致不同的是 此刻的他已是满面红润 再不见半点虚弱 一边警惕四周 成剑一边还在自言自语 方赫 你确定我等的这具身体 不会因这里的时间朽坏 下一刻 老气声音从成剑口中传出 你放心就是 你的命也是我的命 还有 我之前设下的血印 可不止你觉得的那么简单 如何 可感觉到身体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 呵呵 这就是我长春一道的秘法 没错 时间的确能带来衰老 但只要我等生机足够 同样可以进行对抗 接下来 我们该去寻那朱九元灵芝了 成剑环顾一周 最后掐出一道法绝 面色为之一喜 是这边 随即 他身形静止朝西方掠去 等成剑离开之后 一道身影 这才缓缓靠近 正式返回来 想要借助场景回溯 找到九元灵芝下落的吕仲 此刻他望着那道早已消失不见的身影 目中有金光一闪而过 果然 这成剑身上大有问题 方才二人的话语 吕仲可是一字不落地 全听在耳中 这也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测 既然成剑如此笃定 哪怕是身上的老爷爷给出了指点 即使如此 我可以尝试跟着上去 纵使是对方失败了 也不过是浪费些许时间 想到这里 吕仲化作顿光 紧随其后 时间又过数日 这一日 地下忽然冒出一道土黄身影 却是最先告辞的黄颜老人 他此刻黑黑一笑 紧接着手中灵光一闪 却是多出一黄毛小兽来 此兽生有四体 却又长得蛇手狼身 同时泪下还生出双翼 分明是灵环界罕见之极的实名兽 以寻宝之能而闻命于灵环界 好宝贝 你快秀秀 九云灵芝在哪 黄颜老人一脸紧张道 吭吃 小兽一落地 还就认真秀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指向西方 嗖 一道长虹从天降 落到一处雾气弥漫的盆地 灵光闪烁之中 成剑忽然将目光移向前方 只见那里有着一灵光护照 在那如碗般倒扣的罩子内部 赫然有着一巴掌大小的灵芝 一二九 共计九朵云纹 没错了 这绝对是九云灵芝 可还未等成剑兴奋多久 他的面色就忽然阴沉下来 扭头望向后方 只见那里 赫然有一土黄顿光掠来 是你 顿光一脸之后 黄颜老人身形显现出来 望着底下的成剑 显得稍稍有些意外 紧接着 他又望向一旁护照 当看到里面的九云灵芝 欣喜之色顿时洋溢于表 好好好 好宝贝 黄颜老人悬浮而立 目中这时有金光一闪 成道有 不若你我打个商量 与其落得个两败俱伤 倒不如一人各分一半 如何 成见闻言 神色骤然一冷 一看杂鱼的目光 可笑 不过是区区一合体 蝼蚁般的存在 竟也敢望想染指老夫之物 哼 好大的口气 黄颜老人冷哼一声 当即催动了自己的本命之宝 只见土黄光霞漫天飞舞 两尊身高达百丈 手持炎剑 身披炎甲的巨灵神将浮现 纷纷朝成剑劈砍而去 殊不料 一道道绿光喷剑之中 无数藤蔓涅生 这难以计数的藤蔓 转眼间就扩散成一片巨型竖界 恰好将两尊巨灵神将囊括其中 枝条肆意生长的力量 顷刻之间就让神将土崩瓦解 你竟然掌握了两种法则 难怪能轻易破了老夫的手段 黄颜老人面露意外 而后很快就恢复如常 并冷笑树生 可这又如何 你破得了一尊两尊 难道还能破了老夫这一对巨灵神将 巨灵神将 给我起 伴随着黄颜老人的呼嚎 他头顶法印开始光芒大作 大地震战起来 除却九渊灵之所在处 有静置守护未受影响外 其余无不是一阵山崩地裂 在惊人的法力作用下 一尊尊百丈高巨灵神将 出现在成剑眼前 与此同时 距离战场万丈鱼 吕仲正盘坐在轻石上看戏 论速度 他自然是要比黄颜老人早到 只是本着鱼翁得力的想法 以及谨慎小心的心态 才没有第一时间现身 多让这黄颜老人试探成剑 对我是有利无弊之事 是以 无论远处打得如何天崩地裂 吕仲依旧是盘坐在轻石上 静静等待着结果出来 若无意外 定然是黄颜老人落败而告终 成剑身上 有着老爷爷存在 有这么位神秘存在指点 区区一个小境界的修为差距 哪能抵消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 而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一股惊人剑意 只见一道青色剑气横扫而过 紧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破碎声 单单只是一剑 就让沿途所有聚灵神将摧毁破坏 没有半尊可侥幸残存 不好 此人身上绝对有古怪 谭飞力道用老的一剑 黄颜老人脸色微变 双手疯狂掐绝已发起反击 同时 心中已经在暗暗后悔 不该未经试探就出手 只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黄颜老人心念一定 打出一道道的黄色光柱 却是为了阻碍成剑的行动 可下一刻 无数青色剑气暴战 化作一具大剑气风暴 散发着射人心魄恐怖气息 轰然砸落向射来的光柱 沿途所过之处 剑气风暴搅碎一切 此过程中 无论黄颜老人如何动作 亦无法使之停止分毫 随着风暴的肆虐 所有巨灵神将进阶被毁 胜负已分 吕仲心中暗叹道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从刚才开始 再一直到现在 无论黄颜老人如何出手 都没占到半点便宜 反观对面的成剑 则是如闲庭散步一般 竟是轻松与血液 甚至乎 还有空尝试破镜 岂有此脸 黄颜老人气得怒目圆瞪 这未免也太瞧不起人 持我这一招 后土法身 呼呼 刚风之声大作 无数土黄光芒凝聚 化为一尊千丈高的人影 手持着巨大无比的岩枪 就朝着下方的成剑刺去 此时 成剑脸色依旧轻松 他手中漠然爆发出绿光 以极快的速度扩散 瞬间淹没了周围的一切 原本还寸草不生的废墟 竟然成了一片植被旺盛的树海 无数的枝条 藤万飞射而出 将黄颜老人法身缠绕困住 令其再无法动弹分毫 会在同一地方跌倒 你还说自己不是楼野 成剑冷笑一声 狠狠攥紧了拳头 只听的一阵金铁破碎之声 偌大的后土法身 支离破碎 身处其中的黄颜老人 自然是也是受了重创 七窍之中 皆有乌黑血流一出 三两下就彻底没了声息 好强的清澈烈 见到这一幕 吕仲不由眼角一跳 本来按照他的预测 只是被击破法身的黄颜老人 顶多只是被重创 然吕仲万万没料到的是 成剑所欲使的那种长春之力 不似砒霜更胜砒霜 除开能令草木爆发增长之外 还可能轻蚀修饰身躯 不知不觉间 就能夺走人性命 我该如何应对 吕仲望着正在破解禁止的成剑 默默在心中私存起来 一番思虑衡量之后 他最终决定 还是尝试一次 之所以甘愿冒险 伪实是九元灵芝过于诱人 若能将之得到 借助其惊人的药效 只怕炼化服用完毕后 就能将修为突破至合体中期 将真交其及星辰剑祭出 磅礴的法力注入其中 令二宝飞快被击发 与此同时 一只只火凤展翅翱翔 伴随着惊人的热浪 他们成群结队扑向成剑 官员子 不是 猜测着出手之人身份的同时 面对着声势浩大的一波火凤 饶势此刻掌控身体的方鹤 也不敢应接上分毫 一碗剑就是斩出千百道剑气 呼呼呼 高空中一轮轮炎日爆开 无数高温雁流坠落到地上 无论雁流大小 只要是沾染上地面物体 都能瞬间将之焚烧殆尽 一时间 此地顿化熔岩地域 这小子的实力 方鹤心中惊疑 难不成长胡子 也是跟自己一般的来历 还未等他想到什么 成剑就将身体控制拳夺了去 浑身见光暴闪的同时 凝出一口百丈大青色巨剑 手一点就朝吕仲急射而去 来得好 吕仲不畏不惧 静止祭出一小钟 当 当当当 金色光波一阵接一阵 迅速将一切淹没 既然知道是面对的强敌 吕仲自然不会再有半点藏桌 直接就将金士忠连敲四下 而此中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在付出自身法力所剩无几的代价后 由此汇聚起来的巨大威能 顿时叫成剑遭遇了重创 察觉到对手气息不稳 吕仲立刻加紧出手 一道道法术 一枚枚雷枪 一口口零剑就这样 灵光铺天盖地 兼且具有惊人尾石 叫人看了 不免头皮发麻 可恶 方赫没有想到 形势一下就对自己不利 这时 他面上露出猙獰之色 尽管不知你长胡子是何来历 又究竟如何获取了如此神通 可方才老夫不过是吝息力量 毕竟未成仙就有原神疲倦 如今 就叫你真正见识一下 我这长春道的厉害 啪 方赫双手合十 后拉扯出一道绿光 为己 绿光犹如有生命一般 竟自行蠕动起来 先是绕着他指头几圈 而后击事而出 落在地面某处消失不见 当吕仲疑惑之时 一道身影竟破土而出 正是谎言老人 此刻的他 脸色异常地红润 看着根本与活人无异 若不是身上缠满了藤蔓 还真会叫吕仲误以为 此人真的活过来一般 聂奴 给我上 方赫发号施令 并食指连弹 射出无数碧绿光丝 所谓聂奴 不过是长春道一小树而已 通过注入惊人生机 从而创造出近乎不死的怪物 只要体内生机尚未被耗尽 哪怕是只剩低血 也能重生 另一边 吕仲神念一动 当的一声 金石中再次响起 金色的光波扩散开 不但粉碎了方赫射出的无数光丝 还将冲进前来的涅奴震飞 三只火凤浮现 封死涅奴所有退路 剧烈的爆炸声过后 吕仲这时候吃惊地发现 此涅奴竟是毫发无损的样子 按理说连吃下他 三只火凤的伤害 早已经是灰飞烟灭 却不料 身上见不到半点的痕迹 与其说是毫发未伤 倒不如说他的生命过于旺盛 以令人想不到的速度 将受到的伤势彻底恢复 长春道吗 吕仲将此名字记下 继续与成剑斗法 但就在这时 背后有破空声炸起 不知失了什么手段 只见接连三道剑光浮现 瞬间带起漫天的光霞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携惊人渐气袭来 目标赫然是吕仲 好一个声东击西 吕仲面色一沉 试图趁此做些什么 然距离如此之近 叫人防不胜防 根本没有丝毫的反应时间 只是瞬间功夫 他提表的法律护照就告破 哼 这一下看你如何抵挡 成剑冷笑一声 暗想道 可下一刻 他的表情凝固了 剑光在向前 一触及屡重体表时 却如泥牛入海一般 翘无声息就消失不见 这是 方赫的目光 落在真交结界上 面上有惊疑之色显现 紧接着就是冷冷一笑 好你个浮渊身后的小辈 竟连此种仙机都能炼制出来 想到这里 他目中忍不住露出贪婪之色 仙机是仙宝的雏形 怎能叫人不垂涎三尺 更何况 这还是一件防御之宝 二人再交手 吕仲这边一咬牙 知晓自己若不及与对方雷霆一击 真要让这老爷爷肆意发挥 还不知道 对方能使出何种手段来 于是 祭出五旋逆灵旗 仰手就打入一道荧光 几乎是瞬间 他的时间流速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 成剑这边见到的却是 对手移动速度一下暴增 速度快到 连剑光也无法企及 形势一下位置逆转 好好好 还是小看了你 方赫此刻心中惊怒 没想到长胡子记仙机之后 竟还能记出如此手段来 既是如此 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 他长笑一声 手掐一法硬打在身上 竟然崩解起自身精血来 随着方赫此举 有难以置信的惊人生机浮现 被他化作一口青色长剑 只在手中人剑合一 并着之前转化出来的 聂奴一道 与吕仲争夺胜利 吕仲修道多年 自然知道 如何化解自身困境 一剑荡开成剑之后 拼着聂奴的一击掌机 硬是将定神符 贴在他的额头 后者顿时一动不动起来 剑此目 方赫脸色为之一尘 交手到现在 长胡子给他的惊喜 是一剑接一剑 从苏醒那一日到现在 还从来没见过 如此实力的合体修士 这时 他看到吕仲冲进前来 静止迎站上去 可止交手数息 方赫就按道不好 扑痴 却是吕仲剑中暗藏玄机 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 空间拟法则 得意于之前成功麻痹了对方 这一下 他直接展开成剑半具身子 若不是对方使出不知名秘书 化作一道轻隐飞散 即使躲过了这一击 只怕登场陨落 也不是没有可能 饶是如此 仍受伤不浅 到了如今时候 方赫心中对吕仲 已是感到惊诧无比 没想到你依下界小修 在没有师门传承的情况下 竟能掌握上位法则 败在你手底下 老夫实在不冤枉 可随即 他又将目光投向屡众 威胁般说道 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一次我输了 九云灵芝道友取走就是 不过若阁下 想要斩尽杀绝 却还要问我 这长春血印同意与否 不瞒道友 此印一旦临身 就如同那阴楼印一般 除非是 请动作先出手 于三日内清除 否则你必死无疑 听闻此言 吕众只是微微一笑 吕众大手一招 人头落地 随即漫天清光大放 一道原神身影 在半空中显现 却见此原神 生有一阵一反两幅面孔 分别是成剑 及方鹤模样 此刻二人惊怒交加 完全没想到 吕众竟会如此果断 未等他们想明白 半空又有一雷网迎头照下 玉石俱焚 那就成全你 方鹤这时大鹤一声 紧接着 他掐绝凝出一道法印 色泽如臂 依稀可见是大树状 一经凝出 就毫不迟疑地 一把将之按在自己身上 几乎是同时 雷网已经临身 只是请客之间 二人融为一体的原神 就被紫霄神雷 以为积粉 咔嚓 吕众低头一看 发现是手中的 太阴凝神符传来 此幅遭受长春血印反噬之后 内力力量几乎消耗殆尽 已经是处于冰毁边缘 应该还能用 见此 他心中一松 而后凝出法力大手一扫 就将成见的储物灼 以及谎言老人的储物欲如意 尽数纳入囊中 稍微检查确定病无隐患后 又立刻将目光转移向九元灵之处 九元灵之 望着这株天地其真 吕众心情激动难耐 不过 他还是按捺了下来 此物还不算真正到手 在得到九元灵之前 还需得先将想方设法地 将封禁此灵药的强大静止解除 而这无疑是一大难题 闭上双目 吕众借助挥晤空间 开始进行破解 一日 一年 一甲子 成了 这一日 吕众默然睁开双目 眼里尽是笃定 只见他指尖有灰光凝聚 化作一道道纤细光丝 朝前面的静置积射而去 在令后者瞬间崩坏的同时 另一只手则是飞速探出 一路避开沿途空间缝隙 顺利将九元灵之拿到手中 此过程看似简单 然吕众不知在回溯空间中 为此演练了多少遍 若换作是另一个人来 哪怕是世间最巧手修士 也不敢确定自己能成功 啪啪啪 拍掌声默然响起 吕众将九元灵芝封入玉盒 同时朝侧前方望去 指尖那里赫然站着一道人影 灌芝封道友 吕众面色恶然 目中更有惊疑之色闪过 本以为灌芝尔子是被耀云掳走 却万万没想到此人竟还活着 迎着他的目光 灌芝尔子此刻微笑着碾须道 常呼道友好伸手 没想到连老鬼附身的成道友 也能轻松解决 我原本还以为 能笑到最后的会是他 然而没有想到 队伍之中竟还隐藏着阁下这种好手 所以呢 吕众平静下来 面无表情道 哼哼 且放心 我并无恶意就是 此番特意献身 自然是想跟道友 共谋一件大事 灌芝尔子说到这里 面色不禁认真起来 收敛笑容后说道 唯有四道友这般 实力强决同辈的存在 才有资格有机会 跟我一同去获取那符流古路 符流古路 吕众乍一看 心中还有疑惑 可这时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 想起了此物的来历 吕众此刻的表情 含有的夸张激动起来 你是说 这灵幻山脉深处 由于造化玉露同等级 可助长法则领悟 被称为灵幻绝宝之一的 浮流古路 没错 正是此物 哼 若真有此物存在 道友为何不自行取出 换作是我 定会选择一人独吞 哪里可能会说出来 与人同享 吕众对此事充满了质疑 又道 毕竟 这幅流古路 福得越多 所能得到的好处也越多 对合体期 乃至于大乘期修士而言 这是再好不过的 逆天灵药 福之 可奠定未来突破之机 对这一疑问 灌原子并没有否认 正常情况下 自然是如此 可这浮流古路所在处 是由类似方才保护 九元灵芝的 静置守护 坚固异常 同时 一旦受外力强行破坏 就会立刻毁灭 保护之物 在过去的近两万年岁月中 我曾经尝试过诸多办法 可都无法将之破除 与其空手保山而不得 倒不如邀请类似道友这般 能解决此类静置的修饰 哦 恐怕不止吧 吕众这话 显然意犹所指 照如今看来 这灌原子四处发送邀请 分明从一开始 就是不怀好意 受邀者垂涎九元灵芝 这种天地奇真 却不知邀请者 也在垂涎他们的身家 借助耀云 这一近乎无解的存在 一次次的杀戮同行的修饰 被道友发现了 灌原子对此不以为意 反而引以为傲 没错 正如道友猜想那般 我的确是将此处 当作陷阱 以此坑杀同行修饰 散修的苦 料想长湖道友也不懂 那可真一言难尽 再者 如果不是这些人被贪欲蒙蔽心智 又怎会上了我这满是漏洞的当 此话说的屡重无从反驳 的而且却 若不是他太贪心 也不会卷进此事件 更不会因此 而遭遇耀云这种无解存在 还险些因此丢了性命 你觉得也是吧 灌原子这事开口 并自得地笑道 也是多亏了这些人的财富 我才能从一届无名散修 借助得手的资源慢慢成长 一点点从万千修饰中脱颖而出 直到现在 成为一名合体中期修饰 成为他人眼中艳羡的老祖 回归正题 道友是否愿意答应 容我多想一阵 吕中并未一口答应 平心而论 他在听到浮流鼓露之后 心中就产生了强烈的渴求 毕竟只要服下此物 借此提前一窥 何为真正法则 对未来成就大成 有极大注意 此物志在必得 哪怕为此要与虎谋疲 也是在所不惜 念及至此 吕中做出决定后抬起头 正好对上官原子的目光 后者微微一笑 怎么 道友可是想好了 当然 浮流鼓露的好处 你我皆是知晓 吕中说到这里 顿了顿 都到先图命征一线 无被修饰 皆为之泼洒热血 如今这一线机会来了 岂有不将之抓住的道理 明智之雪 跟我来 冠原子招呼一声 随后走向九水幽静 更深处 稍作探查 吕中紧随其后 不一会功夫 二人来到一具大盆地处 这里同样有着一护照 只是跟先前的相比 盆地中心的这一处静置 明显要复杂数个层次 通过那淡灰色的护照 能看到里面赫然悬浮着一滴绿叶 再看到他的第一眼 通过其内部大柳树的虚影 以及眼前近乎暴走的法则虚向 吕中就确定此物的来历 的确是浮流鼓露无遗 尝试破茧 很快的 吕中就得出答案 怎样 冠原子在一旁 紧张问道 就目前而言 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道静置的等级 明显要比保护九元灵芝那道 还要复杂数个层次 吕中说到这里 补充道 当然 若是我现在的修为 能达到合体后期境界 怕是有点机会 他此言非虚 到了合体后期修为 修饰就能掌握一道完整你法则 这显然比之前境界强太多 而对吕中来说 完整的时空拟法则 也让他对挥晤空间的操控压力大减 就可以变相提升破解眼前静置的能力 另一边 冠原子面露迟疑之色 这也太久了一些 况且 他的话没说完 但吕中知晓对方的意思 显然是未来变数过多 甚至 有可能没等来帮手 反而自己先出现问题的可能 既然我选择赌一把 那为何 道友不如此一事 听闻此言 冠原子一阵沉默 半晌 他才道 好 既然道友如此有自信 我又怎能不跟一把 不过 还请道友在离开之前 发誓不将此处泄露出去 冠原子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对此 吕中心中一瞬间产生诸多想法 若此刻 请太阴老祖或空丧神木动手 当有极大机会将冠原子灭杀 可谓此要付出的代价 只怕也是惨痛无比 毕竟嘛 这可是涉及到 进阶大成的机缘 吕中想到这里 尽管此刻心中是异动无比 但还是将之作为最后备选 若实在打不过 再去请他们出手救世 随即 他当着冠原子的面 发下了一个毒誓 与此同时 冠原子伸手一射 从虚空中抓出一金色光团 面上由亚瑟一闪而过 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满一点头道 很好 誓言法球未收到 既然道友说要合体后期 才有机会破解禁止 那就提前助你能突破到此境界了 告辞 吕中淡淡一拱手 转身离开了此处 在他身后 冠原子目光一阵变幻 在动手与等待之间摇摆不定 最终选择了放弃 大荒某处 临时洞府内 吕中将此行收获一一拿出 面上早已带着遮掩不住的笑意 然后强忍着将九元灵芝 炼成丹药的想法 分别开始对他们进行检查 东西不少 成剑跟谎言老人的储物袋中 据都找到了树木惊人的灵石 价值不菲的灵财 以及少许对合体期修饰 也有效果的担要 只可惜 吕中最想要的拟法则碎片 却是一点也无 想来也是 若他们真有 只怕心中的第一想法 定会是将之交换出去 以此得到自己想要的拟法则碎片 亦或者是其他珍贵之物 好在有你 他将两样储物器具放在一旁 打开了手中的玉盒 只见九元灵芝 静静躺在仇部之上 其表面的九朵云纹 熠熠生辉 不断散发出朦胧微光 如梦似幻 并暗暗中有一箱传来 闻之令人倍感精神 十分奇妙 吕中嘴唇微动 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紧接着 更是吐出一口灵活 关于九元灵丹的炼制 可以说是简单无比 只要加入几种随处可见的辅料即可 尤其是对他这炼丹师而言 更是如此 于是乎 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 一炉九元灵丹便出炉 未有迟疑 吕中设起一粒 就将之送入口中 口感一言难尽 大荒之中 一列身影并排而行 在这些人当中为首的 赫然是一名样貌奇丑 却拥有婀娜身姿的黄衣合体七女修 距离那地 究竟还有多远 女修不耐烦催促道 她名为南宫患 乃是附近一洞天的主人 事已又可被称作南宫洞主 此趟进入大荒 是为了收取一处秘境中的灵果 本以为此行 不过三五年就能结束 却没想到 由于半路遭遇恶风 险些迷失了方向 好在经过一番拼死挽救 众人最终还是来到了目标地点 回前辈 就在您前方孤风处 一名样貌俊朗的修士 这时回答道 顺着此人所指 南宫患的确看到不远处 在茫茫领海中出现了一座孤风 与周围看起来过于格格不入 可就在这时 孤风处默然有光柱腾空 静世中 吕仲睁开双目 心中满是欣喜 好好好 一连道出三个好字 可见他如今是如何的喜悦 而这都来自于修为的突破 没错 若单指法力积蓄方面 吕仲现在已经算是合体中期修士 一切都要归功于九元灵丹 此丹的效果要远远超出吕仲的预计 比之骁龙圣丹 有过之而无不及 甚至可以说将后者远远甩在里面 待吕仲花一个夹子时间 将所有九元灵丹炼化之后 修为自然而然的就突破到了合体中期 相较初期时候 合体中期的吕仲在实力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增长 他对此十分清楚 皆是因为你法则的缘故 到了合体期 决定一名修士实力强弱的 不再是法力多寡 是其对你法则的掌握程度 可偏偏 吕仲修为由于太过俗成 以至较正常的合体修士 在法则参悟上少了些积累 故而才会在实力上被拖了后腿 尽管如此 并不妨碍他击败同阶对手 感受完突破的好处 吕仲将目光投向头顶位置 目中闪过一抹金光 也该是时候会议会这些上门的客人了 当即一闪身 就消失在近视中 妾身南宫患 不知道有事 南宫患此刻一脸惊疑 待寄出一青色琉璃瓶 其上有油龙缠绕 却是他的神魄灵宝 才敢向现身之人开口 没办法 他原本就实力不济 加之三千年一度的寿劫即将来临 自然不愿多加耗损实力 以防止断了长生之路 事已才会如此 面对一位合体中期修士 再如何谨慎也不为过 原来南宫患有 在下长胡子 不知道有来此处是为了 吕仲听名来意 微微一笑后回道 长胡子 哦 我此处本是为了收取一幻作 莫鬼江的灵果 不过 既然如今道友先到此处 那灵果就让与道友了 南宫患同样换上一张笑脸说道 能不动手自然是最好 至于些许灵果损失 对他其实无足挂齿 重要的是 能取悦面前之人 随后 南宫患更忍住心痛 主动描述了一番 原来这就是莫鬼江 吕仲回想起来 之前自己练丹的时候 似乎是让化身在外面 采了些灵果回来 跟对方描述 有不少相符之处 他记得 那些灵果品质一般 只是堪堪可用而已 没想到是对方的目标 此女如此 明显是想交好与我正巧 我正愁没有进入 中央介域的引路人 倒不如来个顺水推舟吧 想到这里 吕仲冲对方拱手 欠然一笑 抱歉了道友 在下并不知 那从灵果是有主之物 在这里向你道个不是 哪里哪里 南宫患文贤而知雅逸 当即也是顺着台阶下 此行他虽然没有获得灵果 却因此交好了一位同道 事宜 哪怕没获得灵果莫鬼江 依旧是赚得盘满钵满 二人谈到新农处 南宫患忽然提议道 道友远途而来 一路可谓是奔波劳苦 不若且到我洞天处暂些依二 吕仲想了想 答应了下来 二人深化顿光 一路向西而去 几百万里 带穿过一处千丈宽江面 面前景色豁然变化 竟不再是之前单调的苍莽大荒 被一片中灵玉秀之地取代 灵气浓度相较外界 不知高了多少 放眼朝前方望去 可见千莫良田 密集城池相震 望向更高处 还能见到修士顿光频频掠空 在高空之上 更是能隐隐见到 庇佑此方大地 镇压灵脉的一杆白玉杆青筋大旗 上书着游龙般四个大字 赫然是南宫洞天 好一处洞天福殿 吕仲大赞道 他早听说 会有高阶修士率领万民 在大荒之中披荆斩棘 开辟人族新的聚集地 待新火相传数十上百代 待后辈境界提升上来 就能发展成一方繁荣介玉 如今得以一见 着实叫人佩服 道友过誉了 不过是 见了一阵东风 那些惰仙虽然可恶 公然猎人炼丹 然却也不是毫无贡献 至少 有他们在头顶上镇压着 那些诸恶丝毫不敢动弹 才给了切身发展的机会 南宫幻摇头说道 不过从其表情来看 显然是对此引以为傲的 吕仲想着也是 先到一途 有人只求长生 却也有人甘愿奉献一生 只为人族开拓前路 若非有这些人在 灵环界人族 不会有如今地位 随后 南宫幻平退左右 邀请吕仲进到福育店 不多时 便有侍女鱼贯而入 灵茶 果品 糕点 无疑不足 无疑不惊 每一样都招视着 主人的满满诚意 道友不如尝尝 我这里特产的 阳春灵茶 非是切身我自夸 此灵茶是产自一株 八千年古茶树 竟有此地灵水之滋润 功效虽比不得灵丹妙药 然却有一番独特滋味 当真是不可不偿的罕见真品 南宫幻说起自家灵茶 脸上再次浮现出自豪之色 而这 也是他这洞天 唯一能拿出手之物 听南宫幻这样一说 吕仲来了兴趣 他平生除却追求长生外 便是最喜好品名灵茶 自不会轻易放过 暗中借助挥晤空间 确定茶水没有问题后 他这才小明一口 果然感觉滋味独特 好似如处阳春三月一般 叫人感觉格外舒爽 一路来的疲惫 竟因此削减大半 好茶 果然是好茶 能得道友如此赞誉 妾身也是满心欢喜 南宫幻说到这里 忽然患上一副愁苦之色 就是此茶树 怕是妾身不久之后 就要将之拱手让之于人 哦 这是为何 吕仲道出这话 心想这下终于进入正题了 他下意识 不免多饮了口碑中茶水 依旧还是干香扑鼻 着实叫人爱不释手 此事说来 还要从这片地狱的格局说起 附近这数亿里地狱 皆是被统称作灵南京 似我这般的势力 共有三大七小 共集十处 而妖族则是三大妖尊 敬犯今年累月 渴望吞并此地 原本我等先修守望相助 还是能自保无余 只可惜 南宫换顿了顿 才继续往下说 长流山主前些年 不知怎的 悄然消失无踪 没了他这合体中期的战礼 我灵南先修 顿时群龙无首 再抵挡不住妖族的侵袭 近来已是节节败退 此事的结果就是 三大洞天虽存 底下的伏地却丢了两座 余下五座面对妖族爪牙 三大妖尊不断进逼的军风 一野都是岌岌可危 随时都有轻浮可能 长此以往下去 我恐临南京 再无人族容身之所 吕仲听此话 也是陷入沉默 两久之后 他这才叹气说道 不瞒道友 在下自修道以来 行事只求问心无愧 是已 若没有必要的出手理由 绝不会冒着性命之威 去跟妖族妖尊拼命 吕仲一脸认真说出这话 况且 虽然此地人族 固然眼前有难 但长久来看 却并非如此 根据他从化身处所的消息 舵仙们经过长时间的折服 在得到乾坤单元单方后 又有了蠢蠢欲动的迹象 跟之前不同 乾坤单元所需的材料 却是妖元更佳 吕仲仿佛看到 有一只无形大手 在操控着这一切 先是尹的先修内部大乱 继而又开始祸害妖族 不过 他对此也不敢确定 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 将思绪收回 吕仲将目光投向南宫患 一口接一口的品名杯中灵茶 静静等待对方给出的答案 后者面色一阵变幻 最终像是下定了决定 长湖道友 若是你能助我们灵南京修士 将一位妖尊重创 那么切身可以做主 将一株太出雷目作为报酬 我想道友 对此等万年灵目 大概也有不少需求吧 这个 吕仲心中暗想 这可真是正中自己痛点 之前得到六项雷精 苦于没有合适的主才 迟迟无法将之炼制成宝 让他为此事痛苦不已 没想到 现在竟有机缘送上门来 太出雷目 并非是某种灵目 而指天地初开之时 受先天真雷所批 而生的雷积目 后埋于地脉深处 宝西灵气精华 日复一日 就成了一件难得至宝 若将之作为主才 定能炼制出一件仙机 区区妖尊而已 不过是等同于 先修合体境界 哪怕觉醒了天赋神通 有不亚于你法则的威能 亦无足为惧 想到这里 吕仲叹息一声 道 罢了 念及你我血脉同源 也是为了此方人足 在下就出手一次吧 太好了 南宫患激动起身 面带喜意 我这就去通知严怀道友 想必他知晓这消息 定也会万分欣喜 若三家联手 再成功重创一位妖尊 则临南京大局稳定 就在这时 殿外呼匆忙奔进一人影 面色悲戚 爆 有妖尊率军进犯 正在围攻长流山 什么 此消息如晴天霹雳 叫南宫患愣在原地 但很快 他就恢复正常 转身向吕仲道 长湖道友 如今你也见到了 林南京事情有变 远超出我之预料 不知 先前你我的约定 现在可还有效 吕仲略意私存 他心中暗想 就算妖族这次是全面进犯 但要想拖住两大妖尊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还是不成问题的 等到第三位动天主人到来 就能在实力上占据优势 如此一来 太出雷目可得 于是就答应下来 道有真信之人 南宫佩服 来人啊 传我命令下去 全军出击 池园长流山 一声令下 南宫动天动了起来 荡真是非洲如云 修士顿光 亦如繁星一般 就这样 浩浩荡荡 朝西北而去 与此同时 吕仲二人则是先行一步 朝着长流山赶去 不过一时三刻 前方就传来震天海杀声 依稀可见到 极远处的地平面上 赫然出现一座十万丈巨中 此刻 正物质旋转不停 将来自外界的攻击 进阶抵挡 长流中未破 我们及时赶到了 见此景 南宫患面露振奋 表情欣喜不已 走 我们速速过去 过去 伴随着一道苍老声音 二人前方千丈处 不知何时地 竟浮现出一道人影 此人生的魁梧 足有三丈三尺 却天生一面苍老长相 白须白发不说 还满脸皆是皱纹 随处可见深浅不一的斑点 难道不先问问老夫意见 白魔原尊 一见此人 南宫患脸色沉了下来 待察觉白魔原尊的气息 相较上次交手 又有不少增长 面色更是因此而难看不少 道友千万小心 此妖尊乃是一种白发魔原血液 一身神力举世罕见 纵使是人族玄修与之相比 也要逊色几分 我知道了 吕仲点头道 还有 咱家呢 旁地里 忽悠传出一道魅惑声音 只见得粉光一闪 原地献出一胡头女神的妖尊来 却是一宫的粉色骚狐狸 这阴不阴 阳不阳的模样 纵使南宫患不介绍 吕仲义能够认出 这位的本体是二义胡 是天父丝毫不亚于白发魔原的存在 论实力 此乎还要在白魔原尊之上 而这也体现了妖族的一大特点 那就是血脉决定一切 二义胡尊 见又是一位妖尊出现 南宫患的星辰到了谷底 哼 真以为长流中能坚持到现在 不妨告诉你 这都是我等刻意为之 为的就是引诱你出来 一战尽全宫之力 二义胡尊说到这里 就视线一向屡重 故作惊讶到 没想到 此事竟然出现了意外 竟叫你多带了一位帮手 但是无妨呢 此番我等三大妖尊 早已经约定好 共同进退 此乎话音刚落 在两大妖尊背后 又浮现出一道身影 只是跟画作人形的前二者相较 最后出场的这位妖尊 却是没有半点花人痕迹 依旧保持着大妖真形 是一只跟麋鹿般大小 浑身笼罩在清光中的 球角鹿妖 此鹿妖气息 竟还在二义胡尊之上 连你清玄鹿尊也来了 当然 林南京乌浊多时 也是时候该迪荡乌浊 重回清明了 清路这时 放出万丈清光 口吐人言道 对他而言 肆意蔓延的人族 是一种污染 污染就必须将之除去 这时 二义胡尊见南宫患 频频望向西边 不禁称笑道 南宫患 你莫非是在等那黄炎老儿过来 哈哈 早点死了这条心吧 恐怕你还不知道 他的命牌早已经碎裂 不可能 绝无可能 南宫患立刻反驳 对此是分毫不幸 以黄炎老人的实力 纵然是御敌打不过 也至少能保得一命 二义胡尊此言 分明是胡言或重 一旁的吕仲听了 不知该哭该笑 原来黄炎老人老巢在此 想了想 他决定还是不将 黄炎老人生死信息 在这种时候不合时宜地道出 以免影响了几方军心 再妄想南宫患 心想此女还真是倒霉 竟遇上自己这种存在 所以 这次又是二打三 吕仲忽然有些后悔 没将成见那增加机缘的秘数 逼问出来 若此事有那数在 在浮原的加持之下 只怕局面 现在该是几方已多打手 给予妖族妖尊重创了吧 越想越绝可惜 废话少说 出手吧 南宫患决定豁出去 也要将来犯妖尊击退 哎呀呀 你这婆娘 怎如此不讲道理 说实话 只要你在此发誓 愿意带人退出这陵南京 我就可以保证 绝不伤你人族半条性命 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下 暂必锋芒才上策 二义胡尊这话 说的屡重也是心动 的确 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亲近所有一战 失败后落得生死主灭的结局 还不如暂且退去 待他日卧心尝胆 再率领大军重新杀回来 未必不能一战进全宫 当然了 人的立场不同 考虑事情也就不一样 或许作为陵南京修士 南宫患早已将此作荡家乡 如今纵然是妖尊大肆来犯 亦有为此拼命一搏的道理 不行 污染必须跟出 清玄陆尊这时发话 否决了二义胡尊的提议 好吧好吧 还是您陆尊说了算 毕竟是妖皇侧风的 就是可怜底下的小妖们 这下可要流不少血了 二义胡尊阴阳一句 过足了嘴瘾 这才退下 事已至此 双方无半点可谈 白魔元尊一马当先 二义胡尊紧随其后 分别对上吕仲及南宫患 至于清玄陆尊 则是在一旁压阵 吕仲这边 刚一跟元尊交手 便知何为惊天神力 好家伙 竟硬生生将他的星辰见科飞 对火凤银此数 更是一拳一只 没有半点畏惧 偶尔有拳风落地 直接就能砸得地动山摇 硬生生砸出个千百里的大盆地来 真不愧是圆腰 有这么一具千锤百炼的肉身在 实力的确是与合体中期相当 可惜 我有一妙法 砖破此身 吕仲首签空间光丝 与那元魔尊正面对焊 哦 白魔元尊痛苦呼嚎 提起自己的左臂一看 原木中露出不敢置信之色 竟发现已经是鲜血淋漓 硬是被切割成了树块 连一项坚不可摧的壁骨 此刻亦都是出现光滑断口 只此一下 就至少废去他三成实力 愤怒咆哮一声 白魔元尊自恃不甘示弱 一阵热血上头 双目因充血而通红 就要跟吕仲再分高低 你去攻陷长流山 由我来解决此人 这时候 一旁的清玄陆尊发话 也不知他的话语有多大魔力 就能让白魔元尊乖乖听话 是 白魔元尊恢复清明 深深望了吕仲一眼 就朝远处飞去 另一边 正跟二义胡尊僵持不下的南宫患 见到此目 心中焦急不已 若真此趟叫妖族将长流山攻陷 那么少了这个重要据点 三大洞天组成的脊脚之势 就会彻底告破 真到了那时 就算此战是二人胜出 那也再无意义 长湖道友 求求你阻止他 哎 听到这话的吕仲 重重叹息一声 随即 他一台秀 放出数十道光影 剧都是这些年来的 积存的化身 无意不是全副武装 先前斗法得来的灵宝等物 都装备在了化身们的身上 故一个个身上 都是灵光闪闪 阵容可谓是豪华无比 纵是如此出动 也只是有几率拦截而已 这还是建立在白墨原尊 只是一头身具蛮力的原妖的前提下 若换作是其他的妖尊来 对方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将这些化身尽数毁灭 不费半点功夫 去 能脱多脚是脱脚 吕仲一声令下 化身们顿如流星飞射 既然解决后顾之忧 阁下是否也该 正是我这对手一眼了 清玄陆尊的话语声 这时淡淡从前方传来 好 就让我领教领教 陆尊你的高招 吕仲冲他一拱手 算是报答方才不趁机出手的恩情 对此 清玄陆尊并无回应 只见他这时鼻头一动 竟喷出一片青色霞光来 瞬间弥漫周围千百丈空域 继而这霞光一卷 就化作青沙杖朝吕仲席卷去 吕仲见此 自然予以回应 然无论祭出何种手段 星辰剑静光也好 火凤银法术也罢 又或者是鸣雷枪 剧都是被那霞光一卷即无 无物不卷 无物不破 这是什么玄光 吕仲惊讶出声 他还没有听说见识过 天底下怎会有如此犀利手段 唯一能看出的 定然一种极厉害的拟法则运用 你就称它是清零玄光吧 这不过是我一天 富尔以清玄陆尊诞生说的 刷刷刷 霞光漫卷 逼迫吕仲不得不频频顿走 饶是他如此奋力躲避 却也是显出连连 好几次都是只差一点 就要被那清零玄光扫中 若真如此 后果不堪设想 吕仲严重怀疑 连针交结界也难以将之抵挡 就在他犹豫不定 是否该转移战场时 远处忽然飞来一惊剑 同时有难攻换的传音 长湖道有 此剑可破他玄光 吕仲伸手抓住 发现是一惊灿灿长剑 既非先机 也不是灵宝 不过是一法宝而已 啊这 南宫道有你 莫非是在开玩笑 区区一法宝 如何能破得他的玄光 非是吕仲不敢相信 实在是力量层次差距过大 法宝在你法则之力面前 比之地上卑微的泥土 亦强不了多少 二者相比较 已不能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罢了 就相信你一次 事关三大洞天 吕仲相信对方 不会无地放食 况且 此剑一出现之后 对面的清旋路尊竟然停手 隐隐间竟还有退避之势 不由仔细一看 才发现此剑明显经过重练 然上面的痕迹并未完全消除 依稀可见盗蒙的手笔残留 同时这口金剑 怎么看 怎么似由箭头改住而成 原来是盗蒙已保 或许真能成功 吕仲这般想着 暗暗引动斩杀剑分毫力量 将之注入手中之剑 此举是为了激发其中的隐藏力量 他也是近来才知道 盗蒙之物竟有暗所一说 同样一件宝物 在外人与盗蒙修饰手中 威能也会有所不同 而先使的气息 无疑是最好的解锁觅持 果不其然 金剑顿时灵光大胜 这位道友请助手 我想 人族在陵南京 的确要有一片容身之地 清玄陆尊 这是一本正经说道 你为何如此前去后宫 见清玄陆尊认悚 正准备催发金剑的吕仲 此刻也是犹豫了起来 不由将目光转头向南宫患 此事如何 当由道友决定 对他这位外人而言 灵南京未来走向如何 其实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不过是一匆匆过客 可南宫患却不同 他早已经在此扎根 对这一意外 此女显然也是猛的 他完全没想到 仅就祭出一口斩鹿剑 竟能引来如此大的变化 可分明此前也曾祭出过此剑 但那时的清玄陆尊 顶多忌惮 哪里会像现在这般直接投降 半赏之后 神色复杂异常的南宫患 先是看了看清玄陆尊 又将目光一向屡重 心知此人绝不会 留在陵南京半部 此方地狱 终究是还是要靠自己守护 于是他一咬牙 冲清玄陆尊道 既然陆尊愿意弹劾 为陵南京生灵迹 妾身又怎有再动刀兵 引起滔天血光之灾的打算 只不过口说无凭 还请阁下给出诚意 当然 清玄陆尊松了口气 他真怕南宫患死战到底 那样无论最后妖族是否获胜 但自己一定会死在这口斩陆剑之下 幸亏这二人并不知晓 他们手中掌握的究竟是什么 是专刻无知一族的杀器啊 所谓斩陆剑可不是专斩陆族 而是斩踏着玄聘神光 剑出玄光破 这是以前盗蒙时代 专门研究出来的秘剑 若不是有此剑 清玄陆一族的地位 也不会从妖族曾经辉煌七圣族地位 跌落至现在的十二族 真是剑鬼 这世上怎还会有人 能真正催动此剑 不行 得想办法毁掉才是 心中如此想着 清玄陆尊陆脸却是平静 口一张 就吐出自己的一滴本命精血来 此精血若流离通透 却表面不满灵魂 显然并非寻常精血 这是我的一滴本命精血 只需再滴入你们一方的 就可以纠缠成解释 关于血释的厉害 以及如何借此钳制对方 想必南宫道友也是清楚 这里我就不再过多坠绪了 至于能和平多久 世事变幻无常 我在此也不敢保证什么 但本尊可以血释保证 只要还在这陵南经一日 你人族跟我圣族之间 就没有战火重燃时候 如此 你们可满意 吕仲将目光移向南宫患 他自然是不希望再动手的 心中更倾向于促成此事 此刻就见后者轻轻点了点头 算是确认陆尊所言为真 他才将金剑收起 这才对嘛 二义胡尊痴痴一笑 眼珠子却是乱转起来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远处 险些被斩去一臂的白魔元尊 闻讯赶来 一脸的阴沉 在屡众的见证之下 双方血释很快结成 一场惊天大战就此消弭 带妖族大军退去 二人重新回到服御殿 危机解除之后 南宫患明显轻松许多 若不是还顶着那张丑脸 怕也是名谋一笑百妹声的美人 此次真是多亏了道友 收钱办事而已 吕仲白手道 紧接着 他将那金剑取出 放在桌面道 关于此剑 想必道友也十分清楚 那清玄陆尊 对此十分忌惮 剑中力量 约某能留存三千年 吕仲说到这里 将金剑往前一推 所以 还请道友在这段时间内 找到稳定局势的办法 道友 难道就真的不愿留下 如今长流山 黄炎洞聚都是无主之地 且无异不是灵脉上家 道友大可则一地而欺 留在灵南京这地方 是轻苦了一些 缺好过妖魔肆虐 动乱不定的内地啊 南宫患 脸色露出祈求之色 抱歉 我意已决 吕仲拒绝道 唉 既然道友一心要去内地 那妾身这边 也只能略备薄酒 替道友践行了 南宫患叹息一声 未没能拉拢到盟友 而感到无奈 还有 关于之前允诺的太初雷幕 其实保存在一处密地之中 我这边已经命人去取 料想三五月内就能回来 这段时间 还请道友耐心等待一二 无妨 吕仲诞声道 随后时间 他就暂且在南宫洞天柱下 每日依旧如常 除雀必须地打坐练功外 还在参舞云露 并开始为炼制仙姬做准备 关于仙姬的炼制 自然还是要借助天宫一族 此族经过这么多年的修养生息 血脉早已经壮大数倍 再加上精心地培养 炼器能力远非以前可比 再加上材料的不俗 对自己的下一件先机 吕仲心中十分期待 真不知道 这次能练出什么宝贝来 时间一到 雷幕果然颂智 特意择了一处开阔地方 吕仲当着南宫患的面 将一方七尺长玉盒上封印条揭开 煞时间便有无尽雷光一出 其微能之惊人 竟丝毫不亚于他的紫霄雷法 吕仲定睛向河内望去 发现里面果真躺着一根如枯木般 却通体雷光沾沾的陵木 许是宝金雷电滋养的缘故 其表面早已是生出许多纹路 无意不是内运奥妙 先天雷纹 吕仲不经惊道 先天雷纹乃是大道的显化 非是你法则这么简单 而是真正的天地大道 有此灵纹在上面 太出雷纹的价值要斗增数倍 一则是 此雷纹蕴藏真理 对雷道修饰价值极高 若放出消息去 只怕大成也要来争抢 二来 纵使无法从雷纹中悟出什么 以此木炼成的先机 也会因先天雷纹而威能大增 顾吕仲才会如此惊讶 道友会掩饰珍珠 这一节太出雷纹 的确早已运出先天雷纹 若是其他时候 妾身定然是舍不得拿出来交易的 南宫换祭有些无奈 也有些羡慕地说道 当我与长留子 黄炎老人三人 一起发现此木的时候 由于他的价值过高 无一人能给出令其他人满意的价码 于是迟迟无法达成分配 才会将之风印在密地 没想到 最后竟是道友得道 他一声叹息 感慨造化弄人 得了宝材 吕仲心中自然欣喜不已 为了炼制此宝 他考虑到南宫换所言的内地情况 或许真的是妖魔横行 混乱无比 于是最终决定 在南宫洞天多留一阵 待仙姬炼制成功之后 再出发前往中央介遇 休养数年 终于是将状态调整好 山河洞天中 熔炉以熊熊燃烧 一旁的金属地板上 势力着足足十八位 红衣修士 火光照亮了他们衰老不一的脸庞 这些人 据都是出自天宫一族的匠师 对炼器一道 可谓是精通无比 之后的炼器 就由这些匠师牵头进行 再经由其他天宫族人的配合 如此方得炼出一件仙姬来 即使已到 还请洞主将材料交于我等 吕仲微微一点头 一样样材料自他袖中飞出 首先是太出雷幕 此物乃是这趟炼宝的主材 其次则是六项雷金 同样是必不可少 之后还有一种种珍惜灵财 剧都是来自斗法缴获 不一会功夫 材料就堆积成山 宝光辉映 煞是好看 最后 吕仲略意沉吟 将引雷针也取了出来 此宝随他多时 可惜自身品级太过低下 是已无法作为主材重铸 但如今算是一个大好机会 希望你能浴火重生 仿佛是回应一般 雷剑传来了一道坚定意念 时光匆匆 岁月如梭 眨眼间 又是白载春秋过去 对吕仲而言 年月流逝的是越来越快 每每不经意之间 就是整年整年的过去 这并非是 他在虚度光阴 相反 每一日都过得十分充实 或许南宫患论道 又或是参午云 路恨不能将一天荡成两天用 总是感慨时间不够 对此 吕仲总结过原因 人皆以记忆来衡量时间 修饰同样也不能免俗 但随着年岁的不断增长 能记住的新事物也越来越少 尤其是合体修饰 通常都活了万年岁月 可这纷扰世间 纵然每天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 喜怒哀乐皆有 然在品尝过之后 却早已经无多少值得铭记事物 对这些重复的记忆 本能地就会选择忽略 如此一来 时间自然过得飞快无比 真不敢想象 若真到了仙界 成为与天地其寿的真仙 那时候对时间的观念 又该是个什么情况 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 吕仲总感觉 会比这还要夸张 罢了 多想无意 仔细算算 也该到仙基 出世的日子了 或许我该去一看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灰秀放出一图卷进入 山河洞天内 此刻 这里已是宝光漫天 可见头顶上 有无数雷电交错纵横 轰鸣声震耳欲聋 化作一片惊人雷网 没入那段宝 熔炉之中 见此幕 吕仲是不惜返忧 虽说在灵界 由于少了必要条件 是无论如何 也练不出仙宝 可眼前这动静 尾时也是惊人了一些 真不知道 此宝出世之后 究竟会有何种威能 他不免担心 是否会因此招来祸端 又过数年 静世中 吕仲默然睁开双目 面上泛起一抹惊喜之色 没想到 竟是此法先成了 一招手 原地顿时多出一人引来 其样貌虽显稚嫩 不过是少年人模样 却分明跟吕仲酷似 正是他修炼种身法之后 锁炼成的太阴化身 不多时 化身睁开眼眸 瞳孔中多了几次神采 以后这太阴仙经 就交由你来修炼吧 吕仲将一篇功法赐予化身 他本身却并不准备继续深入 太阴虽好 可时空更妙 到了如今境界 想要同修无异于痴人说梦 故而交由化身来修炼 或许是一个好选择 随后 吕仲特意体验了一番 何为太阴 若论其核心 当为阴柔 可以说是轻蚀 也可以说是滋润万物 好比现在 太阴化身所长能力 便是其中之一的同化 可借助自身的力量 同化一切生灵 最后所得为月灵 看起来 倒像是要走培养傀儡的道路 待月灵多起来之后 还可以借此来反哺自身 若配合太阴仙经 而是更加了不得 太阴仙经中 有专门的太阴之道 可称为月华之道 走的是上古太阴的路子 堂堂正正 法门多为滋养之法 可以用到月灵的培养上 借此培养出一尊尊强大战力 了解到这一点 吕仲不禁有些异动 当然 也仅仅是异动而已 若论潜力 时空法则二取一 与太阴持平 但二者若结合在一起 则是产生质变 事已 他才会坚定选择这条路 吕仲这时想了想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以及损失这具极难复制的化身 决定还是将之戴在身边 戴能派上用场之时 再派出去也不晚 陵南京某处 只见得雷光一闪 一道戴衣身影 浮现出 却是一名头戴金冠 耳朵尖耳廓大 背后有着一双浮衣的中年人 英式狼固 一看就知不是好惹角色 此刻他望着手中一罗盘 喃喃道 没错了 定是在这附近 四处一张望 就想要朝某处而去 可这时 远方略来一清光 此顿光靠近之后 清旋陆尊的身影 显现而出 他望着身前的中年人 目中闪过一丝厌恶 但还是翁声道 你这雷福 不在自己地盘待着 跑来我这处作甚 中年人闻言 顿时把手中罗盘一收 微微一笑道 雷某此烫 不过是心血来潮 所以想要出门 随便一逛而已 怎么 陆兄难道是 不欢迎在下前来 清旋陆尊 没立刻接话 而是望了望 对方先前所看方向 却正是南宫洞天 所在之处 不由意味深长 看了雷福一眼 只要不靠近我那地 随你意 对陆尊而言 心中自然是 巴不得雷福 跟先修冲突 无论是 哪一方最后获胜 都可以说是大有好处 随即身形一转 化作漫天清光消失 竟如此随意的 就放我过去 望着陆尊消失的地方 雷福王不禁陷入沉思 更想起了此处那场 突然停止的大战 只怕不是好对付的 可随即 他深紫色的眸子中 又浮现出一抹渴望之色 那无论是什么 都对我有极大好处 若是能将之得到 只怕就能脱离妖尊智骨 晋升成为一方天妖 雷福王刚下定决心 忽然东南方向天象大变 不过须遇见 就已经是雷云漫天 不好 我这是 几乎是同时 雷福王突然发现自己此刻 竟无法镇压住心中的渴望 双目更因此通红起来 一根根黑毛 在他脸上显现 吱吱吱 雷光轰然爆发 最后冲出一道百丈黑影 他所飞略去的方位 赫然是已经被雷云 笼罩的南宫洞天 轰隆隆 南宫洞天之上高空 此处俨然成了一处雷海 无数雷蛇在此交织缠绕 每一道剧都是散发出极恐怖的气息 而就在雷海中央 却有一道身影盘坐着 吕众此刻双目紧闭 双手舞出幻影 不断朝面前一光团打出法掘 后者每没入一道法掘 都会收缩膨胀 渐渐地 一口紫色长剑 已是出具雏形 其表面雷纹密布 无意不是繁复异常 同时有强大的威能毫不掩饰的卸出 是在向外界昭告自己的出现 隐隐约约之间 吕众能察觉到 里面有一道模糊意识 料想是由引雷针原先气凌所化 看来它是浴火重生了 如此甚好 吕众目露振奋 连手法都快了几分 最终 漫天雷光聚脸之一点 待光滑散尽 一口紫沾沾雷剑显现出来 剑形纤细 有一股熟悉感 吕众含笑将之握住 按理说 仙姬未经济炼 是无法驱使御用的 但此刻剑中 却传来一阵亲切之感 很明显 引雷针还记得它 好 那就继续叫你引雷针吧 吕众微微一笑 借而剑指 在剑挤上一扫 顿时在上面刻出三颗撰文 正是引雷针之意 复明之后 此剑才算是真正完成 这时 它面色微微一变 急忙持剑阁挡 砰的一声 一道黑影骤然袭致 直接将吕众击飞老远 随后 它更是不依不饶 于雷光爆发中 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 行动之迅速敏捷 叫人根本看不清身影 此刻目中所见 不过一闪电而已 好你之处上 吕众一剑 破开来犯之敌 见到是一只巨大蝙蝠 心中憋屈的同时也不禁大骂 见对方没有停手迹象 更是恼怒至极 正好缺一寄剑之物 就拿你来实践吧 旋即一仰手 就是一道荧光打出 却是吕众的实挺手段 荧光打出自然是难以命中 不过它早有所料 直接就将这股力量炸散而开 覆盖了周围弱大空域 凡进入此空域者 都不免受到迟滞影响 这算是一种浅显化用 只不过 用在这时却有神效 那雷光蝙蝠再次来袭 可一进时间迟滞场内 本身速度虽然没变 但在时间流速正常的吕众眼中 已是相对变慢 速度一降 顿时好对付许多 或许这雷浮的依仗 就是那惊人的遗速 本体却相当脆弱 是以一来二去数次硬汗 它就已经是受创不清 如此一来 速度再降不少 只啊 雷浮王这时大叫一声 无尽的雷光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紧接着 偌大身形向内一缩 重新化为人影 神智在这时 也终于恢复清明 刷的一下 吕众持雷剑 从上空披落 雷浮王挥一格挡 望着垂涎之物 近在眼前 他心中却充满了绝望 尽管在恢复人形后 实力并未损耗多少 但面对剑的主人 还是深深感到一股无力 接连数百回合交手 他心中无力感更深 就如同吕众猜测那般 雷浮一族靠的就是那惊人急速 若这一只强手段被废去 实力就会出现大幅滑落 在这时 甚至不如一般妖尊 扑持一声 雷浮王背后服役 被雷浮一剑斩落大半 在十数回合 更是被当场斩杀 将一雷浮妖灵禁锢在手中 吕众这时得以长舒一口气 方才长时间维持时间迟滞之长 对他的消耗不可谓不大 连元神都有倦意涌来 收获倒是丰厚 也不知这是哪来的发疯雷浮 若将其精血妖灵 一并寄予引雷针 得到如此丰厚的资财 蕴阳几身 说不定能让他威能在更上一层楼 吕众满心期待 身形一闪 落回南宫洞天 极远处 清玄陆尊目睹这幕 心中震惊不已 真没想到 此修手段如此厉害 连我都没把握对付的雷浮王 竟能如此轻松拿下 如今得了奈口雷剑 只怕实力还要更胜从前 看来绝不能与之为敌 想到这里 他身形消散不见 南宫洞天 折返的吕众迎面碰见南宫患 后者这时欲言又止 吕众自然知道 对方想问的是什么 没有回应意思 话题一转 南宫道友来得正好 既然在下此件事了 那也到了告辞的时候 感谢道友近段时间的照顾 说完 他拱手一礼 就要离开 且慢 背后南宫患呼道 他面色迟疑 叹息一声后 从袖中取出一枚玉符 此符 乃是我师门信武 想必道友到内地去 也是为了寻找突破的大成机缘 倒不如凭此去碰碰运气 或许能有所收获 这是 吕众望着那玉符道 这是太虚符 凭此可到招名玉 进入太虚秘境 此符我得到许久 可惜无缘用上 况且哪怕用上 也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 倒不如转赠道友 结个善缘 南宫患一边解释 一边将手中玉符递出 太虚秘境中 保留着天地初开的一丝余韵 到里面去 或许能参悟出什么 凭此作为突破依仗 说不定有成就大成的机会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笑 若到了那时 还请道友莫妖忘记回来一趟 我这南宫洞天 虽地处偏远 物产也不甚丰厚 却还指望着道友帮助 扫平四周的祸患 好生个为南宫玉呢 若有幸借此突破 定报答道友诸道之情 吕众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玄疾一拱手 在南宫患的目送中 冉冉升空 继而化为一道璀璨星光 迅速远去 唯有深入大荒 才知晓其浩瀚 一路上 吕众皆是全力飞行 直朝中央界域而去 既然有了太虚幅 自该专程去上一趟太虚秘境 现在的他 只算半个合体中期 唯有将空间拟法则 补制两种能力 方才算是真正突破了 还有 若能得一番大机缘 将时空法则 皆是补制三种能力 那突破合体后期的路 自然也就畅通无阻起来 沿途或遇见修饰洞天 或有妖族领地 亦或者是诸恶地盘 自视顿速惊人的吕众 对此剧都是不加理会 盖音先机引雷针 此宝在吸收雷浮王一身精华后 净出乎预料地将其顿速继承了大半 纵使对方不怀好意 在巨大的顿速差距下 也无法追上分毫 如此行尽数远 这一日 吕众如往常那般掠空飞行 忽定睛朝前望去 目光穿透数万里云丈 脸上这时浮现出金蓉 他看到了一座悬空城 一座悬浮于万丈高空巨城 此时恰逢夕阳西下 落日余晖更为此城镀上一层纯金 与其本就有的金灿灿亭台公雀 交织灰映 赫然是一座黄金天上城 在此城向外延伸的空港码头上 还有大量各式非洲进出 大大小小皆是各行其道 如此繁忙程度 不亚于前世高峰期车流 还能见一艘艘小缩 似由于般穿梭其间 至于修饰顿光 更是多如牛毛 看起来不像什么边陲要塞 反倒四商部中心的繁华仙城 这就是罗浮仙城 吕众看得吃惊 心中不禁暗想 若换作是道蒙兴盛 灵环界仍处于太平的时候 这罗浮仙城又该是什么兴盛光景 只怕繁华程度 还要远胜现在数倍 一路奔波也该歇歇脚了 他如此想着 不免想进城一趟 去体验一番罗浮风情 于是变换了一番身形 化作一面像无奇的公子 很快汇入人流 就来到了入城关口处 此刻暮色早已降临 但由法术灵灯绽放璀璨光芒 将底下熙熙攘攘的人流 照得鲜蚝壁线 个人或背着大包小包 或轻身而来 神情有轻松也有烦躁 但距都是安静无比 伴随着人流的缓慢蠕动 一道道咔咔声也在响起 吕仲能清楚看到 这里用的都是炸鸡 进城者无需缴纳费用 只要往光屏前一站 待流光扫遍全身之后 前进通路就会立刻打开 整个过程用时甚至不到一息 倒是便利 不过他也清楚 这种手段看似简单 但其实背后隐藏着许多功夫 估计得是正道及术法的 极大成之作 甚至可能需要弃灵参与 从这一点来看 其他地方不是不想使用 而是没有那个能力 就在吕仲犹豫着 是否该以特别通道时进城时 人群忽然一阵骚动 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巨响 伴随着白光一闪 一团星红血雾炸起 无数残肢断壁横飞 轻出一片石杖方圆空地来 尖叫声 哭嚎声 随之而起 一时间 关口前乱成一团 镇定 这里发生了何事 几乎是同时 树道流光自天上落下 却是一对执法修士被传送过来 一边安抚人群 一边试图弄清经过 啊 妖魔 不知谁喊了一句 顿时人群中传出阵阵咆哮声 树道黑影凭空骤现 开始对周围人展开杀戮 妖魔的锋刃锐利无比 似乎神意就在这上面 是以除了那些有灵光护体的执法修士 尚可抵挡一二外 其余人哪怕修为已至助击 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救 救命啊 忽然一只手 抓住了吕中的衣角 却是一名神色惶恐的男子 在此人背后 一只壮弱路人的妖魔 双目之中竟是暴虐之色 已是扬起了他那锋利的臂刀 可下一刻 一道流光掠过 未等路魔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就已经碎成一地 不止于此 流光又接连闪烁树下 关口前的其他妖魔 无论是已经显形也好 依旧保持着人形伪装也罢 通通都落到了前者下场 瞬息之间 此处妖魔全灭 换了处关口进城 经历方才一事 吕中对中央介遇的妖魔肆虐程度 算是有了十分清楚的认知 光天化日之下行凶 可见妖魔猖獎之身 真不知道 此地势力是如何治理的 连风源界这种小地方都能压下来 没想到来了中央介遇 却好似失控了一般 连我如今走在街上 都闻到那股臭味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不禁将目光移向街边一小饭 奇怪 此人明明正常无比 他心中一动 干脆借助挥舞空间 暗中来了一次鉴定 结果大出所料 竟只是一张空荡荡人皮 其内部血肉 早已经被彻底吞食殆尽 被一只壮四人形 却面貌争鸣的妖魔替代 难怪 吕中这下算是清楚了 为何罗浮仙城的妖魔霍乱 会失控到这种程度 只怕这人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吸干血肉 只剩下一层皮了吧 妖魔还寄居在他体内 也不知几时会破皮而出 放眼整条大街 仍旧是人流熙熙攘攘 可惜此间烟火虽繁华 却只是表象而已 吕中察觉到这点 忽然有些不寒而栗 这满大街的 除了隐藏的妖魔 就只剩下被吸干的空壳 我怕不是进了一座妖魔之城 不用想也知道 导致这一切的定是为厉害妖魔 若不然 怎能将有合体修饰坐镇的此城 著成眼前这般模样 更叫人后背发寒的是 外面那些来往的非洲 不知还会因此 混入多少妖魔进去 如此向周边一扩散 只怕受害者将因此城倍增长 达到一个惊悚无比的数字 念及至此 他不禁有些后悔来此 吕中没有迟疑 转身就朝城外走去 却不料还未走出几步 耳畔就有传音响起 前辈 进城之后 就没可能出去了 吕中止住脚步 将目光移向身后 一黄山女子 此人不过练气后期 修为低得可怜 后者向旁边示意 转身走进一巷子 吕中紧随其后 耳畔喧嚣嘈杂之音减小 随着二人的不断深入 里面的环境 也是愈发的脏乱 左拐右拐到最后 黄山女子停在一滴矮小屋前 读读 敲门声响起 一白发老玉将门打开 前辈请进 吕中点点头 随对方进入里面 屋内陈设简单 处处可见烟火气息 料想是有人长期再次起居 同时也没见到什么古怪之物 这时候 方才的白发老玉 已是坐到火炉前一摇一上 似乎方才开门 给了他很大负担一般 四椅才刚刚坐上去 眼皮就垂了下来 被黄山女子盖上一宝毯 随后 此女又走进旁边厨房 端来两杯浓茶 吕中低头一看 发觉茶汤粗烈 但还是小明一口 才将茶杯放到一旁桌上 将视线一向黄山女子 淡淡说道 有什么事 现在可以说了 前辈 请恕晚辈不善言辞 难以用言语 将此事完整道出 还请您亲自越过此预检 就会知晓一切 站在一旁的黄山女子 这时将一枚玉检 从储物袋中取出 双手奉上 吕中身手接过 刚一读里面内容 表情顿时凝重起来 正如他之前料想那般 眼下的罗夫仙城 早已经被妖魔助空 上至城主 下至城中民众 几乎九成九的人 要么被吸干所有血肉 只剩皮囊 要么就是被妖魔取而代之 所欲幸存者 可谓寥寥无几 罗夫可谓是一座妖魔之巢 妖魔侵蚀得十分彻底 早已经把控了 这座罗夫仙城 护城大阵 自然也不在话下 在他们的刻意设置之下 罗夫依旧保持着表面繁荣 以此吸引猎物 不断踏入陷阱 同时又将大阵 射成许境不许出 借此 封锁了消息泄露的可能 白燕婆原来那大妖魔 是叫做这名字 由她所孵化的妖魔 则是名为白燕 具有极强的拟人能力 在那张人皮的掩护之下 几乎无数法 可将之变出 至于繁衍方面 白燕 可经由未始等途径 将妖魔鸾产入猎物体内 待孵化成形之后 可以在宿主无法发现的情况下 悄然将一身血肉吸食殆尽 并最后取而代之 战力方面 嗯 怎会没有 吕仲读到这里 心中不禁生疑 不过 要探清妖魔的能力 对她而言并非难事 方才在来时的路上 吕仲就已经在 无人知晓的情况下 暗中放出近百道化身 刺探情报一事 可交由他们执行 将御检放下 吕仲将目光投向黄山女子 我现在很好奇 按理说 你不过是恋气修为 究竟是如何知晓 我的特殊之处 黄山女子一倩身 柔声回答道 回前辈 晚辈黄素儿 乃是反白蒙中成员 您的信息 就是蒙中传来 交由作为下线的晚辈 前去接应 并告知城中真相 哦 原来是这样 吕仲一脸恍然 紧接着又抖 既然如此 那他们又可曾告诉你 到底要怎样才能出去 方才预解的内容 我已全部阅变 那白燕婆强大如斯 怕是没有机会吧 这点 晚辈亦是不知 黄素儿苦笑道 他不过反白蒙 最底层成员而已 或许 再过一阵子 上面会有消息传来 以前也是这样 每每让晚辈接应 只要接应之人 没有半途离开 过段时间 都会传来新的指令 再叫人接应去其他地方 是吗 那就暂且叨扰了 吕仲微微一笑 在桌上排出三枚中品零食 眼下虽居妖魔成中 但零食依旧是必不可少之物 无论是饭食也好 果蔬也罢 终归还是要用钱去买 所以 还请黄道友莫要推辞 这这太多了 黄素儿见了零食 是既经又洗 洗的是 桌上那三枚中品零食价值不菲 换成下品零食 还会更多 哪怕在物价腾跪的罗浮仙城中 也足够冲底数年花销 他同时又担忧 对方一给出如此多零食 自己就这样直接收下 所付出 不过些许饭食 外加一处简陋的欺身之所而已 与良心不安呢 前辈 不如让晚辈 黄素儿一咬牙 手泛灵光 往脸上一抹 原本寻常的面容一变 显露出一张绝色容颜来 如此姿色 纵使是高阶女修 亦是有所不如 体验的感觉 想必是十分美妙 在您赞助期间 就由晚辈 进行服饰吧 晚辈以前 也曾是花楼之人 知晓如何伺候人 算是冲底这些零食之恩 实不相瞒 带有了这些零食 晚辈就可以换一处 宽敞些的房子 也让婆婆少受些苦 抱歉 在下清心寡欲惯了 不好女色 吕仲目光 在黄素儿身上 一阵群寻 最后瞥了眼 那熟睡的妇人 诞生拒绝了对方 那 那好吧 黄素儿心中羞耻 勃耿染上 红韵退下 不一会 就有饭食端上来 都是些简单菜式 更谈不上 色香味俱全 寻常零米 蒸煮成饭 左上清炒零售肉 还有叠青菜 吃起来 远不及旅中日 尝所品零食 但别有一番风味 黄素儿在一旁倒酒 还真应了他之前话语 的确是会伺候人 此情此景 若换做事书房 怕也是一段 红袖天香夜 读书的佳话 说不定 还能促成一桩 美好姻缘 带九族饭饱 吕仲提出要休息 在黄素儿的带领下 来到一尘设 简单的房间 从空气中 残存的淡淡 香气来看 显然是他自己的闺房 如今被腾了出来 作为客人栖身之所 朝里面看了眼 可发现空间逼着 陈设简单 都是被逼出来的 再也放不下橱窗 跟梳妆台外的家具 的确是要换出宅子 吕仲点点头 没有客气地走进去 白手让黄素儿离开后 转身将房门关上 本还笑盈盈的脸庞 一下变得阴沉下来 原地一阵踱步 吕仲脸上 重新浮现出笑容 望着空处 罢了 就奉陪一番 看你想演到几时 暂且一注 就是鱷鱼 这一日 正在盘坐修炼的吕仲 忽显露出精益表情 旋即体表 就有道道灵光显现出来 却是破除炼体瓶颈后 翠灵药生法 终于突破 此刻体表处 有点点星光聚聚散散 又不断融合倍增 受这些外移力量影响 哪怕吕仲及时控制 房间中的一阴摆设 仍是被拧为了积粉 只不过 此刻意象虽显 却不如之前突破一层石金人 随着汇聚的星光剑圣 他的身体也在同步发生着变化 那些星光交互缠绕 又化作一道道玄傲纹路 引入肤下 如此就算作突破完成 乍一看 竟有些许草率 细细一感受 吕仲很快就明白 此番突破的收获是什么 没有肉身的进一步强大 而是换来了更强的感知力 此刻的他光凭肉眼都可看到 法则在时间流动的痕迹 若换作是原神世界 则是更加了不得 你法则前所未有的清晰 在此种情况下 若我对你法则进行参悟 定然是事半功倍 意识到这一点 吕仲心道此法 还真是练对了 只可惜 翠玲要生法到这里 就已是尽头 心中不免可惜 吕仲知道 若想继续修炼下去 翠玲要生法的后续法门 就得去黄泉界 找黄泉道获取 也是境界提升上来后 他才知道 以前对黄泉道的了解 的确是有着不少的谬误 其中就有黄泉道跟仙道区别 二者看着完全不同 实则是相同的体系 颇有点异端味道 在道蒙遗留下的文献中 就留下了跟黄泉道交手的记录 双方皆是各有胜负 只是道蒙胜多败少而已 其中所凭借的 除了道蒙的惊人武力外 便是天道律法的镇压 莫说现在没办法 可以跑到黄泉界去 就算真有面对黄泉律法 无时无刻的实力压制 只怕我也不敢过去 念及至此 吕众果断放弃 小小一扇门 却被禁制隔成两片天地 外面的黄泉并不知道 自己的闺房 已经空荡荡一片 此刻他正站在屋门口处 是反白蒙的人过来了 来人身着法衣 是一名面向鹦鹉的青年 望着他 黄泉脸庞微红 心中更是如露撞般 竟有些不敢去 直视上门的青年 只敢低头听着对方说话 对了 那位前辈可还在此处 青年向屋内望了眼 却并没有察觉到 有其他人的气息 回 回护法 前辈自入住之后 就没有再踏出过门 应该应该还在房中 黄苏尔面对众议之人 说话都不经结巴 可等他看到对方注意力 全然不在自己身上后 心中顿时失落万分 未等他心情平复 门后 闺房门飞 就已打开 吕仲从房间中走出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的二人 还有屋内 躺在火炉前摇椅上 不知道睡了多久的老妇人 最后将目光 定在鹦鹉青年身上 当着二人的面 吕仲暗中用挥晤空间 确定了一番来者身份 发现不过是个普通住击 心中不由冷冷一笑 他其实早已经在怀疑 自己是落入了陷阱 所谓的反白萌 与其说是一处反抗势力 倒不如说是诱补陷阱 源源不断地吸引着猎物踏入 也罢 就继续陪着玩玩 他心中如此想着 面色不敢笑问道 不知这位倒有事 青年文言 左右看了一眼 确定外面没人之后 将屋门反手关上 又掐了一个隔音灵照 才自我介绍道 在下是曲炎 特意邀请道 说到这里 名为曲炎的青年 不禁打量一番吕仲 待察觉到 那如深渊般不见底的修为后 心中顿时一惊 之前礼节不周 还请前辈恕罪 无妨 直接说为何事儿来 吕仲白手道 曲炎将姿态放得极低 一脸的小心翼翼 是 前辈 晚辈此番侍奉蒙中之命 前来邀请前辈 至分舵一叙 可以前辈如今的实力 之后怕是要怠慢前辈您了 带路吧 是 请您随我来 曲炎伸手作请 并暗中传音提醒道 斗胆多言一句 还请前辈注意收敛气息 近来白燕行动愈加平凡 若是不幸暴露了身份 只怕会惹来大麻烦 提醒这么一句 他就转身出了门 吕仲点头 紧随其后 很快 二人就不见了踪影 门口处 黄素儿见曲炎直到离开 也没有正眼瞧过自己一眼 不由恨恨地跺了跺脚 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忽然 一个大胆想法 在他心底浮现 可还没等黄素儿决定 是否将之付诸行动 身后忽然传来轻盈脚步声声 他疑惑地转过身 只看到一位陌生老豫走来 你 你是 声音到此戛然而止 伴赏之后 黄素儿从屋内出来 他的模样一如既往 恢复至之前状态 依旧是那个 为了奉养婆婆 而不辞劳苦的妇人 另一边 吕仲跟着曲炎 来到一密殿中 密殿光明一片 将再次等候之人的脸庞 给映照得先毫避险 二人这边 才刚步入殿中 就有一华福中年人 走出人群 带着殿中之人迎上来 盟主 这就是那位前辈 在下罗浮仙城 执法司胡吉 道有 炼虚修为的胡吉 刚把话说到这里 才不经意发现 连自己的修为 都不如眼前 这位青年公子 心中不经大吃一惊 敢问前辈 可是合体修士 此言一出 顿时引得殿中之人震惊 可很快 他们目中 就又露出期待之色来 反白蒙之所以屡次举事不成 皆因少了 为一锤定音的人物 如今若真有 合体前辈加入 那白燕婆 也将不足畏惧 面对众人的期待之色 吕仲只是微微点头 不错 我正是合体七修为 之前听说 此诚已经落入妖魔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辈 此事说来话长 总结就是引狼入室 胡吉说到这里 脸上不禁浮现出苦笑 他开始解释 让吕仲知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正如此人所言般 白燕婆之所以能将 罗夫先成轻时 皆是因为前任城主的 引狼入室 为了抵御来自妖族的威胁 而选择借助妖魔的力量 最终顽脱所致 随即更渗道出不少 关于白燕婆的情报 既有此妖魔的习性 也有白燕妖魔可能的弱点 听起来似乎能提供巨大的帮助 原来如此 吕仲对这些话 只信了半分 连此地的幕后黑手也不知道 他早已借助挥晤空间 将黄塑身上发生的一切 给看得清清楚楚 也是亲眼目睹才知道 设下反白蒙这一陷阱的幕后黑手 其心思到底是如何的缜密 一旦妻子出现意外 就立刻毫不迟疑地选择进行回炉 直至记忆重新清洗回炉 这才放出迎接下一位猎物 事已 此刻的吕仲不禁在暗想 胡吉这番假假真真的话语中 究竟隐藏着多少陷阱 不过关于白燕婆的情报 哪怕全都是杜撰而出 甚至是完全相反 他也依旧有足够的底气 随后 胡吉顺理成章地提出求助 而吕仲自然也顺理成章地答应 直到是为了脱困妖魔之城 双方一拍即合 立刻就开始了行动 前辈 如今想离开这罗浮仙城 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回护城大阵 也唯有如此 才能打开逃生通路 换上一身戎装的胡吉 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将带着人 送葬掉最后一丝希望 依旧在以为曙光即将到来 吕仲对此为做半点提醒 按照胡吉的计划 反白萌的目标放在了寻城司 那里既是护城大阵的一个节点 也是通往大阵中枢的通道所在 抵达目的地 果然有大量妖魔镇守 其中 不乏练虚实力者 不过都被吕仲使出月光剑法术 如割草般瞬间抹杀 连半点动静都没有外转出去 继续 是 胡吉点头 继续带人往寻城司深处走去 一路上 大小场面不断 更是有好几次 哪怕吕仲出手了 众人计划也都是险些失败 还好最后都是成功挽回 没有功亏一篑 通道中 众人静默前进 吕仲这时望向胡吉 目中闪过一丝异色 胡道 你确定 只要夺下大阵核心 就能将护城大阵掌控 晚辈 对此极有把握 胡吉文言脚步一致 但玄机镇定达到 实不相瞒前辈 在下还有另一重身份 那便是前罗夫城主的私生子 才会了解到 此种外人难以接触的隐秘 没有多久 前方豁然开朗 但跟之前一样 早有海量妖魔在此候着 或披着人皮 或是显露出白雁原形 如一只只白毛猴子般 遍布眼前这处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杀 胡吉挥剑前指 率先冲了出去 其他人见状 备受鼓舞的紧随其后 而吕仲则是站在原地 如之前那般 欲使月光剑斩杀起来 直到尸横遍野 殿中这才恢复平静 经此一役 面对实力不俗的妖魔大军 反白蒙修士 又少了好几位 只剩下原先的半数不到 满身是血的胡吉走过来 冲吕仲拱手道 前辈穿过这白虎结堂 面前就是大阵核心所在 也极是奉天殿 考虑到我们一路来的动静 只怕那白燕婆早有防备 所以还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放心 她定不是我的对手 吕仲诞生说道 对此仿佛极有自信 与此同时 外面罗浮仙城 却是突然间乱了起来 只见一轮清月凌空 凡被月灰笼罩者 无意不是发出痛苦嘶喊 并在过程中退去人皮 被铜化成一只只根 常人外观无异 却身形虚幻的白色灵体 此灵体即为月灵 一切自然是吕仲的 太阴化身所为 在确定反白蒙 即可能是陷阱后 吕仲就暗中放出了此道化身 她的太阴 弥法则对白燕婆或许无用 但用来对付城中海量的 低阶白燕 却是降维打击般的存在 这纯粹是在欺负白燕 毕竟他们诞生来的一身神意 都用在隐藏妖魔气息上面 根本没有力量 对抗太阴之力的童话 这边大肆转化 凤天殿也迎来了大战 吕仲随反白蒙杀入这里 只一眼就见到了 那尊被群魔围绕 被称之为白燕婆的强大妖魔 与其他猴子般的白燕不同 白燕婆明显更接近于人形 见不到半点猿猴的痕迹 乍一看好似冰山美人 全身上下虽一片煞白 却带着一种诡异的美感 只见她一挥手 凤天殿四周 皆有光幕升起 煞时间 此地成了一监牢 啊 是陷阱 反白蒙羞是后知后觉 才意识到 几方彻底中击了 为首的胡吉 此刻更是脸色一片煞白 随后望着店中央的白燕婆 咬牙切齿起来 我很好奇阁下 为何会如此镇定 白燕婆歪着头 用星红毛子望向吕众 对她的表现十分不解 明明身处如此绝地 现在只需要我一栋念头 就会被罗夫悬天大阵阵杀 我早料到会是如此 哦 难怪会在外面留有后手 但既然 你连自己会死在这里 也已经知道了 那为何还会踏入这片死地 难道还有什么 是我没算到的吗 白燕婆的心思 似乎十分单纯 目光瞪静而通透 只是带着 针对生灵的纯粹恶意 说话间 她已是倾台左手 吕众耳畔 顿时有一阵接一阵的惨叫声传来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道道金色光链 将反白萌修饰拘束起来 并瞬间爆发出惊人威能 待光芒散尽之后 原地便只剩下一堆骨灰 胡吉奋力抵抗树下 亦都是难以幸免 不只是反白萌 连其他妖魔亦都是如此 唯有吕众 没有被选为目标 现在 我想你应该没有办法了才是 白燕婆的眸子 紧紧地盯着吕众 仿佛在期待她的回答 吕众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只见她伸手一抽 伴随着一口金剑地缓缓抽出 纯净的金光 顿时洒满了凤天殿 对面的大妖魔 终于变了颜色 的确 我不善权谋 但谁让这里是我的主场 吕众自是有天道斩杀剑在 道蒙的一切造物 皆以她为尊 是已从未担心过此地大阵 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如今一出剑 果然如此 吕众掌控凤天殿静之后 只是一个念头 殿中便是金光泉涌 笔至先前翻了数倍不止 随后更有一条条金色锁链 自虚空中凝现而出 瞬间将白燕婆禁锢 刹那间 胜负一分 我这招如何 吕众望向白燕婆 一脸淡笑之意 仙修果然狡猾奸诈 白燕婆尽管失败 面上并没有多于表情 她依旧还是跟之前一般 目中充斥着对生灵毫不掩饰的恶意 没有半点要悔改的意思 见着大妖魔如此反应 吕众顿时觉得无趣 也是 似这种从怨念而生的存在 信念往往是纯粹至极 心中除了祸害生灵之外 也别想 他们会有其他情感了 只不过 白燕婆她留着还有用 不一会功夫 太阴化身从外面走进来 她冲吕众一点头 外面的局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做得好 比我预想中的结果还要好 吕众特意赞了句 算是表扬太阴化身的行动能力 随后将目光一向被禁锢的白燕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母铁了你 可有能力将之转化 若不能 那就只能将之除去了 妖魔白燕的伪装能力 是近乎于法则般的存在 吕众借助挥晤空间 才能百分百确定是否被寄生 如果换作其他人来 哪怕是合体器的修饰 估计也难以分辨 事已 白燕婆必须除去 至于那些自罗浮仙城流出去的低阶白燕 她们在失去母体之后 已是等同于无根之木 迟早会失去妖魔之力暴露 届时自会有人将之解决 太阴化身 自然也明白这点 她仔细考虑衡量一番 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有不小机会 但需要本体你的帮助 若能不设一时间迟滞结界 就能减缓这白燕婆的抵抗 从而为我将她转化争得机会 她说到这里 面上忽然露出迟疑之色 就是 无妨 正好我也有其他考虑 吕仲白手打断了太阴化身的话语 作为本体的她 自然能清楚知道对方在顾忌什么 是怕耽误到自己的太虚秘境之心 可想想也知道 似这般一座重要的秘境 必然有许多隐秘 与其之后再慢慢摸索 不如趁现在有空 先派其他化身过去一探 而本体也好 稳坐着罗浮仙城 对这座曾经的盗蒙药赛 吕仲自然是有不少的想法 罗浮仙城 虽不能似悬船药赛那般 随意地进行虚界穿梭 但从其能悬浮在高空再看 显然也是有一二分飞行能力的 如果能将之完全掌控住 也算获得了一处安稳的道场 未来说不定还要再次修行 再者 也是为自身安全 多提供一份保障 中央介遇的妖魔肆虐程度 经罗浮仙城白雁这么一次 可算是让吕仲彻底开了眼界 考虑到以后 或许还会遇上类似情况 若那是身后有一座先成座支持 或许未来争夺机缘 尤其是探索 那坐落在中央介遇 道蒙真正核心的第一书机缘 会顺利许多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 吕仲都不准备将罗浮拱手与人 解决妖魔 到手空城一座 关于该如何善后 即重新发展起来 这些不是吕仲要考虑的 他本身不善经营 幸好还有三千化身在 数量大了 总会有几个精通辞到的 能够将本体的意志贯彻下去 命令下达后 吕仲之身来到玉金天 罗浮仙城虽大 但其实内部并不复杂 可大致分为数个区域 囊括了外围所有港口区域的外锅 和商业及居住区域的内锅 还有罗浮仙城 作为要塞本职 由盗蒙设置的三十三重天 也即是三十三重防线 而玉金天 是最高一重 吕仲凭着权限 进到这里的第一个感觉 那便是安全 也是 有着外围三十二重天保护 哪怕是全胜堕仙来袭 亦可以支撑 他个一时半会 根本无需担忧 会莫名其妙死在睡梦中 先前之所以 实现于妖魔之手 吕仲猜测 应是此地修饰没有权限 只是在盗蒙崩溃之后 得到了些操控许可而已 能掌控护城大阵 估计就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顺着玉阶 吕仲独自行走在玉金天中 还真是孤独呢 他望着周围空荡荡的一片 默然叹了口气 纵然是合体七修饰 跟凡人早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可只要没有彻底舍弃人性 心中总归会产生类似情绪 或许 我该设法找找清和剑 到底在灵环界外面什么地方 有道是一人得到 鸡犬亦可升天 只需要打通飞升路 想将下面人界的修饰接引上来 其实并不算什么难事 顶多 只是付出些代价 还是罢了 吕仲想了想 决定还是暂且搁置 眼下的灵环界可以说是堕仙作乱 各种妖魔横行 根本不是什么灵界乐土 更不说 他隐隐间还有种感觉 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此处已然成了风暴眼 在这种时候 若能偏安一小界 反倒能获得安生 还是等我成了大成 再做考虑 念及至此 吕仲发现自己已到了狱景殿前 无视身前光幕 静止走了进去 若说玉京天是罗浮仙城 三十三重天的核心 那么玉京殿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一进到里面 吕仲第一眼就看到了 里面沉睡的巨兽 龙手鹿身蛇尾 加之浑身若碧玉一般 分明是木麒麟形象 若不是见此他身形虚幻 显然并非是活物 他还真的要以为这玉景殿中 为了防备可能的强大敌人 特意埋伏着一尊真灵木麒麟 火麒麟 雷麒麟 如今又来一只木麒麟 望着眼前这麒麟虚像 吕仲心中不禁泛起了嘀咕 难道说 是盗蒙跟麒麟一族有交易 若非如此 很难解释这一切 尤其是灵幻山脉深处 在鸣雷霞中沉睡的那尊真灵雷麒麒麟 可明显是活生生的存在 出现在那里必有原因 极有可能是在镇守或镇压着什么 算了 吕仲没继续伸想 伸手触碰前方麒麟虚影 只见得一阵光影 他说 伴随着一小声哀忧 一只迷你木麒麟 重重摔在了地板上 而后仍像条懒虫似的 在冰凉地板上瘫了一阵 这才迷糊地睁开了双眼 喂 你谁啊 对着镇守仙灵的话语 吕仲是全当作没听见 先是方胡 然后是方一平 再是悬仓要塞镇守仙灵 似乎盗蒙一系练出的气灵 都不怎么靠谱的样子 懒得跟仙灵废话 他直接将斩杀剑寄出 啊 木木拜见仙石大人 上一秒 还是睡眼惺忪的仙灵 下一刻便四提跪在地上 老是本分起来 这时 镇守仙灵还偷偷抬起头 用余光打亮吕仲 手中那口金色长剑 待确定真是天道斩杀剑 顿时又是浑身一颤 生怕因此惹恼了仙石 将罗夫先成的情况 给我仔细说一说 吕仲见仙灵服从 便将斩杀剑收了起来 又见殿中空无一物 索性就从储物界中取出桌椅 冲泡着灵茶 准备边饮茶边听 是 木木领命 镇守仙灵见仙石 不追究仙前之事 心中顿时大松了一口气 随后 向吕仲详细介绍 罗夫要塞的情况来 从哪里说起好呢 好好 就依照仙石您的意思 从头说起好了 关于这罗夫要塞 起初不过是一地上仙城 是道蒙降临此界后 为了拱卫天道成 而设的八方要塞之一 后来道蒙一同此界后 才升格 成为了飞空要塞 位格仅次于诸仙要塞 借此可以镇压一方 至于具体的五倍 则是如下 镇守仙灵如鼠家珍般 将一种种手段道出 吕仲听了之后 也不禁跟悬仓要塞对比 发现的确是跟仙灵所说一般 飞空要塞 是要全面弱于诸仙要塞 两者存在着极悬殊的差距 带了解清楚 他又尝试向仙灵问起 关于仙界的信息 结果依旧跟之前一样 真是叫人好奇 仙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竟连信息也不允许透露 吕仲心中如此想着 无奈放弃了这一念头 转而 问起此界一些隐秘来 好比道蒙游来 不曾想 这名为木木的仙灵 竟还真知道不少 只见仙灵古怪 看了吕仲一眼 然后恭敬回道 回先使大人 关于道蒙降临此界 自然是奉了无上至尊的命令 解决外溢至此界的灾难 是何灾难 吕仲一听 忍不住追问道 是 仙灵一本正经的回答 看得出来他非常认真 没有半点要弄虚作假的意思 然吕仲听在耳中 却是一片消音声 此情此景 着实叫人无奈 不过从他之前的话语中 吕仲还是勉强猜出了一点东西 结合叶盘炎所言的轻颓时代 一想到心中那猜测 吕仲面上不禁泛出苦笑之色 只怕我如今所处的年代 是仙道辉煌到至极之后 开始轻颓的衰败阶段 当然 轻颓时代也不错 总归比末法时代强 真不知道仙道崛起用了多久 又因此辉煌了多久 以至于这轻颓时代都如此漫长 怕已经不是数以百万年纪 估计是比这还要更加久远 随后 他又尝试着旁敲侧击 只可惜一无所获 见仙界信息无法获取 吕仲也只好退而求其次 问起关于点击事情来 却不曾想 仙灵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还请仙使恕罪 由于后来天道成的存在 木木这边的资料库 早已经被裁撤抹去 现在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天道成 即是第一书记院 对这答案 吕仲是早有所料 此行总的来说 他还是收获颇丰的 毕竟是掌控了一座罗浮要塞 至于后来所得 不过都是锦上添花而已 很快 罗浮仙城光复的消息 传遍四方 各方对此惊讶无比 疯狂讨论 此城曾沦陷于妖魔之手的同时 还在吃惊收复者手段的金人 竟能从大妖魔口 将罗浮仙城夺回 要知道 如今的中央介遇 早已不复从前 在曾经的诸恶祸乱的时候 这里就已经彻底沦陷过 先休聚都被赶了出去 好不容易等到陈仙将士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才将这满目疮仪之地夺回 连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无 就马上面临着妖族的入侵 紧接着 又是妖魔 一桩桩事情 早已经让此处宗门家族 颓势尽显 如今陡然经文大盛 都不免怀疑起来 可随后 带一条条印证消息传回 叫各大势力难以挑出毛病 让他们不得不承认 曾经的八方要塞之一 终于是失而复得 此事可喜可贺 众修无不是为此奔走相告 转眼之间 就是百年时光飞逝 作为始作俑者的吕仲 此刻在听取化身的汇报 经过长时间的收集 他所关注的太虚秘境的信息 被外派的化身们 搜集上来不少 也是听完才知道 那难公患 哪里是无缘 分明是欲网而不得 太虚秘境所在 是在太虚仙城 而眼下此城 早已落到妖族手中 也即使说 吕仲如果要进太虚秘境 或许进阶大城的机缘 就得先将此城夺回 方才有机会进入其中 好吧 看来又得做一回老本行了 吕仲口中的老本行 自然是供应商了 现在的中央介遇 在历经数次大战之后 早已经是被打成了一片烂地 哪怕后来有所恢复 也是绝大部分的资源点被毁灭 由此导致的结果 就是此地修饰 积贫积弱 以致 哪怕有堕仙支持 也险些又将老家丢给妖族 可如果 能得到足够的物资供应 并给予时间恢复力量 结果却又是大大不同 以先修的惊人底蕴 莫说是盘踞的大妖魔 就算是妖族 也难以抵挡 不难出现将入侵者 彻底击退的一幕 这就是吕仲未来准备做的 支持先修势力 重新掌控中央介遇 将被夺走的道门 各处设施夺回 其实就是 变相支持 有着天道斩杀剑的自己 将这一片灵环界中心之地 掌控在手中 终究还是为了自己 去 利赫生 自以黄袍修士 口中传出 伴随着剑光飞射 一头仗许大狼腰 应声倒地 而后此人便开始收拾战利平起来 无论有用无用皆是 精心分割取下 并一一设于储物带中 在今时今日的中央介遇 资源早已经是匮乏异常 以至于 哪怕结单修士 也只能使用储物带凑活 高极限的空间储物之宝 虽说并不是没有 然却因为价格高昂 是以根本难以负担 这时远处两道顿光一前一后飞来 忽然停住 嗯 灵流两位道友 这是要 有光头隔一老者灵红现身出来 笑呵呵拱手道 自然是准备去罗府一趟 想必李道友也收到了消息 近来那边被神秘势力接管之后 可是有不少好货流出 据说连三接丹药 也可随意购买 这不 老夫特意邀请上刘道友 准备前去一探 是急是急 李道友 不如我们也一起 一个娇滴滴声音响起 乃是一位女修 只见刘英拍着胸脯 又后怕说道 听说那罗夫先程 两百年前曾经被妖魔控制 那种东西我们也都见识过 以前还为此头疼不已 真没想到源头竟是罗夫 据说消息传出来之后 清旭门的化神老祖 都特意去了一趟打厅 但最后竟是满载而归 是啊 这些大宗门也是不地道 竟将这些消息隐瞒多时 前几阵子 市面上常有高阶丹药流出 我还道是 哪里又有一计出事 但将东西买到手一看 才发现竟是刚出炉没几年的新货 最后托人一打听 这才知道原因 对此 李莹深有同感的点头 三人所知的消息 来源几乎都是一样的 可尽管听了这二人的话 李莹心中依旧存着疑虑 二位道友 不是李莹胆小 而是这罗夫先程 以前繁华虽繁华 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突然之间发生如此变化 还一下子拿出如此多丹药 我只怕里面 道友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隔一老者灵虹点头 又指着地上的狼狮 一脸苦笑道 可我们这凤端玉的情况 道友想必也是十分清楚 物产真的是贫瘠无比 早已经不如从前 否则也不至于 堂堂的杰丹真人 也要出来狩猎这一阶妖兽 与其困守此地 妾身还是宁愿放手一搏 女修留音这时接道 李莹一阵迟疑之后 最终还是与二人同去 她既为地灵根 又是罕见的轻木灵体 论天赋 已是万万人之上 身怀如此天赋 成就本不该只是结单 皆是受到了资源的限制 若照此继续下去 恐怕未来成就极限 一辈子到头 至多也只是原因期而已 若最后结局如此 实在叫李莹难以甘心 好 那李莹就陪两位走一趟 李莹答应下去 随着二人一并往罗浮仙城方向赶去 凤端玉虽毗邻陵罗浮仙城所在 只隔着一大两小树域之地 却也足有数千万里之遥 根本不是结单修士能直接抵达的 事已 他们还得先前往清须门 自消息泄露后 清须门便早有准备班 组织起了一支来往两地的非洲船队 据说消息灵通之人的说法 这是照搬其他地方棕门的做法 一万零十亿张的船票 只让众修吐槽是在抢零石 三人本以为 出发之地是空荡荡一片 却不曾想等到了清须门 竟是人声鼎沸 还遇上了不少熟悉修士 沉道有你之事 李莹见到一位多年好友 不由打招呼问道 后者以袖遮面 连道认错了人 另一边的隔一老者 也是望着几位老伙计苦笑 秦老鬼 你不是说要闭关百年吗 还有端木姐姐 你前阵子就跟我说 要跟人去猎一支鹰妖 怎么也出现在此处 女修刘英 见着一位位熟人 竟然都齐齐出现在此处 心中也不禁纳闷起来 之前一个个说好 绝对不去以身涉嫌 现在吗 呵呵 一个比一个老实 随着更多修士的抵达 一个个谎言被戳破 场面开始混乱起来 毕竟大家都没想到 竟有如此尴尬的一幕发生 嗨嗨 还请诸位道友安静 清须门副门主 这时站出来 手往下压示意众人 非洲马上就要出发了 还请有一前往 罗浮仙城的道友 提前准备好一万零食 还有就是 若诸位无足够零食 清须门这边 也接受以食物相抵 价格嘛 好商量 都按市价 上浮三成来 定不叫各位道友吃亏 此言一出 底下人交头接耳起来 别信这丝的 听说罗浮仙城那边 同样的东西 价格至少会翻倍 照我组上邮寄记记载 就这也还不如 那是灵物正常价格的三分一 就是 这时候卖出去 只怕要亏出血啊 还差多少 大不了我与你一点就是 九出十三规到十再还我 多谢二位道兄提醒 但 借钱就不必了 底下众修士 毫不掩饰的窃窃私语 叫清须门副门主 脸色一阵清白 不过念在说话的 几乎都是杰单修士 跟他是同一境界修为 事已此刻 心中尽管憋屈 却也只能暂且忍住 一番买票点票后 非洲船队很快起航 两年后 理应静坐中被惊醒 各位前辈 本船前方道站是 本次航线的终点站 罗浮仙港 请您将随身物品准备好 不要把零售遗忘在船上 感谢前辈一路上 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 欢迎您 下次再乘坐我们的非洲 最后 祝各位前辈 道徒前程伺景 飞声可欺 甜美语音 自苍门外传来 这博报词 哪里学来的 隔一老者听着新鲜 不禁感兴趣问道 可惜并无人回话 这时外面 又有声音催促 还请诸位道友动作快些 后面还有不少非洲 要赶着下课 若是我们这趟拖太久 扰乱了秩序 以后可是没资格进这空港 只能在地面落客了 一听事关自身利益 原本还磨磨蹭蹭 你牵我让的众人 这事也顾不得老祖派头 拿出了平时斗法的灵活身法 纷纷涌下非洲 李银三人混在里面 也一并下了船 等下船之后 他们不由为 眼前景象所惊呆 不止于是他们三人 就连港口其他位置 下船的修饰 巨都是被眼前风格简易 却丝毫不简单的建筑风格 所惊讶到 好比众人现在所身处的 空港码头 竟是由于设计 大胆的巨型穹顶覆盖着 此穹顶设计精妙 通体由无数衡量支撑 看似结构无比复杂 但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 皆隐约可见一大数图案 配合其金灿灿的外观 虽满目皆是金色 却没有半点的庸俗之意 反倒是叫人感觉格外庄严 老夫活了将近四百年 自认从典籍中 见识过不少大场面 纵使是杜杰七大能交手的场面 也曾有幸一睹 却没想到 有朝一日 还会大开眼界 是啊 不到罗夫 不知眼界地 李莹也是心有感慨 同时望着那大数图案 一眼就想到了来历处 心中不由暗想 黄金树 以及这金色座主色调的风格 莫非此地背后的真正主人 是突然间消失的盗蒙 他们如今又回来了不成 随后他将思绪收回 望着同行二人 二位之后 有什么打算 出来乍到 又是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贸然尝试进行交易 只怕会吃不少的亏 所以 老夫准备先打听打听 反正清绪门的非洲 早已经定好 是五年一来回 也不怕回不去 格一老者凌红 如此说道 妾身也是同样想法 实不相瞒 我也是同样的想法 不若 我们三人就继续在一起 共同进退 彼此间也好有个照应 李莹的提议 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 随后 三人从空港中出来 起初见了街上的繁华 还稍稍有些不适应 但很快就被街边店铺 琳琅满目的货品 给死死地吸引住了眼球 玉金丹 赤骨丹八宝玉玲叶 往日稀缺的丹药 此刻好似烂大街一般 竟随处可见 着实叫三人惊呼不已 本以为这就已经是巅峰 可等他们继续往繁荣地方去 到了那锅真正的商业区 又被狠狠地震惊了一把 在这里 竟连四街丹药也摆着卖 妾身没来错地方吧 刘英一时不敢相信 深深怀疑自己 是否中了幻数 我想 这一切都是真的 李莹苦笑着道 另一边 隔一老者按捺住心中震惊 已是开始问起了 心仪丹药的价钱 可等热情的伙计爆出价钱后 就呆呆愣在了原地 不好意思 你能否再说一次 伙计对此见怪不怪 毕竟每个第一次来罗浮的修饰 几乎都是相同的表现 于是他耐心回到 这位前辈 您所看中的玉金丹 的确是六万六零十一瓶 六万六 李莹跟刘英听后 是面面相去 这价格 只是奉端玉同样丹药的一半 眼见隔一老者一脸一动 恨不能当场就将丹药揽到怀里 伙计这时却苦恼起来 因为店中早已经没有玉金丹存货 只好再次开口道 不过呢 这玉金丹算是特供的 效果其实不如玉阳丹 前者功效只有后者的八成 而价格两者 其实是一样的 什么 这下三人再吃一惊 可这样卖货 我知道 前辈觉得玉阳丹既然功效好 小店为何不提价销售是吧 伙计打断李莹的话 然后解释起来 这是因为城中的玉阳丹 都是来自于罗夫商会 我们这店只是分销而已 可没资格定价 原来如此 那为何玉金丹的价格 呵呵 这个吗 伙计笑而不语 有道是无伤不坚 虽然此话原意早被扭曲 但却正中伤人心理 既然客人点名道姓要玉金丹 这种可以大赚一笔的丹药 又哪会放着到手的零食不要 去主动推销价钱被钉死 利润微薄可怜的玉阳丹呢 得知了这一点 李莹三人又往他处去 一番打听 玉阳丹的价格竟都是分毫不差 甚至乎 还有店铺愿意提供试用 确定了丹药效果 李莹细细盘算了一番 发现自己只需服用食品 连中途丹药也不用换 就可凭玉阳丹的药力 直接修炼到结丹圆满 念及至此 他心中顿时有了决定 观之另外二人面色 怕也是同样的想法 既然我们三人 想法又再次达成一致 不若接下来 就一同去打听打听 各种材料 这里是怎么收购的吧 但要价格如此低廉 只怕是里面藏着陷阱 若我料想的没错 应该就是 藏在这材料收购上了 是啊 隔一老死 灵红可不幸 天底下会有人做吃亏买卖 怀着这样的想法 三人很快找到收购行 果然 清绪门的传言 也不可尽兴 李莹望着收购行 给出的价格清单 那一行行低到令人发指的价格 着实叫人心中愤怒 掌柜的 这价钱你没给错吧 只见女修刘英 指着上面的两行价格 颇为吃惊 李莹望去 顿时发觉哪里不对 普通的材料跟他一样 只得到一个极低的价钱 而关于单要零财那部分 却是比心理价位还高一倍不止 当然没给错 掌柜应了一句 解释起来 想必各位也知道 现在城中正是丹药热销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丹 只要拿出来 就是卖到脱销 反之 各种法宝 法证之物 却是嫌有人问津 你们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 零物应该怎样给出价钱 这一番话 让三人不由沉默 掌柜说的极有道理 过度热销的丹药 挤占了重修的零食 在供应量无法预知的情况下 任谁建了都是多多善意 以往后续无丹药可用 至于各种法宝 各家组上或多或少是扩过的 都有几件传承法宝 凑活凑活 其实也不是不能用 卖了 理应顿时下定决心 跟修为相较 一些身外之物 根本算不得什么 与其留着 不如及早发挥作用 一处荒原 两支大军对冲 即将展开惨烈厮杀 一方打着罗浮齐样 队伍阵容并不起整 显然是拼凑组成 另一方则是妖魔 无异不是身高实丈 口中能涂火喷烟 论个体实力 要隐隐压过对面 双方最高战力 不过是化神而已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却是先修中的高阶修士 早早就将大妖魔斩杀 现在先修大军要做的事情 就是彻底收复这片沦陷之地 高空中处 上百道修士身影 沉沉浮浮浮 李莹悬浮在半空 混在这阵容里 握紧了手中的零件 如今的他今非昔比 早已不是之前奉端玉的 结单修士 在当初抵达罗浮仙城 并为里面的资源所震撼后 李莹就果断加入了 组建中的罗浮仙军 两百余年过去 硬是靠着战功换取资源 突破到了如今的原因中期 若此战能得胜 我就能换得一枚三升丹 凭此就有极大的把握 可以突破至原因后期 一想到这里 李莹心中就不免激动 可他也十分清楚 对面妖魔大军不好对付 同时 若想获得足够战功 身边这些同僚也是竞争对手 数克中后 金钟敲响 大军徐徐推进 哗啦啦 水流冲刷在身上 将所有血污碎肉 一并冲刷下来 随后理应法力一阵 整个人重新变得清爽 荒原一战 最后以罗浮仙军胜出而告终 这一结果 在众人预料当中 毕竟罗浮仙城那边 每次给出的战功 都是实打实 没有半点的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是最油滑的散修 也难以 对此说半个不字 自是心甘情愿的任意驱策 只求能获得更多的机缘 他们二人不来 真是可惜了 理应一边计算自己之前战功 一边不免想起了自己的两位顾骄 也即是灵红跟刘英 跟他不同的是 灵红跟刘英并未加入罗浮仙军 如今双方修为 已是天差地别 前不久见到 对方已是要称呼前辈 这就是命啊 理应低叹一声 朝前方那艘如月巨剑走去 巨剑是罗浮仙军的战舰 这艘名之为 金西 据说有着堪比化神一击的威能 同时还是他这一支军团长所在 战功统计出来之后 就是到里面去 进行兑换 路上 有不少修士聚在一起闲聊 以做消遣 你们猜 我们这是要打去哪里 有人坐在军需转运的木箱上 冲身旁之人挑起话题道 不知道 不关心不过 硬要老到猜测 上面最终的意图 应是要拿下旁边的扩仓仙城 最终罗浮 扩仓形成脊脚之势 而不似现在这般 四面八方皆是来犯之地 一老到摇头晃脑 喝着灵酒道出这话 啊 你可真不敢想 有黄病修士却不认同 道出自己分析 要我说 这只不过是为了打通前往中央的通路 自打三千年前 中央再次沦陷 那里早已经成了妖魔的老巢 就连强大的妖族也寄予不得 此番仙君挥视北望 显然是准备打到天道城去 不对不对 你们说的都不对 这时 一路过的黑衣青年忽然加入 要论上面的意图 可没有人比我沉冬更清楚 这次定是为了取得太虚仙城 信我的准没有错 呵呵 你这才是胡言乱语吧 太虚仙城跟咱罗浮 虽然不是一个东一个西 但也是相隔着数一里 真要想打到那边去 这得花多少年 填多少条性命进去 太虚镇南 罗浮在东 两者之间还隔着青苍仙城 一路上竟都是妖族跟妖魔 会遇到的险阻 还不知有多少 往太虚仙城打过去 无异于舍尽而求远 的确 这人真是一派胡言 李莹听到这里 顿时没有听下去的性质 继续往前遇到一关卡 但通过检查雁明身份后 他很快被放行进入京西界内 一路上 能遇到不少同方向修饰 各个都是一脸喜色 显然都是为了去兑换战功 来到柜台处 李莹很快得到接待 是个相熟的后辈 同时也算是 她的专属接待 前辈 您这次需要兑换什么 还是跟之前一样 让晚辈照例向您推荐一二 笑叶如花的女修 满是热情说道 嗯 推荐一下吧 李莹想了想到 这般选择 也是吃过了亏 罗浮仙城那边 经常会推出新单药 而这些专属接待 最为清楚 并会诚挚地给出推荐 通常效果 都会出乎预料的惊人 错过者常常会后悔百年 每每想起 都是顿胸垂足 李莹自己 就曾不止一次后悔 若是在结音时听了劝 目前的实力 怕已是到了后期 哪里会似现在 仍在中期处停留 好的前辈 晚辈这次推荐的是 一种种单药名字 自女修口中缓缓道出 这么多啊 李莹稍稍有些吃惊 是的前辈 这好像是最近北边那里 有宗门收复了一处 以前的林药园 所以市面上一下 多了不少林财 一切都好起来了吗 李莹听了这话 喃喃自语起来 仔细考虑了一阵 最终决定 还是在推荐的单药中 选取跟自己公法 相信符合的服用 如此既不激进 也不算保守 算是对一直以来 中庸之道的贯彻 五百年后 已是化神的李莹 第一次见到合体大能出手 只见刹那间空间破碎 目标的身影 瞬间就淹没在空间碎片中 任其如何挣扎 依旧是难以脱困逃出 这汗天动地的声势 纵使隔着数千里 依旧惊人 不过片刻功夫 困扰罗夫先军数年 更是造成诸多死伤的一只大妖 连带着其麾下的千百只小妖 一并都陨落在雷海中 这就是合体存在吗 李莹这时眼中 闪过一丝名为野心的光芒 它也要成为合体 成为四罗夫城主这般 镇压一方的存在 杀 杀呀 随军旗而动 空中的非洲舰群 以及空中的修士小队 还有地面的超巨型方阵 皆是一并缓缓向前 面对着黑云压顶一般的军阵 对面群龙无首的妖族 瞬间就没了抵抗的意志 待胆气彻底散去 便崩溃四散而逃 此战大胜 李莹已记不得 这是自己多少次的胜利 不过有胜也有败 想到这里 他不禁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那里还特意残留着一条 蜈蚣式的巨大疤痕 唯一次大败中 被对手重创所致 那一次 李莹险些陨落 终究是活了下来 李莹再次来到军团旗舰 只不过 这已经不是金锡舰 在他修为不断突破的同时 罗浮仙城 也没有停止发展脚步 已是造出了更高一级 可比你练须的王屋 这次接待他的 是一名老玉 老熟人了 前辈 还是老样子 老玉问道 没错 李莹笑着点头 并未去问对方什么 这次晚辈推荐的是青桃丹 有精进法力之效 虽然功效一般 且极易产生耐药性 但胜在价格足够低廉 若是只服用三瓶 性价比还是相当之不错 老玉拿出一瓶青桃丹 递给李莹 李莹将瓶口红玉塞拔开 一股淡淡的青桃芬芳一出 瓶内装的 示弱青色桃子般 珠圆玉润的三枚丹药 不错 他点了点头 依对方的建议 要了三瓶 再将多余的战功 换成目前所需之物 随后 将东西收入储物界中 转身离开 岁月悠悠 又是三百年过去 罗浮军风所指 早已经是明了无比 在一场流血飘鲁的血战之后 圆盘聚在青苍仙城中的妖魔 被斩尽杀绝 大军经过一番修整 继续向南边开拔 目标直指太虚 罗浮仙城中 城主 这是新晋的镇王名单 嗯 你下去吧 化身略一挥手 让直视修士退下 这才拿起桌上御检 当看到里面所列人名中 那里银二字时 他表情并无变化 自罗浮仙军组建以来 似这般乘风而起 辉煌一时之后 又不幸陨落的修士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随意批住后 就将之放在一旁 关于事后抚恤 自有其他化身负责 就在这时 化身神色一动 将目光移向殿门口处 那里赫然走进来 一黑发青年 本帖 你出关了 对 吕仲点点头 自打组建罗浮仙军后 他除了必要的出手时候 其他时间一概都在欲经天中 一是驻太阴化身 转化白燕婆 二来则是闭关修炼 直至今日 将近千年时间过去 白燕婆终于被转化成月灵 得了这么一只强大月灵 太阴化身的实力 也水涨船高 同时 吕仲有了第一尊炼须化身 而他这次出关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进入太虚秘境 如今罗浮仙军军峰 已经抵达了太虚仙城附近 只需要解决 盘踞在那里的妖族妖尊 则太虚秘境可欺 猎龙交尊吗 吕仲回忆起情报 知道自己要解决的 是一只实力接近合体后期 本体是猎焰龙交的强大妖尊 此妖尊不但实力惊人 据悉还来历不凡 是颇有背景的样子 更如今盘踞在天妖城 也即是先修口中天道城的妖族黄庭 亦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 面对这样一位妖尊 换作是旁人 纵然要忌惮三分 可吕仲并不在乎 敢挡他进入太虚秘境 就要做好生死的准备 三日之后 罗浮军峰抵达太虚仙城 此城跟罗浮不同 乃是矗立在万丈高山之巅 是以此刻罗浮仙军修士无一例外 皆是乘坐在非洲之上 被妖族盘踞多时 此刻的太虚仙城 无有半点仙气 只见处处皆是孽生藤蔓 将整座仙城缠绕起来 显然早已经是沦为妖兽巢穴 遥望去 直到妖气冲天 此时此刻 妖巢外已是妖影密布 一只只或强或弱或大或小的妖兽 在为首数名妖羞的统域之下 掀起了滔天妖气漩涡 直带着对手进攻 伴随着鼓号声响起 大军开始缓缓推进 吕众悬浮在高空 静静望着底下战场 静静在等待着 不一会 下面双方就开始交上手 是乏味无趣的攻城战 妖兽愚昧无知 可妖羞却并非如此 他们早已构筑好一切 数座巨型血色祭坛 一边消耗血肉 吞吐出滚滚妖气 一边凝聚出一层青色护罩 将整座妖城囊括其中 以此为凭 抵抗先修攻击 不借助盗蒙设施 屡重对此也是无法 只见先修一方 是各种手段齐出 或是战阵联手攻击 或是大小非洲齐射 一波波一道道 五光十色的好不斑斓 然次次都是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 围绕着数条密道 以示展开殊死搏杀 后见几方久攻不下 人员已经伤亡不小 屡重索性仰手 凝出一片灰光 继而将之往下置去 灰光脱手 化作树道流光 卫等底下城中 要求反应 就听得身旁的血迹弹 阵机接连爆开 惊人的空间裂缝 一道接一道 原本庇佑整座城池的大阵 就这样被撕裂开一道巨大口子 杀 杀呀 见到大阵被破 先修一方 顿时气势如虹 冲杀向前 与此同时 吕仲这边也交上了手 几乎是他破阵的同时 一只隐藏不见的猎龙交尊 忽然在火光中出现在身后 并顺势一记龙找手掏心 殊不料 志在必得的一击成了徒劳 吕仲早料算到 猎龙交尊是在等待机会 故而方才出手的时候 就已经将真交结界施展开来 如今正好接下着夺命一招 一挥雷剑 将对方破退 猎龙交尊后退时 不忘张嘴喷出数条火蛇 巨石厉害无比的真火 掺杂着猎焰你法则的真意 是以威能惊人 怒焰腾空 周围尽是扭曲 随后火蛇弹射 直奔吕仲而去 吕仲祭出了引雷针 朝前轻轻一展 密集雷往凭空而现 而后迎空一兜 撞在火蛇的身上 只传出一阵闷响 所有火蛇竟都消散殆尽 二人你来我往 开始激烈交手 死 化作九首千丈火红聚焦 怒龙交尊各首齐齐发出怒吼 口中有聚脸红光一闪 瞬间喷出滚滚烈焰火出来 想赢我 岂有这么容易 吕仲冷笑一声 手一抬 一道灰光掠过身前 瞬间拉出条空间裂缝来 烈焰焦尊修的是火形法则 其所土真火虽然厉害 可依旧难以跨越空间限制 转眼间就尽都被吸入裂缝中 此大妖剑此 立刻改变了策略 转而贴身近战 试图以强大的妖躯将对手击败 吕仲见状却是不惧 仰手就将引雷针祭出 于爆发的璀璨雷光中飞掠向前 仙机之威在此刻显露无遗 仅是数个照面 一颗焦手就被雷光扫中 轰隆隆 雷霆声乍响 狂暴的子雷摧残着沿途一切 任凭妖躯如何升机四海 依旧无法抵挡这毁灭性的力量 一颗焦手被毁 焦尊吃痛中 剩下八颗焦手乱舞 火柱好似死光般四下乱扫 刹那间方圆万里的整处战场 剧都化为一处红莲炼狱 连地火都被引动了出来 无论是划过妖巢 还是罗浮仙君 剧都是造成恐怖伤亡 除非是炼虚级别的实力 否则在火柱面前 皆是难逃一死 好不容易才恢复理智 怒龙娇尊 此刻已是双目通红 胸前逆鳞处呼飞出一团红光 看也未看就将之吞下 万丈外的吕仲 一眼看出那红光的来历 火灵珠 他眉头微皱 心道这可不好对付 火灵珠碎片的力量 吕仲是切身体会过的 纵使不是化腐朽为神奇 也有着另使用者实力大增的效果 更何况 方才焦尊吞下的火灵珠 足足有一小半之多 增幅效果 只怕远剩他手上的那枚碎片 哄 滚滚火浪逼面来 只见吞下火灵珠的怒龙娇尊 浑身竟被雁流环绕着 体型也因此暴增数倍 此刻好似一轮炎日悬空 散发出惊人热议 光是现身 娇尊下方的妖巢 就遭了殃 陵墓瞬间被焚毁 火浪无情惦适着城中生灵 无论是其中妖修也好 妖兽也罢 乃至于一位为修行妖道的人族 剧都是在这场毁灭大火中 被焚为灰烬 与此同时 却有金光自烈焰中溢出 这是被遮盖的太虚仙城 曾经宝珠蒙尘 此刻终于得以在红莲之火中重生 此城主体 无愧于道蒙造物 的确是异常坚固 在一片片流光四溢的符纹闪烁下 竟暂时抵挡住了高温侵袭 不过最让吕仲关注的 却还是太虚仙城最中央处 那一座占地白亩 好似漩涡般 不断旋转发光的秘境之门 幸好我还有一张底牌 过去的千余年里 吕仲除了偶尔出手 其余时候 皆在欲惊天中 除却提升自身修为外 还在继续参悟龙凤云露 后继薄发之下 中世又参得一种强大振服 其名为定缘真符 此符功效却也简单 从名字上便可以看出 是可定住一方天地缘起 使对手无法借用分毫 须知 纵使强如杜杰七修士 也无法彻底摆脱 对天地缘起的依赖 若无法借得天地之力 便只能消耗自身的法力 而丹田中所处法力 显然是十分有限的 一方无法借用天地之力 力量难免受到削弱 另一方非但能正常借用天地元气 甚至还能得到定缘真符辅助 此消笔掌之下 实力对比将会发生巨大改变 尤其是用在当前 猎龙骄尊吞入火灵珠后 其实力增幅的大部分 皆是来自于此珠调用的天地元气 是已才能威视惊人 断其天地元气 如断骄尊一臂 毫不犹豫 吕仲将手中一七彩 真符祭出 此符一祭出 瞬间化作漫天光彩 又积聚成一片片云彩 飘散到九天各处 几乎是同一时间 猎龙骄尊就察觉到不对 他体内的妖力 正以惊人的速度消耗 皆是被火灵残珠吸纳 转化为无穷的耗日光辉 泼洒了出去 长此以往下去 恐怕不等吕仲出手 他自己就要枯竭而亡 鬼欲伎俩 猎龙骄尊咆哮一声 很快想到应对之策 只见锯口一吸 原本就毁灭了大半 只剩下残部的妖族军团 此刻又都近半倍吸入了胶口 嘎吱嘎吱 猎龙骄尊竟当场进食起来 进食的同时 各骄手还在喷吐烈焰 试图以此驱散天上彩云 以此破除征服之力 吕仲看到这幕 心中也不禁感慨 对方这一手段 尽管野蛮无比 但的确是将自身优势最大化 也就是妖躯 才能如此狂暴地吸收外力 否则换成是修士 哪怕玄修 也要暴体而亡 绝不能任由他继续 吕仲手一抬 就将引雷针射出 一时间天上雷火交加 未决出此战胜负 双方皆是使出了权力 打到这种时候 下方的双方队伍 早已经罢手 纷纷朝着远处避去 无一方生出追杀对面的念头 相较可能的追击战果 还是天上斗法鱼波 造成的战损要更大 场景犹如毁天灭地 除却坚固的太虚仙城 仍能保持屹立不倒外 其余的一切地形地貌 皆是发生了巨大改变 万里湖泊画荒漠 威夷巨峰城深谷 皆是等闲 此战过去 无论最后哪方胜利 斗法留下的余波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纵使是画出一方禁地 也不可能 就好比吕仲现在 索宁的时间迟至长 日后若有修士误入其中 如果能不死侥幸活着出来 怕也会造就一段难科故事 动 吕仲一拳将交手击飞 火血飞洒间被烈焰灼得满是辽炮 部分地方更是已经交胡的左手 又是一件狠狠插入其中 药木的雷光爆发 一颗交手被轰成灰烬 这已是第三颗交手 久去其三 猎龙交尊的实力 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早已经是不复之前 如今它之所以还不败 是由火灵残珠在支撑 尽管如此 却也无法支撑太久 自知颓势尽险 猎龙交尊心中大感不妙 刘德青山寨的道理 可不只有先修能懂得 妖修这边自然也明白类似道理 顿时一甩尾 就想抽身脱离 岂能容你逃走 吕仲站到现在 整个人都快被考熟 结束后 怕是要休养极久 哪有放对方离开的道理 雷光一闪 就截到对方身前 未等二人打出结果来 底下妖军一剑猎龙交尊做法 明白几方大势已去 纷纷化作一道道妖风乌云 朝着四面八方逃命 罗浮先军自然乘胜追击 大肆追杀起来 此战又持续半远 一路追杀妖族残兵 直至太须先成地界边境 先军这才意犹未尽的明经收兵 太须先成光复 中央介于震动 灵环介震动 各方势力纷纷转移目光 开始审视起小小的罗浮先成来 在此战开始之前 就有不少势力猜到了先军的目的 其中自然也包括妖亭 所以才会出现猎龙交尊镇守 为保险起见 更是赐下了火灵残珠 可令妖皇没料想到 罗浮先成之主的实力之强 竟连猎龙交尊也无法争锋 最后落得个 身死兵败下场 灵须殿 此殿位于太须先成 原是坐落在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中央 在典籍的描述中 这里本该处处凋梁化洞 是由天下工匠金星雕弃而成的 美轮美奂之处 可经过连番的动乱 至今只剩下一片残垣断瓦 饶氏如此 作为先成中枢的灵须殿 依旧屹立不倒 屡重坐于大殿之上 此刻正在宁市手中之物 是一方精致雷劳 里面禁锢着一条迷你小胶 通体赤红 且生有九头四足 显然是猎龙交尊的原神 当日斩杀猎龙交尊 屡重只是灭去其中灵智 并未将原神回去 之所以这样做 自然还是想借此物 再将真交其威能提升 经历跟猎龙交尊一战 他发现纵使是真交结界 也无法应对合体器的激烈斗法 唯有将之升级改进 方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斗法 还有就是 为进入太虚秘境做准备 妖族之所以夺下太虚先成 随后更派出猎龙交尊镇守 目的自然不是 简单将此处盘做妖巢 对太虚秘境同样是有所需求 毕竟妖羞羞的是凡族 若能感应天地初开的气息 对其修炼也是大有好处 也因此 秘境内部早已经被妖族占据 根据化身的探查 里面可以说是成了要塞 至少有实力 不亚于猎龙交尊的妖修 盘踞其中 对这一情况 吕仲是大为头痛 没想到还有这种事 难怪妖亭失去这么一处要地 还是不慌不忙 既不新兵难指 也不派大妖尊报复 该如何解决 若单单是处理秘境中妖族 他可用办法真不要太多 最简单就是换来悬仓要塞 给里面来一发破灭神光 可如果这样做 结果也不言而喻 更何况 太虚秘境也承受不起 超过合体七层次的力量 否则秘境便会崩毁 这也是妖族 为何不在里面 助手大妖尊的缘故 好吧 看来我如果要独自解决 将秘境从妖族手中夺回 怕是有且只有潜入一己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大概有了想法 不过 他对此并不急 想进入太虚秘境的 可并非吕仲一人 其他持着太虚服的势力 同样想要进入其中 对这些忠誉势力 吕仲心中无多少好感 最初时候 他想着的是提供资源 让本地势力去攻城掠地 而并非是由自己上场 可怎料 一个个剧都是 想着保存实力 着实叫人失望 无奈之下 吕仲才会组织起罗浮先军 直接进行千年难争 如今既成功夺下太虚仙城 又怎会心甘情愿 被人摘桃子 若不叫你们出血一番 凑齐我修炼至合体圆满的资源 我这吕字就倒过来写 他想到这里 为防止有人动歪脑筋 索性书信一封 后将他通过灵坛 递送给玄仓要塞那边 做完这一切 吕仲方才进入近世 一边练宝 将龙骄元神练入真骄旗 好叫此其威能更进一步 同时静待局势变化 借此获得些修炼资源 眨眼一甲子 这段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是凡人一辈子 在此期间 不断有使者上门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手中持着太虚浮 意图进入其中的势力派来 充当着说客 待听到吕仲提出的条件 却无一步摇头拒绝 倒不是他们拿不出 而是适用于合体期 能增进修为的丹药 亦或者是各种灵物 实在太过于珍贵 偶尔得到 哪怕自身用不上 也会将之封于万载空清瓶中 以此保持要效万年不流失 等到宗内或族内出了天交 再启风用以提升修为 主旗更进一步 对这些势力的威胁 吕仲则是一笑置之 事实上 到了合体期境界 除非对方出动大乘七 否则根本对他造不成威胁 而灵环界大乘稀少 顶天也不到三位数 况且 就算有类似想法 也不一定能出手 各自的势力都有镇守之物 是以轻易不得离开 至于杜结七修事 则更是屈直可数 否则的话 吕仲还未必敢打这些实力的主意 时间就这样 一年年的过去 随着他的日夜祭练 真交旗已是将龙交元神融入大半 旗面灵纹更甚的同时 真交结界也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吕仲的观察 应是更大更深了 也即是说 能防御下更多的攻击 真交结界虽然不凡 但在融入龙交元神之后 这真交旗怕已经是走到了尽头 受灵财本身的限制 除非我将之选为本命先机 否则以后 无论怎么培养 也没有成为先宝的可能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倒也是足够了 吕仲这边一掐法诀 他的元神就从头顶处爬出 经过多年的修炼 以及境界的数番变化 此刻面目已是跟他一般 后援神画作正常人大小 望着那灵光战战的真交旗 就是张口一喷 煞时 一缕银灰灵艳浮现 成了 吕仲眼望前方 脸上呼噜出惊喜神色 只见他身前有意阴暈光团 此刻正变幻不定着 带笼罩在外层的宝光散去 原地赫然多出一杆方寸小帆 可见有龙骄跃于其上 栩栩如生 然此龙骄却并非是赤色 细看足有七色之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此宝在即将成行之际 将先前七色龙骑的所有特性 都一并继承了过来 吕仲把玩着小帆 目中惊异连连 在此番之前 他已拥有不少仙机 包括本命仙机星辰剑 以及雷剑影雷真 乃至于小帆的前身真骄骑 眼下这感小帆的威能 还是远远超出了他预料 不但继承了原真骄骑的真骄结界 还多了一门惊人神通 现在只需心念一动 即可催动番旗中七骄 即猎龙骄破 欲使功敌 丝毫不亚于你法则之威能 而且 根据吕仲的猜测 此宝日后如果练入更多交迫 亦或者更强大的龙骄元神 威能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若是再将火灵残珠融入 只怕威力还能更上一层楼 吕仲望着小帆 是越看越喜欢 这绝对是他现在手上的最强仙机 毫不迟疑 他就连掐数到法觉 将自己分出一缕 并打入到小帆上 待金光一闪 祭练就算是初步完成 小帆已成有主之物 该起何名字 吕仲自存起名苦手 索性便取了此番主才名 干脆 就叫做龙骄番好了 没错 就叫龙骄番 龙骄生有四足 位格比较更高一层 已是真龙之血液 起这样一个大器名字 不算辱没了这件仙机 有这样一件宝番在手 莫说是同阶的合体中期修士 就算是掌握了三种你法则能力 活了数万年之久的 合体后期老怪 我也有正面对决的资格 吕仲伸手一招 含笑将之纳入秀中 对龙骄番 他并没有纳入丹田运养的想法 一来是无有余力 先机的运养 可不似法宝灵宝这般简单 用阴火或神器进行洗炼即可 而是需要运用元神灌注你法则之力 是以蕴养一剑新陈剑就足以牵扯修士的大半经历 二来龙骄番的成长潜力 在这一次重断之后 明显已经走到了尽头 未来纵使融入再多的交迫 即龙骄原神 也再无发生质变可能 简单纳入秀中 反而能在需要的时候 第一时间祭出 随后吕仲稍作歇息 待气息平复 这才起身走出近视 那些家伙懂了如此之久 怕也是不耐烦了 吕仲想到这里 迈开脚步朝殿前走去 准备会一会这些忠欲势力 穿过数层静置 便有嘈杂声传来 不知是否在之前动乱时 因为接连的灾祸 以及猪鳄 妖族 妖魔的打击 导致这些忠欲势力 丢失了太多传承 这时的太虚殿 近似菜市场一般 一味为合体炼虚修士 此刻争得面红耳赤 吐抹横飞 根据化身的汇报 这些忠欲势力的代表 已在私底下 将太虚秘境的份额 进行了分配 但叫人觉得可笑无比的是 他们不但没给 罗浮仙成应得的份额 内部还因为分赃步均 炒作一团 只差最后狗咬狗 直接打起来 我居然指望 这帮丢人东西 会主动去收复曾经的失殿 吕仲想到这里 不禁对这群人多了几分鄙夷 但鄙夷归鄙夷 在没有彻底撕破脸皮前 他还是保持着 之前那副平静表情 望着店中的一味味羞逝 有意无意地忽视自己的到来 他忽然冷笑一声 坐到堂上位置 诸位道友 你们道我太虚先程来 若只是 为了能吵架吵个尽兴 吕某大可以满足你们 不过 位置却是要换一换 不若移到外面 去如何 鉴于已成气后 极为发展势力所需 吕仲觉得 该搬出真名来 故而 才在方才话语中 道出自己的姓氏 此言一出 店中先是一静 然后从人群中 走出一中年人来 此人身着一袭 鱼龙玉符 表面看着是气宇轩昂 然目光却是格外阴质 又是一条毒蛇 吕仲只一眼 就给中年人定下评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 先前他派出大量化身 以搜集关于太虚 先程情报时 顺带也将忠欲各大势力的信息 也一并给收集了个清楚 其中 就有关于这中年人的 此人为苍灵公公主江玄 境界已是合体中期 是个心狠手辣的肖雄 早在炼虚时候 就亲手试杀青狮 借此 倾夺了道旅家族 并借此 获得大量修行资源 最后得以顺利 合体成功 此后 更是借助合体修为 一步步地争夺权势 在屡屡施展毒辣手段之后 竟是将苍灵公也纳入麾下 只见苍灵公主江玄站出 不客气地指着吕仲 吕道友 你这话说的确实不对 要知道的是 众道友再次争吵不休的根本原因 其实是出在你身上 若不是道友迟迟不现身 以至太虚秘境的分配无法达成 大家又何至于伤了和谐 他说到这里 转身面向殿中中修 微微一笑拱手道 诸位道友 我说的可对 是姐 没错 我看就是这样 江公主说得在脸 此言一出 得到殿中 群修生生复合 江玄一方 自视人多是众 背后更有各自的实力劳组支撑 有着如此庞大势力的联合 他们觉得 在现场七位合体修士 联手23名练须的逼迫下 纵使是一己之力 夺下太虚先程的罗夫城主 照样得乖乖就范 出现这样一幕 吕仲心中是早有预料 这群人在私底下 就已经达成了瓜分协定 如今站在一起联手压迫 可以说再正常不过 不过 这样就想让他屈服 哼 我早说过 若这次不榨干你们的血 吕子 就倒过来写 见着殿中修士 你一言我一语地 试图逼迫自己就范 吕仲唯有心中冷笑一声 尽管以他目前的实力 有足够自信 可以打服殿中修士 不过这一步 还是省略吧 太费剑 只见他当着众人的面 缓缓从座上站起来 接着袖中 飞出一道霞光 却是一枚做工精致 金灿灿的玉符 这事 江玄望着那玉符 忽然觉得有些眼熟 不是符的形致 而是上面那株金色巨树纹饰 忽然间 他脑海有灵光一闪 这事 与此同时 吕仲已是将玉符捏碎 轰隆隆 巨大轰鸣 自外界传来 伴随雷电炸响声 赫然有一句物破戒而来 正是悬仓要塞 在不准备借助太阴祖士力量的情况下 搬此要塞过来 是吕仲特意准备的底牌 他相信悬仓要塞的威名 足够将面前一干人镇压 事实也的确如此 悬仓要塞的赫赫威名 纵使是忠欲 也如雷贯耳 他既是灵环界如今盗蒙的象征 也是曾经镇压过两名折仙的恐怖大杀器 连死在此要塞手底下的大城修士 有据可查 已是有五位之多 是以一见此要塞 殿中修士 胆气全无 而而 更有树道光柱从天而降 待金光散去 原地现身出七名修士身影来 为首者赫然是叶盘炎 如今修为竟比屡重还高 目前已是合体后期 在他的身后 则是六名身着盗蒙服饰 修为在合体中期到初期不等 盗蒙大书记叶盘炎在此 谁敢不服 一瞬间 电中 战力对比 瞬间反转 真的 居然是真的 江璇此刻心中后悔 心到先前不该鲁莽 现在可好 不但没能拿到想要的太虚秘境份额 还彻底得罪了罗浮城主 坚且惹上盗蒙这尊大麻烦 悔不该当初啊 其他终于修士的表情 也尽都是如此 监狱想效果达到 吕仲也没留半点的情面 既然对方已经让自己搬出悬舱要赛来 那么接下来 自然是有多狠就割多狠 玄疾 弹指打出一道光幕 关于太虚秘境 我想诸位都十分清楚 也知道进入其中的好处 如今 太虚先程既掌握在驴某手中 有鉴于先前 罗浮先军攻城掠地的损失 以及我为此所付出的巨额军费 想必收取一些必要门票费用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诸位可觉得有意见 吕仲道出这话时 将目光移到了江玄身上 对这种适时的心狠手辣之徒 他心中可是没有半点的好感 决定对方若说个不字 就立即将其当作杀鸡儆猴的目标 似察觉到吕仲的想法 江玄忽然间背后一寒 吕成主说的即是 对对对 我们也一样 其他修士 面对压力 如印生虫般附和起来 真是一群硬生虫 吕仲面无表情地想着 见无一人敢反对 自己顺利将太虚秘境掌握在手中 诱导 既然诸位已经答应 那么进入的代价 就按照这张表来定 他弹出一道光幕 上面列明了进入条件 可以说 忠玉势力每送一人进去 都等于被敲鼓吸损一次 本来念在先修香火情面上 吕仲不会似如今这般苛刻 然谁叫忠玉势力一次次地 叫他寒心 得到如此难艳苦果 可以说是都他们就由自取 至于反弹 吕仲却是一点不在乎 在舵仙灵势后 灵环界的已不是由大程度杰们说了算 更何况 如今道蒙已然成势 任哪一方折仙势力 也不敢将道蒙等同于合体势力 底下修士 一看清光幕上条件 无意不是敢怒而不敢言 半天 才有一御官老道从人群走出 知无半天后 才瑟瑟道 吕道友 你这样 是要我们的命啊 对啊 还请免一丝香火情分 将条件 稍微降降吧 现在这条件 尾时有些不人道 有修士一脸苦相 仿佛吕仲 做了什么罪孽滔天之事 随后又有其他修士硬核 哼 你们中的某些人啊 能给妖族买路费 难道就不能给我 吕仲这时候 想起了之前 化身搜集情报时 曾收集到的一些传闻 据说有部分宗门跟家族 为了得到进入 太虚秘境的资格 会在暗中跟妖族眉来眼去 并奉上比他锁定门票 还高昂的代价 本来他觉得不大可能 可现在照这帮人的尿性 搞不好会是真的 此言一出 殿中部分修士变了颜色 哼 还真是如此 吕仲对这些人 再不抱丝毫期望 跟他之前想的一样 忠欲这些事里 真是传承丢失太多 转而 他冲夜盘言一拱手 这些人不用管 一些目光短浅之辈而已 不能指望 能借他们支力成事 走 我们一步后殿一续 这边请 请 来到后殿 吕仲率先开口 不知 叶大书姬 可对天道成有想法 吕道友 你太过折杀在下了 这盗蒙大书姬之位 其实该是由你来当才是 叶盘言一脸认真地说道 他此言乃是真心实意 从盗蒙重创之初 到夺下悬舱要塞 奠定复兴之机 再到收容百相 这一桩桩的大事件 无异不是吕仲促成 这盗蒙大书姬 吕仲当然不让 说笑了 吕某终究闲云野鹤 若不是为了道徒进阶 哪里愿意承担如此多麻烦 吕仲接连白手拒绝 他可不打算将自己架火上口 盗蒙大书姬之位 可以说是靶子般的存在 登上此位 麻烦远比好处多 叶盘言再三劝说 剑吕仲依旧不受 仍不打算停下 又叹息道 唉 收复天道成之事 远非目前 你我实力可成 以目前妖亭的实力 可以说是兵强马壮 妖皇及麾下的众天妖 实力要压过 我等仙修不守 若不祭出道蒙这一大义名分 借此统合仙修力量 只怕 况且 除了一众天妖外 还有妖仙在背后 这才是叶盘言最担心的因素 如果妖仙介入 而哲仙又不进行援助 则道蒙必败无疑 听得叶盘言心中担忧 吕仲接连摇头 并说出了心中想法 道友却是想差了 收复天道成 象征意义大过收益 所以无需急于一时 纵使万年后光复 也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方才准备说的提议 其实是徐徐徒之 没错 目前的忠誉 先修势力如一盘散沙 还烂泥扶不上墙 论实力 的确是妖族占优 然只要道蒙不动手 妖仙就不会选择介入 毕竟他们也有所顾忌 唯恐会在力量复苏的赛跑中 落后于先修一方的折仙 更何况 妖修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道蒙最终要面对的 其实也就那三五尊而已 徐徐徒之 你是说 叶盘炎思考一番 似乎想到了什么 吕众点点头 道出自己的未来计划 没错 我准备将罗浮先程 也改造成如悬仓要塞一般 当然 考虑到材料及实力 最终结果应是要逊色不少 按照他的设想 罗浮要塞即使再差 也至少有可匹敌多仙的实力 看着似乎可行 叶盘炎有些激动 纵使未来大战掀起时 出现最坏的情况 出现有超过半数的腰仙介入 只要有这两座诸仙要塞在手中 道蒙就有与之占平的机会 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下来 诸仙要塞 可不是这般好建设的 纵使有图纸在手 在不考虑合理布局的情况下 选择升班硬套过去 依旧是困难无比 到这里 叶盘炎才明白 吕中为何要说栩栩图枝了 依照道蒙目前的实力 纵使全力推进 再加上必要的零财收集时间 怕也是要耗去几千年 照这样看 的确急不来 好 此事就这么定下了 叶盘炎答应下来 又道 关于要塞图纸 及相应的人手 我这边会想办法搜集 准备好后通过法坛送来 至于一英材料 及所需的各种珍惜灵物 道有这边 这个简单 有罗浮先承在手 想要解决不难 吕中自信说道 有此承在手 就可将丹药大量抛出去 借此换来改造所需之物 足够支持罗浮要塞的改造 随后 吕中设宴招待 二人席上 又商谈了一些细节 会面才算结束 搬出悬仓要塞 虽然不算一部妙棋 可凭此 吕中收到了 自己预期中的效果 终于是李 一个接一个地 地上灵物服软 并未见有硬骨头 可越是如此 他心中就对这些人 愈发提防 有道是咬人的狗不叫 这些个忠欲势力 能够在复杂无比的情况下 生存下来 传承尽管因大乱失散不少 但能够保持至今 却也算彰显了实力 根据化身提交的信息 也的确存在 私底下密谋的蛛丝马迹 对此 吕中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时间又过百余年 这一日 太虚先成顿光云集 按照之前约定 吕中英在这日帅重修 进攻太虚秘境 准备角厨里面盘踞的妖族 好真正将太虚秘境 拿在手中 之所以能让忠欲修饰出手 关键在于沉默成本上 既然他们大头的门票都交了 再出手一两次 就显得微不足道起来 至于这些人 是否会偷奸耍滑 吕中知道一定会的 但绝对不会太过分 毕竟 若是此战失败 极可能导致太虚秘境损毁 失去这样一处悟道之地 只怕到时候 连他们都不会原谅自己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 吕中才会选择 由忠欲重修正面牵制 而自己则是暗中潜入的计划 同时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特意将太阴化身放出 算是留了道保险 待万事俱备 一道微蓝漩涡被开启 这便是太虚秘境入口 手持太虚符即可进入 一阵天旋地转 待吕中回过神来 发现已是身处于一片浩瀚星空中 放眼四周 皆是星云璀璨 果然跟典籍描述的一样 太虚秘境仍保持着天地初开的模样 遗憾的是 此处遗留的本源之气 早在太古年间就已经被吸尽 否则我凭此 即可获得进阶大成之机 吕中暗想着朝前方飞去 根据他手上的资料 眼前所见星空只是残影而已 并非真实存在 而太虚秘境的核心之地 乃是一处名幻作物道台的地方 同时也是妖族盘踞所在 没等他多想 前方这时出现一对妖羞身影 未适应秘境中极为特殊的环境 这些妖羞的修为巨都不低 少说也是五阶起步 跟常见妖羞一样 大多是人形态中 保留着些许受征 甚至还可以借此变出本体雄词 好比现在 为首顶着颗犀牛的妖羞大汉 必定是攻犀牛无疑 而跟在他身后 身材凹凸得极尽夸张 长着一脸狐媚脸蛋的 只留胡尔根六条胡尾的 则是一只母狐狸 对这一对妖羞 吕仲没有打草惊蛇的念头 身形异影 就悄悄跟了上去 跟踪可谓无聊透顶 好在吕仲不缺这点耐心 而就在他行动时 另一个方向 已是传来阵阵灵光 显然是负责正面牵制的 忠欲仲修 再按照约定发起强攻 从化身传回的画面来看 还真是出了不少的力气 这时候 悟道台已是摇在眼前 远远望去 本该是处处穷楼玉宇 鲜意盎然的悟道台 如今已成了一雍种坠生物 在一条延伸向外的玉梯上 仙修妖族双方正在大战 与此同时 吕仲却凭着空间拟法则 以模仿要云的方式 将自己藏身于空间浅层 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入 进了悟道台 面前是一条扭曲通道 通道不小 龙的下千丈巨妖真身进入 但四壁皆是各种违章搭建 歪歪扭扭 就好似胡乱挥舞的触手 兼且处处污水横流 是以看起来一片乌烟瘴气 妖族的审美 明显跟仙修有极大不同 又或者说 混乱无序 才是他们眼中的美感 前进一段路 吕仲寻了一处僻静地方 显现出身形来 由于实力不济 他想要将自身 隐于空间浅层 且不暴露行踪 就必须时刻催动 你法则之力 此过程 消耗不亚于全力斗法 事已才数刻中不到 原神就已经感到一丝倦意 连隐藏在浅层空间 都如此费劲 还不能长时间滞留其中 真不知道 如果想实现相位转移 该需要何等的伟力 难怪只有 真仙级别的力量 才能做到 休憩一阵 吕仲这才继续前进 到了这时候 已没有进入浅层空间的必要 依靠脸心逆踪即可 如果遇上途中要修 大可以直接出手 根据化身同步传回的信息 此刻正面战场战况 早已经白热化 已是现身出三尊十利 等同猎龙交尊的天妖来 外面只有一位大妖 里面却已出现三位乍一看 这布置似乎极其不至 但考虑到此地的特殊 又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照吕仲的猜想 里面这几位大妖 与其说是在助手 倒不如说是来太虚秘境修炼的 先修想进阶大城 妖尊又何曾不想化身天妖 吕仲正走着 脸色忽然一变 没想到 进进来一位人族合体 是啊 幸好我们小心 不然还真要被他得逞了 一前一后 两道身影同时出现 吕仲心中凛然 才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 身前身后多了一名红衣女子 另一边则是站着位红衫青年 红衣女子投身骨官 提着赶红鹰长腔 鹰姿飒爽 红衫青年则是满脸阴柔 上半身四臂各持一蛇状短剑 下半身则是拖着条蛇尾 二人就这样一前一后 面上露出细血的表情 望着被他们包围在中间的吕仲 真红鹰尊 四臂莽尊 能叫妖亭大将再次埋伏 还真是让我吕某倍感荣幸 吕仲冷笑一声 直面二人威逼气势 会在太虚秘境中 一下遇上这两位妖尊 他心中其实大感意外 须知这二妖并非浪得虚名 实力强悍无比 丝毫不亚于同阶先修 在忠欲动荡的那段时期 就已经闯下了赫赫威名 有过惊人的战绩 一意敌二 他心中压力不小 不敢当不敢当 实则是吕成主实力惊人 说句泄气话 纵使是我面对那猎龙骄 在他持着火灵残珠的情况下 亦没有多少取胜把握 英尊四世认真性格 听到吕仲这一番话 竟认真的回答起来 一旁 四臂莽尊树同一缩 露出不耐烦之色 浪费口舌 快些跟我一起上 及早解决这些修 当他说完这话 猛地一甩蛇尾 啪的一声翠响过后 浑身就是乌光一闪 似乎施展了某种天赋 身形静一下顶天立地起来 刹那间 吕仲感觉自己极其渺小 不 这不是错觉 四臂莽尊的确在变大 一下变得如山月一般 然动作并未因此减缓分毫 反倒是更加迅速 四臂舞出片片残影 就是一阵剑影照下 吕仲见状掐绝 周身便是雷光一闪 殊不料 这时真红英尊意在出手 当他催动手中红枪之时 吕仲就感觉 周身空间变得如泥潭一般 雷顿数受到极大影响 一向百分百成功的此数 竟开始显现出失败征兆 不仅如此 英尊身形一阵 后背画出两片红翅 其上有着一根根红宝石斑羽毛 无一步闪烁着萌萌灰光 隐约间更有无数灵纹流转 有红光闪过 它瞬间消失在原地 枪 吕仲持剑格挡 将弓向丹田要害的一枪阁下 目中有惊异之色闪过 此妖尊不但能阻碍雷顿 竟然还能准确判断自己的位置 未等他想得明白 一鹰一舌又是齐齐攻来 砰砰砰 三道流光在悟道台交手藤挪 所置处一片风卷残云 那些违章建筑要么倒塌 要么就是直接炸开成碎末 这一鹰一舌两位妖尊联手起来 相互间四眼练过无数次 实力丝毫不亚于合体后期修饰 更别说那真红英尊身上所拥有的天赋诡异非常 不但屡屡破了他的雷顿之法 还颇为克制空间拟法则的样子 吕仲心中不由暗道侥幸 若非他有龙胶藩在 又及早将火灵残珠融入 致使龙胶结界防御暴增数倍 恐怕现在 面对两位实力绝强妖尊联手 就只能落荒而逃了 不过 纵使现在自保无余 拖下去也并非长久之计 九首则必失 他深知这个道理 哗 雷剑若游龙般 将毒蛇般探来长枪荡开 接着剑刃染上一层雷光 于轰隆隆雷鸣声中 就要劈向真红阴尊那双阴赤 可在这时 头顶又是连片剑影插下 无奈的吕仲 只好选择转手为攻 以免龙胶结界过在被破 如此场面 已是连番上演 问题就在此处 由于两位妖尊 几乎心神相连 是以他哪怕找到破局机会 也往往会被对方 以精湛配合破去 是以迟迟无法取得战果 罢了 有舍方有德 吕仲心中 一定再次剑出如龙 同时 头顶有银镜一闪 却是他十分罕见地 将自己本命先机星辰剑祭出 再顾不得继续穿梭 世界线的力量 当即就是一阵璀璨 静光爆发 若红流一般 连四臂蜂蜂蜂尊见了 也是吃惊 至于真红阴尊 更不敢因其锋芒 他手中长枪一扫 将引雷真科飞的同时 背后双翅连山树下 也不知使得何种顿法 阴尊这一扇翅 身形竟是连番变化 化作一道真红之影 接连闪烁 不见丝毫规律 连吕仲也无法捕捉 或计算出下次位置 且每次挪一距离 少说也有迁于杖 是以射向他的所有近光 皆是以落空而告终 可算逼出你一招底牌了 吕仲心中没有半点气脑 奋起直追 朝阴尊杀去 他能明显看出来 四臂蜂尊并不好对付 这位体型大归大 然却是故意竖起的靶子 若真叫全力针对 才是落入了对方的诡计 反之 真红阴尊看似极强 可实际上 却像个刺客 吕仲有足够把握 只要成功命中他一次 就能令其实力锐减 届时 困局自然烟消云散 轰隆隆 三人交手的威势之浩大 动静之惊人 连悟到台另一处战场的 要修跟先修 皆是纷纷忍不住投影目光 心中更是都在暗自思量估算 换作是自己 又该如何 最终 个人皆得出相同答案 服辱远慎 噗哧 雷剑灌体而入 紧接着 就是雷光爆发 狂暴雷电 疯狂摧毁沿途一切 纵使无数妖元拼命反扑 亦是徒劳无用 受此影响 真红阴尊原本强盛的气息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衰落下去 吕仲见着他一脸震惊 却没有心情进行讥讽 毕竟现在的他 同样是被捅了一件 嘶 这是真的痛 吕仲已记不清楚 自己上次是何时受过如此伤势 挨上这一件 若要恢复如初 少说也得花个几百年 吕仲以龙胶结界被攻破为代价 对真红阴尊进行了以伤患伤 结果正如他开始索料一般 阴尊因此而实力大减 落到跟普通妖尊层次 到这时候 对面的联手和谐阵势 已然告破 而他 尽管也是受了不轻伤势 但实力却未减多少 哼 这就是练体的好处 吕仲心中暗想着 出手却不见留情 再次出剑时 除却补上时间迟滞之场 保持自己速度优势的同时 还招招 皆是朝要害招呼 以期能及早将真红阴尊杀退 终于 伴随着一声惨叫 对方双翅被他斩下其中一半 乘胜追击 吕仲付出再重一件的代价 又将另一阴翅连根斩下 没了双翅 这下 看你如何扑腾 他捂着流血心口 面上竟是讥讽之色 此仇 我记下了 真红阴尊双目直欲冒火 心中更是被滔天仇恨冲斥 似要将斩去自己一对保持的吕仲 给铭刻于心底 你没机会了 吕仲低贺一声 想结果对方 左右已经中了两件 也不差再中第三件 却不料 那莽尊接连失算 致使助力被废去后 竟是恼羞成怒起来 一下子使出杀手锏 见状 他只能选择放弃 雷光一闪 就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 四口擎天舌剑 直挂下 微能之惊人 连地面都为之震战破碎 遭受波及的建筑 皆为积焚 偌大一座雾道台 就这样被捅穿 望着远去真红顿光 又看了眼 人笼照在烟尘中的破碎地面 吕仲心中也是心有余悸 暗道若不是自己果断决定 只怕真中了莽尊这一招 结果得是 偷击不成十把米 如今一对一 定也叫你留下一身灵彩 吕仲冲娇尊发起挑战后 引雷针浮现在手中 剑出如龙 朝着前方如月身影掠去 别以为击败那条蛇 就也能击败我 四臂莽尊咆哮一声 四臂筋肉球节 爆出漫天血气的同时 不单只体型胀大一圈 气息也随之更上一层楼 二人片膝间再次交上手 轰隆隆 无数雷电虚空凝现 到了他这一境界 寻常雷法 已是能随心所欲催动 而不必距离于法术行事 可莽尊也不是吃素的 四口舌箭一交叉 就漠然爆出层层紫光 一层叠一层 好似璀璨盛开的繁花 带子雷玉紫光 前者近似冰雪般消融起来 扑扑 这时连片剑影席致 化为一朦胧剑阵 落在蟒尊巨大身躯上 令人牙酸的金属刮销声不断 可屡仲定睛看去 不由暗道一声好家伙 只见他凝出的成片月光剑 未能明明足以洞穿金玉 然却未能在蟒区上 留下丝毫白印 很明显 寻常手段对这四臂交尊 派不上半点用场 这也叫吕仲消耗对方的念头 彻底落空 无法 受创不清的他 只能横剑身前 并以双指在剑挤上一抹 替引雷针度上一层空间 弥法则度膜 唯有如此 才能破去对方 及坚硬表皮 汪汪 汹涌雷电常见表面 顿时多了层蒙蒙灰光 继而引雷针嗡鸣树声 就化作闪电 急驰而出 到了这时 悟道台上的所有建筑 皆已经被扫平 如今只剩下光秃秃一片 并可见地面均裂 数处都是石数杖大窝口 隐隐约约之间 此台有崩碎成几块的趋势 得亏我知道 这悟道台并无实意 不过一幅家建筑而已 否则定也会似对面交尊 心中顾忌 难免手下留情 唯恐一不小心 就将悟道台 轰尘漫天尘埃 屡仲一边遇见 一边将恢复些许的法力 朝龙胶番中灌去 小番表面有火光一闪 终于恢复几分灵光 继而 一层微红光膜 浮现在他体表 是龙胶节节恢复了 呼 屡仲长舒一口气 这下不用担心 被一剑斩成两劫了 虽说以合体七修式的体制 纵使被腰斩 也能继续活着 可总归太过于痛苦 如果能避免 自然最好是避免掉 此时此刻 另一边的战场 已进入尾声 要说这中欲群修 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纵使占着人数优势 竟也是不敌对面 若不是太阴化身看到 这群人分明都已经使出全力 真要以为 个个都是在保存实力 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将隐藏底牌祭出 也即是那尊 由白燕婆转化而来的月灵 并服以堪称天亮的白燕月灵 先是解决众小妖 然后以伤患伤 拖住对面两位强大妖尊 如此才算是将圣局奠定 另一边 四臂被斩去 奇异的蟒尊 此刻已经是遍体鳞伤 连一身华美鳞片都被轰碎大半 见到己方大势已去 他已是没有恋战想法 自爆一口舌箭 就是飞速远去 见此 吕仲亦无力阻拦 没办法 谁让自己组了群诛队友 只要忠欲群修实力再强点 他就能将四大妖尊之一留下 而不是像现在这般 叫对方能全身而退 罢了 看看些吧 如今成功夺下太虚秘境 未来合体后期 看来是无忧了 吕仲在心中安慰自己 不管此战结果最后如何 太虚秘境总算是拿下了 对了 还有他 他这时才记起 自己还斩了阴尊一对宝翅 尤还记得 这双翅不但能堪破雷顿之妙 还可影响空间你法则 更别说 真红阴尊在此双翅的加持下 竟能获得在合体七境界 也堪称鬼魅的移动速度 无论怎么看 都必然是一对宝贝 说不定 还能将之炼成仙迹 想到这里 吕仲心中才算好受了一些 数月后 经过众修合力 悟道台被整翅一星 少了妖族的乌烟瘴气 又栽种上赏星月幕的灵花灵草 如今这里看起来 终于又似仙家圣地 太虚秘境中 那一丝天地初开的余韵 虽散布在整个秘境中 可偌大的一个秘境 参悟效果 其实处处不同 最佳地点自然是中央悟道台所在 其次 越是靠近中心 则参悟效果越佳 作为持有者 击败妖族夺下太虚仙城 及太虚秘境的主力 吕仲当仁不让 选了最好的一处位置 并已经打算好 纵使未来亦不放弃 他就算本体用不上 也可以让给化身们使用 好比太阴化身 就是吕仲打算长期培养 轻易不会放弃的对象 此刻 伴随着一道道静置的亮起 闭关静视 开始内外隔绝 与此同时 吕仲的眼皮 也在逐渐垂下 心神早已是沉浸在此方秘境天地中 正肆意遨游着 穿过无数星云 越过漫漫尘埃 眼前忽然现出一抹光亮 吕仲顿时知晓 此即为天地初开之余韵 只不过 若想从仓物中获得什么 还得看自身机缘 转眼间 便又是鼠夹子 太虚秘境被夺 妖庭可谓是震怒无比 然结果却是 雷声大于点小 纵使传出妖皇暴怒的消息 亦迟迟不见做出动作 外界之人看不明白 然此事在知情人眼中 却是再简单不过 不过是妖皇头顶上的太上皇 也即是众妖仙们 并不愿就此掀起大战 这就好比哲仙 同样坐视忠欲之地沦陷 究其原因 还是根本立一位被动 消息传到吕仲耳中 他只是淡淡一笑 便继续沉浸在天地于运中 试图从中获取一二 然预想的成果未取得 意外惊喜反倒先来 没想到 推演未来竟有如此妙用 吕仲此刻脸色惊异 却是在心中灵光一闪后 尝试着用挥舞空间 对秘境中这一丝余韵 进行推演 结果有所反馈 他不禁在想 若自己持续推演下去 是否能获得一个世界 当然 吕仲也清楚地知晓 就算此事有可能成功 也不是区区一合体修饰能做到的 不过 若我只是想从中获取些好处 可能会有机会 目前他参悟于运艰难 迟迟无法取得收获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这一缕天地初开的于运 太过微弱 太过残缺 思来想去 吕仲决定尝试一番 毕竟结果再坏 也只是尝试失败而已 左右眼下参悟无果 与其在此寄希望奇迹出现 倒不如花些时间 试一试其他可能 说不定反倒会有意外惊喜 来 帮忙手 好嘞 两名结单修饰 合力将城头猪妖弩摆正 先是清掉上面的碎肉断骨 然后凝出清水 进行仔细冲洗 再之后 则是细心检查每一个零件 若是发现损坏之处 还会到勤快的军械库去领取 不只是这二人 其他修饰也皆是如此 在一天大战结束后 太虚先程的联军修饰未闲着 而是纷纷趁着这难得的喘息之机 做起各自的事情 或是检修法阵禁制 看有无故障破损 又或是找到一世 将身上的千奇百怪伤势给解决 亦或者问一问 之前中的未知毒素 是否练出了专门的解读单 还有部分修饰 则是跑到军需关处 将刚到手的战功兑换 可能是衬手的法宝 也可能是高阶服录 一切只为了能提升实力 好增加在大战中活下去的希望 对联军修饰而言 这一场持续千年的大战 尾时太久了些 久也就罢了 偏生还见不到结束尽头 每一日自睁眼开始 便要面对无尽的寿潮 直到日落时分 方才有片刻的喘息之机 有时就连入夜后 也会有大量妖兽来袭 遇到这种情况 便只能整日不合眼 等什么时候妖族公事结束 才会有休息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 不断有修饰坚持不住 又或者是阵亡退出 可只要能坚持下去 便能够获得大量资源 日常增进修为的丹药 自不用多言 珍贵些的 无论是结晶丹也好 结阴丹也罢 乃至于增加化神几率的灵物 都能轻松获取得到 并借此得以不断突破修为 风云搅动下 一味味阴才涌现 正当重修以为 今日就要这样过去 突然间 天空变得暗红起来 发生了什么 有联军修饰一脸惊疑 语气略显慌张 在修仙界 出现莫名其妙之事 往往意味着 未知力量的影响 考虑到现在正值战争时候 更是让人免不了多想 快看 城下的尸体 有人惊恐叫道 众人同时听的一阵嘶吼声 纷纷寻声望去 待见到那些摇摇晃晃 接连站起的尸体 脸上无不适露出骇然之色 正当他们想看仔细 眼前景象忽然一变 一切又都恢复 幻觉吗 还是方才顶上的大能们 在斗法 修饰们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不只是底下的筑机 结单修饰 就连高层些的化神练须 此刻心中不免疑惑 毕竟方才的意象 他们也是清楚看在眼中 能十分笃定的是 此事绝不是幻觉 就在这时 一道法指搬下来 解释异象原因 是有合体修饰力量泄露所致 还好是虚惊一场 化神恋须们对视一眼 皆是暗松了口气 静视中 吕仲缓缓睁开双眸 对自己方才造成的骚乱 心中不禁若有所思 正如法指所言 刚才异象出现的原因 在于他的力量出现了 不受控的泄露 根本在于无法掌控 心无德的空间拟法则 继空间撕裂后 吕仲通过推演纳斯鱼韵 参悟出了空间转移能力 此能力不单只是传送这么简单 还有相位转移效果 不过 此能力属于弱化版 是以屡众无法似要云那般 将自身转移至其他维度 获得对真仙以下修饰的绝对碾压实力 按照方才的体验 更像是转移至亚空间 根据盗蒙典籍所属 世界并不止一层 除却更高更低维度 以及虚界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亚空间存在着 对这些亚空间 盗蒙使用了光怪陆离来形容 有趣的是 亚空间中法则十分混乱 除却重复 残缺以外 甚至还可能出现颠倒 亦或者是谋法则强度失控等离奇情况 赵方才情况推测 吕仲觉得自己刚刚将太虚先成脱入的地方 应是一个名为不死鬼欲的亚空间 顾名思义 此亚空间不存在普通意义的死亡概念 只要肉身尚存 便可以重新活过来 同时 名字中的那个鬼字 又说明此地的复活 也并非传统意义的复活 根据观察 更像是肉身重新活过来 占据屈翘的 却是其他存在 想到这点 吕仲再拟了一道法指 为避免不死鬼欲 有东西跑出来 进行一次全程大排查 可谓是十分有必要 哪怕以他的实力 对鬼的根源已十分清楚 清楚明白 不过是法则作祟 但麻烦还是能免就免 将命令安排下去 他才审视起自己此番的收获 凭心而论 尚且算得上是大丰收 掌握两种空间能力之后 吕仲已算得上是 真正的合体中期修士 更因此而实力大涨 照他的估计 若自己再次跟两大妖尊交手 结果依旧是必胜 且大概率留下其中之一 小概率是将两位妖尊 一网打尽 之所以如此 实在是那尾向位转移能力 过于实用 凭此 可躲过一些关键攻击 这样一来 龙交番所面临的防护压力 将会大大减少 第二让吕仲出手 再无顾忌 在对手只攻不守的情况下 任谁遇上了 也要忌惮三分 更别说是在同阶斗法的时候 这几乎是无往不利 顺利掌握第二种空间 拟法则能力后 吕仲并未就此满足 稍稍处理一番外界事物 确定不无大碍之后 方才重新进入近视闭关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掌握第三种 时间拟法则能力 也即是时间倒流 可想而知的是 此过程必然十分艰难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是百年时间 可让吕仲没想到的是 自己尚未参悟出 第三种拟法则能力 甚至连半点预期收获也无时 星辰剑就先一步充能完毕 考虑到归一世界线同样重要 而且如果成功归一 自身也能获得莫大好处 吕仲再三私存 决定还是选择先归一 将星辰剑祭出 可见此时近身已是荧光闪闪 可这次还未等吕仲催动 就有一阵挥舞弥漫出 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内 带回过神来 周围已是漆黑一片 这穿越的世界 真是越来越离奇了 吕仲先是检查自身修为 发现已经是原因初期 这或许是他修为提升 所带来的变化 随后朝四下望了眼 很快确定如今所处地方 应该是必到方式 这次跟长春谷有关吗 尤还记得 长春谷是自己新年的大敌 若不是长春谷的经历 被突发事件接连转移 只怕那时候的他 无论如何挣扎 也会被原因老怪 亲手抹杀掉 哪里还有成长起来的可能 或许正是因此 才会出现世界线的巨大变动 进而导致 他需要进行皈依 不对 这里不对劲 旅中面色突然一变 察觉到此地十分异常 安静 这里出奇的安静 好似死记一般 他将神识毫不保留地放出 很快延伸至方式外的海面 那里竟然波平如镜 连一丝波澜也无 本该是生机勃勃的海洋 此刻见不到半点生机 这里到底是怎么了 旅中一头雾水 迫切想找到答案 于是折返避岛方式 从现场痕迹来看 意外不但来得突然 而且还已经发生多时 时间久远到连空气中的尘埃 都已经彻底沉寂下来 地面上曝了极厚的一层灰尘 但奇怪的是 他并未找到任何反抗痕迹 到底是怎样的恐怖灾难 才会让整个避岛方式 不 应该是偌大一个清河界 变成如今这番的死迹模样 按照旅中的经验跟了解 哪怕是灵环界的渡劫修饰下界 身怀着可轻易灭绝的实力 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他猜测 这大抵跟仙级别的存在有关 此时 一道顿光横掠天空 旅中自避岛方式 一路赶到长春谷上空 沿路所见一切 都跟他刚来时一致 无论是凡人城池也好 修饰方式也罢 皆是不见半点生气 涂留下成片的废墟 望着眼前空无一人的长春谷 旅中决定还是搜索一番 长春谷是南蛮七宗原音宗门之一 门中太上一旦出原神 面对灾难 或许会有挣扎之力 说不定能留下什么线索 想到这里 他直接身形一闪 旅中在出现时 已是到了一处密殿中 随手设来一玉瓶 里面竟都是千色粉尘 他稍微嗅了一下 发现是羽精丹 一种可增进修为的四阶丹药 适用于原音七境界 结合地上散落的玉碱 以及更多的丹药碎屑 旅中不难猜到 这里是长春谷原音 太上的闭关密地 一番搜索 还真叫他有了发现 却是被人以法力 歪斜打在墙上的椅子 井 不对 是影 吕仲默念着这词 心中不禁纳闷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背影 幻影 鬼影 影子 一瞬间 他脑海中就浮现出 与影子有关的成百上千词语 细想有无数种可能 都可能是导致 清禾界这场灭世之灾的原因 换作平时 吕仲只需借助场景回溯 即可找到答案 可如今却是要伤脑筋了 无奈 他只好朝眼真宗掠取 既然连这长春谷原音 都有能力在大难来临之时 留下信息 难瞒其他宗门的原音太上 说不定也能做到这一点 或许将信息碎片拼凑起来 就能得到想要的真相 不多时 眼真宗祖师堂 吕仲是找了又找 结果一无所获 为找到答案 他在南蛮各地移动着 既眼真宗无果之后 又飞去了北边天刀宗 这次找到些许痕迹 之后一路南下 先是画一贯 再又是悬崖宗 直至灵月宗 这条世界线的和灵宗失败了 吕仲一步入灵月殿内 就见到了被灵月宗 以战利品身份 被摆在殿中最显眼位置处 那一感象征着和灵传承的 四灵归真印旗帜 空探一声 继续往深处去 很快变到原因闭关所在 在这里 他又找到一丝线索 是五指扣在地上 所抓出的深深划痕 吕仲望着这五道指痕 拖着下巴沉思起来 果然 就如我猜想那般 清河界的生灵 在遭逢大难时 是被某股力量 拖往什么地方 若是此界修士 面对这种未知力量 只能将之称为诡异 可吕仲却是不同 作为一名合体七修士 对这种法则所造成的现象 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 况且 他前脚才刚掌握了 空间转移能力 更是借此 明白了一切根源 若我猜得没错 此界生灵因 是被拖入了亚空间 这可就麻烦了 如果真是他猜测这般 那就说明 这条世界线的履重 就在那个未知的亚空间中 考虑到亚空间的诡异 还不知道此刻履重 是以怎样的形态活着 可无论如何 只要履重还想完成 世界线归一 就必须找到履重的准确位置 幸好 我是实力被限制在原因 合体七的见识 倒也还在 借助盗蒙的秘法 就找到那一处亚空间 念及至此 履重行动起来 盗蒙秘法名为 八月真玉阵 借此可以实现跨界 同时 考虑到自己无需返回 大可以来 一趟有去无回的传送 所以 一些安全结构能免就免 可即便如此 想要以原因修为 布置出一座七阶大阵 还是十分不易 更别说 还要设法给此阵功能 既然此界生灵全无 以后也不可能回来 所幸 我也玩一次大的 爆破此界阻脉 或许能借助 那瞬间的惊人灵气爆发 助我实现跨界目的 这么一来 就只剩下如何定位了 关于这点 履重也有办法 自然是依靠星辰剑 将此先机换出 经过一番沟通之后 他顺利得到了一丝感应 并确定那就是此界履重所在 尽管感应模糊无比 却也足够借此进行定位 随后 履重就开始布阵起来 时光匆匆 岁月悠悠 眨眼间 就是八百余年过去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履重虽形象依旧一如从 但却切实感受到了 何为衰老 这是纵然原因 真君也无法逃过的归宿 幸好 八月真玉镇 还是完工了 此刻的履重脚下 是一座高达千丈 有八色番旗招展的镇台 镇台起得这般高大 自然不是为了威风 而是出于降低布阵难度的考虑 毕竟镇步得越大 那么容错率也就越高 唯一的不足 便是运转效率低下 念在此阵是一次性使用 履重觉得这也不算什么缺点 做好一切准备后 切 履重手一抬 身后十八杆阵齐浮空 随后被一道道法力丝线联系起来 勾连组成一元形阵势 不断喷勃着五彩斑斓的灰光 无数符文掺杂于其中 场面看起来浩大无比 灰光往下不往上 直没入脚下阵台中 继而 阵台各处符文从上到下 一层接一层亮起 亮光一直延伸至极远处 想要将地脉爆破 纵使是以合体修饰的学识 想要做到这点也并不容易 是以履重特意绘制了 一座方圆千里的辅助阵法 如今一激活 地面瞬间震动起来 隐约间更能听到一龙银声 可在灾难降临后 清河界陷入一片死寂的现在 地脉之灵所发出的咆哮声 听起来绵软无力 像是垂死之前的最后挣扎 时间又过熟悉 天地间已有无数光点弥漫 在一颗参天树银闪过后 清河界地脉轰然爆发 就是现在 屡重手掐法绝 飞速打向周身的十八杆阵旗 使之一一归位 轰隆隆 脚下的大地如波浪般起伏 无数的地火从裂缝中喷涌而出 随后更是整个地块都被高高抛弃 俨然一副天崩地裂的景象 到了这时 惊人的灵气已经充斥于天地间 在地脉毁灭之后 此方天地前所未有的归例 但同时这也象征着清河界彻底毁灭前 最后的绽放时刻 屡重好侠以待 将最后一道法掘打出 下一瞬间 头顶便有圆形黑洞扩开 定位没错 就是这处亚空间 他脸上露出浓浓喜色 搅一点地 就化作一道顿光静直 朝那跨界黑洞冲去 穿过一条光怪陆离的通道 碰 屡重稳稳落在地表 在巨大冲击力的作用下 环形气浪瞬间扩散开来 将周围延绵成片的竹林刮倒大片 从周围环境来看 这里跟正常世界无异 光凭肉眼看不出什么 还是要确定一下 关于如何确定 道蒙早已准备了成套的成熟方案 四世曾认真考虑过征服亚空间 不但设计了简单易懂的八月真玉镇 还有配套的返回之法 确定一空间是否正常的办法 自然也是准备了三套之多 借此可以测得一空间 与正常世界的偏差值 偏差越大 则表明法则扭曲越严重 就通常情况而言 也说明这处亚空间越危险 结果很快出来 并不容乐观 偏差值虽然不大 但却偏到了十分关键的部分 根据屡重的猜测估算 应该是空间这方面出了问题 后果吗 就是此处亚空间成了千层柄 凡进入此处的生灵 皆是被隔绝开来 更让人绝望的是 清河界又无可打破空间隔阂的存在 是以生生世世 永无相见之日 不只是空间 就连生死也受了影响 出现了些微改变 屡重这下算是清楚了 这里分明就是一个永生监牢 被拉近到这里 那些倒霉的清河界生灵 不但要忍受永世的孤独 还不能自我了断 获得真正的安宁 世人皆好长生 就是不知道 这样的长生 是否为他们所吸进 屡重略意感慨 就又照葫芦画瓢起来 如今他虽到了目标亚空间 但想要抵达屡重所在处 依旧是需要借助八月真玉镇 借此跨界抵达目标身边 弱大豪宅内 屡重双眼无神 正正躺在地板上 在他身旁是花时间鼓到出来的一具具傀儡 行神俱备 再加上外面储备的物资 可以满足主人提出的一切需求 甚至乎 再要不了多久 这里的傀儡就能诞生出灵质 成为真正的生灵 可这些都不是屡重想要的 解脱 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长生什么的 他已经体验够了 这种孤身一人 见不到丝毫的变化长生 与其说是一桩梦想成真的天赐机缘 倒不如说是惩罚才对 我想解脱 吕仲呐喊着 咆哮着 如你所愿 吕仲从通道中走出 冲地上的自己说道 你 你你你 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自己 吕仲第一时间就怀疑 自己是否是已经精神崩坏 等终于确定之后 又不禁热泪盈眶 活人 天剑可怜 他终于见到活人了 哪怕这人跟自己长得一样 见此 吕仲也不禁可怜起这家伙来 真是可怜啊 花了百余年时间 既安慰了吕仲受伤的心灵 也向他道明了一切真相 等提出皈依的要求之后 吕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动作之快 好似生怕吕仲反悔一般 既是吕仲主动皈依 吕仲自然也得了不少好处 抛开回去后能得到的好处 就眼前而言是修为蹭蹭往上涨 直接恢复到了化神初期境界 着实让他吃惊不小 灵虚殿中 一道盘坐身影 缓缓睁开双目 正式结束世界线皈依 刚刚返回现实世界的履重 此刻的他一脸沉思之色 却是正在消化此心所得 两久 双瞳这才重新有了聚焦 真没想到 皈依世界线对我参悟法则 竟也大有益处 此趟吕仲不但收获了 元神增强的好处 连一只苦思不得其解的时间倒流 也终于是见到了一丝成功奇迹 若照此参悟下去 未来合体后期可欺益 是这样这样 还有这样 妙 妙啊 吕仲忍不住拍手道好 正当他欣喜之时 外面突然传来巨大惊动 发生了什么 吕仲联系上外面化身 才知道妖族又重新发起攻势 而且这一次动静大了许多 似乎已经彻底失去消耗耐心 想要尽早拿下太虚仙城 此时此刻 战况已经白热化 太虚仙城的护城大镇 再一次被妖族攻破 潮水般的妖兽踏着尸骸 亦或者是自空中扑下 从四面八方乃至于地下 冲击着这座目标之城 是已无论城内城外 处处都成了血腥战场 察觉到这点 吕仲只是冷笑一声 若在我获得太阴化身前 还要畏惧这寿海战术三分 可如今嘛 也正好叫你们看看 太阴化身之威 他这边心念一动 暗处 早已经潜伏多时的太阴化身 立刻行动起来 又是一轮清月凌空 忽有万千丝涛垂垂落下 一晚如地流降之景 妖族大军后方 有四道升高入云的巨大身影站着 是负责监督此战的四大妖尊 此刻见到 巨都是面面相去 清帝传说 难道是真的 或或许吧 这时候 纵使是三臂蟒尊 也不敢确定真假 毕竟妖族不同于人族 此族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历史 但并不代表着 没有历史流传下来 而是早已经明刻于 在各自的传承记忆 就在那不知道多少年前 及久远时代 那是连人族 都还未出现的时候 妖族曾有一名为 清帝的存在 帝流江 便是清帝 点化天地万灵的手段 在那以后 无论草木山石 还是飞禽走兽 都因化腐朽为神奇的帝流江 获得了成妖追寻长生的机会 紧接着 恐怖一幕呈现在四妖眼中 只见被天锤斯涛扫中的妖兽 竟都是当场褪皮起来 化作一只只月白色妖灵 并随后张开獠牙扬起利爪 朝着其他未被转化的妖兽 扑去 一时间 场面混乱无比 正当四大妖族吃惊之际 忽然间灵光一闪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 正是吕仲 他刚一现身 便什么废话也不多讲 旋即是一道道灰光 从指尖射出 化作一条条黑线 激射向前方四妖 吕仲 你目中无妖 一声怒斥传来 却是被斩掉双翅的 真红英尊发出 我还倒是谁 原来是你这走地街 吕仲当即出言讥讽 同时手掐束道法觉 将本该攻向四妖的手段 统统都牵引调转方向 十七朝真红英急射 吃吃 转瞬之间 这片空域便似镜子般破碎 连空间都尚且如此 抵挡不住吕仲的切割手段 身处其中的真红英尊 自不用说 自然瞬间就被斩成了碎块 才过去多久 你竟又变强了 依靠本身强大的升级 真红英尊好不容易 才将身躯重聚 望着对面的叫他 看不透的吕仲 原本就苍白如纸的脸色 此刻又更加惨淡了数分 另一边 屡重目录可惜之色 不过这也正常 你法则总归不是法则 存在着各自的缺陷 好比这空间切割 对付乌龟壳煞事好用 世间含有 能抵抗空间切割的材质 可如果遇上类似 滴血重生手段 又或者是不灭肢体 则微能要大打折扣 很不幸 现在就遇上了一位 去 对面四腰中 传出一声嘶哑喝声 继而一道迅捷若光的 璀璨剑光亮起 它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瞬间跨越千丈距离 斩在吕仲体表的 结界光模之上 使之激荡起 圈圈灵光 好快的剑 吕仲心中一灵 心到这剑 必用了你法则的力量 恐怕 还是跟速度有关 事已才能快到 它无法反应 幸好我有龙胶帆 否则光是这一下 就要重伤甚至陨落 吕仲暗道侥幸的同时 又将警惕心提了提 以防再次出现意外 来而不枉非离也 就在他说话之际 袖中飞射出一口雷剑 尽直射往四腰之一 灵归尊见此 面色是变了数遍 早已听说过 罗夫城主厉害的他 并不敢对此有丝毫怠慢 皱巴巴不见牙的嘴唇一张 从中吐出一枚青色宝珠来 轰隆隆 雷剑转瞬极致 轰到宝珠上面 无尽雷电疯狂爆发 犹如洪流般冲刷出来 但都被宝珠张开的 青色屏障所抵挡 并宛若中流之时 屹立不倒 而另一边的三腰 此刻都是各显神通 三臂蟒尊 跟真红妖尊 此刻又是顾忌重施 剩下的最后一位妖尊 则是数人形象 手中正持着一杆华丽的 彩花大旗 正在奋力挥舞 风起 风起啊 一道道清风随声浮现 将梧桐尊笼罩在内 这还没完 只得听他口中大喊诸笛 本环绕在数人周身的风流 瞬间好似 有了意识一般 化作一道道轻盈 朝着吕仲卷去 吕仲此刻已一敌似 却丝毫不落下风 剑风临袭来 心知此物厉害 丝毫不亚于 他的空间切割手段 于是便将星辰剑祭出 对准就是一阵猛轰 刷刷刷 风铃遇上进光 顿如冰雪般消散 不止于此 吕仲又将龙胶帆中 猎龙胶破 及那七条胶魂 一并放出 八道身影 各自咆哮一声 就摇头摆尾地逆流而上 硬生生将成群的风铃冲烂 这压倒性的一幕 吴同尊看得是眼皮直跳 见自己的最强底牌被克制 他作为一名成了金的树腰 心中不经本能地生出退以来 并冲其他三妖传音 此人棘手 我看还是撤吧 撤 那流谁断后 灵规尊既气又急 如今他的宝贝灵珠收不回 仍在跟那口雷剑决立着 这时候若说撤退 那此珠就算保不住了 而这 可是灵规 酝养了三万余年 方才孕育出来的至宝 灵规尊曾经凭此 抵挡过猪般强敌 可现在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这一场以多打少的对拼 一向被自己视为珍宝的宝珠 竟只能跟那雷剑勉强施平 唉 骑虎难下啊 吴同尊叹息一声 不再提起撤退之事 四妖联手起来 是越打越心惊 对吕众了解不深的灵规尊 吴同尊不清楚 先前有过交手的三臂蟒尊 跟真红英尊却不同 他们将眼前之人的实力 跟记忆中进行对比 进而发现 才万年时间不到 罗浮成主的实力 又陡增了数成不止 之前只能以一敌二 现在连一打四 都能游刃有余 忽然间 一道惨叫传出 却是站在最后 欲使风铃弓杀的吴同尊传出 其胸口处 有一洁白手臂透出 锋利的五指之间 赫然抓着遗物 其色泽如臂 正是束腰之心 跟普通的妖修不同的是 草木成精后必有何 那既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也是此类精怪 弹出灵智的根本 是以一旦束腰之心被夺 不但思维因此变得迟钝 连实力都要大打折扣 一身战力 要去掉九成九之多 造成这一切的 自然是白燕婆所化月灵 此妖魔被转化后 原本的伪装能力彻底丢失 但却因祸得福 获得了逆踪手段 微能可与之前相提并论 这月灵 其实早就到了附近 只是一直都在等机会偷袭而已 如今教他偷袭成功 瞬间替吕仲解决一名对手 四去其一 吕仲索面压力 因此大减 在此种情况下 剩下的三腰再如何联手 也是阻挡不了他了 先是最弱的真红英尊 然后是只剩三臂的蟒尊 接连有大笔材料入账 反倒是一直跟尹雷珍对拼的灵规尊 因为吕仲刻意留守 而活到最后 之所以留下灵规尊 自然是看上了那枚灵珠 他的打算毫不掩饰 灵规尊一眼就看了出来 芝麻小眼一转 为求生存集中生之道 这位修士请助手 此珠被老规我祭练多年 早已经是心神相连 若不是在下主动献出 任你有多大法力 也没办法强夺过去 闻言 吕仲只是一笑 这老规以为持着那灵珠 自己就是有恃无恐 太过天真 那灵珠他虽然看重 但纵使到手 也是锦上添花而已 防护再强 也比不上龙交番 能抵挡得了雷剑清洗百余西 就已经是顶天了 懒得废话 吕仲直接手牵辉光 又将之弹出 乌龟壳再厉害 也抵不过空间的切割 只见一阵灿弱 星辰的灵光爆发 又是一小片空间支离破碎 同时还伴随着极低沉的咔嚓 那枚灵珠 瞬间被切割无数小块 没了这手段 灵归尊很快也被拿下 吕仲这边刚一出结果 太虚仙城那边 也是立刻结束 兵败如山倒的妖兽跟妖羞 无不是抱头鼠窜起来 朝着四面八方散去 对此 他也懒得去追 毕竟就现在而言 此刻最大的财富还在于 四大妖尊本身灵财 外加他们随身携带的各种珍稀物品 将战场打扫完毕后 吕仲望着鼓鼓囊囊的储物袋 也是不禁笑出声来 这一战 居然一下得到四副材料 看来回去之后 又是得避很长一段时间关了 不过也是正好 知晓合体后期之路的吕仲 一心已是只想着突破 若不是因为妖族攻城 根本舍不得从闭关中退出 如今事情依了 顿时心仰起来 本玉直接闭关修炼 然等吕仲回到灵虚殿 正好见到有人前来拜见 吕前辈 数晚被斗胆直言一句 眼下正式取得战果的大好时机 若能一直追杀到边境处 未来必能因此而收益匪浅啊 吕仲听后 只是淡淡一笑 过了阵 他才望着身前胖修饰 气势稍稍放出 你是他们推出来的代表吧 那就顺便传话回去吧 我要做什么轮不到你们来插嘴 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 倒不是屡重大方 而是换人太过麻烦 现在阵守太虚先程的修饰 都是七拼八凑做兼职 才艰难集合起来 想要再实现一次并不容易 一来二去 还不知道担得多久 否则 他定要叫这些人看看 何谓之合体威严 是 是晚辈一定将您的话传回去 胖修是此刻 忙不迭地答应道 知道了就好 下去吧 吕仲摆手 让对方退下 后者如获大事 心中大松一口气的同时 又狠狠地擦去脸上汗水 针就到退着 离开灵虚殿 片刻后 竟是静止一一展开 吕仲盘坐于盘团 左手轻轻一晚 掌心便有荧光浮现 如梦似幻 却是一小团时间原始状态的 拟法则之力 随他心意 这团荧光也在变化 这时间倒流 金光唯一有了眉目 参悟起来依旧不易 吕仲摸了摸下巴 心中暗存 与其花上几千年时间 也不知能否悟出时间倒流 倒不如先将手头的灵才练了 如此一来 也能提升些实力 说做就做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天公一族 也该再次派上用场了 关于要练制出怎样的宝物 吕仲其实早已经有了想法 那便是以四妖元神为根基 以他们血肉做填充 练出一件四灵之宝 跟之前一样 吕仲将一阴材料 连同先前斩下的阴翅 也一并给出 伴随着熊熊炉火的燃起 一件件材料分别被投入 去其糟粕 去其精华 时间也在这时 不知不觉地从指尖溜走 转眼就过去数甲子 宝物终于是初见雏形 却是一旦青色图卷 连吕仲也没想到 以四维妖尊的身材为材料 顺应灵纹的生长变化 竟会炼制出这种形态的宝物来 难道是宝物天长 他看过类似说法 有点集称 偶尔会有炼器师 在炼器时遇上机缘 又或者是扶灵心智 往往每到这种时候 都能炼出平时无法炼成的宝贝 看来应是如此 吕仲看着那淡青图卷 心中已是开始期待起来 在此过程中 天公一族修士轮番替换 始终都保持着体力充沛 好将各种意外因素降到最低 可见也是为此下过苦功训练 又是三百年过去 这一日 熔炉中与火未熄 却已经有宝光止不住的一出 开炉 吕仲吩咐道 是 天公一族的修士文言 顿时朝着熔炉 各打出一道法诀 瞬间 炉中涌出的宝光更善 一道淡青身影随之出现 仿佛长了眼睛般 他刚一冲出熔炉 就朝着外界掠去 仿佛要借此摆脱控制一般 灵性如此惊人 看来真是一件宝物 吕仲见此 目中就是一亮 旋即 他随意一招手 将那淡青图卷射到手中 展开发现 上面赫然会着四尊大妖 每尊都是栩栩如生 仿佛下一刻 就会从图卷中冲出 简单认主后 吕仲知晓了此宝名字 原来是叫做四方图 四方图的作用 跟他之前想的有些不同 并不是跟尹雷珍 星辰剑 龙交番一般的先机 而是一件强大无比的消耗品 将之祭出 即可图画四方天地 令强敌身陷其中 纵使是最保守的估计 都能将大成七修士困在里面 任凭此人如何挣扎 也少说要七天七夜才能脱困 这也是为什么 吕仲付出巨大代价 却只练出件消耗品的缘故 凭此 仍做不到越阶杀敌 但足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不失为一件防身至宝 他心中对此尽管有些许失望 但总体仍是十分满意 斗法手段再多 也不如一张保命底牌重要 将四方图捧在手中 吕仲很是仔细端向了一阵 才心满意足地将之纳入袖中 然后将注意力放到你法则参悟上 鉴于上次是从推演鱼蕴中 获得的突破机缘 所以 这次他准备再尝试一番 场景回溯中 天地初开的这一丝鱼蕴 开始飞速地演化着 一道道处于强保状态的法则 此刻都显露在吕仲眼前 可惜的是 受境界低下影响 此刻的法则 犹如吞去衣衫一般 春光大蟹 再无半点遮掩 然纵使如此 吕仲也未能看出什么来 他真正能参悟的 其实是法则的具现化形态 太虚仙城 灵虚殿 寂静无声的殿内 吕仲盘坐在蒲团上 神色一如既往的淡漠 忽然间 他提表有荧光溢出 如同曝流一般 悄无声息间 宣泄至蒲团上 继而 惊人的一幕出现 只见蒲团被笼罩后 竟开始缓慢地变化起来 原本填在里面的千年凝神草 此刻似枯木逢春一般 化作一根根清脆草精 这就是时间倒流吗 吕仲不知何时睁开双眼 望着身下自己的杰作 目中露出思考之色 随即他一招手 带荧光彻底散去 本来还清脆 如臂的凝神草精 这时先是变得枯黄 很快就恢复成原状 果然 你法则终归有其局限性 吕仲顿时心中了然 时间倒流 就跟时间加速类似 由于力量层次不足 事已无法做到 将效果固化 一旦将那股改变 时间的力量撤去 便会立刻恢复原状 事已 想做到将凝神蒲团 还原成凝神草的状态 至少也得是 仙界非生者级别的力量 也即是如堕仙一般的存在 不过 此番闭关履重 还是大有收获 将时间拟法则的 第三种能力掌握的它 如今已算得上 是准合体后期修为 接下来 只需将法力修为 也提升上去 就能成为一名 合体后期修士 若还有九元灵丹便好了 吕仲此刻 无比怀念此丹功效 罢了 用骁龙圣丹 也不是不行 旋即 它身上有霞光飞出 乃是一碧玉药瓶 瓶中所装丹药 共有三枚 是吕仲借助时间加速拟法则 日复一日 辛苦培育才最终得来的 骁龙圣丹 别的不说 单凭我每隔千年 就能稳定 获得一瓶骁龙圣丹 可借此提升一节修为 就足以令其他合体修士 羡慕万分 甚至是妒忌 心中如此想着 吕仲射出一枚丹丸 头一仰吞下 负担流程 跟练气时候也差不多 待感受到药力化开 就加紧运转弓体 将丹药中灵气尽数吸收即可 一枚又一枚 不过三五年时间 一瓶骁龙圣丹便已经见底 以肉眼可见的幅度 修为从中提升不少 可吕仲却很难为此感到喜悦 却是境界提升上去之后 老生常谈的问题又再次出现 相较合体初期 如今我服同样的骁龙圣丹 提升幅度竟还不到一半 吕仲这下可算知晓了 那些大成老怪们为何一个个的 只要不是出身传世大宗 没有今年累月积攒的灵丹妙药 年纪都是数万年 十数万年起步 也难怪 现在灵环节的情况 是寿节出奇的一国 万年灵药却是极其难寻 可尽管如此 也不见有多少修士 能修至大成 更不用说更加一步地度节期 修行艰难 从中可见一般 并非是资源及天赋所限能解释 罢了 不如去灵幻山脉一趟 吕仲可没忘记 自己跟灌原子的约定 如今的他 境界虽未真正突破至合体后期 但得益于太虚秘境的那丝鱼蕴 已是成功在时空拟法则方面 取得了大幅突破 若无意外 此时我想要破除那禁止 应是不难 不过凡事皆怕意外 吕仲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那处封印着浮流古路的地方 绝对不似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 背后怕不是还有什么隐秘藏着 正常人谁会没事 将这样一件西式珍宝 给明晃晃摆在那里 摆明了就是一个陷阱 跳陷阱无所谓 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可若能弄清楚背后的隐秘 以及破开禁止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那则是再好不过 念及至此 吕仲很快有了主意 那便是联系联 此人作为掌疏力 岁月史书的记录者 没理由不清楚过往之事 不过 纵使他身为天道斩杀剑持有者 若想要对方道出相关信息 估计也并非什么意识 怕是要付出些许代价 这也是为什么 吕仲一直没联系对方的缘故 若只是问些算皮小事 哪怕是去问万年灵药的下落 就去找这么位游离于灵环界外的存在 所得也必然远小于收获 不值得 念及至此 吕仲将连的命远跟正直取出 没多久 身前便有一道身影浮现 依旧是如之前一般高大 只是气质上少了些许颓废 甚至还简单整理了一番妆容 乍一看上去 给人以成熟美赋的感觉 大人 您找我有事 连说话的语气 透露着简单与随意 这也让吕仲确定 对方跟寻天仙史之间 尽管存在着尊卑关系 但绝对不是上下级 自己若想要从长书历口中问出东西 只怕真要付出些什么 于是他的组织词语 将召唤用意到初 那件事连的确有点印象 虽然发生在我来此节之前 但幸好那时有史书进行记载 是以整个过程 倒是完整记录了下来 连说到这里 将目光移到吕仲身上 若大人您想知道 连自然是愿意说的 不过还请容小女子 一个任性请求 只需您赐予连 一朵彼岸花即可 普通的也行 还是 吕仲没想到 对方竟提出如此要求 谢谢 连呼的眼嘴笑道 大人 您看来是不知道 如此赐花代表着什么 以寻天先使的身份 向连这般出身自明和之人 由您亲手赐予一朵彼岸花 连可是能将之当作舍令 在想要的时候 摆脱掌书力身份呢 你倒是诚实 吕仲表扬对方一句 又忽然想到一点 不由向连问道 给你彼岸花无所谓 向往自由 乃是天底下生灵的本能 这本就无可厚非 可如果灵环界没了掌书力 执掌那岁月史书 难道不会因此发生什么大事 岁月史书作为世界运转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本就能自动记录一切 并且不为外来意志所左右 毕竟这可是天道律法在创立之初 就设定好的内容 连似乎知道 吕仲不清楚这一点 于是特意提及 原来如此 得知这么一真相 吕仲的心情难以平静 也是强忍着心中的好奇 他才没脱口问出一句 天道律法跟皇权律法之间 到底是怎么的存在关系 正所谓知道的越多 可能沾染的麻烦就越大 对这一点 吕仲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 他可不想 因为知道的太多 惹怒将仙界信息封锁的天道子 进而给自己招致灭顶之灾 不过 还真是想问一问 为何如今是轻颓时代 吕仲莫想到这里 才将心中杂念抹去 回归正题 为防止可能的意外 他决定还是多问几句 既然岁月史书能自行运转 可为何还要设置掌书力一直 自然是防止出现错误后 无法及时进行修正 何为错误 吕仲追问道 连听到这话 意味深长地看了吕仲一眼 才道 是指影响天道律法运转的因素 由于大人您也知晓的那一限制 请苏联不能将之具体内容道出 不过 想必以大人您的聪明才智 应该能猜到是什么 我讨厌密语人 吕仲心中赋斐一句 很快明白 对方在暗示什么 不外乎是 整个天道体系虽然独立 有着凡界到仙界的完整架构 但却并非是唯一的体系 诸如外道诸恶的存在 就是对这点猜测的最好证明 可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这掌书力好像也没能起到作用 难怪 叶盘岩会将如今称为青颓时代 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 连曾经设下的保险都无法正常运转 称之为青颓也并无不当 吕仲想到这里 心中忽然有所明悟 确定自己的行为 不会引发巨大灾难后 他当即答应下来 一转手就从山河洞天中 取出一朵彼岸花 感激您的赐予 连紧张接过此花 明明彼岸花对一般人是如此普通 可他却如获西式珍宝一般 小心翼翼地将之捧在手心 待仔细收好 他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让大人您见笑了 之后连按照之前两人的交易 将吕仲所询问之事一一详细道出 此事被冠以泪火血战之名 算是此届盗蒙组建之初 所经历又一场重大事件 起因于泛滥至灵环界的渣子残余 随着他的话语 曾被掩盖于历史尘埃 波澜壮阔的一幕被徐徐揭开 要说起这类火血战 就不得不提起前世 也即是另一场重要的大战 地上仙庭的崩坏 两件事有着莫大关联 正是地上仙界的崩坏 才有了后来灵幻山脉中的九水一族的诞生 进而引发了泪火血战 如灵环界某些曾是事实 如今已成了传说的真相一般 在此界诞生最开始的时候 修士只要修炼有成 纵使不飞升至仙界 也能步入真仙之境 而地上仙庭就是由这些真仙所组建来 他们曾经一直繁荣 并本能继续繁荣下去 直至仙界泛一只下界的渣子出现 你是指天上的灾难 吕仲想起了 记忆中药云二人谈话的内容 其中就有提到过道蒙的来意 以及那时候九水一族出现在灵幻山脉的原因 的确有这种说法 也正是这一场灾难 导致了地上仙庭的崩坏 随后 仙庭残存的一只也即是九水 迁入灵幻山脉深处 而后在里面繁衍生息 此足天真的认为 如此就能躲过那一场灭世大劫 于是就有了泪火血战的发生 连以平静至极的语气 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 缓缓说道 经此一亿 九水无一人生还 所以 现在灵幻山脉中 那些曾经遍地的禁止 其实是坟 吕仲听到这里 不由回想起了那些禁止的异常处 如今回想起来 似乎也只能这样解释 大人 这点您说的没错 连肯定了吕仲的话 并顺着说下去 在渣子被彻底清除干净后 为了纪念曾经的那场血战 也是为了缅怀九水曾经的贡献 于是 仙人们在离开不适于 他们存在的此界前 特意另一尊雷七零镇守其中 还为九水一族树立了衣冠种 好吧 吕仲听到这里 心到自己这下算是清楚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处摆着浮流古路的静止 大概率是某人的衣冠种如此说来 当初我的猜测怕也错误的 要云主动变成那副鬼样子 应该不是玩完了击退敌人 真正目的 怕是为了守护于清河的衣冠种 如此一来 我岂不是在 似是明白吕仲的真正用意 此刻连忽然笑道 大人 解铃还须记铃人啊 你是说 连点了点头 又导出更多历史真相 当初泪火血战的激烈程度 若不是有仙人竭力维持 恐怕灵魂界已是不复存在 只不过 纵使打到这般毁天灭地 位于主战场的九水一族 却仍是无一人溃逃 那股守护的家园的意志 是如此的强烈 以至于连铃和对他们的感召 也无法令那些战死英灵 魔动分毫 我想 大人您要找的目标 如今也还徘徊在那里 吕仲明白连的意思 寄灵人 自然指的是于清河 正是因为此人耀云才会守护他的衣冠种 好一段延绵漫长时光的凄美爱情 如果能设法找到于清河的英灵 甚至是助妻与耀云相见 借此得到对方的首肯 岂不是就能取走其衣冠种之物 尽管这样做 未免有些掩耳盗铃的嫌疑 但能叫吕仲做到问心无愧 况且 他自存身怀着挥晤空间 加之如今实力早已更胜从前 以现在准合体后期的实力 说不定真能借场景回溯 达成这一想法 念及至此 他就准备向连告辞 却不料 是连先开口了 大人 虽然得了彼岸花 但担任掌术力如此之久 也算有了感情 直至您重返仙界为止 若日后有需要 可尽管呼唤 说吧 他微微一嵌身 身影才消失不见 听完这话 吕仲站在原地一阵 而后才大步朝殿外走去 离开太虚仙城之后 吕仲便朝罗浮仙城直去 一路上 他发现 当真是变化不小 原本罗浮仙君南下时 沿途皆为大小夭修领地 或称之为洞 或称之为岭 唯独不见半点宗门 及修仙家族 偶尔有凡人国度存在 他们在失去先修的庇护之后 纵使国力再如何强大 亦都是夭修豢养的血石而已 可千余年时间过去 如今却已大不同 在一些林外处 不但已经有宗门在生根发芽 连带着还迁来大量修仙家族 经过这么段短暂的时间繁衍生息 已经是占据了不少地盘 甚至乎 部分强大的宗门还有余力 向妖兽地盘发起挑战 吕仲一路飞一路看 将沿途情况尽收眼底 并借此对目前中央介遇的局势 在心中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总体而言 自然还是妖族占据上风 这一点是肯定的 在盗蒙一夜崩解之后 忠欲先修在后来的三万年时间里 可谓是先后遭逢大难 前有诸厄后有妖族 实力早已经不复鼎盛时候 不过 若情况照此继续发展下去 给予这些宗门家族 修养生息时间 则先修有朝一日 定可将天道城夺回 穿过广袤中狱之地 吕仲很快进到罗浮仙城 跟之前相较 这里繁华更胜从前 蜀之不尽的大小非洲 又或者是新式的非空艇 犹如鱼群般穿梭在航道中 既为罗浮仙城带来了惊人的财富 也给那些大小的势力 带去了急需的各自资源 而这些货物当中 自然是以丹药为罪 一方面罗浮仙城有着山河洞天 这一丹药产出地 借助洞天中的炼丹工厂 堪称海量丹药得以源源不断产出 奠定了此城最初的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此地最先获得稳定 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 罗浮仙城周围大量湿地得以被收复 进而被占据的大小先修势力 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 恢复或是开辟成各种资源产地 其中便不乏大量低阶灵药 又给罗浮仙城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而这 无疑进一步巩固了罗浮仙城的地位 按照旅众的估计 未来就算整个中央介于光复 罗浮仙城的地位也难以被撼动 而这对他而言并非没有好处 那些海量的临时税收暂且不提 光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因此获得的大量珍贵灵物 便足以叫人感到满意 说起来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 罗浮这边已是积攒了不少灵药 千年灵药更比比皆是 若将它们炼制承担 虽效果略有不如骁龙圣丹 却也能对我现在的境界起到作用 不视为提升修为的选择 吕仲心中这般想着 出现在玉津天处 跟之前一样 这里依旧冷清 毕竟能出现在此处的 尤其仅有吕仲跟他的化身而已 不多时 库存灵药就被送上来 吕仲面带喜色 将这些灵药一一收好 稍微过问了一番城中情况 听到本体问起此事 认城主一职的化身 如实答道 托本体 你连斩四大妖尊的福 如今城中事物运转还算安稳 就算有人眼红那贸易距离 也不敢在明面上做些什么 不过 周边现在的情况 却是不大妙 哦 此话怎讲 妖族似乎将罗夫先成 当作了中欲先修复星的根源 是以接连发动 受朝袭击 并且每一次规模 皆是极为惊人 动辄便是数以百万计 在此情况下 那些炼虚宗门尚可自保 但底下的化身原音势力 日子却是格外艰难 化身说到这里 朝吕仲深深一躬身 在其为谋其事 我虽是本体你的一尊化身 但同时也是身为罗夫城主夜城 所以 还请本体 你这边想想办法 看能否将这危机解决 好说 吕仲想了想 手一台将一道白影放出 正是太阴化身 方才之事 我已用神念传给你 关于这解决受朝之事 接下来就由你负责 以太阴同化之道 加之妖魔白眼的能力 想必能有事半功倍之效 没问题 太阴化身对此 自然是乐得接受 整日跟在本体身边 可是连半点自由也无 同时 也如屡众所言那般 对付妖族发起的受朝 他所掌握的能力极其有效 只需将一个个妖兽个体同化 甚至还能滚雪球般 越大越多 仿佛是为了让吕仲放心一般 化身这时拍着胸脯保证道 尽管包在我身上 如此便好 吕仲点了点头 将目光投向化身夜城 略意沉阴后 受朝之事 虽主要交由太阴处理 但罗夫这边也要进行协助 趁着这大好机会 不管是铲除一己也好 收拢人心也罢 总而言之要将不稳定因素消灭 我省得 叶成冲吕仲拱手致谢 又向太阴化身点头 未将盗手灵药炼制承担 吕仲特意在罗夫单个数年 期间 太阴化身屡屡出手 正如之前所言 太阴童话之道 的确是大杀器 尤其是对付人海战术的兽朝 简直是降维打击一般的有效 每每清月凌空之时 都会有大量妖兽 被转化为月灵 若不是转化存在着上限 只怕太阴化身所控制的月灵总量 很快便会突破百万之数 为它带来惊人的修为增益 不过此事很快 便引起了妖族的惊觉 有功便有防 太阴法则的童话能力再厉害 也并非是完全无敌 它对化形后的妖兽无效 部分天赋异禀的妖兽族群 同样也是能抵抗童话效果 若将兽朝分散成多谷 照样能降低太阴化身造成的影响 同时 妖族方面更派出妖尊进行伏击 若不是有月灵及时报信 恐怕太阴化身就要吃大亏 正是由于这一招招的灵力反击 让他不得不小心提防 进而瓦解兽朝的效率大大降低 于是局势在大起大落之后 很快便进入相吃阶段 哗啦啦 丹炉剧烈颤动 宝光抑制不住的一出 吕仲此刻沉着冷静 在输出法力催化作炼丹灵验的同时 双手好似蝴蝶般翻飞 仍在不断打出一道道法诀 借此将炉顶火候掌控至完美 渐渐地 一股丹香飘荡于房间中 这昭示着炉中丹药即将成行 轰隆隆 头顶忽有阵阵雷声传来 吕仲面色先是惊异 继而浮现出浓浓喜色 真没想到 我练的这一炉云环预警丹 竟能招致丹节到来 这岂不是说 待此炉丹药练成 功效将会大大提升 若是运气够好 较云环预警丹 吸足了天地精华 药效或许不止超过骁龙圣丹 就算是笔尖九元灵丹 也并非是没有可能 念及至此 它令仙灵将丹式垫顶打开 银色雷光一闪 煞时间便有雷光披落 不偏不倚的 正好命中丹市中央处的那尊丹炉 滋啦啦电流声不断 无数雷蛇鱼 丹炉表面游走着 即要毁灭炉中的丹药 也同时带来了惊人 且精纯的灵气 在此过程中 吕仲仍保持先前姿势 当前的丹节之雷 对他而言并算不得什么 仅能造成微小伤势 事已 吕仲干脆不闪不闭 哪怕任由丹雷流遍全身 使自己躯体遭受损伤 也要继续炼丹进城 让丹药获得最大增益 时间一点点过去 伴随着最后一道劫雷的落下 一股异香也开始弥漫开来 四枚花之暗香 却有松柏之芬芳 丹身遍布云纹 且足足有六道之多 果真是六品云环预警丹 吕仲纵使现在变体鳞伤 也在开怀大笑着 六品临丹的效果 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之前的预期 就算是珍贵的九元临丹与之相比 也是略有不及 将这一瓶丹药服下 少说能省我数千年苦功 吕仲欣喜不已 并心想这罗浮仙城 看来还真是经营队了 若不是当初起了这般念头 也就无法在今日得到如此机缘 当即 他就盘坐在地上 将一粒云环预警丹送入口中 就立刻运功炼化起来 不愧是六品丹药 效果端得是惊人无比 才一入腹中 便好似整条灵脉爆发一般 难以置信的惊人精纯灵气 便好似洪流般涌了出来 较屡重久违 感到了一丝障痛感 爽 爽快 他已记不清楚 自己有多久没感受到过 这种酣畅淋漓的修炼感觉 如今借助六品云环预警丹 可算是又体验了一回 一粒又一粒 有这灵丹 灵幻山脉之行 暂且搁置也无妨 吕仲在心中决定 不将这瓶丹药炼化完 绝不踏出罗浮仙城一步 灵环界某处 一座光明瞪静的大殿中 经由一座座复杂大镇 无数光芒汇聚于此 厚又如百川归流 齐聚于殿中央盘坐的一道人影上 此人笼罩于白光中 看不清丝毫面容 可忽然间 殿中光芒静动没入了人影体内 使之通体发光起来 于眼皮倾台间 这道发光人影缓缓睁开双目 脸上无悲无喜 目中却煞时有丈许金光一出 后才被刻意收敛回去 这就是九转金丹吗 发光人影喃喃自语道 他能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恢复了许多 距离那名为真仙的权柄 也得以更进一步 只要再来一枚 我即可恢复行动能力 等到了那时 将无需被束缚在原地 从而 获取得到更多的九转金丹 纵使是已经活了百余万年 发光人影此刻目中 仍不免露出狂热之色 成仙 成为一名真仙 这是何等的诱惑 随后 发光人影神色一脸 恢复到往日那副神圣模样 一双红唇则是蠕动起来 再次向外界颁发出一道法指 九转金丹 为了搜集更多的九转金丹 不止发光人影 其余各大圣地中的哲仙 在先后确认九转金丹的功效之后 皆是成就他们 可求无比的真仙 而发出了类似的声音 一时间 灵环界山羽遇来 遇今天 复旦完毕 刚出关的吕仲 此刻一脸阴沉 没想到这堕仙 竟又开始搅风搅雨 可以想象的是 才刚刚获得喘息之机的忠欲之地 又将因此而掀起腥风血雨 不知多少修士要因此而陨落 想到这里 吕仲冲身旁 化身夜城吩咐道 加快要塞的改造进度 哪怕为此降低性能 也在所不惜 罗浮仙城虽才到手不久 却已经能算是他的重要基本盘 未来还不知道有多少灵药 要借此来获取 故至关重要 绝对不容有失 是 化身硬道 作为罗浮仙城城主 他也明白此事的严重性 好 你退下吧 吕仲摆手 让化身离开 紧接着 他于殿中夺步一阵之后 联系上在悬仓要塞的化身 并借此跟夜盘岩交流一番 从对方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 此番舵仙虽然有所异动 但妖仙那边却是毫无动静 是未能取得九赚金丹吗 吕仲本能觉得 这或许就是事实 若事实真是如此 倒也不是不能操作一番 就算不与之达成合作 只要达成默契 也能让妖族分担不少来自圣地方面的压力 如此一来 罗浮仙城就能得到保全 诸如月英子这些渡劫期修士 如今又都在做些什么呢 舵仙渴望成仙 他们这些距离非生只差一步地修士 渴望怕是与之不相伯仲 吕仲不免想到这点 并对此好奇起来 还有 那些未被消灭的诸恶 极来力未知的外道诸恶 也是许久不见踪影 只怕一个个的 都在暗中谋划着什么 旧位格而言 舵仙自然是最高 其次是外道诸恶 灵环界升格的普通诸恶 在世杜劫修士 如今灵环界的局势 看似是舵仙横压当事 镇压掌控着一切 可实际情况却是 就连道蒙在获得悬仓要赛后 也有着破灭神光这般手段 吕仲很难想象 那些渡劫修士 没有应对之法 隐隐间 他似乎看到了一句大风暴 已经在酝酿成形中 在不久远的将来 或许会彻底改变 灵环界的现有格局 时局虽不平静 但吕仲仍决定去灵环山脉一趟 毕竟浮流古路 稀缺难寻 若能将之得到手 对仓武尼法则可是大有好处 若是配合太虚秘境 恐怕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离开罗浮仙城 他一路向西 许是远离各大圣地的缘故 沿途各处洞天小福地 距都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天空中顿光来往穿梭 高阶低阶修士 皆在为了修为奔波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就这样 很快就抵达南宫洞天附近 然吕仲还未靠近 就远远看到 前方有灵光冲销 看样子 那边正有一场大战在进行着 双目放光 透过重重云气一看 却是修士间的相互攻法 怕是圣地修士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吕仲完全没有靠近的念头 毕竟他跟南宫患之间 也不过只是一场萍水相逢而已 个人有个人的际遇 可刚一调转方向 耳畔便有声音传来 吕道友 求你援助妾身一二 不知如何传音过来的南宫患 此刻一副焦急语气求助道 见吕仲不为所动 他当即再次开口 途中还闷哼一声 似是此刻正在与人斗法 嗨嗨 道友若能助我击击退来犯之敌 妾身愿将一株万年降猪草的下落 拱手让于道友 万年降猪草 一听到这话 吕仲顿时来了兴趣 若南宫患所谓为真 真有这么一株降猪灵草 那么此趟 他还真是非出手不可了 毕竟此灵草效用不俗 若能得知炼化成丹药 少说能抵凭许骁龙圣丹 念及至此 他心中顿时有了决定 好 一言为定 在下这就赶来助道友退敌 正好我也看这些圣地修饰不顺眼 吕仲亮对方不敢骗他 速速来 南宫患哀求一声 玄疾就是血洒长空 搜搜两道剑影交织 在一男一女 两名合体中期修饰的操控下 于空中画出一道密集剑网 继续朝他发起猛攻 快 杀了他 察觉到远方有顿光掠来 其中女修催促起来 可他话音未落 就有一道人影显现 却是吕仲直接虚空传送 直接杀入到战场中 人显现后 生这才传至 迟了 枪 雷剑如浮光掠影 以电射般的速度 追上即将斩中南宫 换的其中一剑 继而爆发出璀璨雷光 硬是将之生生击飞 怎么可能 欲识此剑的南修 一脸吃惊之意 须知 他修的可是流风剑意 浮以速之拟法则的力量 剑速可谓是同阶含有敌手 可此人哪里知晓 吕仲在方一线身时 就已将时间持至手段使出 事已 南修剑速虽然未变 但在时间减缓的情况下 较吕仲的引雷针速度 还是相对编慢了许多 空中二剑不断对拼 破碎剑锋 很快形成风暴 南修不幸 自己会在速度上插人一等 几乎是使出了权力 可无论他如何底牌进出 依旧是略逊于履重 一旁的南宫换 此刻已是看得目瞪口呆 也是见识过才知道 同是合体期修士 竟也会有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如果 如果刚才此人直接使出权力 恐怕我已经想到这里 南宫换就是忍不住一阵后怕 可他随即又将目光一向履重 心中再次吃惊起来 才万年不到 此人的实力竟又再次提升 而且提升幅度之大 竟能在同阶修为内 硬生生压制圣地修士 不落丝毫下风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一想到这般变化 可能是自己让出的太虚浮得来 南宫换心中就是一阵后悔 阁下想必是吕城主吧 不知吕城主为何要攻击我二人 光源圣地与你罗浮 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 城主实力力压合体 我二人佩服 可若光源哲先亲自出手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眼见几方落入下风 那圣地南修心中吃惊之鱼 不免试图用言语震慑吕重 期望对方能退走离开 耸言壮人胆 道友不如仔细听听 自己在说什么 吕重冷笑一声 将对面女修劈飞出去 不客气地剑指对方道 你有你的老祖宗可搬 我也有我的破灭神光可照 看看到底是哪方能取胜 你 南修顿时语色 有一点让他不得不承认 那就是道蒙要塞的确厉害 纵使是自家哲先老祖 实力更胜一一筹 奈何需要时间恢复力量 是以非紧要关头 绝不会耗损实力出关 可悬仓要塞却完全不同 不仅可以随意穿梭虚空 还有破灭神光这般大杀气 又过招数回合 见势不可为 圣地二人对视一眼 破开吕重掉头离去 对此 吕重没有追击打算 一来是没有足够好处 二来也是不想多事 对面二人联手起来的实力 他也是要忌惮一二的 一个不好 甚至还要受伤 追击完全是得不偿失 直至两道顿光消失在视线中 吕重这才转身 看向南宫患 却见对方脸色苍白若精致一般 他这时的情况可谓糟糕透顶 伤势严重到连境界都难以维持 方才他直接传送过来 并非是没有原因 那时候 若他再晚来一步 只怕此女就要香消玉云 幸好还是赶上了 吕重默想着这话 右手一番取出一瓶丹药 说道 南宫道友 瓶中有一枚疗伤丹药 若不嫌弃 不妨赞用一二 此丹是他先前所得 乃是谎言老人的保命丹药 在自己有更好的情况下 吕重对他就有些看不上眼了 如今用来当作人情送出 不觉会有半点心疼 南宫患文言 本想说自己也有 可等他仔细看清 才发现竟是一瓶七阶的金圣丹 原本快要说出口的话语 顿时又被咽了下去 多 多谢 南宫患一把将丹药接过 并未多顾虑 丹药中是否有手脚 立刻就将瓶中 一斤灿灿丹药倒出 继而直接服用 在自身遭受重创的前提下 以吕重展示出的实力 纵使是想做什么 他都是毫无反抗之力 与其显露出低防之意 平白昭致厌恶 倒不如显得大气一些 说不定这样还能赢得些好感 片刻过去 南宫患的气息终于稳定下来 尽管距离完全伤愈 还有极长一段路 甚至可能要花费数万年时间 但至少性命保住了 见此目 一直旁观地屡重 这时但笑道 既然道友已将伤势稳定 那么关于降株灵草的下落 是否也该 多谢道友护法 南宫患先是道谢 然后才提及 二人先前交易 白袭脖梗忽染上一层红韵 声音滴下来 关于妾身之前允诺的万年降株草 此物的确存在 只是 只是什么 吕仲见他知无不语 不由冷笑道 莫要怪在下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得不到 那株降株灵草 道友接下来 怕是有大难了 以他的性格及底线 虽然不会害了此女性命 可打工还债 却是免不了的 听得这话 南宫患才硬着头皮 道出实情 实话实说 那降株草妾身 的确知晓所在何处 并且还能确定 它至今仍在原地 可那里有一层静置隔绝 如若没有对应手段 只怕是难以将静置 破开取宝 是在灵幻山脉深处 吕仲越听越觉熟悉 若照对方的描述 那降株草所在之地 不就是九水一关种吗 道友说笑了 灵幻山脉深处 是何种地方 灵药在家族的葬身密地 并且距离此地不远 大抵半日就能飞到 南宫幻说着 还将一道水晶树打出 里面显现出一方 秘境天地 看环境的确不像九水之地 同时 他心中也在暗想 屡众方才所言的信息 原来灵幻山脉深处 竟也有类似静置 或许此人之所以能 实力超群 都是因为从那里 得了大量机缘 南宫幻这般想并不奇怪 他之所以能有如今成就 南宫家族 所遗留的陪葬品功不可没 另一边 屡众古怪 看了南宫幻眼 还真是个孝顺子孙 竟想着带外人决先祖分英 不过 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根据他所阅典籍 无论是大势力也好 小势力也罢 往往都是先吃螃蟹的人得意 久而久之 更是有了一绝祖师坟 从此冲天自由人的说法 这一点也是难怪 无论宗门还是家族 其祖师往往都是修为最高的一位 是以哪怕下葬时陪葬品可称寒酸 但原因祖师的陪葬品再寒酸 对驻姬后人也是一笔惊人财富 如此类推 不难得出盗墓风气横行的原因 将发散思绪打住 屡众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到手好处 要说尊敬祖师 那也得是尊敬自家的祖师 罢了 下次命远多给他一些 想到自己对太阴祖师的行为 他不知为何 忽然有点心里发虚 紧接着 吕仲倾咳一声 嗨嗨 既然是在秘境中 那就请道友带路吧 难道说 道友有办法打开静置 南宫患心中一喜 见到吕仲点头之后 朝着空处传音数据 将一阴后事安排好后 就亲自带路起来 二人出了南宫洞天 便一路向东 驱驰铃 一前一后两道顿光 呼地落到此处 继而 有男女身影显现出来 就是此处 南宫患目中 带着怀念之色 缓步走到灵中一处空地 只见他咬破舌尖 将一滴精血粘在指尖 而后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轰隆隆 周围的空间 顿时震荡起来 在旅中的世界中 一道先前被遮掩的门飞 缓缓显露 有意思 这秘境的入口 藏得真是出人预料 竟隐藏在另一维度中 由此可见 当年这种相位转移之法 应该不是什么稀奇之数 否则不至于连南宫老祖 一位大成中期修士 也能使用他来构筑灵寝 似这般隐藏秘境 不得不说 的确异常安全 吕仲这时 将目光移向一旁 落到正在开启 秘境入口的南宫患身上 心中不由暗道 千房万房 还是家贼男房啊 估计那南宫老祖也没想到 自己后背中 竟出了这样一位子嗣 竟带着外人来开绝灵目 不过 或许这正是南宫老祖之意 从南宫患的话语来判断 南宫老祖是吉祥尊荣之后 活了十数万年 才作画而亡 立下灵寝 还藏着如此珍贵灵物 想必也是大有深意之举 很快的 一道古朴大器 错经文英的对开大门 就这样出现在二人面前 南宫患上前一步 将自身精血滴在上面 随后 他又打出一道法诀 咔嚓一声 秘境门飞这才开启 露出后面一个灰色漩涡来 透过这漩涡 还能隐约看到背后的秘境中 与山清水秀的风水聚合位置 赫然是有着一片巨大的灵寝建筑 酱珠草就在里面 旅道由我们走 南宫患招呼一声 便纵身跃入其中 旅重见状 也是不宜有它的迈开腿 步入到灰色漩涡中 一阵天旋地转 眼前景象很快恢复正常 就如外面所见一般 这里面的确是一派山清水秀 有飞铺其松点缀期间 是再好不过的安息沉眠之地 只可惜 此处并无灵脉 沿着神道 二人朝灵寝中走去 然而才前进没多久 南宫患就突然面色一变 指着地上破碎的石涌 不好 之前我设在这里的陷阱被触发了 这里有人进来过 不只是眼前这处 随着二人继续往前 更多的陷阱被人破坏 不过坏消息中也有好消息 从现场痕迹来看 那波人跟二人阴氏前后脚道 是以现场成片倒下的石涌中 甚至还有未熄灭的法力灵验 南宫道有 难道是你的族人所为? 吕仲问道 南宫换点头 视线一向灵寝深处 目光变得冰冷起来 有可能 不过纵使是姓南宫 也一定是曾经分出去的庞芝 以庞芝的血脉稀薄程度 难度不亚于登天 若想要进入这里 只怕要牺牲不少人命 你是说 是有人挟持他们 进入到了此处 不能确定 但也不能排除 南宫换深吸一口气 望向吕仲一脸欠然 抱歉 突然发生这种意外之事 关于挟持者的真实身份 妾身已经能猜到一二 没错的话 应是白塔老祖 你说说 白塔楼楼主 慢慢终于修饰中 吕仲之所以对这白塔老祖 会有印象 是因为白塔楼出手阔绰 经常大批量 购入各种丹药 事已早早就成了 罗夫的大客户 没错 就是此人 南宫换点头确认 又提醒道 接下来 还麻烦道友再出手一次 那白塔老祖 不但是早早突破到 合体中期 还有一座 他早年得到的白塔先机 此塔既可收射镇压 又可放出 无尽更金之气功敌 可以说是极不好对付 对此 吕仲只是点头 无论知晓多少 在没有真正交手之前 都无法确定 谁高谁低 结果可能是白塔老祖 名副其实 又或许是他 奇高一招 想要确定 得打上一场才知道 忽然间 前方传来一阵巨响 随之而来的 还有狂勇而出的沉住 南宫换捏起一把粉尘 见其波光灵灵的样子 本就不好看的面色 这一下变得更加难看 不好 第一层镇木石被攻破了 就如他所言 二人赶到地宫入口 只见到一堵破碎石墙 旁边地上 已是躺着不少修士身影 无一例外 这些人都是干尸蜷缩撞 显然是在刚才被抽干了精血 以作为破解镇木石之用 对这些旁之族人 南宫换并无半分悲伤 此刻心中只有愤怒 他随便一想就知道 此番白塔老祖的来意 定是看上了墓中的陪葬之物 顾不得去想消息如何泄露 南宫换旧 深化顿光值 没入前方窝口 并朝着内部急速掠去 而一旁的吕仲 则是看了看周围 留下一道法印之后才跟上 要说这南宫老祖的灵寝 着实不是一般的大 少说有万余杖长宽 除此之外 更处处都不满上古静置 既有维持灵寝存在的 也有各种静空静置 甚至连虚空挪移 也会受到限制 换作是旁人来 定然处处阻碍 可那白塔老祖不知怎跌 居然一路畅通无阻 不多时 二人来到深处一大殿 此时此刻 一道身穿纯白大肠的苍老身影 正背对着二人 他的双手在面前棺果中摸索着 似是完全没察觉到二人的到来 这时屡仲注意到 在左前方赫然有着一座石台 这是衣冠种 他看得仔细 这石台的构造风格 跟灵幻山脉深处的九水衣冠种 风格几乎可以说是一般无二 相同之处不止于此 就连封印着石台上降猪草的静置 亦是跟九水衣冠种一模一样 叫人不免怀疑其来路 住手 男公患双目冒火 怒斥道 屡仲对此 倒是能理解此女现在的心情 任谁见到自家祖先的尸骨 被人这般肆意翻动侮辱 恐怕是恨不能将只包皮拆骨 生蛋其血肉 方才能解恨 可看着看着 他忽然神色微变 伸手将想要男公患拦住 慢着 白塔老祖不对劲 吕众话音刚落 旋即就一股黑暗 自白塔老祖身上涌出 犹如海啸狂澜般 黑暗吞噬沿途光亮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瞬间将退避不及的吕众二人淹没进去 很快 殿中就恢复平静 只是多了颗仗雪黑球 白塔老祖这时转过身 其如死水般死寂的脸庞上 缓缓多了魔古怪笑容 可很快脸上又浮现出一抹金色 下一瞬 一道清光骤现 黑球被破开 两道人影跌落出来 男公患脸色苍白 仿佛受到了极大惊吓 而吕众 面色也是不大好看 方才一幕凶险至极 若不是他有灵符傍身 恐怕此刻已是被困于黑暗中 成了砧板上任由对方宰割的鱼肉 你不是白塔 你到底是谁 男公患一脸于惊未定 惊疑看着面前之人 殊不料 白塔老祖闻言后 此时竟是咧嘴一笑 我 我是你祖宗啊 只见他那苍老脸庞 先是如蜡烛般融化 既然连身体也都变形起来 伴随着一阵液体流动声 待所有血肉组织溶解 一道与男公患有几分神似 幽碎漆黑的人形身影 就这样缓缓显露在二人面前 吕仲此刻可看到 这道幽碎原神内部 隐约有人影在挣扎着 样貌熟悉 赫然是白塔老祖 可看清楚了 如果是 那就将身子给我吧 自称男公老祖的原神 发出一声节节笑容后 便化作一道黑影 大笑着卷向男公患 却不料 半路由子雷轰落 正是吕仲出手所为 他随即剑指前点 尚未散去的雷光之中 漠然有一雷剑射出 只斩向不远处的幽碎原神 后者见此 脸上露出从容之色 只见他伸出右手 便听得钉的一声 引雷真静 瞬间不受控制起来 而后 更被其以双指弹开 这一幕 颇有武林人士 弹剑技士感 可吕仲却清楚知道 方才是对方 以你法则力量 干扰了 他对先机的控制 且整个过程 如行云流水一般 没有丝毫的迟滞 数番尝试 结果丝毫未变 如何 老夫这手段 可入得阁下法眼 南宫老祖呵呵一笑 再次将引雷真弹飞的同时 却又不依不饶地 冲南宫换扑去 仿佛认定了 要将夺取此女身体一般 休想 吕仲目光坚定 决意要阻止对方 毕竟若叫对方得了身体 自己今日恐怕要有大难 即便能活着度过此劫 也得是请动太阴 祖师出手 免不了 又因此欠下阴果 与其付出那样的代价 倒不如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中 他身形一闪 瞬间出现在南宫换面前 阴楼道的小碑 南宫老祖南南一生 身子从容朝侧边一闪 避开迎面射来的树道 隐晦黑色丝线 运用如此粗浅 看来只是略有机缘而已 看好了 这才是正确的运用之法 说话间 他漆黑五指忽然一掌 紧接着 便有五头四犬黑兽 从南宫老祖指尖跌落而出 张牙舞爪 以难以想象的急速 咆哮着冲吕仲扑去 这是 吕仲还是第一次知晓 竟有这种凝形之法 交上手后 他心中更是吃惊 居然每一头 都有媲美合体修饰的实力 好在吕仲实力不弱 自身更掌握了 数种拟法则之力 全力与这黑兽缠斗一阵 费了好一番手脚 才终于是将之彻底解决 不过 他这边是解决了 可南宫患却 南宫老祖抓住南宫患脖梗 面带笑容地看着吕仲 摇头道 小辈 你想要跟老夫斗 还要多修炼几万年 放 放开我 南宫患拼命挣扎 燃体内却涌入一股力量 瞬间将他禁锢住 莫吉 老夫可不是白占你身体 若日后成功飞升上界 针仙尊荣 也定会有你一份 南宫老祖呵呵一笑 指尖凝出一法印 一下摁在后者额头 叮 引雷针再次被弹飞 继而有静光射来 又被此人体表浮现的灵照挡下 轻描淡写做完这一切 南宫老祖看也未看吕仲 而是自言自语道 你这小辈甚是凡人 等老夫重获新生 自会叫你好看 说着 他就化作一道黑光 涌入南宫患体内 见此幕 吕仲目中闪过一丝冷意 不 你做了什么 南宫老祖这时惊恐大叫 他发现自己进入南宫患体内后 竟瞬间被一股力量定住原神 再也动弹不得 不只是他 连南宫患也是一脸金色 吕道友 你这是什么时候 只见他的脑门处 赫然有着一张真符 闪闪发光 自然是方才 吕仲可不会告诉对方 自己在被困黑球时 就不惜好去大扮神识力量 使出了以往未用过的压箱底牌 借助挥晤空间推演未来 他得知了南宫老祖的目的 并知晓了 对方进入南宫患体内时 会有极短暂断僵硬时机 于是 心中便想出一记 早早就将一张定身符准备好 待时机一到 便传送至南宫患脑门处 整个过程看似取巧无比 看似是在豪赌一般 然结果却是建立在先知未来的情况下 在变数皆以确定的情况下 命中注定是理所当然 呼 吕仲只觉脚下一软 整个人险些瘫倒在地 险些虚脱 这可真够累人的 他估计这么一次 自己少说要休养数个甲子 方才能将状态补完 为保险起见 又添了张定身符上去 吕仲又稍微打坐一阵 待血运感减轻之后 才审问起南宫老祖来 从现在开始 我问你答 阁下可有意见 一道苍老声音立刻从南宫患口中传出 老夫认说 你话就问吧 你究竟是谁 侵入南宫患体内的元神 一听到这话 便想也不想地答道 真当老夫 框米 老夫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当然是南宫天 南宫家族的开族老祖 吕道友 他没说谎 南宫患这时 忽然出声道 你这是 听了这话 吕仲面上浮现出惊疑之色 是多亏了道友及时出手 妾身才没有被其夺赦 如今的我 跟南宫天同居一身 他的想法瞒不过妾身 南宫患道出事情原委 紧接着又冷笑道 道友若想问什么 妾身定会帮你鉴别言语真假 放心 夺是后辈的人 不配当我南宫家老祖 那就有劳了 吕仲文言拱手一笑 第一件要问的是 自然是那诸万年降诸草 虽不知道死去多年的南宫天 到底是如何附生过来的 但此人既然是灵情主人 没理由不知晓打开禁止之法 对此问题 南宫天极不情愿 这时候 南宫患再次出声 吕道友 你只需打出以下法诀 听完对方口述法诀 吕仲心中自然存着疑虑 不过他自存有办法可解决禁止 于是就半信半疑照做 竟真的将那禁止顺利解除 没了禁止 万年降诸草顺利到手 见此行目标达成 吕仲不禁心情大好 又转身望了眼南宫患 第二个问题 你可知晓九水一族的往事 尤其是关于泪火血战的部分 若你可以将相关信息道出 吕某不是不可以放你一马 南宫天文言后 没第一时间回答 他沉默半天 才出声 九水 泪火血战 你这小辈果然不简单 不但掌握虚空之法 还连这种尘封往事也知晓 若说此事 那你倒是问对人了 老夫在当年的确参与过此场血战 虽然只是区区一小统领 不过 你知晓这种事情 坐甚 时间过去如此之久 纵使当年有先保遗留 也该朽坏了 与你无关 吕仲诞声道 现在主动权在他手中 何须回答对方问题 好好好 那老夫详细述说就是南宫天道出这话 竟还就认认真真的 述说起当年的那场血战来 通过他的话语 吕仲对这场惊天血战 有些些许了解 用一词概括 那便只有惨烈可形容 在这场阻挡灾难蔓延的大战中 原因如蝼蚁般成千上万丧命 纵使合体修士 也自身难保 唯有如南宫天这般的大成 才有侥幸存活的机会 可即便最终幸存下来 他也是付出了惨痛代价 否则也不至于会作画 说到这里 南宫天也是一阵唏嘘 老夫原本以为 凭着一身实力 能在大战中获得飞升机会 不料到头来却是 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又是如何活过来 这时 吕仲问出关心之事 自是得益于真仙赏赐 但凡是那一战的幸存者 都或多或少得了些补偿 老夫便是借此 获得了一滴长生仙鹿 原本以为 此仙鹿 仅能疗愈伤势 使老夫可以安详晚年 却不曾想 还是小瞧了仙人手段 说到这里 南宫天后悔道 若早知 仙鹿如此神奇 有造化往生之力 老夫当初 就该奋力一搏 而不似现在这般 带到身子朽化 才浑浑噩噩地反应过来 可惜他明白这点太晚 机缘一旦错失 毁之晚已 长生仙鹿 吕仲心中 难难重复这词 玄疾 他又问道 于清禾 你可知道此人 于你是说 那位清禾见仙 南宫天说到这里 语气微微一变 你竟连这种事情 也知晓 看来 老夫还是小去了 你这小辈啊 关于清禾见仙之事 老夫自然知晓一二 毕竟这位不简单 若是泪活血战的主角 那定非此位莫属 那可真是一位 活着的传奇 只可惜 这位最后没能活下来 为何啊 难道真仙也会陨落 吕仲面色恢复平静 追问道 当然 须知真仙 虽号称与天地同寿 是正的 长生道果的存在 但也并非是不死不灭 面对昔日 那般恐怖灾难 陨落并不出奇 而这清禾见仙 在那日大放光彩之后 也如其他真仙一般 沉眠于树根了 南宫天晚西道 听到这里 吕仲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那座看似普通的衣冠种 竟是为真仙所设 吕仲原地夺步一阵 忽然猛一抬头 向南宫换求正道 南宫道友 方才他所言信息中 可有作假之处 南宫天所言 尽皆为真 切身可以保证 南宫换对此 十分确信 如果真是如此 于 乃是一名剑仙 那我之前的想法 怕是要落空了 吕仲可没胆大包天道 敢去毁坏一位 真仙的衣冠种 哪怕对方早 已经陨落 沉眠于树根 怕不是再复活 浮流古路不要也罢 吕仲当机立断 立刻觉了心中念想 左右太虚秘境 已在他掌控中 同时通过推演那丝 开天辟地的余韵 也有助于 你法则的领悟 纵使没有 浮流古路相助 也只不过 多耗些时间而已 犯不着 为了一件灵悟 将自身置于风险中 为保险起见 吕仲以挥晤空间 回溯场景 却不料在确定 南宫天所言 一切为真的同时 还发现了一桩隐秘 尽管他对此因有察觉 但正时候 还是感到心中惊诧 阵阵冷笑声 自他口中发出 南宫患不解问道 吕道友 你这是 吕仲咧嘴一笑 目中透着森森寒意 自然是笑二位 演得一首好双黄戏 若不是在下留了数分心思 只怕真要被你祖孙二人骗过 南宫患文言 目光微变 仍抢笑道 道友怕是误会了什么 可随即 他语气一变 声音苍老起来 好一位罗夫城主 实力远超同辈 果然是有几分道理 单凭这份细腻心思 就何该 你能有今日之成就 过奖了 吕仲哈哈一笑 弹指将一张定身辐射出 殊不料 即将接触对方体表时 竟被一层黑光隔绝 你这小辈厉害 可老夫也不是吃素的 南宫天得意一笑 尽管身体仍不得自主 但却已经可以调动力量 于自身体表处 凝出一层优祟护照 话必 他就继续消磨 定神符所运力量 两张真符灵光暴闪 显然已是不能支撑太久 另一边 吕仲数番出手尝试 却发现自己 只能微微撼动那层护照 并且也仅是撼动而已 想要将之攻破 还不知要到什么后 无法破开护照 吕仲的表情却不慌不忙 有时候 并非要暴力解决一切 稍微变通 也是可行之策 吕仲这番镇定表情 被南宫天看在眼中 心中灯时就生出不好预感 同时见对面黑发青年 一步步走来 手中霞光一闪多了座法坛 这小碑是 他一眼就认出 此坛有沟通虚空之小 他要做什么 正当南宫天静一之际 吕仲已是将法坛布设好 打出一道法绝之后 一圈圈灵文开始亮起 继而两地沟通接连 虚余间便形成一金色门飞 他已提前跟悬仓要塞沟通好 要将南宫天送过去 而且位置相当之精确 乃是要塞一层的无常欲 再见了 希望你会喜欢 吕仲含笑挥手 只见得金光一闪 南宫天连同法坛一道 竟都被传送过去 可惜了 这种办法局限太大 吕仲心中清楚 此法也就临时一用 否则若叫有心人知晓 只不定会想出什么花样来 须知坚固的要塞 往往都是从背内破功破的 而悬仓要塞的重要性 自然是不言而喻 没过多久 要塞那边的化身就传来消息 在要塞大阵的压制之下 南宫天已经被关押到 无常欲监牢中 说起来 能获得与舵仙相同的囚禁待遇 也算是抬举此人了 此件事了 吕仲稍微打坐一阵 待神使法力恢复些许 又将万年将珠草取出 手段进出地检查过 确定没有手脚留下 随后转身离开了此处 此趟出行 虽然有重重疑问未解 好比南宫天所言 长生先路是否为真 又比如 白塔老祖 为何会被此人锁夺赦等等 不过 这些屡众都不在乎 既然南宫天被囚 那么迟早能通过审讯问出 至于现在 还是提升修为要紧 等将万年将珠草 炼制承担 运功炼化之后 他的修为又可突飞猛进 又是一年春好时 吕仲于梁亭中独坐 自真自淫 关于南宫天的审讯结果 在对方心知逃生无望后 便一一将所知一切道了出来 就跟吕仲料想一般 此人不愧是大成老怪 所言的信息处处埋坑 可谓是假假真真 实距可能聚距为真 但合到一起 又较容易误解 不过 吕仲所关心的关键信息 倒是没半句虚言 于清禾的确是见先 罢了 就算没有浮流古路 我也照样有机会 将你法则领悟完整 就是所耗时间要略长一些 可这也总好过 沾上不必要的因果 越到高境界 吕仲对因果的认识就越深 虽然没话本中说的玄乎 充其量不过是些日常概念的叠加 而后被人神秘化了而已 但却也不可以随意忽视 否则诸般因果叠加 纵使是真仙也无法承受 好比于清禾 此人虽未得到真仙 获得了长生道果的高位存在 但就是因为背负九水因果 方才会落得 身死到消下场 从这一点来看 真仙也不过如是 当然吕仲也很清楚 真仙虽然并非无敌存在 但实力绝不容小觑 想要碾压下面境界的大成杜结修士 乃至于诸恶 堕仙之流 估计还是能轻松做到 甚至乎 是视若蝼蚁 算算时间 那些辅药也该成熟了 吕仲自屈尺林回来后 就开始着手炼制丹药 未将万年降珠草的效果最大化 一些丹药辅才必不可少 好比千叶昙花 能将降珠草中 辅心毒削弱 若再搭配上穷叶 则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将已经削弱的辅心毒转化 以起到提振丹药效果的作用 如此种种 皆是炼丹经验总结 这一番计算下来 最后的成品降珠丹 其效果比预想的 还要强上不少 比不得九元灵丹神奇 但要好过骁龙圣丹不少 将材料取出后 吕仲转身就进了丹市 接下来的日子 吕仲皆在炼丹中度过 相较他的平静生活 受惰仙动作频频的影响 外界局势却纷扰起来 甚至乎开始陷入混乱 各大圣地不再继续折服 屡屡派出修士 夺取命缘 同时 大索天下 目的自是为了寻找金丹人柱 因这种种行为 方才平静不久的灵环界 又重新进入乱世 修士们惶惶不可终日 害怕哪一天就会被捉了去 在此情况下 一些忠欲修士的目光 不由投到了罗浮仙城 相较他处 这里可以说是一片净土 于是乎 大量修士纷纷来投 或是举足搬迁 或是宗门一指 就连一些炼虚 合体势力 也本着鸡蛋不放一个篮子的考虑 将部分分支转移出来 一时间 罗浮仙城繁荣更善 然这种新盛繁荣景象 也招致大量修士的担忧情绪 如此巨量修士 齐聚一处 极可能是圣地修士的 捐扬之策 他们等到时机成熟时 就新兵大举来犯 届时 一切将化为乌有 对这种担心 吕仲是一清二楚 可跟外界不同 他对罗浮仙城颇具信心 就目前而言 由大五行破灭神光简化而来的五行轮转大阵 早已经在三十三重天布设完毕 此阵虽是盖中盖 但也能发挥出惊人威能 若有大成来犯 足够对方喝上一壶 同时 罗浮药塞的潜力不止于此 待之后进度提升 五行轮转大阵还可继续提升 更进一步变成五行破灭大阵 等到那时 纵使杜杰七修士出手 亦要先自行掂量三分 绊甲子后 一炉降珠丹中 是炼制完毕 吕仲尝试着炼化一枚 发现效果跟自己预期的相近 甚至还略有超出的样子 着实是一个小小惊喜 为着急炼化 他将丹炉清理一番 准备继续 盖因炼制一炉降珠丹 仅需半珠降珠草 其他辅药也是多有余裕 是以准备炼制一炉 一回生二回熟 这次吕仲仅用了16年 便将一炉降珠丹炼成 前后两炉丹药品质相比较 由于经验加成 是后面那炉成品要略胜于前者 不过也是相差仿佛 在丹药之力的加持下 吕仲的修为开始飞快地进步 罗浮先成 青梅居 此茶居只对化神开放 几位相熟化神聚在一起 正有的没得闲聊着 不时有人拉起话题 但都是草草了枝 直到其中一名红山美妇 满脸忧愁地探到 哎 李道友已数年了无音讯 只怕也是 他此言一出 屋内气氛顿时凝重 是啊 不只是李道友 还有张大道友 张小道 由我这边亦都是许久未见了 有人接话 道出了相似的熟人遭遇 应该没有吧 我十年前还见过他们二人 一名留着清虚中年人这般说着 面色变得古怪起来 不过 那次是在上身界 后来好像听说 那里有圣地修士出没 该不会真是 说到最后 连他也不敢确定起来 换做其他时候 众人只会以为是外出探险 又或者是闭关 可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 只会认为是 被人捉拿了去 成了九转金丹的炼制原料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有人叹息道 算了吧 我们能够活着 就要知足了 若不是罗夫可供容身 也要四外面的宗门或家族那般 定期定量上交人税 被当作供品一般 交上去屠宰 道兄说的也对 越是在这罗夫仙城中 就越觉此地的不凡 不但有高阶丹药公然拍卖 还能不受圣地修士惊扰 无辈也算是有了一处 可安心修炼之地 茶居中 一名和善中年人 混于重化神中 表面看似 听得津津有味 实则心中却在冷笑不止 就让你们多快活几年 等到时机成熟之后 心中这般想着 在确定完此处的活动人数 他起身笑着冲众人拱手 随即告辞离开 类似于此 城中不知还有多少奸细 在这样活动着 无论是城中守备力量 还是关于那位旅程主的信息 只要有助于攻破此座奸城 便通通都在搜集范围之列 可让这些奸细感到苦恼的是 攻破罗浮先程关键中的关键 也即是那33重天的信息 他们却是迟迟取不得进展 到目前 也只是获取了一些公开情报 纵使加上 从一些家族中获取的点击 信息仍是寥寥无几 他们并非是没有尝试渗透 可每次的结果 皆是以人手损失而告终 致使现在的罗浮33重天 在这些圣地奸细修饰的眼中 已然成了一处吞噬性命的恐怖黑洞 罗浮外锅 有一间打着大宇商会旗号的店铺 平日里依靠贩卖零矿为主业 在如今动荡不安的中狱 生意是日渐红火起来 此刻 商会深处一觅适中 一身着素色隔衣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道的冷面中年人 此刻正浮身在面前书案上 对惠总来的卷宗进行分析 试图想要在茫茫信息海洋里 找到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时脚步声传来 一白一青年推门而入 会长 快看这个 青年将一份卷宗放到桌上 回退几步兴奋说道 何事值得你如此兴奋 还有阿景元 叔父说过你多少次 凡是不要洗心余色 做我们这一行的 若不能控制自己表情 迟早都会落得个生死下场 教会完自家折 中年人这才将卷宗打开 直一眼 他的面色也变了 中年人表情之所以如此变化 却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 三十三重天情报获取 终于取得了突破进展 可随后他却升起了疑心 这并非习惯使然 还在于进展出现的时候 巧合 太过巧合了 难免叫人怀疑 这是一个陷阱 可还未等他进行确认 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骚乱 随之就是一阵贫贯破碎之声 糟了 快 我们快 中年人瞬间明白过来 那道信息分明是在钓鱼 二人才刚有动作 一道身影便出现在密室中 还刚好站在他们的 逃生密道入口盖板上 原来只是两只原鹰虾灭 眉心有着月牙印记的青年 自然是吕仲派出的太阴化身 他自顾自的喃喃一阵后 就挥袖打出成片清白月光 此举却不是要将二人打杀 为避免阴魂牌等因素 导致着书纸死亡信息泄漏 化身这是在用太阴尼法则的童话之力 将面前二人转化成月灵 之后进行一番问答 顿时又得到二人上线 如此往复 在合体修士面前 罗浮仙城中的奸细 顿时都倒了大霉 那些引以为傲的暗奸手段 在你法则之力面前 通通都成了跳梁小丑 连半点作用都没能派上 甚至乎还借此磨出一条大鱼 有圣帝合体修士出城不及 被化身当众斩于街头 近视中 吕仲得知了行动结果 面色相当之平静 好似解决了什么 微不足道的麻烦 仅是回复一个知道而已 相较解决混入城中的奸细 他还是更关心自身的修为 在炼化完所有降诸单后 法力是一生再生 目前距离突破 可以说只差几步 难 难啊 吕仲回想起这几年的苦修收益 心中也是不禁苦笑 在消耗完所有单药后 修为增长速度前后 有若天差地别 如今慢得简直叫人无奈 以不能用龟爬来形容 若照此持续下去 非得积累个三五千年 才有可能提升至合体中期圆满 幸好 我还可自行催熟灵药 近来得益于修为的提升 吕仲催熟灵药 是更加的得心应手 再有三年不到 就能再收获一批 骁龙圣丹原料 等将它们炼制成丹 便可以尝试 突破至合体后期了 正想着 吕仲面色微微一变 继而叹了口气 这一天 终于是来了 就在太阴化身如离亭扫穴 将混入城中的奸细 一网打尽后 便有一只修士大军 越过界域县 浩浩荡荡朝罗浮开来 在化身传回来影像中 大军战舟遮天蔽日 一路碾压 煞是威风 哼 人数再多又如何 吕仲不屑冷笑 舵仙不出 纵使这次是 数位大成出手 他也有八成自信 将之击退 如果是合体修士率领 则可叫其大半而归 此时此刻 伴随着罗浮仙城 护城大阵的缓缓展开 有金色光幕正在成形 一对对罗浮卫面色凝重 漠不作声地朝城墙处掠去 与此同时的外国 则是乱作一团 空港处 一搜搜非洲你争我抢 连码头上的货物也顾不得了 蜂拥飞出空港 唯恐受战火波及 落得个船毁人亡下场 不少修士健壮 也是急匆匆 朝城外赶去 明眼人都能看出 眼下即将有一场大战爆发 面对是大组成联军的圣地 势单力孤的罗浮仙城 实在并没有多少人看好 纵使连守城罗浮卫中 亦有许多修士临阵脱逃 不过 一些知晓罗浮仙城 真正用途的修士 却已是在暗中下主 尽管此事风险极大 可一旦罗浮守城成功 那么收益也是可以之匹配 还有部分赌徒 亦是在这一战中赌上了一切 他们或是售卖灵物的商人 此刻大肆收购抛售的贬值资源 无论是灵药也好 丹药也罢 乃至于其他灵物 还有则是经过深思熟虑 决意采买那些不看好罗浮仙城 而被出售的上好店铺 试图借此大赚一笔 如此种种 净显疯狂 这时候 吕仲已是出现在欲经天中 罗浮仙城的城防体系 内外国家上护城大镇 其实都算是要塞的一层外围攻势 能真正起到守卫要塞作用的 还是这33重天防线 面对层出不穷的拟法则能力 除却悬仓这种 以真仙为假想敌的诸仙要塞 一般要塞纵使是布置再强的阵法 也会出现难以弥补的漏洞 于是乎 便有了以数量补齐质量的设计思路 典型之一就是罗浮要塞 不过这都是以前 罗浮要塞在屡仲进行一番改造之后 加之五行轮转大镇的建成 整体布局跟最初已是有了极大的不同 若是对手还是照着之前的认知 来尝试攻陷罗浮要塞 那么必然会得到一个天大的惊喜 不多时 已是黑云压城 从浩浩荡荡的大军中 忽然飞出一道清光 待灵光散去之后 显露出一先锋道鼓的白眉老者来 他望着严阵以待的罗浮仙城 面上本带着的自信之色 又叫先前浓郁了几分 若只是这种程度 恐怕破城只需一日 心中这般想着 白眉老者鼓动法力 朝前方喊话道 亲眼 黎晨 阴火三大圣队前来拜访 不知吕城主可否赏脸一叙 拜访 吕某人还是第一次见 吕仲将一道化身 直接传送至白眉老者身前 平淡说道 可这一招 却是将对方吓得不轻 似这般神不知鬼不觉的传送 在白眉老者的认知中 除去那几种逆天神通外 便有你法则能力可做到了 然后想要掌握 亦是难之又难 现在能将化身传至附近 等一下就能直接对我动手 白眉老者如此想着 顾不得回答吕仲 急忙将一面蓝战战兽纹盾牌寄出 使之环绕在周身 并画出一层护照 做足了保命的方便 我还到圣地修士 是如何地出类拔萃 却不曾想 吕仲见到此幕 毫不客气讥讽起对方来 哼 修咬成口舌之力 白眉老者冷哼一声 见自己试了先机 便干脆客套话也不说了 直接下达最后通牒 吕仲 如今我三大圣地联手 纵使合体修士 都足有九位之多 其余抢手更是数不胜数 外加还有大成七的山虫洞主 说到这里 他面上呼噜出笑容 依我看 倒有语气一卵基石 倒不如趁早归降 四旅道友这般的人物 纵使是在我亲眼圣地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待确定道友规划成心 到时也不是不能培养 这可比当什么罗夫成主强多了 可笑 吕仲冷笑起来 这话恐怕连老者自己都不信 道亲眼圣地入坠 怎可能比得上一成之主 况且 吕仲如今 还掌控着太虚仙城 那边同样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若是有时间调集过来 他甚至能让麾下修士 出成百阵对垒 好了 如果道友只想说这些 那就请回吧 莫要后悔 白眉老者一拱手 身形倒飞而回 另一边 三大圣地组成的联军 已是开始缓缓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 罗夫卫亦是发起了攻击 一道道法术 一道道光柱 并有符文弩使掺杂其中 犹如流星雨般坠下 声势浩大至极 铺天盖地地朝联军阵势压去 切 切 切 一连三个起字 从联军左中右三处发出 紧接着 三箭先机升空 他们各自为大阵阵眼 气机镇压之下 很快勾连组成三色光幕 随后在三明合体后期修士的操控之下 三箭先机又聚拢至一道 在此影响下 光幕顿时合二为一 砰砰砰 剧烈的爆炸声 剑或混合撞击声 如炒豆般炸响着 联军修士 尽管身处阵中 可面对瓢泼式的法术攻势 此刻仍不免是心中坠坠不安 唯恐头顶大阵坚持不住 每前进一步 这种担忧便放大一分 纵使是合体修士 这时候也是心中紧张 在这种级别的大战中 数量甚至可以压倒质量 好比三箭先机 合二为一的三三玄机大阵 集合了数万名修士之力 其所发出的权力一击 甚至能重创大成 轰隆隆 这时天空中 忽坠下一道雷柱 几乎瞬间 偌大的一片空域 就化作雷海 好惊人的雷法造诣 白梅子心中惊诧 他自然能看出 这是一人之力所为 跟借助大阵 亦或者是其他手段施法不同 修士单靠自身力量 引动天地 其施法威能 虽要逊于前二者 唯独速度方面 极为迅速 事已不过数息 就已经有雷柱降下 可惜 这依旧是徒劳 白梅子心中冷笑 就见联军已是 逼近之万丈距离处 到了这时 城中射出的弹幕 愈加密集 可就跟之前一样 纵使接连有雷柱落下 也丝毫无法奈何 得了大阵 掩护之下的联军修士 不过 眼下只是序幕 双方皆是明白 等到接近大阵的 最佳攻击距离后 届时才是真正 剑分小的时候 若乃一方大阵被击溃 则乃一方便会因此陷入被动 胜利的天平 自然也会随之偏移 是以道时的对抗 必然异常之激烈 欲经天中 吕仲坐于堂上 打量堂下三人 这三人 修为剧都是合体 分别代表着三大势力 来历出处并未道出 但自信能帮助罗浮渡过难关 提出的出手条件各不相同 唯独有一点类似 那便是 多自言深厚 站着一位杜劫妻修士 这倒也是正常 若头上没有杜劫大能 也不敢做这种火中取栗之事 你们的提议 实话说相当之 诚恳 这是吕仲对三人提出条件的评价 没有趁火打劫 反倒像是雪中送炭 在不知情的人眼中 若当下的罗浮仙城 能获得他们帮助 就好似吃了一劲猛药 度过眼前此劫的几率 就能得到大大的提升 只可惜 吕仲并不打算接受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这一点 他从在这个世界睁开眼的时候 就已经明白 当即 吕仲起身对三人拱手 一脸歉意说道 抱歉了 关于此次罗浮之事 在下自有办法 可度过 就不麻烦三位了 敢为吕仲主 为何如此自信 堂下一白衣修士 颇感兴趣地问道 在下意识如此 又一老道开口 至于最后一人 虽然没有说话 但看其表情变化 显然也有这种意思在里面 呵呵 关于这点 还请三位拭目以待 事关罗浮仙城 存亡大事 吕仲自不会随便将秘密道出 况且 眼前这三人的来历 他虽然已经有了些许猜测 仍是无法确定 究竟是否暗中投靠了圣地 他随即将三人送走 踩过半课中 整个罗浮仙城就震动起来 通过一位位化身 时刻监控着战场的吕仲 自然知晓 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三玄机大阵 玄机欲齿 威能果然不容小觑 吕仲南南脑海中浮现出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都来自于道蒙典籍 毕竟这座三三玄机大阵 本就是属于道蒙之物 只是在道蒙一夜崩毁之后 不知怎地落入到三大圣地手中 也正是因此 吕仲对此阵十分了解 方才他以雷法出手 就是为了试探道蒙所留后手 可惜的是 圣地修士显然不是傻子 天底下的聪明人其实大都差不多 他们早已通过直接间接的方法 将阵法中的后手堵死 于是乎 雷法无功而返 轰隆隆 暴响声再次传来 只不过这次的阵感 比先前小了许多 吕仲猜测 因是玄机欲齿 仍在酝酿 攻击可能是大成发出 也可能是其他 这时候 通过光幕可清晰看到 这时联军大阵上空处 又有万千灵光汇聚 乃是修士的法力 命缘 及五行弥法则之力显化 待西宝西卒 一拢照在白光中的玉齿 缓缓成形 这就是玄机玉齿吗 不知道跟我的五行轮转神光 到底孰强孰弱 吕仲这般暗想着 将一道意念 传给麒麟仙灵 此仙灵并不是什么吉祥物 他作为统御全程禁止的 核心中枢 有着灵活调动 各处大阵的权限 甚至比他直接 依靠法觉下令 还要迅速 玄天大阵 起 仙灵原地一转圈 欢呼般喊道 只是瞬间 罗浮仙城 便有光聚冲销而起 隐约可见麒麟虚影 凡是见了这幕的修士 无意不适 感到心中震撼万分 这是何等令人窒息的美景 得以一见 幸甚至哉 可更让他们震惊的一幕 其实还在后头 忽然之间 光剧中有无数金光分化射出 他们起初如丝驴一般 但很快便汇聚在一起 化作金色皮练 又如红流一般浩浩荡荡 金色皮练灰映天穷 直朝着下方的君阵压去 另一边的联军中 一名黑衣美覆面无表情 弹指打出一道法诀 煞时间玄机欲齿 璀璨发光 陡然前掠 两者瞬间碰撞到一起 动 吕仲久违感受到 灵光静也会刺眼 光芒一闪过后 才是以碰撞点为中心 呈环形扩散的惊人气浪 这还得多亏双方两股力量中 并未掺杂空间 拟法则之力 否则 当场就是虚空破碎 饶事如此 待冲击余波扩散开来 仍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数十上百里的弱大地块 被暴风好似草皮般先飞 就连山脉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好似豆腐般破碎开来 罗浮仙城下方的地形地貌 就这样再一次碰撞中 被彻底改变 可谓等余波散尽 玄天大阵 又跟玄机欲齿第二次交手 这次依旧不愤伯仲 吕仲将这幕看透眼里 心中则是在猜想着 对方此趟到底是有着什么一掌 就眼下情况而言 光凭三三玄机大阵 虽能破去罗浮仙城的玄天大阵 但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低 对联军来说 甚至是伤筋动骨 怕是跟我想的一样 破阵的办法就那么多 在排除种种不可能之后 答案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要么联军知晓了玄天大阵的漏洞 要么就是有专门的破阵之物 无论是哪种都能轻易解决问题 他正想着 外面罗浮卫却已是恐慌起来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笼罩着罗浮外郭的金色光照 竟突然间就支离破碎 化作了漫天光线 纷纷洒洒 对面的联军剑辞 瞬间就是士气大震 从修为境界不同的修士手中 一道道大威力法术 并着闪烁各色光芒的法宝灵宝 山呼海啸 如乌云一般朝城头盖来 护住他们 吕众下令道 麒麟仙灵立刻照做 在他操控下 外郭处的空港 那一条条宽大战桥 瞬间变形 弯折 几乎是眨眼间功夫 只见得一阵激阔声 就形成一面面坚实顿墙 将城头暴露在外的罗浮卫们护住 为他们的撤离 争取到关键时间 下一瞬 漫天攻击席致 退 快退 一声呼吓 在主官们的招呼下 罗浮卫尽都朝后方撤去 在他们身后 爆炸声如雨点般绵延 一道道由空港组成的盾墙 未能抵挡太久 就在密集的法术弹幕攻击下 被轰得支离破碎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圣帝联军前进 弱大军团如黑云一般 横跨天空雷池 朝着罗浮仙城扑来 欲惊天的旅众看到这幕 心中并未有半分波澜 就目前而言 尽管当下悬天大阵被迫 罗浮一方好似落入了下风 可实际上 一切对他都只是开场而已 不过 吕众也能看得出来 对面似乎在谋划着什么 表面上看 此次三大圣队联手来袭 是为了攻陷罗浮仙城 可这未免太过于吃力不讨好 毕竟罗浮不是什么软柿子 圣帝修士最后哪怕成功取胜 那么付出的代价也定然十分惨痛 完全不及到手的好处 仔细推想其他可能性 恐怕是罪翁之亦不在酒 若说各大圣帝的严重刺 那定非悬仓要塞莫属了 更不用说 掌控此要塞的还是盗蒙 一个曾经掌控灵环界多年的霸主势力 唯有设法除去 舵仙们才能肆无忌惮 施行自己的计划 他正想着 战火已蔓延至外国区 圣帝联军这边 显然没有摧毁罗浮仙城的打算 亦或者说 他们早已知晓 本质上试要塞的罗浮仙城 非是合体大城之流能撼动 于是乎 向战展开 即试要塞 罗浮的内部结构 自然是被精心设计过 不止于33重天 连内外国阶都是同样的设计思路 在城中如此狭窄的地方 大规模军阵自然施展不开 是以偌大的三三玄机大阵 不得不进行变化 大化小 繁化简 偌大一个军阵 瞬间好似崩城散沙 可吕仲见到这幕 面上并未显露喜意 反倒是心情更显凝重起来 因为这意味着 对面真如他所料 彻底掌握了 这座道蒙大阵 若非如此 不可能连根本的变阵法都施展出来 一方面 大量低阶修士 在城中冲杀 同时那些高阶联军修士 则是对33重天展开了进攻 即便有太阴化身出手 圣地一方依旧是势如破竹 眼见着 就要被攻入第一重天 吕仲心中不由生出冲动 若在这时启动大阵 少说可以将半数联军 灭杀在罗浮 只不过 这样就等于泄露了我的底牌 更不用说斩杀那些合体 乃至坐镇此战的大成 这也是为什么 对面会让大军冲入城中 试探 低阶修士在此战中 并非是彻底的炮灰 他们还肩负着 试探另一方虚实的作用 若是对面的低端力量 无法抵挡 则为了抵挡几方攻势 就必须派出高阶修士 否则就只能眼睁睁看着 城防被一点点瓦解 同时 若是另一方设下陷阱 数量惊人的修士大军 也是一个极好的诱饵 好比方才 连吕仲也差点动了心 罗浮仙城外 一片七彩祥云浮空 跟远处城中喊杀声一片不同 这时候 此处却是一片凝合 仙月声阵阵中 山虫洞主 及白梅子一阴高阶修士 此刻都汇聚在此观战者 联军修士的死伤 对他们而言都不过是数字 依你们看 这罗浮还要多久才能攻下 主座之上 一脸冷色的山众洞主道 站在他左手下第一位 白梅子这时应声出列 回洞主 这恐怕还得一段时间罗浮仙城 实则该是罗浮要塞 根据固纸堆里的记载 道蒙当年在构筑此城时 乃是将之作为要塞建设 是以城中不仅有七阶大阵 还有名为三十三重天的防御手段 哦 山虫洞主一听 心中顿时来了兴趣 他冷色一脸 将目光投向白梅子 何为三十三重天 关于这点 清言也是知之甚少 只知晓 那是由道蒙借助真仙之力 所建造的一处奇异 秘境天地 内运各种险境 以作剧敌之用 是以想要攻占罗浮 就必须从第一重开始 竹虫攻占 直至最后的御经天 白梅子的话 让底下众合体 则是一脸疑惑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世间竟有如此类型的要塞 城防体系可谓跟一般仙城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考虑 这真的有用吗 而山虫洞主听到 则是陷入了沉思 他不难猜想出 当初道蒙如此设置的目的 盖因假想敌不同 寻常仙城 通常只需面对诸恶 妖族 亦或者是先修 在这种情况下 护城大阵能发挥极大用处 可道蒙所设想的假想敌 恐怕是能是大阵于无物 亦或者能轻易破除 设想对手应是掌握了 你法则力量的存在 这些可比一般的修士 妖兽力量层次高得多 事已 才会诞生出 三十三重天这种构想 爆 一道流光落在祥云上 却是一名浑身带血的修士 罗浮外锅已经彻底落入我方手中 什么嘛 那屡众也不过如此 有修士忍不住出声 我看也是 这时队伍中部分人 则是齐齐望向祥云上某处 那里盘坐着一名秃头修士 有树杆五彩阵棋 差于四周 看起来是布设了一座法阵 其道友 你那边如何 道蒙并无动静 秃头修士回道 正如屡众所料那般 圣帝一方此次大局出动 为的不单止 是罗浮所聚集起来的修士 同样对悬舱要塞抱有想法 甚至早已经准备好了陷阱 只要目标一出现 便可以将之短暂禁锢 届时自有折先前来 看来 那屡众也察觉到了什么 不过知道了 又如何 这就是阳某 若他不向道蒙求援 则罗浮陷落 必成定局 白梅子这时抚须说道 到了他们这一境界 阴谋除非提前布局 否则极难得逞 可越是提前 则变数也就越大 于是就有了当下一幕 随即有修士站出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依我看 不如现在就请山崇前辈出手 管他罗浮什么三十三重天 在大成之威面前 纵使是再多的秘境 也都不过事儿戏罢了 复义 我也复义 见此幕 山崇洞主 面露不悦 若非下面众修来历不小 聚都是三大圣地的长老 背后关系千丝万缕 他此时定要一巴掌狠狠下去 全都拍死作数 当即 他淡淡瞥了白梅子一眼 后者会议 从人群中站出 再次履行自己的职责 诸位道友 还请听我一言 白梅子一出生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只听他道 吕仲此人 经历可谓传奇无比 近乎潜水出蛟龙 恐怕诸位都还不知道 此人是一名下界修士吧 什么 下界修士 一听这话 群修哗然起来 灵环界的下界 自然指的是凡界 能从凡界飞升上来的 无意不是那一界的风云人物 能够在那种平级之地飞升上来 显然没一个是一鱼之辈 难怪 他能有如今这番成就 众修方才了然 所以 他才能先下罗符 又先太虚啊 不过 这又如何 有修士这时 又不服气道 在场之人 哪一位不是天资卓越 若不是诸般机缘加身 外加自身情学苦练 又怎么可能历尽艰辛 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 非也非也 白梅子摇头 解释道 吕仲此人的成功 跟诸位可是大有不同 难道你们觉得 一位毫无背景的下界修士 能光凭自身之力 顺利地走到今天 根据老夫所知晓的信息 此人一路突破 可都是顺风顺水 道徒之顺畅 可是远超在场诸位 就算是笔之各大圣子 也只是略有逊色而已 如此评价 可以说是极高 一番话下来 也让众人陷入沉思 不过 老夫想要说的 是词子背后 定然不止道蒙这般简单 吕仲曾入过太阴府岛 那里曾经有着什么 我想诸位应该十分清楚 你说岳阴子 有人面色一变 说出一个圣地大敌名字来 作为一名老牌杜阶 岳阴子给各大圣地带来的威胁 可比局限性极大的悬仓要塞 要大得多得多 就目前而言 在折仙复苏上未完成的时候 杜阶七修士 对各圣地修士 无论是炼虚合体大成 可以说都是碾压般的存在 更别说 那些老怪还集合到了一起 若不是有这些杜阶的牵制 灵魂界早已经是他们的天下 不可能吧 有修士心中推测 觉得这不可能发生 但也不得不防 杜阶若真出手 在场之人没一个能走脱 毕竟那般半仙人物 虽然数量没有几个 只要舍得豁出命去 就算是真仙 也要畏惧一二 场面一时彻底安静下来 主作上的山虫洞主 这时候才开口道 既然现在情况不明 那就还是按照既定计划 由底下那些人去试探 等到探清罗浮虚实 洞主前辈 所言即是 下方群修纷纷俯身相拜 扑痴 一道剑光掠过 将一头白色月灵斩杀 可没等此剑主人露出喜色 一截剑人 就从他眉心破出 却是被此人当作队友的月灵所为 在这种混乱的战场中 月灵继承白眼的伪装能力 到了大方一彩的时候 到了这时 太阴化身早已使出所有实力 可即便如此 罗浮一方仍在败退 自外锅丢尸后 由于罗浮卫过于孱弱 无法抵挡联军攻势 那锅也是尽数失守 眼下已不得不退守第一重天 照目前情况来看 这里失守也是迟早之事 可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出现大队修士 数量惊人 甚至超过完整状态下的 罗浮卫总人数 罗浮卫们对此疑惑不已 毕竟眼前这些友军修士 他们可从来都没有见过 可太阴化身却是知道 这是本体给他调来的援军 来源吗 自然是山河洞天 经过这么多年空桑神木的扎根 山河图的内部空间不断扩大 如今早飞往西可比 面积已达百万里之巨 丝毫不亚于一个小域面积 在此情况下 自然能供养出大量修士来 如今正好到了派他们上场的时候 这边方才排开阵势 新的敌人就已经再次杀来 等见到对面翻了一倍的罗浮卫 联军一方的主官也是不由一愣 心到在眼下这种时候 罗浮怎么能召集起如此之多的修士 难道是宜兵之计 他觉得有些许可能 但还是一挥手下令重修进攻 无论如何这第一重天都要拿下 纵使是圣地修士 亦要为修炼资源所发愁 更不说像他这种炼虚修士 若想要突破至合体期 没有一箭神魄灵宝 可谓是千难万难 而战功无疑是条捷径 杀 可迎接他的 是太阴化身冷血无情的杀戮 同时这边的情况 也被很快向上传递 稳坐玉金天的履重 对此依旧是毫无情绪波动 在他看来 占据了地力优势的太阴化身能取胜 结果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更不用说 还有他刻意调出的山河洞天修士 反观之联军一方 很快意识到不对之处 有迹象显示 朱仙蒙那边跟吕仲曾有过接触 会不会这些突然冒出的修士 就是朱仙蒙所派出的 有人分析完信息 很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众修赞同反对皆有之 山崇洞主则为说话 静静看着底下众修辩论 心中则是想起来朱仙蒙之事 此蒙来历 自然是为反抗圣地折仙 牵头者乃是杜劫 蒙中修士都不简单 是灵环界各大宗门及家族的联合 正是有了那些忠诚的宗门家族修士 朱仙蒙实力不容小觑 若是能全部集合起来 没有任何一座圣地能单独应付 只不过 朱仙蒙由于太过灵散 分散在灵环界各处 除却极具威胁的杜劫七老怪外 底下的修士通常难以组织起有效力量 一直都只能进行袭扰 若说朱仙蒙参与进来 倒也并非没有可能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等看来都必须要出手了 山虫洞主望向下方众修 而后一甩袖 放出一道霞光 落到白梅子手中之后 瞬间化作一面土黄色令牌 又道 此乃物土灵玄令 内里蕴含我 一道分魂之力 若之后遇上那屡众 可在关键时刻祭出 白梅子接过此物 顿时心中大喜 大成分魂 实力虽不可与本体相较 但那也是大成七的层次 何谓之大成 自然是精气神 蜕变完满 只差最踏出最后一步的存在 他们不但掌控了一种拟法则 还能将之灵活运用 不再局限于三五种能力 在对力量本质的洞悉之上 跟杜杰七修士 并无质的区别 只在法力积蓄多少而已 如此存在的一道分魂 其实力可想而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纵使是遇上所谓的 合体七圆满 亦可以借助 对力量本质的理解差距 瞬间将之灭杀 即便遇上最坏的情况 也可以借此抵挡一二 事已 白梅子方才会有如此表现 请动主放心 我白梅定当 攻下三十三重天 斩吕众手机来见 道出一番豪言壮语 他深化顿光朝 罗浮先成掠曲 在白梅子之后 其他合体修士 也是纷纷跟上 合体七出手毁天灭地 若是一群 则是声势更是惊人 在他们的攻击下 罗浮一方开始节节败退 若不是有月灵可断后 恐怕伤亡数字 将会成几何之数倍增 这一幕 自然被屡众瞧见 合体已加入战场 但这山虫洞主 怕是不到最后 就绝不会步入城中一步了 如此看来 最好的时机便是 现在 他心念顿时移动 不远处 盘坐的麒麟仙灵 将两只蹄子敲到一起 啪 伴随着这声脆响 原本笼罩在硝烟中的 罗浮先成 在山虫洞主惊叉的目光中 陡然间镀上了一层金光 更有无数符文 似义飞舞 隐约有一黄金 巨树浮现 摇曳生辉 黄金术 道芒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道 与此同时 攻入城中的联军修士 遭逢大难 只见无数金色锁链 自虚空中骤然浮现 而后无论是合体也好 原因修士也罢 哪怕使出全身解数 也依旧无法抵达锁链的束缚 白梅子此时 一颗星已跌到了谷底 现在的他 被一层土黄光照保护 那是雾土灵玄令所化 有着抵抗金色锁链的能力 故还未沦落至其他人下场 可也坚持不了太久 意外这般发生 白梅子哪里不知道 自己这是中了陷阱 不只是他 还有联军的所有修士 如果全部都覆灭在此 那我岂不是不不不 白梅子知道 现在并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与其担心之后 被老祖问责 倒不如现在先担心 自己能否活着离开罗府 白梅子的担心 很快成真 伴随一声雷鸣 吕仲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就是大成吗 吕仲眉头紧皱 望着面前土黄光照 感到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就好像在九水之地 面对身中阴楼道密法的药云 自己纵使是有千万般力气 也分毫使不出的感觉 眼前这光照 虽不至于那般夸张 但也并非合体 所能解决 如果他没有猜错 此光照应是土形法则 具现所化 兼具着土形以法则的所有特性 是已早已经能生生不息 几乎难以为外力所攻破 想要破除 要么以大成七修士进行对抗 要么无视 吕仲准备选择后者 如今情况 白梅子就是瓮中之鳖 纵然有一层乌龟壳可可自保 但受到那层土形护照的限制 自身也无法逃脱出去 既然对方一出来 就会遭受大震攻击 实死无生 所幸 吕仲就将之无视 就目前而言 如何解决那山中洞主 才是他最头疼之事 思绪间 一道五色光注凝成 这便是五行轮转神光 论威能 丝毫不亚于大成修士 在理论上 他有着灭杀大成的能力 可在大成七内部 修士与修士的力量 几乎是天差地别 是力量积聚多于寡 其差距甚至不亚于 合体跟大成 强者能轻易碾压弱者 而眼前的山虫洞主 显然不是异于之辈 看来这五行轮转阵虽强 进一步就能射出破灭神光 但还是仿有余而功不足 想要直接斩杀一名大成 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之事 一番思索 他很快做出决定 自然是见好就收 一下吞掉联军数万修士 足够令三大圣地伤筋动骨 等到他们缓过来 只怕我也是大成修士 吕仲心想至此 果断发出一道指令 叫麒麟先灵 停止激发五行轮转大阵 毕竟此阵再没有电池的情况下 每激发一次都要消耗巨额零食 而且是上品零食起步 换算成下品零食 则每次少说也是上亿 另一边 山虫洞主恼羞成怒 他活了如此之久 还是第一次这般势态 不但事前谋划失败 错过了罗夫要塞的实力 还将己方修士 进阶葬送 表现与其说是失误 倒不如说是无能才对 树子 我必杀你 山虫洞主对天发誓 后化作一道黄光 顿入地下 事已至此 他唯有离开可选 至于屠杀周边报复 倒不是山虫洞主慈悲心肠 而是他感受到了诸仙萌的威胁 否则也不至于似如今 直接依靠土盾术离开 土盾左移土形移法则 二者结合世质的变化 一瞬间 山虫洞主就在万里之外 大城灵压消失 吕仲也是松了一口气 此战继胜 料想可以震慑一二 叫圣地动作收敛 只是那些死去的人 怕是看不到罗夫的未来了 方才的大战中 罗夫卫跟联军不断冲杀 在修士坚韧的心智加持下 其惨烈程度简直匪夷所思 修士本性自私 但若是灌输以荣誉等思想 则同样可以成为死战不退的存在 再加上 城中死伤的无辜者 少说也是十几万人伤亡 叫人不免感叹战争的无情 就这一数字 还是及时疏散的结果 不管怎样 这一关还是过去了 吕仲心中难难 决定将要色的改进速度提一提 至少也要赶在圣地 恢复元气之前 将之改造为真正的飞行要塞 而不是现在的靶子 时光流逝 罗夫击退圣地联军的事迹 很快就在中狱传开 无数势力惊讶万分 谁也没想到 罗夫竟能倚若胜强 击退来犯之敌的 心思也都开始活泛起来 动起了 将鸡蛋放到这个篮子里的想法 受此影响 罗夫先成人口不减反增 是以一个甲子过去 战争痕迹就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更上一层楼的繁荣 不过此刻的吕仲 并未理会这些 在大战结束后 他就再次进入闭关状态 每日皆是在练器打坐中度过 偶有丹药可服 修为就能因此精进一截 距离合体 后期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 舵仙们也并未停止各自的步伐 他们渴求着成仙 得知九传金丹的有效性后 自然是偏执地想要 将之练成 然罗夫一战 无疑起到了振奋士气的作用 面对层层进逼的圣地修士 不少势力 已是开始发起反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不过 这里终究是修仙剑 百年之后 成了 吕仲目中一亮 弹指打出树道法绝 面前丹炉 陡然揭开 立刻便有树道 霞光飞出 却都是刚刚炼成的 七阶丹药消融圣丹 此丹功效虽平平 但盛在灵药培育简单 加之罗夫这边 一直又在收的大量珍惜灵药 是一想凑齐一份骁龙圣丹 时间远没有屡重料想得久 眼前这炉丹 便最好的力证 等彻底练化之后 我恐怕就能达到 合体中期圆满 念及至此 他顿时盘坐调息 待状态 恢复完满 日复一日的画丹练气 又再一次开始 只是他才入定不久 面色就是漠然一变 霞光一闪即逝 掌心处 陡然间多出一物 却是李和君的命星 命星在破镜 吕中自然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这代表着李和君 即将降生在灵环界 不 不对 不是的 吕中这时 似是察觉到什么 身形一闪出现在外面 等他抬起头望 向头顶天空 表情顿时 变得十分精彩 无数的流星 正在横掠过天际 这到底是 这就是我等所等待的机会 不知何时 吕中身旁 出现一道身影 是许久未见的月英子 月英子的模样 还是跟以前一样 他这时低下头 目中忽然有青光一闪 含笑着道 看来师尊他老人 在从仙界折返回来后 果然是躲在你这里 也是难怪 毕竟有着空丧神木在 恢复速度能快上不少 再者 也没有比躲在你这里 更安全的地方了 何种灾结 吕中不禁发问道 你知晓的 月英子面上带笑 望着头顶的无尽流星雨 缓缓道 在彼时 曾有人将之称为天上灾难 也有人将之是座渣子的外衣 不过这些都只是表象而已 他再次望向吕中 目光多了一丝不同 是羡慕中带着一丝懊恼 跟走在正确之路上的你不同 我等走着旧法 成仙之道的修士 在如今 这个轻颓的时代 能真正成就真仙的办法不多 而眼下到来的灾难 就是其中之一 而此刻的吕中 仍沉浸在对方所言话语中 天上灾难 这不就是道蒙降临此界的原因 难道这么长时间过去 仙界仍未解决渣子的外衣不成 若果真是如此 他已是不敢想象 为万修所向往的仙界 如今该是何种景象 正想着 他猛然一抬头 不知何时 月英子已是消失无踪 对他的出现 屡重不难猜到 毕竟是渡劫期修士 凭着一身出神入化的本事 若想要渗透尽没有布下罗天大阵的罗符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那小子走了吗 太阴祖师忽然出现 探头探脑的鬼祟说道 走 走了 吕中见他这番心虚模样 不由好奇其两人间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叫堂堂的太阴祖祖师 也不敢面对自己的徒弟 要知道 月英子此趟出现 与其说是来提醒他 倒不如说是来见太阴祖师 见吕中表情 太阴祖师哪能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即哼哼一声 嘟吓着解释道 不就是偷吃他恋的丹吗 然后就是飞升成仙 但你也看到了 本祖师立马就遭了报应 活活被困在仙界百万多年 一回想起曾经往事 饶视太阴祖师以为折仙 也是忍不住一哆嗦 那是残酷至极的刑法 诺 这东西给你 太阴祖师想起出现的目的 将一枚精巧玉符递出 太阴祖福 其中蕴含了我一缕力量 外翼的渣子不好对付 等你之后 遇见便知晓了 而此 祖福能驱逐污染 保你神智 清明自在 好了 这就是房作 他话音一落 就立刻消失不见 而此时 已是有无数流星朝地面坠来 吕中从未见过 如此瑰丽之景 想要深深将之鸣刻于记忆中 但他同时也十分清楚地知晓 一场天大灾难 即将降临于灵环界 当当当 外锅罗长房 告警终声大作 罗浮卫 闻讯聚集而来 将事发地点 围得水泄不通 盖因一颗流星 坠落至此 他瞬间击穿大阵护照 然在即将落地的那一瞬间 却诡异地停止不动 就这样 悬浮在离地石杖的位置处 物渍滴溜溜地旋转着 吕中第一时间 就借助空间传送 出现在此处 待他看清流星的真面目 竟一时不知该做何言 却是发现 从天上坠落的东西 竟然只是一块建筑残片 依稀可便别出 是屋顶的部分 这就是月英子等待的机会 吕中的目光 凝重无比 一遍又一遍 掠过那建筑残片 望着上面 精巧无比的花纹 以及从未见过的材料 心中这时 忽然灵光一闪 莫非 这些碎片是来自于仙剑 极有可能 但吕中心中 还有一个疑问 那便是所谓的渣子 到底是何物 正当他思索之际 旁边忽然传来惊恐大喊 却是围观人群中 一名壮汉发出 凑热闹是人之天性 纵使是修士 也不能免俗 但此人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竟会因此惹祸上身 惨叫连连声中 壮汉的身形开始变化 膨胀 臃肿 虚鱼之间 就化作一团巨大肉扇 血浆喷涌之间 它的体型仍在飞速扩大 更从体内 弹射出一条条血肉触手 翻卷着 就要朝周围人射去 退开 所有人远离它 罗浮卫喝退为观者 以避免事态扩大 而这时 吕中突然出手 不过一道紫雷 就将肉扇整个 披成灰烬 然即便消灭着怪物 它却也仍是 眉头紧皱模样 同时还发现了 导致壮汉异变的原因 此时此刻 在吕中的原神世界中 此人与那疑似仙界的 建筑残片 赫然存在着 积不可查的联系 只见残片中 不断溢出黑泥 宛若渣子 源源不断地 涌入至壮汉体内 这就是天上灾难的真相 还有一件事 让吕中十分在意 那就方才的壮汉 不过是个 随处可见的普通筑基 可在发生异变之后 其实力静下暴涨 由于未知的原因 瞬间跨越一个大境界 实力已是等同结单 料想 这就是渣子的效果 还有就是 围观人群数量近千 可为何偏偏选择了此人 而不是其他人 一连串的疑问浮现在心底 又被他静都按捺下去 紧接着 吕中尝试将残片摧毁 为保险起见 它是在场景回溯中进行 可结果大出所料 那残片仿若是以渣子凝成 是以每每受机 都会释放出巨量黑泥 致使更多修饰被影响 同时他还发现 即便是身处于渣子附近 修饰神志也会受到影响 就连合体期修饰 也难以彻底抵抗 是以心中磨念横生 稍有不慎就可能走火入魔 无法摧毁 还能影响周围一切 难怪此物能引发天上灾难 吕中到现在 算是明白了渣子的特性 不过 若是这样 他脑海中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办法 模拟场景中 吕中将天道斩杀剑寄出 试图将那残片摧毁 却不料 未曾发生的一幕出现 只见斩杀剑才一现身 仿若暴怒之急一般 挥洒出一大片黄金光辉 瞬间将残片笼罩其中 这次渣子没有万一 它们如烟灭一般 瞬间消失不见 解决残片后 原地漠然多了一团朦胧金光 接着它就像是龟巢的鸟一般 搜的一下 没入到斩杀剑中 融入金光 此件气息反倒壮大许多 如此奇怪一幕 叫吕中心中浮想连篇 它不难看出来 斩杀剑跟渣子 存在着什么联系 再一联想到 斩杀剑是来自于黄金树之感 一个荒唐的念头 顿时在它心中浮现 若果如此 那仙界我还是不去 唯妙吕中想到这里 苦笑着将心中念头抹除 可转念一想 那些渡劫大能们 未必不知晓这点 即便如此 这些人也仍对仙界无比向往 料想其中必然有什么 他不知道的隐秘 不管怎样 现在灾难寄险 天上灾难 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那当下最重要的是 自然是尽快提升实力 它可没有忘记 曾经的灾难 可是连针线也要下场 最后付出惨痛代价 方才能侥幸度过 大成切 吕中坚定了信念 待退出回溯场景之后 他吩咐罗夫为驱散人群 并立刻将渣子隔离 并送到第九重天 此举不止是为了净化渣子 还是为了进一步探究 至少要明白 渣子选中壮汉的原因 原来如此 经过一番研究 吕中很快找到了答案 说起来 渣子选中壮汉的原因 并非是修为这一因素 而是因为 此人身上有着一个特性 贪吃 根据搜集到的信息 壮汉从小食欲就出其旺盛 险些将一注击家族硬生生吃垮 是选修了一门饕餐功法 因此 获得惊人实力 才没有被家族扫地出门 正是由于如此特性 此人还有饕餐里的外号 之前事发时 他一边在人群中看着热闹 一边还在王嘴中送着零食 好借此运功提升修为 所以 又应是执念 吕中目中若有所思 若照这样说 那以长生为执念的修士 岂不是也会 这下他总算是明白 为何渣子会对修士造成侵蚀 根本原因说不定就是出现在这里 恐怕 这才是天上灾难破坏力惊人的原因 不过知晓了又如何 关于渣子的进化 吕中再知晓了真相 就已经祭出斩杀剑完成 结果如回溯时一般 天道斩杀剑解决渣子后 的确能因此吸收得一股力量 自身也因此而增强 可天道斩杀剑 只有一口 外溢的渣子 则是数量难以计数 根本无法将之除尽 受此一变影响 原本就因为圣地修士疯狂肆虐 而显得混乱不堪的灵环界 如今称得上是群魔乱舞 不只是先修 就连妖修 诸恶 亦受波及 世事纷扰 吕中也顾不得太多 就他的实力 也只能保罗服役于太平 至于灵环界 其他地方 既然天塌了下来 就有那些个子高的顶着 何况这些人对此 已是盼望许久 认为是成就真心的大好机会 料想很快就会有所行动 随后的日子 吕中继续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任凭外界如何纷扰 他也依旧沉浸在闭关中 每日或是打坐练器 或是参悟你法则奥秘 时间就这样 一点点地流逝 就这般 眨眼数甲子 单事之内 吕中秉息宁神 注意力全在面前单炉上 得益于时间倒流能力的掌握 他如今对灵妖的催熟速度 借此而提升了许多 足足是先前的一辈 这步又是新的一份材料凑齐 随着时间推移 一股丹香开始在丹室内弥漫 奇怪 作为一名资深炼丹师 吕中对自己所炼的这卢骁龙圣丹 可以说是熟悉无比 正当他思索之际 这时面前丹炉震战起来 隐约间似有雷光一出 可听见虎豹雷霆之音 小丹节 吕中见到这幕 心中越发觉得不对劲 丹炼的如何 炼丹师自己怎会不知晓 这卢骁龙圣丹一路顺利 可根据他以往经验 至多也就是品质稍好 无论如何 也不会是上品丹药 更别说引发了小丹节 罢了 先解决丹节再说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丹毁了 吕中当即 手掐法绝 精准地朝丹炉打出一道道法绝 四这般小丹节 想要应对非常简单 劫难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于丹药效力过于强大 致使丹气出现暴乱 只需要设法加以控制 如往常那般名丹即可 不过说着简单 实现却是千难万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吕中才终于将丹气降服 到了这时 一炉骁龙圣丹顺利出炉 待弥漫的灵光彻底散尽 共击六枚荧光闪闪的丹丸 就这么静静 漂浮在丹炉之中 连外观也发生了变化 吕中略意迟疑 决定还是探查一番 没有意外 丹药并未出问题 度过小丹节的骁龙圣丹 效果较先前增强不少 若是将之服下 想必能让修为再次精进 不错 吕中面带笑容 将这六枚骁龙圣丹收好 随即他的注意力转移 为了寻找导致丹药异常的根源 吕中借助挥晤空间 仔细回溯整个炼丹过程 很快便有了发现 原因出在环境上 丹城之时 往往要吸纳外界大量灵气 而如今天降灾难 从天上坠落的渣子改变了一切 本以为他们只会带来死亡与混乱 却不曾想尽还能提升单截几率 这到底是为何 吕中对此深感奇怪 无论怎么看 两件事都不像能联系到一起的样子 难道是 他忽然记起一事 在罗浮公文中 近段时间曾多次提及天谴之事 皆是发誓后未能遵守 后天降劫雷致死的事件 如此事件 可是做天节活动频繁的征兆 难道是渣子带来的天地一变 影响到了 或者说 恢复了此方天地该有的秩序 如此想法着实荒谬 却在屡众脑海挥之不去 不管如何 此事总归对他有利 中央界域之外 一处小域 如今灵环界灾难频频 连修士也要夹缝求生 眼下的雷穿方式便是如此 靠着地势险要才勉强在妖兽 及肆虐的妖魔口中幸存 即便如此 渣子的侵蚀仍是个问题 由此导致的异化 常会催生出各种怪物 经常导致大规模死伤 是以令方主灵力感到头痛无比 这不 今日又发生了一起 一灵龙受到腐蚀 化作实力 堪比珠基的恐怖怪物 他挥舞着一杆锋利镰刀 将方式执法队的修士性命 如灵道一般疯狂收割 灵力不用想 也知道此事背后 定另有隐情 事实上 以往势力皆都是如此 若要说原因吗 自然是人心愈鹤难填 在世道如此混乱的情况下 方式外大量的种植庄园失守 面对日渐减少的修炼资源供给 不免就有人极尽压榨之能事 可惜灵力虽然明白 但身处的立场已经决定 他作为既得利益者 根本无法做到背叛 此事照例处理 将决定吩咐手下 之后自有执事负责处理 将方式事物处理完 灵力就准备好好休息一番 近日来的不断发生的大小事件 可谓是耗尽了他的心力 以至于堂堂结单真人 此刻都是感到困倦不已 渐渐地 他陷入了沉睡 突然之间 一道金光自梦境中显现 灵力瞬间惊醒过来 并立刻察觉到了不对 作为一名老牌杰丹修士 他清楚知道修士并不会做梦 可如今的他 不但做起了梦 梦境中 那一抹金光 灵力试图回想起什么 却发现记忆相当模糊 且随着时间推移 愈发地淡薄起来 恍惚间 直一熄计的金光驱散了雾霾 忽然之间 外面嘈杂起来 将心中疑惑暗纳住 他起身走到窗边 顺着重修所指的方向 当看到天空中的那一抹光亮之后 灵力瞬间就愣住了 因为这跟梦境中发生的一样 模糊的记忆 顿时无比清晰起来 金光横掠天际之刻 原本笼罩大地的渣子阴云 此刻竟都如雾气般消散不见 何须的阳光得以重回大地 伴随着这一惊人变化 一颗苍青巨树虚向缓缓消散 欲经天中 吕仲结束修炼 照例检阅最新信息 部分来自于罗浮 部分是由化身传回 这些信息经过汇总之后 对他了解灵环界当前的局势 能提供极大的帮助 可只看了几份卷宗 吕仲的面色就变得凝重起来 苍青巨树 双头红湖 踏水麒麟 每一种虚向在出现之前 皆是无一例外地驱散了渣子影响 进而才将自己的形象显现 而且 它们像是划分好地盘一般 出现的区域无有重叠 除雀罗浮区域 并未受到这一连串异象的我影响外 灵环界其他地方 皆有类似传闻 这就是杜结们的行动吗 吕仲不禁思索 这些大能为何要这般做 关于杜结修士们的终极目的 自然是为了飞升成仙 可他们为何要如此大张旗鼓 在低阶修士面前缔造如此异象 若说其中没有原因 那他是万万不会相信的 苦想一阵 吕仲选择放弃 杜结期修士形势 必是有其深意 而区区一合体修士 在没有足够信息支撑的情况下 想要猜出自是千难万难 其实也不是没办法知道 若是去问太阴祖师 想必对方能给出答案 不过吕仲觉得没这必要 吩咐化身们对此事后续多加关注 他便又转身进了近视 准备继续负担修炼 随着骁龙圣丹即将见底 他的修为日益精进 如今更到了重要关口 感受到修为即将突破 接下来的日子 吕仲完全沉浸在修炼中 集中所有精力 每日皆在打坐炼器中度过 苦功不负有心人 这一日 吕仲正盘坐在近视中 忽然体表有星光骤险 继而 一股强大的灵压扩散开 纵使有着三十三重天隔绝 罗浮仙城中的修饰 亦是能察觉到 心中没有来产生出一股恐惧之感 轰隆隆 无数灵气聚成漩涡 朝着欲惊天汇聚 望着头顶漫天五彩凌云 吕仲此刻哈哈一笑一声 来者不惧地 竟都接纳于丹田 将之炼化那为己用 本以为此次突破 就这般结束 输不料 轰隆 一道惊雷 披露而下 此雷微能不俗 若不是吕仲反应得快 将龙娇旗及时祭出 怕是要因此受伤些许 他对劫雷的出现差一万分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小天杰 传说在太古时代 修饰纵然是突破小境界 也要经受天杰的洗礼 唯有借此证明实力 方才有资格更进一步 没想到 这居然是真的 吕仲转念一想 也觉得这点很有道理 那时候的天地环境 可以说是天才地宝遍地皆有 修饰修炼难度远不似现在 如果不对此加以限制 削减顶层高阶修饰的数量 只怕修仙界 怕是要老怪遍地走 不再多想 他双手掐出一道硬绝 通体瞬间笼罩于荧光之中 时间迟滞长 这时候 又是一道劫雷落下 待他落入迟滞场 速度瞬间就慢了下来 虽依旧迅捷无比 但未能却跟先前有了极大的不同 迟滞场的作用 就像是控制水流的开关 洪水如猛兽 不加控制能冲毁堤坝 可若加上水库的缓冲 则是将之驯服 甚至能从中获益 好比现在 吕仲任凭雷电冲刷在身上 尽管全身酥麻 发出一阵阵烧焦味道 他仍是乐在其中 自突破翠铃药生法二层之后 吕仲的炼体进度 就一直停滞不前 可如今借助劫雷炼身 竟是有了前进迹象 噼里啪啦 一道道电流 胡乱弹射着 而这时 他忽然发现 石海内的雷印 竟在这时发生着变化 原本繁复无比的假木雷印 此刻表面纹路竟开始退散 于琢目的璀璨电光中 新的纹路显现出来 这是 道文 吕仲心中惊诧万分 绝对没错的 这一定就是法则显化 他心中一喜 原本打算结束的劫雷炼体 如今又准备继续下去 伴随着一道道劫雷的披落 吕仲的身体 不断在毁灭跟心声中 交织变换争夺着主动权 而这无疑能起到极好的脆身效果 使这具灵驱变得更加纯粹 与此同时 石海中那枚雷印 也愈发清晰 随着道文越显越多 渐渐有紫色雷海 显化于石海中 蕴藏着惊人微能的同时 却又不伤及吕仲分毫 小子削雷法 吕仲这下明白 机缘究竟来自于何处 说起来 这眷雷法颇有来历 乃是他西年在清禾戒时 通过重重道工考验所得 没想到修炼到深处 竟还能借此获得道文 如此说来 当真是先赚点集 吕仲可是清楚地记得 清禾戒先修道筒的来历 是源于一场真仙传道 照这般说 真正的紫霄雷法 恐怕就不是得到道文这般简单 而是掌握真正的雷之法则呀 一想到这里 吕仲也是不经新生向往 不多时 雷云渐消 天空重归晴朗 吕仲盘坐在近视中 静静消化此番突破所得 突破到合体后期之后 法力 神识二者 巨都有所上涨 尽管幅度算不得夸张 却也足够维持对合体中期的碾压 但这些并非是突破 带来的最大好处 得益于元神强度的提升 对尼法则的感知应用能力 也得到了极为可观的提升 而这将极大影响到实力 且越是掌握着强大的尼法则 实力提升就越是明显 而四旅仲这般 掌握着时空拟法则的修饰 受益更是巨大 话虽如此 若想要跟大成搬手腕 却还是吃人说梦 旅仲也是到了合体后期 才真正明白 合体跟大成之间的差距何在 即便强如此刻的他 亦是只能掌握拟法则的三种能力 大成 却是能掌握全部 时间不止加速 停止 倒流 更还有穿梭 复线等等 可想而知 在如此多能力的加持下 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究竟会被放大到何种程度 不是天渊之别 怕也是相差仿佛 若加上第二种拟法则之力 则差距又将再次拉大 对接下来的修炼方向 吕仲可以说是十分明确 那便先是掌握第三种空间拟法则能力 继而将之融会贯通 如此方才能踏入半步大成之境 再之后 则是感应天人 此为突破大成之关键 可对于如何感应天人 屡众直到如今 也是不知其解 罗浮城主的修为突破 无疑是一记强心针 受此影响 无数饱受灾难之苦的修士 无不是将此地视为桃源 搬迁过来的人数 与日益增 偌大的一座罗浮仙城 竟很快就被塞满 在此情况下 冲突矛盾在所难免 外郭处青郎芳 两个修士家族 为了争夺房屋所有权 一番交涉失败之后 竟是不顾城中法令 直接大打出手起来 尽管双方心有顾忌 出手皆有收敛 未伤及无辜人性命 连平常他们视为楼椅的凡人 也都是刻意避过 然这一番破坏 仍是闹出颇大动静 不远处的一座茶楼上 窗边处 有两名杰丹修士对应着 其中一人瞧见动静 忍不住暗中传音道 你说这般好地方 老祖他为什么不出手 若是能将罗浮夺下 每日就能转得一座临时山 我等底下的 也能分润一二 就不必再过苦日子了 你懂什么 对面带着斗笠的大汉 不懈地回道 你以为是不想 是不能 哦 愿闻其详 寿侯修士 殷勤给大汉倒了杯酒 又给对方加了几筷子菜 大汉慢条斯理地吃完 方才解释 可别看罗浮城主孤身一人 没有家族没有宗门的 就觉得好欺负 人家吕城主可是狠人啊 千年前你我还未出生之时 就曾硬生生杀穿忠玉 从妖族手中夺下来太虚仙城 还有啊 吕城主据说跟西边道蒙 也是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道蒙是什么 这点就不用我说了吧 什么杜劫老左 就算是天上的折线 人家也是照抓不悟 死 这般背景深厚 寿侯修士又到一杯酒 惊呼道 那可不是 说起来 如今我等能有一处容身之地 还得感谢他老人家呢 若不是罗浮城主荡青一方妖幻 我们这些忠欲修士 怕是还要跟族书里记载的一样 日日都要看着妖族面色过活呢 斗笠大汉说到这里 也是颇为感慨 如此在世传奇 又怎叫人不心生向往 恨不能以身相替 可惜 没那份机缘 二人说话间 伴随一艘非洲 从天而降 罗浮卫已是赶到现场 照例处理 只要是在城中闹市的 有一个算一个 无论原因也好 恋气也罢 统统都要抓走问讯 忽然人群中有人面色大变 却是发现自己身上漫出金光 头顶多了妖魔两个大字 顿时就慌忙夺路而逃 可再快 也快不过能传送的罗浮卫 就这样的 又一只潜伏入罗浮的妖魔兽手 受了驰鱼之殃 一名路过妖修被拦住 好在他并非野妖 而是得了身份证明的狐女 在城中靠卖要谋生的 方才没有被罗浮卫顺手带走 路人对此 都是见怪不怪 如今世道纷乱 连修士都是命如草剑 能将秩序维持在罗浮先程这种程度 已经是极为不易 朱修看了朕热闹 便各忙各事 罗浮虽大 居不易啊 又是一年春好时 这一日 吕仲正在凉亭中品茶 忽然侍女来报 说是外面有熟人前来拜访 她接过拜帖一看 心中也是意外 她怎么过来了 不一会 来人便被请至凉亭 吕 吕 素星一阵语色 不知该叫什么才好 不必客气 你我还是以道友相称吧 吕仲招呼一声 亲手给素星导了杯灵茶 茶香鸟鸟 却难掩气氛尴尬 吕仲这时打量了一眼慈女 发觉跟当初一别时不同 素星的气质 已是有了不小变化 变得更加沉稳的同时 也好似一座冰山一般 散发出一股 生人无尽的气质 修为方面 则无愧于曾经的 华穷宗天才之名 也是突破到了合体初期 察觉到对方情绪不对 吕仲不由关切问道 怎么 发生了何事 请 请容素星在此留身可好 说出这话 素星顿时如破坊一般 泪如雨下来 仿佛终于找到土露心生之人 他将自己的近况 一一速说出来 却也是一路波折 饱受大小磨难 原本他是跟着云奴 一起加入道蒙 启仙 也是找到了归宿 每日都在厮杀中度过 闲暇时间用到修炼上 就是这样枯燥的日子 素星却乐在其中 除了斗法就是修炼 对他来说再轻松不过 可就是这般日子 也在几千年后到了头 在两百年前的一场大战中 有守土制责的道蒙 为了朱砂被渣子侵蚀的 一名合体修士 派出了云奴跟素星 却不曾想 云奴的道徒 再次走到了尽头 在之后 素星就脱离了道蒙 一路辗转至此 意外就是来得这般突然 对相别后素星的遭遇 云奴最终的结局 以及道蒙所面临的困境 吕仲也是心有感慨 偌大罗浮一帝 如今所面临的压力 其实还在道蒙之上 不仅要提防妖族 各大圣地 还要驱逐渣子 以及四处孽生的妖魔 每日皆有大量罗浮卫 因此丧生 就这 还是他派出大量月灵 供罗浮卫当炮灰的结果 若不然 阵王名单 也照样得是成千上万 好生安慰了一阵 吕仲认真考虑起素星的请求 他思索一阵 忽然想起一事 那就是将太阴化身抽身出来 目前兼任罗浮卫主官一职 已经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 再加上还要解决 时不时掀起的寿潮 更是连修炼的精力都被耗尽 如此不得长久 眼下的素星 正是个合适人选 吕仲想到这里 便决定下来 笑道 正好 我这还缺一位罗浮卫主官 没有合体修士负责统御 我终究还是有点不放心 素星一听 却是推辞起来 想想也知道 这般重要的位置 也不是随便能坐的 但他最终还是推辞不过 才接下了主观硬性 二人随后又轮到一番 吕仲修的是时空 而素星仍专心见到 走的是五行法则之精 见势锐不可挡 互相交流之下 也是各有所得 将素星送走 吕仲心有所感 这人啊 终究还是群体动物 纵使我修炼至如今境界 看来也还是不能免俗 念及至此 他反手取出一发光威力 此物乃是李和军的命星 望着他在掌心发光 吕仲不禁回想起了 自己还是筑基修士的时候 那段日子所度过的点点滴滴 那时虽然也是危机重重 但日子却过得格外充实 不似现在 怎叫一个先路苦寒 等到了大城时 或许也该设法回清河界一看 若若能感应到命星源头 到时前去追溯一番 也不是不行 吕仲心中这般想着 转身又朝静视走去 有了目标 就要付诸行动 想要突破之大城 如何感应天人暂且不提 首先得先将空间泥法则补完 同时法力积攒也不能落下 而这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幸好我还可催熟灵药 说到这一点 吕仲就不免想起了近段时间来 罗浮仙城中泛逸而出的 大量珍贵灵药 这些灵药年份虽低 但之前都是绝技之物 可如今伴随着渣子的降临 却好似雨后春笋般 一颗接一颗地冒了出来 叫人十分在意 为弄清背后原因 吕仲略意私存 决定派三名化身调查此事 说起来 随着他的修为突破至合体后期 身外化身的总数量也随之增加不少 将将已接近五位数 不过吕仲也有所感觉 恐怕这个数字 就已经是他的极限 究其原因 还要落在法则之道上 神通就本质而言 其实就是你法则的运用 只不过是被仙人简化 以法术形式呈现出来 并具有种种不可思议 好比大名鼎鼎的缩地成寸 就是空间传送的一种 只是跟掌握此种 你法则能力的合体期修饰相比 使用神通之术的修饰 更像是一种傻瓜式操作 它们只知晓如何运用 却不知道其中道理 更别说随心意变化 身外化身亦是同样的道理 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最后的结果就是 很容易就遭遇上限 将事情安排好 屡重的注意力转移到修为上来 突破到了如今的合体后期 尽管骁龙圣丹效力未减多少 但未来要积攒的庞大法力量 无疑会让修为提升效率变低 这可以说是高阶修士们 所面临的普遍难题 寻找合适的新单方 也该提上日程了 如此一幕 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屡重仔细一想 发现自踏上先途以来 自己还真是 一直身处于这种循环困境 不断重蹈覆辙着 每每提升实力后 就会遭遇修为提升困境 等好不容易才解决 一旦突破 又会立刻面临同样问题 这是无解难题 屡重淡淡一笑 将之抛诸脑后 只需按照常识推断辩知 能满足合体后期 修士所需的单方 可想而知 定然是十分珍贵 事宜要么是大宗大族之珍藏 要么就成了秘境中的遗师宝藏 关键在于 如今这些传承久远的大势力 大都因为堕仙将士 而成了圣地势力 想要从他们从中得到 恐怕远不止大出写一次这般简单 九成九有其他附带要求 面积至此 吕仲通过派在悬仓要塞的化身 尝试联系叶盘炎 这件事 盗盟那边或许会有答案 吕道友 关于你所提这件事 盘炎这边的确有点眉目 其名为三窍八宝丹 新年盗盟上代时候 他曾作为一种秘丹 被用作培养盟中精英修士 此丹固然有不少后患 但效力的确非凡 兼且作为盗盟丹师苦心钻研之物 还有着灵财易于获得的优点 只可惜这般宝芳 也随着那一场大难 而不幸遗失了 说到这里 叶盘炎打出一道法诀 刷一下 一道光幕显现 吕仲一眼望去 表情微微一变 觉得异常眼熟 再仔细一看 顿时认出光幕中的地点 这里难道是小灵环剑 没错 正是此剑 叶盘炎将光幕一收 接着诱导 此丹方本有多张辈分 可惜在盗盟崩解之后 一连串的事件毁了辈分 他们 要么随着天道成 陷落不知所踪 要么随着丹殿的被毁 从世上彻底消失 天道成 丹殿 聚都是曾经盗盟的药地 本是盗盟保存积药之所 但就跟大多数秘境的下场一样 这两处地方都被闻到欣慰 蜂拥感知的寻宝修士 以这样那样的目的破坏 加之盗盟的保密手段 非是一般人能解 在没有足够权限的情况下 只能选择暴力手段 是以大量重要点击 还未落到寻宝修士手中 就被触发禁止自毁 三窍八宝丹 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项 对叶盘炎所言内容 屡重道也是知晓 只是以前从未仔细研究 毕竟光是第三书积苑 所藏典籍 就称得上是汗如烟海 若是加以精心研读 还不知道要耗多少心血 叶盘炎这边忽然画风一转 万幸的是 其中一份单方 被鄙视的单店副店主 跟隋关前辈外征皇权道 遗留在了小林环节 说着 他再次打出一道光幕 上面赫然是一份文书 盖着第三书积苑的印戳 纸上内容是出征名单 为首的自然是先使 是官道子 后面跟着一长串人名 分别都带着各自的职位 单店副店主 为持工 屡重想了想 发现自己记忆中 并无此份文书 很显然 这是叶盘炎 从其他地方 收集得到的内容 不满你 我千年前 得到此份文书 还曾为此激动过一阵 三窍八宝丹 绝对是曾经道蒙 数一数二的秘宝 若能将之得到 大量培养高阶修士 将不再是问题 他此言非虚 三窍八宝丹 的确有这份实力 可惜 哎 见叶盘炎说着 便开始叹息 屡重知晓 他为何如此 自然还是因为黄泉道 昔日官道子失败 未能将黄泉道击败 方才有了当初 他在小灵环界 所遇的系列之事 如今 这么长时间过去 黄泉道就算击败 那边的诸恶 占领小灵环界 也不足为奇 疑问 果然如此 若我没有猜错 那张单方 因还在原地 只是想要 将之取到手 只怕是一点不易 叶盘炎解释说道 黄泉道跟仙道 虽同法同源 是同一株树 生出的枝丫 但道友 有过之前的经历 想必也知晓黄泉修士 会将我等先修 视为死敌 这是道统之争 无法消灭 回想起过去 吕仲不禁点头赞同道 道友所言不错 黄泉道修士 的确是使我等为仇敌 更有仙道律法 跟黄泉律法的此消彼长 到那种地方去 若真想寻到单方 恐怕还要先解决这一点 他可是切身体验过 在黄泉律法的压制下 修士力量的衰减 是何等严重 关于这一点 道友却是有所不知了 叶盘炎这时开口 见吕仲不解 就笑着解释道 律法压制的 只有来源于仙道的 一小部分力量 四我等合体 其修士苦修所掌握的 你法则 本就是天地治理的显化 这部分的实力 可是真切属于我等 是律法 无法夺取之物 竟还有这种事 吕仲听到话中 所含大量信息 也是不禁有些惊讶 若赵叶盘炎这话 此方世界的 修仙体系构造 就很值得玩味了 能被律法所压制的那部分 他的理解 是来源于灵气积累的修为 而这点 乃是整个修仙体系的根本 若他们为外物 那岂不是 吕仲心中 闪过一个推测 灵气 非自然 刚想到这里 他心中忽然不寒而栗 好家伙 难不成这仙道 乃是因天道子 而岂不成 若是这般深想下去 道也十分符合道理 毕竟 就他目前所知 除了仙道体系外 世上还有不少 真正的外道 越想越是心惊 吕仲未敢继续深想下去 转而苦笑 折望向叶盘炎 道友这番话 可险些害得我 倒心崩溃啊 以后再有类似信息 还请提前告知一二 莫要在这边戏了 叶盘炎却是大笑 这一点 道友其实早该明白的 不过现在明白 也不晚 总好过在杜劫飞升之时 才恍然大悟 这道也是 吕仲半事赞同 半事感谢道 同时 他心中也明白了一件事 当初官道子为何提点自己 要走那不似大罗 却酷似大罗 远远偏离了正统仙道的路径 去成就唯一真我之仙 这是个青颓的时代 吕仲再一次 想起了这句话 青颓的是什么 天道 太上原始天尊 造化灵宝天尊 玉庙道德天尊 天道子 正是由于这青颓原因 才导致了远古黄金时代的失去 叫仙道迎来了如今命途多舛的时代 没多想下去 吕仲打量叶盘炎一眼 目光掠过他手上黄金术赐福印记 感受其迈入合体后期的修为 既然黄泉律法无法压制你我 为何道友还不将三窍八宝丹取回 难道其中还另有麻烦 正是如此 叶盘炎神色变得严肃 缓缓说道 黄泉道入侵占据小灵环界后 下一个目标定然是灵环界 降界发起道统之战 若无意外 此战要不了多久就会开始 事已 这时到小灵环界 必面对万千敌人 而在黄泉律法作用下 悬仓要塞必然大受压制 是已无法单独面对黄泉道的千军万马 吕仲听到后点头 根据他收集到的信息 以及从诸多圣地流出的消息 灵环界的确有黄泉道入侵的迹象 只不过没有势力能确定 黄泉道究竟会在何时发起这场大战 道统之战 有那些堕仙在前面挡着 结果必然是无果而终 不过此事却是一个大好契机 在黄泉道大肆降界之际 其后方必然空虚无比 叶盘炎说道 等到那时 就是取得丹方的最好机会 随后 他道出了自己的计划 很简单 趁着黄泉道大肆侵入之际 对小灵环界进行反入侵 根据叶盘炎的推断 那张三窍八宝丹丹方 在昔日道蒙丹殿副殿主发生意外后 殷环留在其炼丹之地 此地位于圣道山秘境 围观前辈手笔 料想以黄泉道修士的能力 极难发现他的存在 我等如果可以顺利进到此秘境 将丹殿副殿主 遗留在里面的丹方取得 听完叶盘炎的话 屡众目入思索之色 倒是值得一试 念及至此 他跟叶盘炎定下约定 若黄泉道真的入侵 就派出修士跟道门会合 然后借着玄仓要塞 发起反入侵 一举将丹方夺取道手 结束跟叶盘炎的谈话 屡众缓缓睁开双眸 目中若有所思 单方之事虽有眉目 但为了保险起见 也不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此 必要的信息收集 也还是要做的 想到这里 他决定调拨些化身 负责此事 虽说连自己都不抱希望 可总归也是一个可能 罗浮玉最外围 忽然间 远处有大团雷云弥骂而来 然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雷云乃是一杆紫棋幻化而成 看他灵光闪烁的样子 直接可以认定为一箭灵宝 就这样被雷云包裹着 一直有百余搜非洲的大型船队 在高空中急速略行 借此保持与身后追兵的距离 而就在船队后面不远 有大股乌云轰隆而出 妖气冲销 一看便只有大妖混在其中 快快快 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浮玉 罗浮城主就在此处坐镇 只要进了那里 妖修必不敢越境 我们就彻底安全了 一名炼虚修士鼓动法力 大声道 此时 船队上的修士文言 一个两个却都是面无表情 船队中的所有人 皆是从忠欲以北赶来 他们一路上饱金风霜 精神早被连番的意外 以及妖兽妖修不实的袭击 给折磨得麻木不堪 直到望见远处天空中 那一行行虚幻的金色戒标 表情才有了一丝变化 罗浮玉 可与此同时 船队后方追击的妖修 顿时着急起来 罗浮城主的威名 是建立在四大妖尊的枯骨之上 他们自然是不敢随意冒反 可眼前追击许久的猎物 也着实难以舍弃 一咬牙便继续追击 轰隆隆 双方各持目的 又一次展开交手 修士一方本就是强弩之末 法力早已经所剩无几 在此情况下 非洲纷纷失手 最后被妖修凌空打爆 顿时燃烧起熊熊大火 朝地面坠去 双方你追我赶时 远处天边有亮光出现 船上修士见到 知晓这是罗浮卫赶来了 他们被这边的动静吸而来 各自心中生出希望之余 又感到深深的绝望 太远了 等罗浮卫赶到 恐怕船队非洲 已是所剩无几 哈哈 有妖修发出猖狂笑声 一个个凝笑着 就要将船队彻底毁灭 可突然 一股强大灵压降临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道缓缓浮现的黑衣身影 轰隆 顷刻间 偌大空域被雷海笼罩 恐怖的雷霆肆肆意弹跳 那些妖修指来得及惨叫 就跟他们所带妖卷一道 被雷霆轰击都化作了漫天积粉 这雷罩还真是好用 吕众默默看着一切 在心中默想到 另一边 船队上劫后余生的众人 此刻喜极而起 使罗浮成主 太好了 我们得救了 听着这番话 吕众并无多少情绪波动 因为此事早已不止一两次 自坐镇罗浮以来 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频频发生 等渣子灾难降临之后 将罗浮视为世外桃源赶来投靠的修士 更是一下暴增了数成 为避祸 不远百万里 而来者 比比皆是 不过 能这般拯救性命 也不是为一件乐事 吕众心中这般想着 身形缓缓消散 数年后 罗浮欲惊天 吕众停止运功 缓缓睁开双目 他略意感应修为 面上不由多出数分苦涩 果然 没有丹药辅助 纵使苦修三年 修为也不过增长一丝 进步 微不可查 不过 近来好消息不少 先是意外收上来一株 碧喜灵珠草 已有三千年份 只需稍加催熟至五千年以上 就能将之作为主裁炼制必喜丹 想必服了此丹 修为又能增长不少 另一件喜事 则是关于七阶单方的收集 也有了眉头 消息 却是来自于难民 乃是一伙东径逃难而来修士 为了换取荣身之地献上的 乍一看 这好似一个陷阱 吕众经过一番求证 发现消息 竟确凿无疑 十五年后 在一处名为聚灵宝地的地方 将举行一场盛大交换会 届时将有大量高阶修士聚集 其中步伐大成 合体修士 而吕众所需求的单方 到时 极有可能会出现 甚至不止单方 或许成品单药 又或者是各种灵药 都有可能出现在交换会上 至于看上以后 能否交换到手 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 想要参与此会 却是一点都不容易 聚灵宝的所在并非是灵环界 是在虚界 故想要参与 还得先设法抵达 这可是做一种参与门槛 唯有根据图纸 自行炼制出一枚聚灵宝令 方才可以在交换会 开启时候 及时抵达会场所在 吕众经来除了修炼 时间都基本花在了这上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这段时间的炼制 聚灵宝令 终于是被它炼制出来 往里面注入法力 就可感应到 它遥遥跟虚空某处联系起来 现在 只需等到时机成熟 在此之前 吕众戏想一阵 发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 由于他之前 立下过不小威名 是以如今的罗浮境内 少有高阶妖修 修饰 妖魔感作乱 皆因这些存在灵智不低 行事前都知道 颠量一二 以防不小心触怒 罗浮成主 大事没有 小事也无需出动 毕竟那些小妖小怪 光靠罗浮卫就能解决 就这般 吕众经过一番仔细梳理 发觉已陷在罗浮的情况 自己完全可以当个甩手掌柜 不过这也正合他心意 罢了 继续修炼 能日日沉浸在修炼中 不为外面俗物所扰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但忽然间 殿外飞进来一道金光 是素星前来求见 他来做什么 吕众一边走出去 一边在想 自素星加入罗浮卫 原本压在太阴化身上的重担 立刻就被分摊了不少过去 狩猎城中妖魔 斩杀越境的低阶妖修 不得不说 此女做得相当出色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 身穿白金色法衣的素星 快步走进殿中 可以看到 他此刻的神色有些疲惫 病发也略有散乱 在胸口位置 甚至还有血字渗出 见此目 吕众心中一沉 很快 素星就将来一道出 你是说 有神秘修士 潜伏在罗浮城外 今早骤然发起袭击 还试图用秘法控制你 没错 素星说这话时 心中也是有些后怕 若不是吕众给了他一张定神符 随后又以华穷秘法突破限制 得以定住对方一名好手脱困 只怕如今就要被人控制心神 真要发生那木 后果恐将难以想象 随后 他又将那火修士 琢使手段 给详细描述了一番 吕众听后 也是闻所未闻 同时他也没想到 自己领地之内 还会发生这种事 要知道 素星可是合体初期修士 能将偷袭中将他制服 并试图实现控制 显然不但需要有足够的人手 还要有一定的底蕴才行 否则光是或神秘法都是个问题 若大一个忠欲 能做到的事理 寥寥无几 还有 对方意图控制素星 意欲何为 难道是入侵罗浮 吕众沉思一阵 抬头对素星道 事发地点在何处 我要过去探查 看能否发现什么 嗯 素星一点头 将遇袭地点道出 我跟你一起去 吕众没有拒绝 只是给了对方一枚疗伤担药 随后 等素星恢复一二 就施展法觉 吕众早就委托过化身们 对罗浮境内的地形地貌 做过了极为详细的调查 事宜一听素星描述 就能准确定位 伴随荧光一闪 二人瞬间从玉京天中消失 与此同时 一处狼藉的山岭上空 忽有两道人影显现 正是传送过来的吕众 跟素星 就是此处 不过现场的痕迹 连着陨落的那九位罗浮卫 都被那伙人带走了 这里连半点他们的气息 都没留下 素星放出神识一探 脸色变得不好看起来 在此情况下 几乎注定找不到线索 别急 让我来 吕众安慰他一番 将神识毫不保留放出 刹那间 一股神识于 翘无声息间扩展 将方圆数千里地域 静都囊括在内 在此范围内 任何一丝动静 都无法瞒过吕众 可就跟素星说的一样 那火神秘修饰 失守之后 当真是将现场 打扫得干干净净 连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甚至乎 他还感应到 一股晦涩波动 哼 竟连追溯手段 也一并干扰了 吕众冷哼一声 心中却不显恼怒 而是借助 其挥舞空间 开始对此地 进行探查 结果 很快就出来 尽管在回溯的过程中 因对方手段 受到了一定的干扰 但他还是确定了 袭击者的身份 出人欲料 不是圣地修饰 也并非是妖族 这种手段 尽管以前从未见识过 但那股似曾相似的熟悉感 没错了 一定是黄泉道修饰 吕众万万没想到 袭击肃星的近视他们 得知袭击者的身份后 黄泉道修饰的目的 也很快想通 怕是盯上了 罗浮先程的独特地位 又或者 是准备以罗浮 为登陆地点 想捡软柿子捏 略意私存 他将答案告诉给修饰 后者听到这话 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外道修饰 作为一名合体修饰 肃星的见识 自然非一般修饰可比 自然清楚知晓 此事意味着什么 在灵魂界历史上 这往往代表着 跨界大战的到来 修仙界漫长的岁月中 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 可无一例外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方才有了那么多的外道诸恶 此事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 吕众健肃星还未意识到 黄泉道跟外道诸恶的本质区别 不由将关于关道子的那段隐秘 以传音方式道给了他 什么 敬连也 肃星 惊得捂住嘴巴 好一阵才从震惊中摆脱 没错 就是这样 毕竟旅中的手中 可是掌握着人道斩杀剑的碎片 是已对关道子 败于黄泉道的事 一直都深信不疑 虽然我觉得 里面定然有什么 不为外人知晓的隐秘 但最终事实就是如此 他低叹一声 又道 要做好准备了 既然黄泉道已经渗透进来 并且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那么 距离他们打开跨界通道 正式大举入侵灵桓界 想来已不胜多少时日 对此 吕众心中庆幸 幸好他为了解决圣地 及妖族威胁 一直都在推动 罗浮要塞的改造 如今的罗浮要塞 早就是今非昔比了 不但原本的玄天大阵被强化 达到了八阶大阵的强度 可以长时间抵御大城攻击 同时 五行轮转大阵也再次升级 如果有需要 就可激发出五行破灭神光 只不过 阵法明少了个大字 并非毫无缘由 皆因此阵目前仍旧并不完善 还缺少数种重要材料 饶是如此 五行破灭神光也足够了 能对付杜杰七存在 吕仲可不认为 黄泉道会在入侵初期 就投入比杜杰七还强的力量 来对付自己这一座小小要塞 又经过一番回溯 他很快锁定了那火 黄泉道修饰离开方向 没什么可说的 肯定要追上去 无论是为了获取情报 还是解决潜在威胁 亦或者是提前熟悉 跟黄泉道高阶修饰的斗法 这样做都十分有必要 灰石山 在前不久的时候 刚有杰丹家族从外地迁来 获得了罗浮城的土地许可令之后 此处就成了他们繁衍生息的驻地 可惜好景不长 随着一伙神秘人的来到 所有高层皆被屠戮 至于少许人留得一命 却也被傀儡树控制 身不由己 此时此刻 三道身影聚集在异士厅处 坐在上手的是一名玉面青年 他没心处 有着一黑色神秘符文 隐隐散发出黑光 看起来颇为不祥 我们的下一步 该怎么走 自然是照计划行事 不过今日会失败 我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赤神君 你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这话的 乃是一名身着红衣 头配红花的妖娆女子 眼见着就要成功 却不想最后功亏一篑 如今到好了 一切又要重头再来 四罗浮仙城这般特殊的地方 可是难寻得很啊 听闻此言 一旁未说话的短发黑面大汉 也将目光一向名为 赤神君的玉面青年 红妹 黑楼 你们看这张符 赤神君也不辩驳 将一张残破金符置于桌面 咦 这难道是 云露真符 黑面大汉黑楼 面色凝重说道 没错 就是此道真符将我定住 以至于连元神调动 都成了一种奢望 否则那时候 定不会给那先修有逃走机会 赤神君望着那张金符 面色不断变换起来 作为黄泉道先锋 他们三人组成渗透小队 目的就是为了提前清除安全的登陆场 面对仙道盘踞的灵环界 纵使是黄泉道修饰 也是颇感压力 更是十分清楚 几方如果不做准备 就贸然打开跨界入口 那结果只有一种 那就是被准备好的折仙 以意待劳 发起先级攻击 瞬间湮灭所有黄泉道修饰 这算是黄泉道屡次入侵作战中 所总结积累起来的经验 奇怪 此件案里说 不该有龙凤存在才是 红妹一脸古怪说道 就算有真灵留存 以他对仙道的了解 那也得是麒麟一族 唯独龙凤真灵不可能出现 可现在 竟出现了龙凤云路 事情处处透露着古怪 还未等三人想明白 忽然间就是雷光冲刷而下 轰隆隆 无尽紫雷 若曝流般涌现 几乎是瞬间 就从灰石山之巅 削到山脚 而后又直没入地底 硬生生轰出一无底深渊来 而这 不过是吕重的蓄力一击 嗨嗨 罗浮城主 果然名不虚传 赤神君的狼狈身影显现 在他身后实力烧训的二人 更是连衣裳 都有不少破损 尤其是名为红妹的妖娆女子 此刻不断皮肤溢血 头发也被烧掉了许多 就是你们三个 吕重一甩袖 就将引雷针 龙胶帆珠宝祭出 旋即 身后有月灰一闪 一道苍白身影缓缓显现 却是 他将太阴化身 也一并带了过来 加上肃星 双方同样都是三人 且慢 道友有话好说 赤神君大声一喊 道友 黄泉道跟仙道 什么时候成了一道 吕重冷笑连连 一番话讲的对面三人 面色大变 此人居然能识破我等身份 赤神君一听 心中顿感不妙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如何的 识破了自己三人的身份 认出并不是仙道修士 但后果的严重 是可以预料的 若提前被仙修知晓此事 那黄泉道的入侵将受阻 上 就算把命留在这里 也要将他们杀了 赤神君面色阴沉 目光死盯着吕重三人 几乎是咬牙说出此话 她身后 红妹跟黑楼对视一眼 皆是苦笑一声 好吧好吧 看来是回不去了呢 红妹无奈说完这话 就从胸口处取出遗物 却是一件大红嫁衣 其上绣满符纹 散发着令人站立的气息 轻轻一抖 披在身上 见此目 吕重不由提醒素心 等下小心一点 黄泉道手段 虽跟仙道同源 但在修为的提升上 有本质的区别 想来斗法上 也定是如此 从灵气非自然形成推断 先修吸纳灵气 黄泉道肯定不是 眼前红光一闪 那身披嫁衣的女修 便以席致吕重身前 她邪魅一笑 舞爪陡然滑下 吕重的应对 也是简单 将龙交番祭出 体表顺时被光膜覆盖 就这样挡住对方一击 而后只觉一掐 袖中飞射出一口雷剑 叮 一声脆响 女修愕然后退 她抬手望着指甲 发现那里 已是焦黑一片 红妹 你不是此人对手 让我来 赤神君的话语 忽从红衣女修耳盼传来 同时她身后 默然出现一红色虚影 并还顺势斩出一刀 吕重眼眸一闪 旋即掌中 有雷光爆战 死了 紫雷与刀器交织 二者互不相让 一阵炒豆子般爆响声过后 有惊人的灵光试出 然后才是剧烈无比的大爆炸 对这结果 赤神君心中也是意外无比 她完全没想到 自己刚一到灵环界 就遇上这般强的对手 哈呀 下一瞬 赤神君体型暴涨 身后虚影也随之变化 二者合二为一 她的体表顿时被血纹覆盖 背后更生出六条手臂来 气息陡然间提升树成 原地化为一道虚影 再出现已是在吕重头顶 赤神君口中冒着白气 同时八臂朝着下方垂去 修罗 吕重心中惊诧 动作却一点不慢 她身怀小紫霄雷法 又掌握了空间拟法则 是一论身法迅捷 不在他人之下 只是雷光一闪 就叫对方扑了个空 动 一声巨响 被赤神君八臂垂中的地面 并未传出多大动静 只是拳风处及处 都化作鸡粉而已 好强的力道 好惊人的控制力 一拳打穿山脉不算本事 像这样将力量控制得极其精准 只伤及拳风处及之处 说明对方早已经能将力气收发自如 这样一幕 吕重看得暗暗心惊 并不禁在心中暗响 似这般的对手 换作是普通修士来 在闪避不及的情况下 一旦被那八个巨拳锤中 该是怎样的凄惨下场 只怕灯食就成了肉酱吧 叮 赤神君一拳 就将射来的引雷针砸飞 尽管一条手臂瘦窗 因此陷入麻痹状态 然他动作还是一点不慢 不断地发起疯狂进攻 口中吐出的白色气流 早已成了巨大的气柱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嗡 却是吕重觉得信息收集够了 终于不再一味闪避 反手就是一剑 引雷针龙吟一声 汹涌雷光随之喷出 变化出一团紫色雷云 赤神君见此不闪不避 不知何时长出獠牙的巨口一张 身后八条手臂各执一宝 瞬间组合成一华光宝轮 整个人顿时变得庄严神圣 嗖嗖声中 无数条光丝飞射 屡中面露亚色 剑指不由变换方向 下一瞬 光丝如洞穿豆腐般 将沿途雷光尽数湮灭 而后 这万千光丝有意识一般 竟齐齐掉转头来 朝着引雷针过去 速度之快 仿若迅光 然就在这时 雷剑表面忽然有荧光一闪 只差一瞬 引雷针就这样打了时间差 在赤神君未来的极反应之下 如灵动鱿鱼般 穿过编织成网的光丝 堪堪脱离包围网 看着对方背后那光轮 屡中心中也是惊讶 心中更是不由暗导 如此威能 该是与仙姬同等级的宝物 难怪能放出方才那些光丝 另一边 赤神君同样震惊 她祭出金丝法轮 居然失手了 哗啦 白燕婆所画月灵 一击将红妹嫁衣扯碎 将她大好春光都卸了出来 趁势 红妹本试图魅惑对手 可她根本不知道的是 对面的太阴化身 乃是桂木所画 当真是 就是一块不懂风情的木头 哪里懂得什么叫做男女滋味 化身视若不见 就画出一口月光剑斩出 与此同时 吕仲将手往前一送 却是她见一时半会 都无法解决对手 故将一缕空间法力送出 只见一道黑线 疏忽消失 再出现 已是在闪避的红妹身前 此女身法如鬼魅 可刚躲过太阴化身批出的一剑 却正好撞到了黑线上 提表瞬间多出成百上千红线 瞬间就被切割成无数碎块 为什么我会 红妹没明白 为何那黑线自己没躲开 察觉到此女郁闷表情 吕仲自然不会给对方解释 这时她在那道空间法力上面 额外纠缠了一缕时间法力 二者结合 可谓妙用无穷 事已才能够陡然间加速 出现在对方的必经之路上 一切如同巧合 成功伤及对方一人 吕仲心中并无多少喜意 打到现在 双方都是各有胜败 她这边配合化身伤了红妹 黄泉道那边的黑面大汉 凭着一口巨大黑剑 却也将肃星压制许久 叫她嘴角溢出鲜血来 走 忽然间 赤神君低吼一声 吕仲同时察觉到 周围空间出现变化 当即就意识到 对方所言何意 这分明是想要逃 真当罗夫是公共之地 想要来去自如了 她冷笑一声 元神顿时光滑大战放 银辉两股力量 同时被释出 二者纠缠结合在一起 同时将时空一并影响 时间迟滞 空间切割 就在一只大手 突然打破空间 想要将三人捞走之际 吕仲的这股力量 也狠狠打了过去 扑吃 赤神君顿时血洒长空 小半身子都被披落下来 如此一幕 其他人完全没想到 你 赤神君愤怒至极 可眼下的他 根本来不及做什么 只来得及怒吼一声 以表达自己心中的怒火 就被大手拉进了虚间 吕仲笑了出来 见地上那小半截身子 又还一时没跟本体失去联系 他也不客气 直接用紫雷禁锢主 而后抛给太阴化身 交给你了 嗯 太阴化身点点头 一只古井无波的毛子中 罕见地露出一抹激动 这下 他定然可以转化出一尊强大阅灵 一阵脚步声临近 对不起 城主这次我 肃星一脸黯然 低着头走了过来 不必自责 对手不是先修 是一欠掌一智就好 吕仲并未苛责于他 方才那黑面大汉的实力 其实只比赤神君差一点 若换作是先修 那至少也是合体中期境界 肃星与之交手多时 在不熟悉黄泉道 修饰斗法风格的情况下 顶着一个小境界的实力差距 却只是稍处下风 这点已是颇为不易 见他仍是萧尘 吕仲略意陈阴之后 将一副地图凝出 若是过意不去 那就将功补过吧 在追踪赤神君三人的时候 他还发现了 对方散不出去的一些小据点 放着不管 未来也可能是麻烦 倒不如让肃星倾脚算数 接到新任务 肃星果然振作起来 这让吕仲看得也是心中嘀咕 心到此女 难道还保持着赤子之心不成 否则 都是修到万年的老怪物了 情绪哪还有这般起起伏伏的 将太阴化身留下 吕仲之身传送回玉京天 坐在凉亭中 吕仲开始了复盘 跟赤神君的交手 只持续了短暂的十余息 可从中获得的信息并不少 包括但不限于 黄泉道跟仙道的差别 以及此道修士斗法的特点 跟小灵环界时候不同 吕仲发觉 越是到了高阶 修士的手段 就越是相似 他原本以为 黄泉道高阶修士出手 亦是跟小灵环界时一样 诡异而充满未知 却不料一切都在自己的理解认知中 关于这一点 自然有对世界认知 更深的原因在里面 但同时 也说明仙道跟黄泉 的确同出一缘 至于黄泉道修士的斗法特点 吕仲细细分析后 发现肃心败的不冤 仙道修士出手 往往都会进行试探 之后再寻找破绽 可黄泉道修士却不同 他们往往 一出手就是权力 似要一击定下胜负 他猜想 这可能是双方所处的环境 不一样 久而久之 便有风格差别 不过 等到双方大规模交手 两道之间的差别 一定会淋漓 展现出来 好比那恐怖的鬼君 料想也会在战场上出现 吕仲想到这里 将情况记载于预检 而后 他通过法坛 传送给道蒙 另一边也没忘了 让化身将消息散布出去 黄泉道入侵 吕仲可没兴趣 渔翁得利 一来是还没资格当棋手 只能老是本分 做棋子 二来则是 战争带来的 往往都是破坏 如果消耗丹药的修士 都没了 那罗浮先程的支柱产业 就会受到致命打击 这一幕 吕仲可不想看见 随着风声的放出 灵环界的局势 也在变化 各方反应 各有不同 可不管外面的大小 视力是否相信 又是否做出了应对 吕仲自认为 已经尽到义务 于是跟往日一般 稳坐欲今天 自顾自地 在闭关修行着 前不久 下面又收上来 一株万载青地藤 此物并无单方 通常而言 修士得到后 都是生福恋化 可这难不倒吕仲 借助挥晤空间研究一番 很快就研究出了一个丹方 胡乱起了个名叫青地丹 扶植功效 要逊色于骁龙圣丹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成熟的丹方 往往经过数代 乃至数十代丹师的改良 期间汗水 机缘缺一不可 它不过是一人而已 乃能超越集体的智慧 待一颗青地丹炼化完毕 吕仲缓缓睁开双眸 眼中露出意犹未尽之色 虽说丹药的效力不强 还附带气血沸腾 法力紊乱的缺点 可总归比 吸纳灵脉灵气苦修强 一枚青地丹下去 就能抵百年苦功 将就着用吧 吕仲往口中 送了梅姐毒丹 这才又将一枚青地丹服下 伴随着灵气的释放 他也将太阴仙经运转到极致 经过周天运转之后 吞入腹中的灵气 就尽都被炼化成法力 而后继续在丹田中 惠熙流成江海 修为的提升 就是在这样的苦修中得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之间就是十五年后 该是时候了 吕仲将聚灵宝令翻出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待会要去的地方 还不知道是否陷阱 为了谨慎起见 还是得验证一番才行 念及至此 他使出了推演未来 半上 看起来倒是挺正常的 不过越是这样 才越不正常啊 换作正常人 谁会花这般大的力气 在虚空界办交换会 肯定不是吃饱了撑的 从先修的认知 观念出发 显然对此是有所图谋 图什么呢 吕仲想 怕是要去倒才治疗 不再多想下去 他将法力 诸入令牌中 随后 两地联系起来 一道门飞 随之展开 吕仲未犹豫 抬脚就走了进去 没有丝毫的眩晕感 只是眼前景象一变化 他就来到了一片 辉煌宫阙前 在周围 还有许多修饰陆续出现 从个人的表情来看 显然都是第一次来此处 这也加深了吕仲心中的疑虑 未等他多想 就听得一道清朗声音 闻声望 却是一头上长脚 穿着一席 滑跪长袍 脖子上 顶着一颗龙手的中年人 欢迎诸位 来到本尊的道场 不知阁下是 有修士拱手问道 呵呵 这个吗 龙手中年人抚须一笑 目光缓缓掠过在场中人 才答道 本尊名龙尊 想必在场的诸位 先到修士 应该是没有听说过 这个名字的 当然了 我可不是什么妖尊 他这般说着 还故意泄出一丝气息 在场中修改阴道 无意不是色变 这种感觉 吕仲感到似曾相似 一如西年 面对官道子那般 难道说 他心中顿时 浮现出一个大胆猜测 官周围人的表现 怕是也跟吕仲猜的一样 面前这位自称 明龙尊的龙手人物 就算不是什么先级存在 也定是一位强大的真灵存在 想必你们也在猜测 本尊举办这场交换会的目的 就不劳诸位费心思猜测了 我所求之物 其实尚且算得上常见 请看 明龙尊呵呵一笑 伸出的右手慢慢张开 只见一道金光 悬浮其上 赫然是命远 命远 吕仲心中微微一动 联想到一件事 跟明龙尊一样 太阴祖师那边 明明已是折仙存在 之前也曾需求过此物 难道说 此物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不成 他觉得大有可能 毕竟根据已知信息 又被称作天元的这种金色命远 乃是先修精进修为不可或缺之物 与那传说中的天道子 有着极大的关系 另一边 明龙尊环顾一圈 朗声道 这一次的交换会 本尊亦带了不少宝物 若是诸位稍后有意 大可以用命远做交换 当然了 若是一时难以凑齐 愿意签署下命器 那本尊也不是不能宽限一二 嘿嘿 听闻龙尊常有利于虚见 想必有不少好宝贝 一名身材魁梧的树童大汉笑道 如此难得机会 我这边手上刚好有不少天元 看来终于是赶上烫了呀 他这番话 明显是醉翁之亦不在酒 人群中一些修士听到 立马露出异动之色 吕仲对此不为所动 他日常为了还债给太阴老祖 身上同样有着不少的命远 等下 如果真的遇上重义之物 也不是不可以交易一下 同时 若是有渴求之物 甚至可以祭出法坛 向道蒙那边请求调拨 又过了大半时辰 出现在道场处的修士 逐渐稀疏起来 而这时 吕仲也已经跟着其他人一道 来到了一处极为宽广的大殿中 能看得出来 此殿能容纳千丈真龙 也不显拥挤 甚至还绰绰有余 结合地上金砖残留的气息 不难判断 这里作为明龙尊道场 只怕曾有大量要修 亦或者真灵亦兽聚集 招来等级高的惊人的盛大法会 伴随阵阵仙乐声 忽悠成对侍女 鱼贯而入 吕仲特意打亮了一眼 无异不是天资国色 身材恶挪多姿 丝毫不亚于女修中的佼佼者 再加上那股异族风情 不失为上家的侍妾 当然 他也能看出来一点 这些侍女并非活物 据道蒙典集中记载 真龙喜好将退下的龙牙 炼制成龙牙兵 莫非面前这些侍女 就是由龙牙所化 就在旅中暗暗猜测之际 面前清光一闪 浮现出一张清玉珠案 一道道国品糕点 就这样被侍女们摆上 继而又亲手蒸上一杯灵酒 方才盈盈一笑退后 三两步消失不见 竟是赤鸣灵酒 在场修士纷纷惊呼 这可是能增进 他们法力的好东西 连大成妻也有所注意 想不到明龙尊 竟舍得拿出来交易 虽然只有一壶 却也能抵三五百年苦功 不止于此 桌上的灵果亦是不凡 凤心血诸果 池明元 赤玄草每一样的功效 都丝毫不亚于赤鸣灵酒 两者相加在一起 对修为的增进作用 不亚于一瓶灵丹 吕仲见此 却是目光一闪 心中不由暗暗在想 明龙尊出手如此阔绰 一下拿出如此多珍贵之物 料想不会让自己吃亏半分 看来所图不小 那命缘的确是异常重要之物 他或许也该早做准备 想到这里 吕仲拿起桌上猪果 一口咬了下去 美酒灵果当前 众人也顾不得客气了 纷纷举杯幻展起来 或是三两聚在一起 或是壮着胆 向首作的明龙尊敬酒 后者都是来者不惧 当然也没有给任何好处就是 在那些自来熟修饰的挑动下 气氛一下子就火热起来 又过了一阵 明龙尊一抬手 就将在店中亮出成牌光幕 此番参与交换会的人数 共计有101人 如此多人 若继续按照以往交换会的规矩 一个个拿各自东西出来展示 效率未免太过低下 为避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看就将各自准备交换之物 一一打在光幕上 若彼此间有重义的 大可以在上面留言交谈 你们这样可行 龙尊这是在为我等考虑 岂有不应之理 一名青山老者笑道 再说了 若真是要一一上台 恐怕有些着急的道友 还不愿意脸 大家说是吧 这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的确 有些着急的修饰 为避免零酒零果浪费 已是急不可耐地炼化起来 叫他们上台去介绍 恐怕真没几个愿意的 吕仲对此无所谓 这种交易模式 倒跟前世的论坛有些相似 当然了 修仙界类似的做法也不少 都是为了提升交易效率 经验积累之下的创新 他心中这般想着 开始思考拿什么出来交易 机会难得 正好可以处理一下杂物 吕仲决定来次断舍离 将手头上一些他看不上 对同阶修饰来说 却十分珍贵 又或者是一些用不上的灵财 来一次彻底的大甩卖 于是乎 面前的一道光幕 就开始有信息曝流显现 如此一幕 自然吸引来了注意 一 四 一阵道抽凉气声 从旁边修饰口中传出 在场修饰 剧都是耳聪目明 听到东西 不免投来好奇目光 待发现 吕仲身前那道光幕上 满满当当的好东西后 剧都是忍不住心中一惊 天心神识 该心水 居然连永明欲将也有 更重要的是 上面每一样灵物的标价 并不算离谱 跟一些当作传家宝出售的修饰相比 价钱更是优惠的不能再优惠 修饰们的视线碰撞 隐隐有些敌意 毫不迟疑 就有人爆出了价钱 吕仲见此微笑 才不顾什么 是快不是快 当即就跟那人讲价起来 随后 更多的人加入了讨价还价 对这些人 吕仲都是见好就收 毕竟他上架的灵物虽好 有不少都是 他人渴求而不得之物 但自己 却是根本用不上 除了一些能留下来赏赐外 其他的 注定只能当摆设 与其留着吃灰 倒不如处理算数 很快 第一单就交易成功 所得之物 不甚珍贵 也就一瓶稀松平常的 万年灵乳而已 灵乳若在炼制 特定丹药石加入 能起到增进功效的作用 便向起到 节省灵财的作用 换作他人 是不亏不赚 可这对于吕仲 却是大赚特赚 随着一单单交易达成 其他修饰 也是纷纷坐不住了 大家手上的东西 虽然不差 可买家注定极其有限 似吕仲这般 带着势力 抵运出门的 可以说是势所谨见 若再不设法将之出手 恐怕就要砸在手里 派不上用场的珍贵资源 跟摆设无异的道理 没有人不懂 一部分人选择降价 另一步则是动起了小心思 带兽 没问题 吕仲自然是乐得如此 此趟交换会的灵物价值惊人 每一样都是各大城合体的珍藏宝贝 纵使只在带兽中 抽取一小部分好处 加起来也会异常惊人 动辄就是敬意临时到手 岂有不答应的道理 不过在此之前 他却是向往了主作方向一眼 待见到 此间主人明龙尊点头 方才答应了那些修士的请求 替他们当起了中间人 主作之上 明龙尊看着底下的热火朝天 双眸中却无情绪波动 在他眼中看来 眼下只不过是开胃菜 等到修士们交易完毕 才是自己精心准备之物登场的时候 千金玉露 地缘节 胡青天之 随着东西一件件达成交易 被吕仲顺利卖出去 一样样可供提升修为的灵物 就这样被他纳入到囊中 顺带的还收了枚空名十岁 此物乃是空名石矿卖精华会脆 更自带不少空间法则神异 将之炼成储物之宝后 内部空间少说 也能有万丈大小 吕仲虽有随身动天 但换一枚更大的储物件 还是相当有必要 就在这时 一名红衣修士走上前来 来人冲吕仲一拱手 行李以示友好之后 方才笑道 道友 我关你专收提升修为之物 不知这瓶久久停元丹 你可有兴趣 随他话语 一青色丹瓶 出现在此人手中 自是有兴趣的 可否让再下一关 吕仲客气道 请 那人也是痛快 直接将整瓶丹药递出 吕仲接过 手上有会光一闪 在对面红衣修士惊讶的目光中 轻易将封印瓶口的静置消解 而后从里面倒出一枚紫色丹丸 以法力设在手中细看 不错 的确是上好的久久停元丹 如何交换 红衣修士一阵迟疑 回想起方才那一幕 放弃了原本的打算 这个嘛 方才我观道友守法 怕也是参悟的空间一到 在下不才一事如此 不知道有 是否助歇有心得保隽 我只要那个就可以了 抱歉 唯独这点不能 吕仲一口回绝 倒不是他舍不得 而是关于这种心得感悟 是一个修饰对你法则之力的理解 若是落到不轨之人手中 甚至能借此推出破绽来 尽管可能性不大 但吕仲并不愿为此冒险 这样啊 那红衣修士对此四世早有所料 方才讲出来 也只不过是为了碰碰运气 如今见到吕仲并不答应交换 便将原本打算提出 在下可以理解 那么就要道友的上架的两种物品 这个 还有这个 价值虽稍有超出 但能换得一瓶久久停元丹 道友却是一点都不吃亏 成交 吕仲没有小气那点利益 正如对方所言 能换到一整瓶增进修为的丹药 他可以说是只赚不亏 殊不见 旁边一些的修士 见到吕仲跟红衣修士的交易 眼睛都有些微微泛红了 可见 他们对此事何等的羡慕 只怕是恨不能以身替 察觉到这点 吕仲并未收敛半分 他能看得出来 此趟参与交换会的修士 来自于修仙界的天南地北各处 甚至乎是不是灵环界修士 也有存疑之处 即使在这里被人盯上 对方也没有截到杀人的能力 唯一可能的明龙尊 只怕也看不上他的东西 索性就有多少收多少 一番交易下来 屡重可畏赚得盆满钵满 到最后 他连山河洞天出产的丹药 也一并拿出来甩卖 不料 还真有买家上门 又因此小赚一笔 只可惜 好景并不得长久 正如之前所言 由于预会修士数量有限 加之屡重的目标过于明确 只交换对增进修为有益的灵物 是已很快就在无合意之物 不过 屡重对此亦是心满意足 等回到罗浮 将此探索得一一消化 我的修为就能大幅增长 哪怕是以最保守估算 少说也能抵个三五千年的苦修 即使如此 又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修士间的交换 很快就到结束时候 这时 已有不少人包含期待 将目光投向上方手作的明龙尊 而后者也没辜负众人期待 只见弹出一片霞光 竟将大大小小数十种宝物放出 只一眼 吕重就忍不住惊呼出来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是一样 只见霞光中 漂浮得赫然都是奇珍异宝 万年灵药 先机主才 乃至各种闻所未闻之物 居都比比皆是 不愧是真灵 光这一份西式珍藏 就能超过许多杜杰七世里 甚至连那些圣地 在这份抵御面前 怕也要自残行贿 叹不如远甚 吕重的目光 在一样样灵财上掠过 看着上面的价钱 为之心动不已 更别说 明龙尊还贴心地提出了分期方案 前提是 签下命器 关于此契约 吕重道也是 知道不少 乃是从道蒙典籍中得知 这是一种约束力说大不大 说小 也能起到绝对约束作用的契约 契约双方 已各自所修道徒利事 若违反 非是由天道成楚 而是会被道徒反噬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除非取得另一方谅解 则此生再无寸进可能 所以 命器的约束力大于小 全看契约对象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今天能到这场交换会来的修士 定都不是什么咸鱼之辈 毕竟那些真躺平的修士 也不会冒着未知的巨大风险 跑来参与一场 开在虚界的交换会 只为了伯纳一丝突破机缘 命器用在这时 可以说是十分恰当 面对诱惑 吕仲始终坚持本心 到最后 他也没似其他修士那般 给自己背上一笔巨额债务 只用身上命缘 交换了一件灵物 此物名为伏流古路 吕仲也是没想到 自己竟能再次遇到他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伏下这古路 或许我就能掌握第三种空间 你法则能力 纵使不能也可凭此知晓未来道路 对他而言 这笔交易做得很值 又望了一眼空中的宝物一眼 吕仲仍旧不免心动 不过这些宝物虽好 但也想要得到疏为不义 他并不愿意跟明龙尊 牵下命气 并非是什么心血来潮 只是前世经历 让他对此有所抵触而已 只可惜 我想要的单方 吕仲心中刚想到这里 就建议修士将某样东西挂上去 从物品名字来判断 显然是一张单方 心中一动 他靠了过去 不知道有这是何种单方 黎玄丹八阶丹药 那修士传出间隙声音 隐藏在面纱下的毛子 打量问价之人一眼 合体七的 此丹你倒也不是不能用 它是从七阶黎玄丹经我手 提升成八阶丹药的 如果将灵才用低线 炼出来的就是七阶丹药 前辈 可容晚辈一关 呵呵 拿去 那人毫不在意的一笑 将手中记载着单方的御检一抹 引去其中的关键之处 然后就化作流光飞了出去 吕仲接过 神识进入其中 正如对方所说 御检中的确记载着 黎玄丹 品级不低 且灵才相当简易 除雀部分灵药有要求外 大多材料 皆可以用灵液代替 算是资源匮乏之下的妥协产物 在效力低下的同时 具有着异于炼制的优点 孰优孰劣 一时真是难以判断 是好东西 可惜 我这次不能当人 吕仲一脸惋惜 将手中御检 双手送回 同时不动声色 借助挥舞空间 果然得到了一份完整单方 没办法 他能交换的东西已经没了 不满 浪费我时间 那修士嘟囔一声 转身就离开 不过 从他这番话来看 显然此次也没期待什么 毕竟一张八阶单方的价值 尾时也不是合体能承受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失败也无所谓 很快 交换会变到尾声 返回的方法跟来识一样 众修只需 激发各自的聚灵宝令 就可以回到来识地方 回到欲今天 吕仲将东西一样样取出 这一次交换会 倒是收获不少 不仅新的单方有了 还搜集到不少的灵财 就连此前 没半点头绪的空间拟法则 也将因浮流古路产生进展 如此一来 小灵环戒之行 可以省去 就在吕仲将决定 告知给叶盘言 同时明龙敦的出现 及对方大量需求命远之事 也顺口提了一下 为表歉意 他将离玄丹也一并道出 这并非什么无私 吕仲看得可是十分清楚 知晓盗蒙越是强盛 自己能够建立的地方就越多 本质上 还是在培植自己的势力 为此慷慨一些 并无不当 同时在叶盘言口中 吕仲得知了 明龙遵需求命远的可能原因 那便是为了进行 令无数修士新生向往 修道路上的重大里程碑事件 飞升 对飞升为何需要命远 叶盘言也解释不清 就是需要 最后 叶盘言只给出这样答复 其实也十分不错 总比去问太阴祖师 在做一笔交易的墙 为消化收获 接下来的日子 吕仲再未踏出欲惊天一步 关于那枚空明石碎 鉴于山河洞天中有天工匠族 他们才是锻造宝物的好手 这般可能断成先机的灵财 自然要交于此脉修饰处理 而吕仲自己 则是开炉炼丹起来 再怎么好的灵药 无论多么珍惜 药力如何强大 若不炼丹服到肚中炼化 其实也跟百事无异 炼丹完毕 吕仲又开始闭关 欲惊天 吕仲盘坐在静世 整个人笼罩在一层阴晕灵气中 伴随着他的一呼一吸 体表灵气层也在节律地迈动着 漠然间 一股巨大犀利传来 所有灵气进阶消散 而这时 吕仲缓缓睁开双眸 一枚丹药下去 修为果然增加不少 不过 如此长期频繁服用 纵然体内不生单独 恐怕也会培养起耐药性 念及至此 他将一流离玉瓶取出 瓶中所装之物 自然就是花大代价换来的浮流古路 此物乃是参悟你法则的质宝 被誉为灵环绝宝毫无不妥 尽管数量上略微有些 难以达到完美的参悟效果 但吕仲还是有信心能用它 为自己找到接下来的方向 无有迟疑 就将之倒入口中 入口有微凉感 带着一丝草木清香 玄机是浓浓苦涩 幸好这时 灵液已经顺着喉咙 就滑落入腹中 几乎同时 吕仲就觉眼前异象分成 他十分清楚 所见 这些就是天地运转的根本规则 也即是被称为法则之物 受到要力以幻觉形式出现 虽不是第一次看见 吕仲仍对这瑰丽世界 着迷不已 好在很快就反应过来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从这光怪陆离的幻觉中 找到了属于空间法则的那一部分 并从中获取得到所需之物 这并非是一件一事 因为吕仲在这时 既要对抗幻觉干扰 又要分心寻找目标 若非合体期修饰原神强大 恐怕这珍贵无比东西浮流古录 单纯就是一种置换剂 说不得还会被当成毒药使用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欲经天中 安静的只有吕仲的呼吸声 麒麟仙灵跟以往一样 趴在门口处一动不动 偶尔抬头回望一眼 也很快无趣地扭回去 只有小尾巴 会在那里无声一扫一扫 似吕仲这种闭关状态 仙灵可是见怪不怪了 就这样转眼就是小半甲子 浮流古录的效力 早就已经消散殆尽 如今的吕仲仍在闭关 说明他从中获取得到了什么 否则不会似现在这般双目紧闭 仿佛要参悟出什么的模样 忽然间 一道灰光从他体内漫出 先是扭曲变形 然后延伸扩展开来 不过刹那间功夫 就凝成了一层灰色罩子 空间护罩 吕仲目录惊讶 打量着T表这层护罩 他能明显地感觉出来 此层护罩 看着跟龙胶结界类似 但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龙胶结界像蓄水池 唯有以攻击蓄满 才会告破 而眼下这手段 却像一层玻璃 在面对无法打破空间的对手 那么这层看似普通的空间护罩 就能发挥惊人的防护性 可若是遇上有破解之法的 掌握一种或多种空间手段 则会相当脆弱 不过 若我将二者结合 倒是相得一张 吕仲微微一笑 很快想到了正确的使用方法 只需把握好时机 空间护罩 未必不能发挥大用 继而 伴随着星面移动 他的身形消失 原地铺展开一水墨图卷 进到山河洞天后 吕仲直奔熔炉所在 恰巧这时 一道炼气尾声 一枚如若月华的宝剑 就这样静静悬浮在庐心中央 在周围 天公将族修士倒了一片 个个都是虚脱象 属下不负使命 终于将宝剑炼成 还请洞主查看 在两人的搀扶之下 天公将族的当代族长 走了过来 做得好 吕仲不吝赏赐 以作为对方表现的报答 他心念一动 宝剑就落入手中 由于方才炼成不久 此刻他仍带着余温 不过这难不倒吕仲 只需些许法力 就能降到适宜温度 随后将神识进入 面上露出露出喜色 这空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若单论体积 怕是能比得上一些小福地了 如此宝剑 已能称得上是件先机 一番把玩之后 吕仲将之戴在左手 表情相当之满意 旋即逼出一滴精血 很是顺利地将之炼成 如此一来 他随身可带的物品 又能多上不少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着 一年 十年百年 这一日 吕仲罕见出关 此刻正悬浮在 三十三重天最高处 面色凝重地 望着头顶的天空 跟以往不同 本该是炎日高悬的 裤下天空 如今已是一片黄昏景象 大日虽依旧悬挂于天 可在受到 黄泉律法的影响之偶后 已经是有气无力 只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此幕发生 已有大半甲子 起初 不过是出现黑子 如今则发展成了日时 眼见着还有环石的迹象 发生如此巨大变化 世俗界秩序自然大乱 凡人注定要颗粒无收 就连修仙界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不少林田因此灵气失调 导致生长的灵殖出现异常 近来 吕众频频接爆 罗浮各地先有尸鬼祸乱 各家埋葬的祖先突然炸尸 后来妖邪也开始横行 这些妖鬼诡异程度堪比 一下就闹出了不小的乱子 生死乱絮 明显是外力所为 这说明黄泉道对此次入侵 已经改变了以往使用的策略 并非是他们之前入侵小灵环界时 那种简单且粗暴的作风 而是改成了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想要直接从底层将灵环界改变吗 吕众正暗想着 忽然察觉周围光线变得昏暗 抬起头才发现天上的日食 已是进入到下一阶段 日环时 此时此刻 一道黑流从环日中秘密留下 而在黑流之中 则有无数秘籍黑影在急剧放大 仔细看是一只只争鸣鬼物 它们在跨越空间快速接近 不少城中修士看清这幕 面上剧都是露出绝望神色 可在这时 一道璀璨光聚自罗浮仙城中升起 它是如此之耀眼 哪怕相隔数亿里一看清 此为攻击信号 罗浮卫将因此而对黄泉鬼君发起攻击 同时也是一道醒目性标 可谓遭受黄泉道入侵 而不知去往何处的修士 提供了一个可能选择 光聚的突然升起 仿佛一记强心针 凡目读者 无意不是备受鼓舞 扑腾扑腾 成功详解的黄泉鬼君 犹如乌云般覆盖下来 鬼君种类繁多 少说也是二阶起步 相当结单实力的鬼物 也一点都不罕见 更重要的是 数量少说以百万计 很显然 罗浮玉这边有一个空间出口 否则不该有如此数量 吕仲远远观察这只鬼君 发现里面除雀人族外 还有不少熟悉面孔 石灵族 精灵族照这情况来看 只怕整个小灵环节的百足 都被黄泉道转换成了炮灰 虽然不人道 但绝对好用 毕竟如今的时代 天道早已经清颓 没了头上悬着的天节惩罚 纵使做出如何人神共愤之事 也不用担心 自己会在哪一天突然去世 吕仲收回目光 对身旁麒麟仙灵道 开始吧 他一声令下 仙灵开始将整座要塞运转起来 偌大的一座罗浮要塞 自然不是只有玄天大阵 即五行破灭神光可用 在面对小规模敌人时候 还可借助一座座小型法阵 对来犯之敌进行猛烈还击 这些小型法阵吸纳天地元气 以作为能量供应发出的火球锋刃 纵使是原因也可伤得 轰隆隆 爆炸声不绝于耳 无数鬼物还未接近罗浮 就被轰成飞灰 可另一边 鬼君已是扩散开来 对地面为撤走的修士而言 当即就是一个天大灾难降临 面对这样一股 铸鸡结丹打底的强大鬼君 那些铸鸡结丹家族的下场 自是不用说 瞬间就得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就连元英化神势力 亦是抵挡不得太久 如此浩浩荡荡的军事 不留情地扫荡着沿途的一切 并会有随军的黄泉道修士 对将死去的尸体上进行转化 不多时 又是新的鬼物起身加入 然未等鬼君嚣张太久 就有一口雷剑从天而降 出手的自然是吕重 身为合体后期修士的他 出手威能自然是毁天灭地 剑锋刹那间掠过百里之地 将沿途一切尽多化为飞灰 继而雷剑掠空 化作一堵堵雷墙 朝四面八方扩散 举手台足间就是千里雷剩 在无人阻拦下 合体七修士的作用一乎寻常 只是一个照面功夫 刚完成转移的这只鬼君 就已经被灭掉小半 愚者就算不死也在苦苦挣扎 大胆先修 竟敢反抗黄泉军事 从雷沼中飞出一道身影 其声音虽如少女般娇柔 实际却是个面生四目的重通女修 气息不亚于普通合体后妻 伴随着此女移动 一片阴云如影随形 你就是此君主官 受死吧 呂中这时轻贺一声 引雷针浮现在手中 同时右手往前一抛 将星辰剑也寄了出来 后者迎风剑掌 化作一面千丈迎镜 无数静光从镜面中蹦射 放出巨大光柱横扫面前一切 而此刻的她已经是一个闪身 来到那四目重通女修面前 剑指狠狠下滑 有雷剑轰然披露 杀我 好大口气 重通女冷笑一声 瞬间化作飞碟飞散 见此目 吕仲感觉背后一寒 碰 未等她反应 一只枯爪已是拍向后背 换作是旁人 必然被这一爪打得皮开肉烂 甚至可能被一种气息侵入经脉 从此生不如死 可这时 一层灰色光照浮现 重通女处心积虑 志在必得的这一击 落在那灰色光照之上 非但未激起涟漪 甚至连痕迹都未留下 她的四目中 不由露出些许金色 要知道 自己这一击阴神爪 可是砖破法力护照 纵使是大成七皇权修士 也未必能硬接下来 可现在对方不但接下 还居然毫发未伤 这怎叫人不吃惊 未等她多想 吕仲的反击已经到来 荧光弥漫周深 整个人的速度 瞬间拔升到极致 只一见 就将重通女劈飞 当其再度出现之时 已经是在对方后背 对着她提表灵光震荡不止的护照 顿时就是雷霆咆哮一击 动 一道身影电射下坠 重通女如炮弹般 被一击狠狠砸落到地面 这还没完 继而天降雷剑 不偏不倚 正中重通女落点位置 起初剑锋略微迟滞 是目标在负于顽抗 可随着紫霄神雷的爆发 后者再坚持不住 雷剑轰隆刺下 轰隆隆间 千丈雷剑墨柄而入 一瞬间 耀目雷柱冲销 其光辉之璀璨 甚至一度压过罗浮光具 一招手 呂仲将引雷针换回 这次对手的实力不弱 但面对小子削雷法 防御却是溃不成军 是以不过几个照面功夫 就被他轻松解决 嗯? 呂仲轻移一声 将一物射到手中 却是一枚黑色圆珠 此物给他一种似曾相识感 灵珠? 水灵珠? 不对 只是一枚仿制品 无论是威能还是作用 都比不过火灵珠玄水 原来他叫这个 将玄水灵珠纳入储物界 屡众未看剩下的鬼君残部 没了顶头的主观 这些残兵败将就成了一盘散沙 再也掀不起风浪 稍后自有罗夫位进行处理 以肃星跟太阴化身的实力 料理起来自然简单无比 此时此刻 藏仙园 此处乃是主战场 藏仙原本不叫这名字 因上古一场大战而改名 从此以后空间便十分薄弱 是已成为了黄泉道入侵登陆点 咚咚咚 白骨大屁股咚咚敲响 庞大军阵随之进击 从天空到地面 是由妖灵 狮妖所组成的掩日死墓 当中既有千丈高的不死狮灵 也有蛊惑人心的魅妖 更有站在浮空法台之上 不断放射出夺命射线的恐怖妖王 军事所至之处 天地未知变色 哪怕曾经大战 遗留在藏仙原的大恐怖 面对如此之惊人威势 在此刻也要退避三舍 而另一边 却是一支联军 就跟世上没有简单的黑与白一样 灵环界各势力也并非一直仇视 在得知黄泉刀入侵之后 面对此般生死大敌 一支貌合神力的庞大联军 便被组建起来 由圣地修士牵头 成员混杂有妖族 诸位眷属 是以此刻的战场上 可以看到有法宝掠空 也有各种战争飞剑 妖兽灵兽 及诸恶造物混在一起 就连失落的盗蒙浮空要塞 此刻也能见到三座 相互间各势力甚至还在不断摩擦 大仇大打 小仇小打 直到两军接战 各自方才罢手转身硬敌 才交手 战场瞬间白热化 随处而可血肉横飞 参与者早就命不由己 就连如山巨剑或者是妖兽 也难以摆脱被撕碎的命运 而此时 虚界中同样有一战 知晓灵环界有折仙将士 黄泉道仍敢悍然发起入侵 对此自然是有所依仗 仙道有折仙 黄泉道同样也有 故此刻 仙道折仙 诸恶 妖仙 为了守住自己的地盘 对阵着万古邪灵 不朽诗神 黄泉折仙 双方早已摆开阵势 并已经交手过数场 场面看似平静 实则也是生死交锋 下一瞬 战场之上 一株金色虚影浮现 枝繁叶茂 放射无尽光滑 那璀璨夺目的金色 较双方修饰 面色大变 当中 有以仙道折仙为甚 一道身影随之浮现 他身着精衣精灌 浑身笼罩在金光之中 犹若纯金铸造一般 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一切 只见此人缓缓一抬手 折仙队伍中 便有人控制不住身形 提表金光如泉涌一出 继而不由自主 朝黄金巨树飞去 以这些人的智慧 瞬间就想到了原因 九转金丹 这是一个陷阱 有人大声惊呼 却始终无法摆脱控制 贪婪 毁灭之时 突入战场的人影喃喃一声 拔出腰间金剑 泼洒出亿万丈金光 这次不单是卫服用九转金丹的仙道折仙 连那些强大诸恶 黄泉道折仙 也都成了目标 被束缚住 拉往黄金树 不过刹那间 虚界中的一群存在便全部负面 有折仙不住的惊恐大喊 你 你究竟是谁 可对此 人影却并无回应 他只是正正看着 飞速变得暗淡的巨树 仿若出了神 待所有折仙被拖入黄金树之后 就瞬间炸碎成无数光点 收 收网了 另一边 宇仲刚出现欲惊天 可随即 他面带震惊地 恶然抬手 望向天空 只见那里 不知何时被染成了金色 一株巨树虚影 正在跨越空间 飞速接近灵环界 我就知道 灵环界 对仙道如此重要 怎么可能没有黄金树扎根 吕仲敛去目中金色 在心中难难倒 不过 这场一变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心中对此并无答案 就在思索之际 黄金树已是跨越空间而来 不偏不倚 正好扎根在天道成处 黄金树是如此的巨大 高不止百万丈 树盖更是负压不知多少亿里 纵使是璀璨的罗浮光具 在他面前 一如微弱烛光一般 前者灰映亿万里 将天地都沁染成金色 瞪尽璀璨的金光 伴随着虚幻的光叶落下 他们带着抚慰人心的温暖力量 犹如上古时候一般 将灵树光辉洒遍灵环界各处 这时 吕仲看到令人震惊一幕 却是黄金树上 漠然浮现出一道道光柱 在里面 赫然都是一尊尊哲仙 诸厄 这些曾经的大能们 此刻无不是在拼命挣扎 惊恐的表情也浮现在他们脸上 只是受金光禁锢的影响 无论怎样也挣脱不得 伴随着光柱的缓缓拔声 这些存在的身影也在上升着 这是强制飞升 吕仲心中 没由来的冒出这般个荒谬念头 忽然间 他目光定在黄金树一处 隐隐约约间 能看到一十分模糊的身影 读过道蒙典籍的吕仲 此刻却能一眼就看出 此人就是曾经的道蒙大书鸡 却不想此刻尽出现在了此处 还引发出如此动静 光点凝聚 一只狗居的太阴祖狮 这时现出身形来 他此刻一脸的无奈之色 目光跨越亿万里距离 落到了悬浮在黄金树前的那道身影上 唉 我就知道 在上面赫然躺着一枚青鸞 受到牵引影响 青鸞很快就冉冉升空 并在外面浮现出一道光柱 也似那些折仙一般被强制往仙界飞升 而他本人却是一动不动 察觉到屡重的目光 太阴祖师叹气解释道 折仙要飞升 本祖师只要不是折仙 自然就不用飞升了 不过 虽然本祖师不想 但可有的是人愿意呢 屡重刚听完 就见有大量顿光横掠天际 他们无意不是气息惊人 同时拖出长得夸张的伪计 从四面八方赶来 带着难掩言语的激动心情 直直没入黄金树光辉 杜杰 都是杜杰修士 屡重愕然看着这幕 心中震惊到无以复加 一群蠢货 想被人当柴烧 那就尽管去好了 太阴祖师在心中嘀咕着 同时面对这种难得的飞升机会 没有半点的动容之色 反倒是为之如虎般 宁愿舍弃体内那一道仙气 也不愿被送往仙界 面前此景 在他眼中 如飞蛾扑火 一味味杜杰修士 体表此刻燃起了金光 这些都是他们庇佑万民 所得来的香火金光 为了此刻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一个个尽都是奋不顾身的 冲往面前的黄金巨树 途中 有人因为金光不足 被巨树凌压撕碎 但更多的 则是顺利抵达树干 紧接着 一道光柱将它们笼罩其中 也似那些折仙一般 被强制飞升 送往了杜杰修士们向往的仙界 一 好 我飞升了 伴随着一声声激动狂呼 这些身影一一消失不见 吕仲看到此目 心中也忍不住产生冲动 他身怀天道斩杀剑 身份可以说是相当特殊 料想不会被黄金树所影响到 此刻若去触碰那树干 怕也是能当场 诱惑 难以言喻的诱惑 但很快 吕仲眼中就恢复了清明 既然身旁这位能够忍住不动 没有半分动心的样子 其中怕是存在着什么陷阱 仿佛读出了吕仲心中所想 太阴祖师伸了身揽腰 打着喝歉道 你没像月阴那蠢货一样 被这非生机缘所吸引 本祖师大胆欣慰 可如果你想知道原因 那还是算了吧 他可不想出什么意外 不过 关于盗蒙大书记的谋划 本祖师倒也是能说说 估计你也已经猜到了 眼前之事 皆是此人一直以来的谋划 无论是泄露灵魂界所在位置 吸引来黄泉道入侵 还是最后现身将一阴折仙 诸恶网罗打尽 都在此人的算计之内 盗蒙大书记 名副其实 好了 话就说这么多了 既然月阴那蠢货 受不住诱惑飞声 主动去仙界 被人荡柴烧 那他所见的太阴宗 本祖师就确之不公了 正好也有个地方落脚 太阴祖师此刻一脸笑容 心到笑到最后的 还是自己 果然 狗到最后 应有尽有 另一边 吕仲冲他拱手 行礼已是感谢 等到太阴祖师离开 他这才折返回玉惊天 既然发生了如此大变 接下来可是有的忙了 这时 吕仲的动作默然停止 回过头 又是惊人一幕 只见那些飞声光柱消散殆尽后 黄金树竟开始枯萎 一片片金叶如雨点般落下 大部分还未落地 就已经化作了五彩灵气团 只有小部分能够飘落至地面 金叶一落地 则灵脉顿生 果然 灵气是源自于黄金树 眼前的这一幕 证实了吕仲之前猜想 灵气非自然 会溪流而成江海 出生的灵脉愈发茁壮 并源源不断散发出灵气 将环境灵气浓度拔升 与此同时 黄金树还在飞速衰败着 一如那句话 如今是个青颓时代 不多时 曾经灰映灵环界的巨树 彻底消失的不见踪影 若不是天道成方向 上海残留着一个高耸露云的树桩 其金色虽已经褪去大半 却仍在雾渍喷发着惊人的灵气流 只怕吕仲都要怀疑 方才所见一幕 到底是真是假 紧接着 吕仲抬头望向天空 仙剑啊 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 望着天边宛若天柱的淡金树桩 吕仲在独自针印着 自诸恶 舵仙飞生之后 灵环界太平了一阵子 可这一状态并未持续多久 很快局势更加混乱起来 有道是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没了顶上压制的那些大能 往日秩序自然顿时瓦解 再加上妖魔 渣子 仍旧横行 是以如今的灵环界 荡真士 称得尚是危机处处 就连罗浮 在这过去的百年里 也曾遭受过数次寄予与入侵 得亏罗浮本身乃是一座要塞 能够无惧来自大城修士的威胁 不但能够无惧 甚至还能借此扩张一波 如今 罗浮仙城至太虚仙城之间 那一片广袤地域 皆是归属于屡众掌控之下 偌大的一个中央界域 共由四大势力掌控着 除雀罗浮之外 余下三者分别是 妖庭、圣蒙、万妖国 其中 万妖国是妖庭分裂后的产物 目前盘踞在中域西侧 掌控着曾经的东华仙城 如今的万妖城 与妖皇所率妖庭分庭抗礼 至于圣蒙 则是诸圣帝失去折仙老祖 为避免清算 而组建起来的联盟 四大势力中 当属罗浮看起来最势单力薄 同时 若考虑到东边发起大远征 是要夺回中域的盗蒙 罗浮俨然又成了 其他三大势力的眼中钉 可 这又怎样 吕仲对此 并没有多大担忧 有完成改造的罗浮要塞在 他这边已然是立于不败之地 纵使大成妻修士前来 也是只能妄成心叹 不过 罗浮并非毫无隐忧 光是蔓延的渣子 妖魔就足够令人头疼 他们好似野草一般 灭之不尽 春风吹又生 哪怕他已派出太阴化身 乃至其他一众化身进行扫除 依旧是难以见到成效 说到底 还是得先将秩序恢复 吕仲在心中默想到 若是一个有序的修仙界 哪怕是在如何弱肉强时 各层势力也会为了确保自身利益 而主动减除地盘内的不稳定因素 哪能任这两大灾祸猖狂 想到这里 他将一份命令拟定 内容很简单 无论适合方先修势力 只要能守目一方 并承认罗浮上宗地位 履行作为附庸的既定义务 就可以在罗浮开宗立派 零发出钱 吕仲想了想 又在上面添了一条 若能守土千年 就能获得土地的法理宣称 将命令发出之后 吕仲转身就回了近视 开始调膝打坐 相较手中所掌控的罗浮之地 无疑还是提升自身的修为更加重要 将仪立丹药服下 他很快进入修炼状态 此时此刻 外界因吕仲所扳手令 早已是彻底沸腾 就跟不要低估修士对飞生的渴望一样 同样不能低估他们对土地的渴求 须知修仙本就讲究各种资源 是已才有了财法履地之说 如今能得到四者之一 又怎叫人不热血沸腾 须知 一旦能掌握灵地 在修士的生产技能作用下 那等同于是手中多了个聚宝盆 从今往后 资源将源源不断产生 这般场景光是想 都能让人为之激动不已 不过 却有人在这时泼冷水 且不说 这是不是空手套白狼 不知诸位道友 可了解过外面那些地方的现状 那可真的是万里无人烟 要么是被妖魔杀成了白地 要么就是处于渣子的污染中 灵脉好事不假 可又能简单到手的 无可否认的是 此人这番话说的极有道理 不少修士听到后 心中就打起了退堂鼓 哼 不流血 莫非还要白送不成 一声娇斥 从人群背后传来 却是一身容装的素心 他在听到人群的议论 出声发言 遥想当年 忠欲如何成为忠欲 还不是先嫌祖师们 寸土必争地 从妖兽口中 从诸恶手中夺来 若他们也似你们这般 遇到困难就畏惧不前 又哪来如今灵欢借人足之兴盛 一番话 点醒了不少人 不过聪明人仍在观望 并非因这段浅显话语定下决心 毕竟想要打下一片地盘 可并非需要充足武力这么简单 无论是人力也好 物力也罢 想要将打下的灵脉守住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都不能出差错 这时候 各种关系就到派上场的时候了 无论师徒关系也好 道理之情也罢 只要能够建立起信任 就能集合起足够的资源 从而将目标地盘打下来 为自己夺得容身之处 将仲修表情收在眼底 素心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诱惑当前 但行动之人怕是不会多 妖魔 渣子可不是吃素的 妖魔诡异非常 渣子则实力惊人 想要从他们手中将灵脉夺回 免不了付出一番伤亡 还有 打下来后如何守住 也是一个要解决的大问题 想到这里 素心将担忧目光投向远处 那里有着一道道金色光环 相互交叠在一起后 组成了三十三重天 对此 你又该如何推行呢 就在各方观望之际 无人知晓的是 一个名为山河宗的势力 已是悄然成立 作为吕仲曾经允诺的回报 当初所有参与抵御妖族入侵的 山河洞天修士 在抹去关于山河洞天的记忆之后 获得了在灵环界建立七夕地的机会 灵环先成外国区域 空港处仍旧是一副繁忙景象 数之不尽的货物 或是依靠傀儡 又或者是依靠修士 源源不断从非洲上搬运下来 然后新的货物又被装载上去 运往利润丰厚的目标地点 在此过程 不少修士频频将视线投向空港一角 早在百年前 黄泉道入侵刚拉开畜牧时 这里就已经停泊着一支庞大舰队 由大大小小近千艘非洲组成 其做工之精良 火力之齐备 着实令人感到择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非洲数量还在增加着 这也就要看到舰队的修士 忍不住猜测他们的真正用途 今日 真正的主人终于出现了 无形气场缓缓扩 伴随着一道道轻衣身影的出现 停泊在空港的弱大舰队 已是有成片的灵光亮起 宛若一只洪荒巨兽 在逐渐复苏 山河宗 你听说过吗 没有 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就在众人摸不着头脑之际 空港船雾里的非洲群 已是缓缓划出空港 望着舰队前进方向 忽然有人恍然大悟 我知道 他们是要夺回凤雀山 凤雀山曾经为大成势力 凤雀公所有 此山绵延十万八千里 乃是一条巨型八阶灵脉 足以凭此养出大成七修士 在过往的历史中 他数次被仙修夺回 又数次失去 几经辗转 掌控权在仙修 诸厄 妖族手中流转 如今又落入到了妖魔手中 并且附近还有一处渣子魔巢盘踞 早已是被视为一片绝地 在修士的眼中 那里被称为凤雀魔山亦不过为 可如今 山河宗竟想将之收复 此消息一经传出 坊间顿时哗然一片 有修士认为 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河宗 是宗主发了诗心风 也有人从非洲的由来 猜测这是罗浮城主 在下一盘大棋 但更多的修士 则是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在观望 一方面希望 山河宗能够成功夺下凤雀山 一方面又不想见到 这条八阶灵脉落入他人之手 须知 灵环界除雀 天道成所在之处 有着一条真正意义的九阶灵脉外 余下的灵脉再如何巨大 也只始终无法达到平定标准 故只能被称之为八阶 可以说是 凤雀灵脉已是顶级灵脉之一 已经开始了吗 正在欲经天中闭关的吕仲 很快就收到化身传来的消息 山河宗的行动 属于他计划的一环 一方面 若山河宗能打下 并在妖魔的反扑中 守住凤雀山 无疑能树立起一个好榜样 从而带动各势力 开宗立派 唯有稳定的环境 才能产出更多的资源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获得灵悟 根据吕仲所知 目前滞留在罗浮的那些流亡势力中 有不少都是底蕴深厚 以各自的方式带着许多高阶资源 其中不单只是适用于度节 后期的丹药灵药 就算是能对大乘期起作用的灵物 也是有着不少的数量 如何从这些势力手中获取所需 显然是一个大难题 抢取豪夺 显然是下策 能在数万年纪的传承过程中 留下那些高阶资源做不时之需的势力 想想都知道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抢夺不但费时 而且收获不多 况且 这也有为吕仲的本心 设法叫他们心甘情愿交出 才是上上之道 这时候 能够重建家族或宗门 无疑对这些无处容身的势力 有极大诱惑 若能从此过程中 获得一些交易的筹码 不难掏空这些势力的家底 而这 就是吕仲想到的办法 算不上多好 只是盛在简单可行 在万众瞩目下 山河中的舰队抵达凤缺山 一些修士为了看到结果 早已是随舰队来到此处 此刻有不少修士 忍不住将视线越过庞大的舰队 投在了前方被黑雾所笼罩 不知吞噬过多少条性命的磨山 有史可考 这里至少覆灭过三个大势力 分别是 数次三番意图收复此地 为此耗干最后一滴鲜血的凤缺宫 豪言壮志而来 大败而归的大成宗门归宇宗 以及被妖魔所侵蚀 最终整族 覆灭于此的流金赤金虎一族 一个个大势力因此覆灭 或使元气大伤 方才铸就了凤缺魔山的威名 不少修士 再纷纷在心中猜测 如今山河宗 会是第四个吗 可很快 他们就见到了结果 只见虚空一片扭曲 是有庞然巨物穿梭空间而来 轰隆隆 空气被压开 引发出一阵阵惊人气浪 未等巨物真正现身 滚滚气浪 就已经席卷至凤缺山 更是将笼罩此处的黑气吹散 第一次向外界 展现出庐山真面目 死 在场的修士 顿时就是一阵凉气直抽 只见偌大的凤缺山 早就成了一处妖魔之潮 就连曾经处立在旁边 有海量渣子组成的魔潮 如今也被其中妖魔 当成了养分 只欲下一道空壳留在原地 受到外界惊扰 无数妖魔从巢穴中爬出 数量密集 如浪潮一般 原本在来之前 修士们对山河宗的行动 还抱着一丝期待 如今一番期待化作绝望 再不看好半分 能将凤缺魔山夺下 这这事 有修士惊呼 这时 跨空间而来的巨舞 终于是展现在众人眼前 罗浮仙城 尽管形态大变 各处空港都已经收缩起来 也见不到穿梭的大小非洲 俨然成了一战争堡垒 但的确是此仙城 谁也没想到 罗浮仙城进出现在了此处 欲惊天 吕仲对仲修惊恶的反应 相当满意 不枉他让山河宗 大张旗鼓地跋涉到这里 该是时候了 他一挥手 让麒麟先灵执行命令 此番山河宗先行 跟罗浮药色分开行动 并非是屡众随意而为 实在是根据以往资料 目前盘踞在凤缺魔山中的月 阴谋太过狡猾 若是直接让药塞跨越空间 从虚界传送过来 则必然打草惊蛇 哪里会似现在这般 自己从老巢中爬出 沦为要塞法阵的目标 放 一声令下 要塞开火 随后 山河宗舰队 亦同样开火 天空中弹幕 顿时如雨点一般密集 其所散发出的五彩灵光 足以驱散任何的黑暗 如此弹幕骑射 对着下方的凤缺山脉 就是一阵毫不留情洗地 一只指杖许高的月阴魔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炮火所覆盖 任由他们再生能力如何惊人 在要塞跟舰队的火力骑射面前 也依旧是难逃一死 如此一幕 较为观修是沉默了 没有人能想到 山河宗的底牌会是这个 无可否认的铁一般事实 就这样摆在众人面前 有了罗浮仙城的支援 山河宗末说是夺下凤缺山 就算是坚守直到 护山大阵布置完成 奠定下坚实的扎根基础 也都是轻而易举之事 从今往后 此地将属山河宗 流光如雨 月阴魔死伤惨重 在一片沉默中 山河宗按照既定计划 正在有序推进着 过程中 难免出现伤亡 毕竟月阴魔实力不弱 尤其是他们所喷涂的 石阴魔光更是有 洞穿灵气护照的效果 沾上就是非死即伤 饶氏如此 仍阻止不了山河宗修士 获得一片容身之地决心 就在众人以为 事情就要这样结束之时 忽然间 整条凤缺山脉震动起来 不可能 简直难以置信 这 这是 伴随着群修的惊呼声 以及速速落下的山石泥树 在不断喷涌的冲天魔气里 一道长达十万里的庞然巨影 缓缓升起 它的体积如此的惊人 宛若一轮血月冉冉升起 罗浮药塞的体积不算小 哪怕是完全收起来的药塞形态 也有近千里长宽 可在这一轮血月面前 依旧显得十分渺小 紧接着 血月缓缓一翻转 噗哧 它表面裂开一道巨大缝隙 并有大量妖魔之气泛滥一出 继而一颗不满血丝的血眼 就这样呈现在众人面前 看到它的第一眼 吕仲就心感不妙 这是即将升格的诸厄 眼前的哪里是什么妖魔 分明是不知如何 融合了月音妖魔之后 从而获得了升格为 诸厄可能的强大神念 一旦真叫这神念成功 它未来就是新的巢主 面对如此血月 区区山河宗根本不够看 不用吕仲特意提醒 山河宗的舰队就已经开始规避 与此同时 血月上那血眼表面泛起了红光 继而一道道红线 有若流星雨 滑掠过天际 如洪流一般朝着罗夫要塞覆盖过来 有小部分山河宗非洲位置不佳 一时来不及躲闪 被那红线一命中 顿时就毫无阻止穿过 瞬间整船人无疑幸存 好厉害的手段 吕仲看得眉头紧皱 心到真不愧是即将神格的强大神念 同时不忘催促麒麟仙灵 叫它加快五行破灭神光的凝聚 下一刻 无数红线席致 嗡嗡嗡 刺耳噪音 疯狂冲击着吕仲的骨魔 血月的这一波攻击 微能源比它预想中的还要强 弹指打开要塞的状态图 一眼就能看到 由于血月能够轻易穿透玄天大阵 以及后续的护城大阵 所以光是方才一波 要塞就有多处受到了损伤 不过都是轻微损害 很快就能修复完毕 相较这点 罗浮要塞眼下面临着一个麻烦 在护城大阵被击破之后 一时间难以进行恢复 哪怕有备用法阵顶上 罗浮要塞的防御也是出现了漏洞 嗡嗡嗡 忽然之间 血月上有低频杂音传出 这仿佛是一个信号 一个个小黑点 就这样从血月上鱼灌而出 仔细一看 都是强弱不一的月音妖魔 实力从炼器到化神皆有 数量十分惊人 他们似乎就寄居在血月中 跟那神孽似乎已经是共生关系 退 吕仲可没有与吱吱正面对汉的打算 要知道的是 罗浮要塞机动性虽比不上悬舱 但移动速度还是十分惊人 哪怕化神期修士全力飞盾 也不见得能够追上 趁着血月变化的间隙 山河宗舰队完成了撤退 前方射界豁然开朗 放 放 放 在主观的号令之下 罗浮未修士射出一片片弹幕 爆炸声 惨叫声 不绝于耳 月影磨刀尸体 更是如雨点般落下 这一幕被城中修士看到 无意不是瞪大了眼睛 仿佛要将知名刻在脑海中一样 毕竟 这是他们本来无法看到的景象 更有意识到机会者 已是掏出了流影器具 就在这时 罗浮表面忽然度上一层金光 继而有五彩之色泛滥 指纹 一道五彩光束 就这样穿透重重弹幕 在抹杀沿途月阴魔之后 直接没入血月内部 碰 没多久 光束将目标整个贯穿 待五彩灵光散去 血月表面斜眼眼角位置 赫然多了一宽达百里的巨大孔洞 无数鲜红血液喷涌出 好似一条条铺流 同时还可看到 正有无数肉芽在里面飞速繁生 不过片兮 就已是将伤口收缩半程 难怪妖魔群如此惊人 并且恢复能力还这般恐怖 只怕这神孽走的是长春方向 此道一向以此著称 吕仲在心中喃喃一句 想起了道蒙典籍中的内容 紧接着又叫麒麟仙灵催动大阵 很快 一记五行破灭神光再次射出 就跟之前一样 血液又一下被轰个了对穿 可结果却跟之前一样 纵使吕仲刻意瞄准了他的斜眼中心处 这样一处类似于的弱点的位置 也仍旧是未能造成多少伤害 这般做法还将血液彻底激怒 哗啦啦 数条布满玄奥符文的粗壮触手 这时候如雨后春笋一般 从血液之下忽然伸出 他们仿佛长了眼睛 从四面将罗浮要塞捆住 任凭罗浮卫如何轰炸 也不见有松脱迹象 这时 吕仲面色忽然露出古怪 却是一位不慎被吞的化身 传来了的血液内部信息 滑的一下 一道光幕在他面前展开 可以看到 偌大的血液内部 竟还存在着一个秘境空间 而被吞进去的山河宗非洲 就是出现在了此处 咦 这些事 吕仲眼间发现 秘境中竟存着不少遗迹残骸 在更深处 还高悬着一轮迷你血液 只怕这才是他的本体 只一眼 吕仲心中就生出这念头 等等 上面这是 他这时又看到 有一道金光镶嵌在血液之上 纵使此刻魔气滔滔 也难以掩盖 这缕纯净无比的光芒 现在此地 还能保持如此光芒 不难猜到 是一箭至宝 看来 无论是为了解决这神念 还是夺得此宝 我都有必要进去一趟 以吕仲目前的实力 想要进入秘境中并不困难 只需借助跟化身的联系 就能精准进行定位 交代仙灵继续消耗血液的力量 随后吕仲身形一闪 于一阵灰光闪烁之中 消失在原地 下一瞬 茫茫血雾事件 一道身影跌撞而出 就在吕仲出现瞬间 仿佛是感应到巨大威胁 头顶的血液 漠然裂开一道缝隙 赫然又是一颗血眼睁开眼来 紧接着 四周血雾沸腾 三道身影成品自行 前后将吕仲包围 望着这三道身影 吕仲面上忽然显露出笑意 凤山玄君 吴赤老祖 以及刘金赤金虎一族 最后的妖尊 凶虎妖尊 他能感觉到 这三位并未死亡 而是被血月彻底控制 奴仆 还是傀儡 无论是什么 吕仲都没有手下留情的想法 祭出引雷针就是一盏 剑锋滑出弧形 瞬间斩出一片雷海 可他的对手显然并非吃素 一个个反应巨势极快 或是祭出自身本命先机抵挡 或是借助天赋神通闪避 叫吕仲这蓄力一击毫无作用 直接打到了空处 在交手过程中 吕仲还感觉眼前乱象分成 不用说 这是血月在干扰他的心神 然处于如此不利境地 吕仲仍是借助自身所掌握的拟法则之力 轻易压制住对面三人 并不断取得成果 扑斥一声 凤山玄军小半脑壳 连着上面发剂被削去 紧接着他反身一展 手中引雷针 镀上一层灰光 狠狠披在冲进的凶虎妖尊 雷剑势如破竹 裹挟着无尽雷霆微光 瞬间将后者护体妖气瓦解 而后去世不止的 又将他开膛破肚 并让内里府脏一并焚尽 不多时 凶虎妖尊就彻底失去生机 如此惊人的实力 让血月神念感受到巨大危机 只见得血月一阵收缩 表面竟开始蠕动起来 将那一抹金光彻底吞噬后 他顿时发出了极为痛苦的叫声 带笼罩的血雾散去 原地只夺出一道魁梧人影 却是一部男部女 生有六臂三足 偌大的脸庞更是奇特 左右长着八对眼眸 卓石是一只叫人印象深刻无比的人形怪物 而这是在正常不过的神念形象 见到神念显出真身 刚将无斥老祖斩杀的吕仲 感应到对方那强横气息 面上不禁浮现出凝重之色 极不好对付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这般念头 为多想 神念便从体内抽出一口金剑 化作一道蟹影冲来 枪 吕仲挥剑格挡 与神念站到一起 一来一回 交手上百回合 无论神念也好 又或者是吕仲 哪怕这时实力进出 再没有半分的保留 在这般激烈的交手过程中 却谁也没有占到谁便宜 反倒是两败俱伤 吕仲抹去嘴角鲜血 盯着已经恢复如初的神念 摸出怀中备好的疗伤丹药 看也不看就一口将之服下 负担之后 火辣辣的胸腔顿时好了许多 而后一跺脚 整个人又化作离弦之剑 拉出道道残影 冲进前去 紧接着 他又是一阵连斩 只是跟之前不同 这次却带上了空间之力 刹那功夫 剑锋锁斩空间皆是破碎 神念身陷其中 身体被切割成无数碎块 他赖以生存的强大恢复能力 在无间不摧的空间切割面前 这时显得苍白且无力起来 可就这 他仍是不死 试试这个如何 吕仲一咬牙 手中凝聚出一道荧光 内运时间加速的力量 毫不迟疑 一把僵之打出 几乎是瞬间功夫 神念的躯体碎块 就开始剧烈膨胀 瞬间就生长成一具具完整躯体 继而又飞速分裂开来 暴体炸出更多的碎片 如此循环往复 他却发出惊恐无比的叫声 百息后 伴随着一声哀鸣 神念的所有躯体一颤 纷纷化作灰烬消失 果然 想要解决这种近乎不死的对手 要么是设法绝灭其生机 要么就是像方才那般 让他体内积蓄的力量耗尽 吕仲想到这里 将目光投向前方 在血月神念陨落后 他体内掉出了一斤灿灿物体 将之射到手中 发现是一图卷 都率图 吕仲面露古怪之色 将手中图卷缓缓展开 面色也随之一变 他本以为 这是什么秘境的地图 可这猜想大错特错 没想到 这竟是一份类似星图之物 将灵环界周围的其他世界 竟都一一记载在上面 并给出了极为详尽的坐标 吕仲目光横扫 呼吸随之加速 距离灵环界最近的小灵环界 地理特殊 生产天元的虚空古界 还有瑞灵界 清灵界 方济界等一众凡界 吕仲目光移到图卷左下 呼吸不由一致 果然清河界也在 对此 他可以说是早有预料 吕仲此刻的心情 可以说是激动无比 这下 这下真是想瞌睡 就送来了枕头 我使有了这份兜率图 就可以根据坐标 布置出跨界传送大阵 传送回到清河界去 不过他也清楚 想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跨界传送阵 光是布阵材料的搜集 就是一个大问题 尽管这份兜率图上 已经给出了解决之法 可以通过一些常见灵财 设法将之炼制出来 然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看来 这罗浮还真是要发展一番 吕仲深吸一口气 按捺下心中的激动之意 开始规划其未来 想布置跨界传送阵 需得准备周天之术 也即是360枚悬伤精 此物可通过猎杀一种名为 悬伤的虚界杂素 从而精炼它们核心获得 别看只需360枚 按照1万头只能炼制出一枚计算 便是足足要猎杀360万头悬伤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目 更别说还有虚树精 百仓银丝等材料在等着 后面每一样 若论获取难度 跟悬伤精相比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在就只是耗费人力物力而已 同时此阵的建设 还可按照进度分为多个阶段 分别是近距 中距 远距 超距 不同的阶段跨界距离 也是各不相同 而清河界就在超距传送的范围 唯有将传送阵 建设成超远距离跨界传送阵 方才能抵达 旅仲将视线下移 目光在这时突然凝制 确实都绿图上还记载着 若将超距跨界传送阵 继续扩建 甚至能将之扩展成飞升大阵 可直通先见 冻 失去气息的血跃 犹如陨星砸落在地面 大地聚颤 激起冲销陈柱 赢赢了 我们赢了 群羞微微一愣 继而大声欢呼起来 在场之人谁也没想到 面对雪月这种体型惊人 在他们眼中 几乎不可能战胜的存在 罗浮城主只用不到一刻钟 就彻底将之灭杀 不但赢了 还赢得这般轻松 前进 肃清妖魔于念 山河宗宗主 此刻心中激动不已 对动天之主 倍加感激的同时 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是以下令重新集结的舰队 向着凤雀山脉推进 一声令下 战斗再次打响 这时任谁都能看出来 凤雀山属于山河宗 已是铁打的事实 亲眼目睹此目 不少修饰心思 开始活泛起来 既然在罗浮城主的支持下 连名不见经传的山河宗 都能夺下凤雀山 这般宝地 那么自己 若是付出些代价 岂不是也能够复刻这一幕 一想到这里 众人不由 将目光投高空处 那道副手力的身影 这似乎值得一搏 回到玉京天 吕仲仙是调膝一阵 方才关注战场变化 到了这时 胜负已经决出 在山河宗修士的权力绞杀下 大部分月 阴魔皆是身死 唯有一小部分得以逃脱 鉴于妖魔的特殊性 未来这些月 阴魔注定会掀起乱子 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如今的忠誉 除雀罗浮仙城周边 以及部分强大圣地的地盘 其余地方 哪怕是太虚仙城范围内 都是处于妖魔肆虐的状态 莫说是凡人难以生存 就连修士的性命 都是朝不保夕 铲除四凤缺魔朝这般的地方 是给附近的人族 争取喘息之机 至于以后 便只能交由当地势力解决了 将思绪拉回 吕仲仙想自己也不能干坐着 根据从化身处得到的信息 由于他一向都在玉京天中闭关 外界基本不了解 罗浮城主的脾性 在此情况下 难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若不设法加以引导 想要等人送灵药上门 只怕是有不少的困难 念及至此 他心中很快有了主意 解决之法倒也简单 吩咐在城中的化身们 将消息稍微传出去即可 处理完此事 吕仲又将兜律图取出 此图上 除却记载了一座完整的飞升大阵外 还额外附有一篇秘书 作用主要是辅助法阵的布置 其名为阴楼法木 毕竟似飞升大阵 这种等级极高的空间阵法 涉及面早已布置你法则 也远非是普通法阵的禁制可描述 而是涉及到了真正的空间法则 尽管兜律图对每一个布置步骤 都进行了极致简化 以确保傻瓜式操作亦能成功 可若能掌握阴楼法木 则对布阵有百利而无一害 好比兽之以鱼跟兽之以鱼的区别 同时它还有另一项好处 吕仲猜测 此种冠以阴楼之名的法木 即可能跟仙界中的阴楼一道 存在着关系 料想借此对参悟空间尼法则 会有极大的帮助 没有浪费时间 他当即开始参悟起来 正文篇虽不过短短万字 可文章急去熬牙 每一个银传文分开来 吕仲都知晓他们的意思 可一旦阻词成句 只看一眼都觉头晕目眩 幸好旁边贴心附加了注释 虽说注释乃是他人理解 掺杂了个人感悟与认知 有偏离正文的巨大缺点 但却十分适合用来入门 待之后入了门 再考虑自己的感悟也不迟 时间就这样不经意流逝 跟宁静一片的玉京天不同 协助山河 宗收复凤缺山后 折返回原地的罗浮仙城 此刻气氛却是有些过分的喧嚣 哪个势力不想有一片自己的领地 更别说 只需承认罗浮仙城的上宗地位 就可以获得附庸保护 同时 还能取得对那片土地的法理宣称 日后哪怕有大势力觊觎 若对方未持有此片土地的法理宣称 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占有 名不正则言不顺 到时就能请求上宗出兵 替自己收回领土 事已不少的人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跟城中激动的重修不同 近来肃心可是烦恼不断 自家城主闭关不出 那些渴望获得领地的势力 便想法设法找到了他这边 对一个不喜欢交集应酬的人来说 这可是一件极为烦恼之事 宁愿多斩几个大妖魔 也不想跟人虚与尾夷 无奈 肃心只好也躲了起来 却不料 这日竟有师门故人找上门来 是化穷宗修士保守一派 是风是花 一鸣脸庞瘦 削全骨高突的高调女修 风师姐 这边请 肃心心中已经猜到来人之意 却仍只能将人请到厅中 毕竟师门之恩难以为报 何况是眼下这种特殊时候 更别说 这位风师姐对她还曾有恩 是以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来人也不客气 略一行礼 就步入厅中 她进门之后 看着那里简朴却不简单的陈设 尤其是厅中左右那两盆才月花 心情顿时就无法平静起来 似这般灵花 用来辅助修炼是再好不过 尤其是合体修士 借助才月花 少说能比同阶的修炼速度快上一层 西石的华穷宗虽大 甚至还有三位大乘七修士 可似这种等级的灵物也不过三五样 平时都是分配着来使用 名额紧缺得很 唯有华穷宗真传 才有使用的资格 在折仙将士后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大难 华穷宗瞬间分崩离析 那些灵物也分散到了各宗门种子的手中 这些年来 宗门种子死的死 脱离联系的脱离联系 连带着各种华穷秘宝 也不断地流失 自己漂泊在外 连容身之所都难有一处 可现在 宿星这边不但成了罗浮卫主观 还能用来这般灵花来荡摆设 两人相对比下 处境简直天差地别 深吸一口气 封世花才开口道 肃心师妹 师姐的来意 想来你也知晓了 非是我这边要求过分 只是你 如今贵为罗浮卫主观 是不是也该替师门处理一二了 要知道 自从华穷一夜分崩离析之后 如今各脉处境 都是日渐艰难 他这些话并非虚言 蜂元界那边没有了圣地的之后 现在早已经平定 可受到道蒙强大号召力的影响 还留在那里的修士观念发生变化 无不是以加入道蒙为荣 华穷宗不少分脉 皆是因此而人数锐减 偏生 他们还对这庞然大物毫无办法 甚至乎 若不是个人的心中 还抱着宗门时代的一些迂腐念头 以及重建华穷的想法 恐怕就连蜂式花自己 都会忍不住产生加入道蒙的念头 师姐 我 素心面露复杂之色 蜂式花的目的 自然是想要它动用自身影响 然后四山河宗夺得凤雀山灵脉一样 为化穷宗寻得一处灵地 而且 还得是能培养出大成修士的那种 四这般灵地 哪怕是最差的 也至少得是巴结灵脉 巴结灵脉啊 纵懒罗夫现在名义上控制的地方 满打满算也不过七处 剪去墓前有主的凤雀山 余下的每一条 如今只怕都被不少势力 视为囊中之物 甚至是禁鸾 它想要助化穷得到 难度何其之大 依照现在的情况 唯有曾经鼎盛时候的华穷宗 才有可能得到 而如今 曾经的罗浮三大成两位不知下落 一位则是陨落于圣地之首 可谓是元气大伤 在此情况下 怕是只能罗浮这边的力量 抱着最后一丝侥幸 素星问起了化穷这边能给出的价码 只有这些 我 我要好好想想 素星在心中叹了口气 眼帘微微垂下 思索着可能的办法 然结果十分明显 然结果十分明显 手中没有足够的筹码 显然无法 请动罗浮城主吕仲 自然也就无法挪动罗浮要塞 没有了那座威能毁天灭地的大阵 想要对付灵脉中可能存在的高阶敌人 尤其是那些实力可比拟大成的恐怖存在 根本无从说起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素星目光暗淡 最终下定了决心 晚风徐徐 于凉亭之中 吕仲设下酒宴 桌上零食菜肴 无意不是精心烹制之物 虽然对合体修饰并无多大效果 但盛在味道上加 纵使连吃上百年 也难有厌倦的可能 我 我来帮你倒酒 一脸心事重重的素星 这时候呼地站起来说道 说着 他就提起桌上玉壶 壶口威胁 宛若穷裕的酒浆 就这般拉出一条细线 不偏不已落到酒杯中 灵气微微激荡 梁亭煞时间芬芳四溢 怎么 今日怎这般拘谨 吕仲玩笑般说道 平日里 二人闲暇时候 也会似这般聚一聚 相互间没有什么上下级之分 就只是单纯的道友关系 无论是交流心得 还是一起赏月观云 都是平等关系 唉 听到这话 素星叹了口气 紧接着 他将自己的烦恼道出 原来是师门有求 这个简单 若是罗浮卫能解决的 尽管掉拨出去 吕仲对自己人的待遇 从来都不会吝啬 不说有求必应 但至少一些合理请求 还是能满足一二的 若单单只是六阶 甚至是七阶灵脉 便好了可惜 他们想要的是八阶灵脉 如今外面不知有多少人 在死盯着这些地方 素星毫不保留 将自己的筹码倒了出来 狗血也合理 却是他所修的功法中 附带有一门秘书 可消耗自身大量修为 孕育出一缕太阴真气 又惊人的增进法力之效 如今 为了师门之求 素星最终决定 以此交易 这筹码 倒也算不错 吕仲面带笑容 口中这般说道 不由抬起头 向身前之人望去 只见皎洁月光之下 早已面颊飞红的素星 已不自觉抓住了裙摆 胸脯一起一伏 难掩心中的紧张之意 以出手 替人夺取灵的为代价 获取助长修为之灵物 对他来说 这本就是最初的目的 岂有不答应之理 好 这交易有答应啊 吕仲大答方方道 一听这话 素星反倒更加羞涩 此刻不肆意合体修士 反倒跟青涩少女一般无二 老半天才红着脸道出一句 妾身有一宝 名为漏月才云 愿请君一观 说吧 素星就慌里慌张 快步朝大殿方向走去 不多时 只见一线月光 嵌入赞花盘底 工匠以线条勾勒花瓣的深浅 若非是今夜恰逢月圆 便看不真切这一毫一离 吕仲这才明白 素星所言之漏月才云为何意 一日 吕仲难得晚起 回顾枕边 早已经不见家人踪影 哼 似这般偶尔放松一下 似乎也是不错 吕仲微微一笑 下意识检查 自身修为 发现的确如素星所言 自己的丹田之内 的确多了一缕太阴真气 待日后将之恋化 想必修为 定能因此增长不少 好处到手 可该收复哪处地方呢 他闭目思索 脑海中浮现对应信息 就目前 罗夫所掌控的地盘内 无主的只剩下六处 而根据探查的情报 其中有三处异常棘手 非是出动罗夫要色 就能解决之事 剩下三处分别是银江 光香山 玉卵海 这三条巴结灵脉 也是各有各的麻烦 其中银江与妖亭毗 目前占领此地的乃是妖修 浩银江妖亡 本质属于妖亭分裂后脱离的小谷势力 也是个难解决的对手 光香山的情况 则是跟凤缺山类似 同样被妖魔所占据着 至于玉卵海 情况则比前二者要特殊些许 那里在折仙临逝之后 就成了一片无法踏足的境地 据说有人曾目睹真灵行走其中 也有人说看到里面穷楼玉处处 好似一片仙家之地 在吕仲看来 那里分明是受了法则的影响 三者 他自存有罗浮要塞 有挥舞空间相助 都有能力收回 关键在于如何选择 银江首先排除 吕仲尚不准备触动妖族势力 目前妖亭虽分裂 但也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有罗浮要塞可克敌 但难保这般传承久远的大势力 也会有与五行破神光相近的手段 为谨慎起见 自然是暂避锋芒 于是选择就剩下 光象山跟玉卵海 旅众目录思索之色 心中其实早已有了倾向 那便是选择光象山 此灵脉位置在罗浮以东 恰巧 如今道蒙那边发起大远征 正好会途经此处 借离一二 我这边就能轻松许多 想到这里 吕仲向肃星发去了讯息 按照夜盘岩那边的估算 道蒙抵达中域的时间 应该是在百年以后 这段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算短 不过还是通知一二 以免引起误会 另一边 接到来自吕仲的传讯 肃星不免回想起了那一页 怀着期待 等他读取完讯息内容 心中又不免失落起来 不过终究是合体修饰 肃星的心境又很快恢复平静 望了一眼面前书案上的那份信间 他又将一枚丹药服下 好借此恢复因施展秘法 而元气大伤的身体 说起来 此趟他之所以能保持境界不跌落 还是多亏了屡重联系 如果没有那些丹药 跌落之恋虚期是免不了的 该下决定了 肃星喃喃对着自己说道 他想到这里朝桌上信间打出一道法力 后者顿时动作于一阵灵光炫动之中 自行折成一片仙蝴蝶 而后扑腾几下翅膀就飞出了这座大殿 肃星想得很清楚 既然已经偿还了师门受到之恩 从今往后自该为自己而活 转眼就是一甲子 近视中 吕仲仍在参悟阴楼法木 相较之前的一头雾水 如今他总算有了些许眉目 只是对秘法的部分地方 由于上海有不明圣解之处 所以暂时还无法进行修炼 将兜率放下 他的目光又不禁掠过其中一处 清河界 在得到跨界传送阵后 吕仲就立刻搜集材料 开始进行对此阵的建设 位置是在罗夫要塞的第三十一重天 也即是续明天处 到如今 进度倒也算是喜人 由化身们亲自操刀 在不吝息材料的情况下 目前已是初步将阵台搭好 后续等各种灵财就绪 就能进行不断的扩展 直到不成飞升大阵 照此进度下去 料想千年内就能进行传送 小灵环界 如今不知是何种光景 吕仲一想到此界 就不免想起了那件仙宝方胡 回忆起此宝所展现的威能 心中也是不禁生出些许渴望 若是能得到此宝 恐怕我时间法则 就能轻松大成了吧 不过 这也就想想而已 仙宝又岂是这般容易得到之物 相较于它 或许叶盘炎将之得到的几率 还要更大一些 毕竟后者跟官道子 有着不少的关联 将脑海中杂念驱逐出去 吕仲的注意力转移到罗夫的现况来 在他驻山河宗 成功收复凤雀山 并刻意放出 愿意收钱办事的消息之后 的确有不少势力 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 表达了自身 对获取栖身之地的渴求 对那些渴求巴结灵脉的势力 他统统予以了拒绝 原因也简单 实在是过于麻烦 有能力去收复 跟愿意去解决问题 完全是两码事 吕仲宁愿多修炼万把年 也不愿意去趟那两处地方的浑水 至于光象山 那本就是他要解决的事 唯有彻底打通此地 等未来道蒙大远争至忠裕 夺下北面的明须仙城后 才能跟罗夫互为脊脚之势 从而奠定未来收复忠裕的扎实基础 这便是他跟叶盘岩所拟定的计划 夺下忠裕 这点至关重要 受黄金术赐福影响 叶盘岩一心所求 只为光复道蒙 吕仲的需求更是简单 只为飞升至仙界 成就长生道果而已 况且 他本身还是天道斩杀剑持有者 论地位还要在叶盘岩之上 二人的利益 并无冲突之处 因此自然是一拍即合 等经营好忠裕之地 偌大灵环界自然也是囊中之物 不过 那必定是久远未来之事 这一日 吕仲忽然从闭关中退出 却是化身得到一消息 一伙从南明迁来的修士 称南明前不久 曾有益保出世 霞光漫天 但最终却不知所踪 根据这些人的描述 他很快确定 那所谓的益保为何物 若无意外 必是虚数经无疑 此宝极为特殊 乃是极其罕见的空间之物 若在出世后 未有人能及时收射 由于其自身的性质 则必将堕于空间加层 是已才会有不见踪迹的现象 从描述的意象来看 只怕这块虚数经还不小 思来想去 吕仲决定 还是跑上一趟 有空间传送能力在 他大可以直接传送到南明去 南明乃是跟北央一样 对弱大灵环界一处地方的代称 跟曾经清河界的南蛮相近 只不过前者要远比后者大 而且大得多得多 正好也可以实验一番 跨界传送阵基台 是否有错误之处 这般想着 吕仲转身来到续明天 此处如今稍显冷清 各化身都去修墨了 原因嘛 是材料供应不及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设跨界传送阵 所需材料 无异不是珍惜罕见之物 哪怕能够设法替代 培育炼制起来 也是难之又难 所以 哪怕发动山河洞天 甚至在罗浮范围内发布任务 一时半会 也不见得能将产量提升 更别说满足需求 掐指一算 吕仲算出了目标方位 随后对身下法阵进行调整 主要是设置异音参数 阵基上 一道道符纹闪烁发光 附近九个大型灵池 此刻也在吸纳外界灵气 将之转化为灵液 以作为大阵运转所需 不一会的功夫 阵基就笼罩在五彩灵光中 眼见着阵基已充能完毕 临出发前 吕仲为谨慎起见 还是推演了一番未来 待确定目标地点安全 才朝身下打出一道法诀 嗡 一道光柱冲销而起 待灵光散去 原地已不见了吕仲人影 难鸣 漫天飞雪 将所有覆盖掩埋 偶有剧烈风暴席卷 掠夺走沿途的一切 从此可见冰雪下 是早已毁灭多时的城池废墟 那一堆堆的破碎海骨 仿佛在无声控诉着什么 半空中 忽有荧光一闪 一道黑衣人影显现 吕仲悬浮在空中 又测算了一番方位 的确是难鸣 瞥了眼下方的废墟 他的表情未有多少变化 受到连番大乱的影响 似这般地狱场景 在如今仍混乱不堪的灵环界 可谓比比皆是 实在算不得什么 不过 死了就死了 总归有资格转世 仍继续要受苦 未免过分了些 吕仲随手凝出一颗雷球 看也不看就丢了下去 一阵雷光爆发 煞尸间底下废墟被雷海覆盖 里面传来一阵阵凄厉惨叫声 继而是漫天飞射的阴魂 他们仿若终于得到解脱 很快就消散 看来并没有功德一说 吕仲细细感受自身 得出了如此结论 也是 修士们大多背负血债 境界越高杀的人就越多 这世界上要真有功德之说 那么修士群体早该被雷劈死了 况且 如今还是天道轻颓的时代 虚树经 到底在哪里呢 吕仲喃喃一声 回忆起关于南明的相关典籍 在道蒙的记载中 南明也是一处先到昌盛之地 不过 南明之地跟其他地方不同 此地修士 由于长期受到污道熏陶 是以虽然同样崇尚仙道 但在具体施行上却有些差异 欲虫 羊骨 炼狮 在这里十分畅行 甚至乎 各种艳圣之术 也有不少修士修炼 曾经的污道 算是灵环界一大本土传承 在跟仙道融合之后 也算是焕发出了新生 也不知道如今的南明 情况到底如何 此地并未传出妖魔横行的消息 加之惰仙被强制飞升后 那些圣地修士或多或少受了清算 这里的情况 仔细想来 应该不会比忠玉差多少 见于人生地不熟 吕仲决定还是谨慎一些 于是他手一招 只见得霞光一闪 便从储物界中取出一枚环佩 此欲佩名为尹萧佩 他看着平平无奇 实际却也是件难得的神异灵宝 有着遮掩修士气息的作用 用尹萧佩遮掩身份 虽然没有吕仲自身的脸皙效果好 却盛在可以迷惑他人 也算是多披上一层伪装外衣 哪怕真有人能看穿 也会叫人误以为 不过是为何体初期修士 虚虚实实 假假真真 这点再好不过 莫多久 就化作一道清光远去 筑梁传承 此城隶属于方山宗 乃是一座机关堡垒 关于此城的来历 在南明 其实也算是众所周知 是由坠毁的生日周改造而来 后者则是曾经污道时代 污道修士 为了寻求更进一步 花费海量人力物力建造的巨型非洲 加以改建 就获得了移动能力 如今 南明灾难频频 不再适宜定居一地 适宜 筑梁传承 日渐兴盛 化作一员英修士 吕仲满身风雪 来到这里 却是他在野外搜寻无果 迟迟无法找到 虚数经的踪迹 最终只能选择到有人烟的地方 来碰一碰运气 不得不说 跟一片死寂的外面相较 传承内部当真是别有一番天地 等到了街市区域 更是生活气息满满 走出一处路边小摊 随后买了串烤肉 又点了瓶颇具特色的灵酒 吕仲坐在临街桌椅 就这样有一口没有一口的 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品着以多种重毒酿成 口感相当独特的灵酒 这般悠闲日子 也不知几时没有过了 他心中想着 又朝摊主致意 麻烦多来三步 十份 好嘞 摊主乐呵呵地回应道 一阵炭火炙烤 很快又是一盘烤肉对上来 趁这机会 吕仲见摊主一副好说话模样 就顺便问起了事来 不知在城中 该如何获取想要的信息 修为在练气后期的摊主 这时用抹布擦了擦手 才笑呵呵道 前辈 您这话 可是问对人了 不瞒您说 我曾经也是一名药哨 就是前客的意思 直到 直到膝盖中了一箭 吕仲打趣道 他能看得出来 面前此人的左腿膝盖 有着一处未遇伤势 哈哈 前辈您确实猜错了 这是受到冰蟹病侵蚀 似这般常见病症 想必前辈也见识过不少了吧 摊主一脸笑呵呵 对自己的遭遇 显得十分乐观 所谓冰蟹病 却是难民之地 流行的一种怪病 他出现的毫无征兆 起初不过是皮肤上 有一点蓝斑 处之微凉 这时候并不会有丝毫感觉 随着蓝斑的一点点扩大 感染触变会有冰霜凝结 寄而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 好在有着不少的办法 可以减轻这种寒症 不过也仅仅是减缓而已 实则冰蟹病无药可医 带到蓝斑将全身覆盖 那时候人便会突然死亡 突然之间炸作漫天碎蟹 而这就是冰蟹之名的由来 十分的形象 坚且残酷 对于冰蟹病 低阶修士看来无药可医 对吕仲来说 却并非如此 他作为一名合体妻修士 自然能看出导致此病的真正元凶 法则之列 并非你法则 吕仲自存有能力 可以帮贪主治好冰蟹病 但难度极高 代价极大 终究是萍水相逢 他并非圣母之人 根本没理由出手 二人交谈一阵 贪主将自己知道的渠道 还真讲了个七七八八 说的有条有理的 不愧是一名曾经的药哨 而其中 最有可能得到虚数金下落的 则是一个名为云月楼的地方 根据贪主所述 云月楼的背后乃是方山宗长老 视力背景足够强大 是以提供的消息有所保证 除了云月楼之外 其他地方虽说消息灵通 但在屡众响来 涉及虚数金这般宝物 普通视力大概难以掺和 片刻之后 吕仲出现在一座阁楼前 这阁楼虽不过八层 且外观也不甚华丽 可用料极为考究 是以珍贵的幻花木构成 低调却不简单 无视楼外的静置 吕仲静止穿过一层光照 正好此时 一女之客从楼中出来 外人所不知的是 云月楼并非时刻开放 来客要么是提前预约 要么得挑每年固定时候 方才能够进入 且未开放时 是由一五街大阵罩着 是以她见到这一幕 不由惊地张大了口 贵 贵客这边请 很快 女之客就反应了过来 笑盈盈说道 来人无视尽致 已然展示了实力 恰巧实力越高的修饰 作为之客的她 也就到手好处越多 自然得好生招待 吕仲点头 跟着枝客进去 一路穿过大厅 随后来到一点雅房间 跟外面的装潢类似 房间布置也是相同风格 内部的桌椅 皆是以幻花木星雕琢而出 虽无提升修炼速度功效 却可以静心宁神 能够极大的安抚心境 有脚步声传至 是侍女进来了 带奉上灵茶 及一英灵果糕点 女之客 款款亦礼 请前辈用茶 吕仲打亮一眼 发掘杯中庄的语气说是茶 倒不如 说是茶汤更合适 除了零茶叶外 还加入姜葱等佐料 看起来还算不错 却不知口感 到底如何 端起茶盏 她小明一口 不错 是好茶 见来客满意 女之客也是欣喜 不过 似这般等级的前辈 却不是她一小小助机能接待的 由楼主亲自出马才行 说曹操 曹操道 吕仲刚将茶盏放下 外面便走进来一妙邻女子 她的衣着打扮称得上繁复 头饰发际也是极不简单 见到室内作者的来客 眉目中闪过一丝金色之鱼 还是欠身一礼 玉蝉 见过前辈 名为玉蝉的云月楼主 此刻心中颇为惊讶 自己虽是原因 却看不穿面前之人修为 不由在心中暗暗猜测 这位究竟是何种修为 是原因妻 还是华神 又或者是华神之上 哼 不必如此多礼 叶某乃是追踪一物至此 想知道跟她有关的消息 吕仲坦然道 并将虚述经描述一番 原来前辈是想问这事 听到来客的需要 恰好是自己所知晓的 云月楼主玉禅心中一喜 忙不迭答道 关于此物 确实是在五百年前的时候 曾恰巧出现在 船程移动路线附近 预检式具体情报 是由方山宗边转而成 还请前辈您过目 对方未说价钱 但吕仲也不在意 接过预检 就将神识进入其中 半晌 吕仲这才将预检放下 目中多了些许沉思 关于虚述经的下落 情况要比来实想的复杂 那火迁徙修事所言 存在着不少谬误之处 在开始时候 虚述经的确无人知晓 可才过半甲子不到 就已经吸引来许多了解此物的修士 并甚至为此展开了连番大战 证据就是预检中所记载的一系列异象 低阶修士无法看出 但作为合体期修士 还是能通过预检中影像 推断出这个结论 但具体情况 还得等场景回溯后才能知道 不过 吕仲来传承的目的 算是达成了 不知此情报 该坐驾几何 前辈 裕缠面露迟疑之色 正准备将组织好的话说出 却又听到吕仲淡淡来了一句 当然 仅限临时支付 是的前辈 只需一枚上品临时即可 裕缠一听这话 哪还不知道莱克意思 当即心中苦笑一声 将肚中化验了回去 吕仲笑了笑 她可没四处掺和的习惯 况且 从对方的背后靠山来看 也不像能给出 合适架码的样子 于是将一枚上品临时 放在桌上 便起身走了出去 只留下身后 一脸怅然若失的女修 片刻 一处冰封雪岭 只见得荧光一闪 一道身影出现在此 相较他处 这里的气候更加酷寒 以至于连吕仲这般合体修饰 也感受到了刺骨寒意 可以明显看到 这里到处插满了 巨峰一般的冰枪 或百丈 或千丈 无不是巨大且惊人 连冰雪也无法掩盖 他们曾经的威忙 如此造物 明显是高阶修饰所为 果然 这里曾有合体修饰交手过 屡众目光四下横扫 发现这里至少有四种 拟法则痕迹 从现场来看 最后的圣者 应是为掌握了强大兵系法则的修饰 甚至可能是以一敌三将所有竞争对手击败 若无意外的话 虚数精英是落到此人手中 不迟疑 吕仲开始场景回溯 回溯结果跟他的猜测无异 只是最后获胜之人的身份 稍稍令他感到有些意外 挥手凝出一片法术光幕 望着上面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庞 竟跟云月楼主如此相似 这一结果 叫吕仲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现在知晓也不算太晚 他掐指一算便确定了云月楼的方位 继而法力涌动的同时 全身也被一层灰光所笼罩着 疏忽间就消失在原地 玉禅 你的是饭了 乖乖跟我们走 之前还人来人往的云月楼前 此刻早已经清出大片空地 一对方山宗修士将这里包围 并有声音从楼中传出 一楼银客厅处正有长老出示宗主手谕 要将人带走 在对面 玉禅一脸惨然 终究 终究是要斩草除根吗 他虽料到有这么一天 却没有想到来得这般快 上 给我将他带走 为首的一名原音后期长老 冷笑着下令道 闻言 玉禅目中闪过一丝决意 可等他运转法力时 才愕然发现 自己竟不知什么时候 中了迟滞法力的密钥 连自报原因也不得了 哼 你们玉家上下 当真是蠢才一对 才发现吗 连下毒也没发现 另一名方山宗长老 一脸嘲讽地说道 别废话 快些将人带到门内 在银客厅门口处 同样穿着长老服饰的 一名玉面青年 此刻望了眼楼外 心中不知为何产生一股烦躁感 不由催促起来 可他话音刚落 意外骤然到来 只见大厅一空处 漠然显现出一道人影 哦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吕仲一脸笑意 伴随着周身风雪 从雪岭跨到另一端的云月楼 他这般出场 着实叫银客厅重修 吃惊无比 任谁都能看出来 来人并非是依靠原因修饰的顺移 而是远比这玄妙的方式 叫人忍不住联想万分 你是何人 玉面青年刚开口 就暗暗后悔 他语气一缓 同事拱手一礼 恭敬道 在下方山宗行殿长老古左 不知前辈来此 是 呵呵 你们方山宗的事 我本不想管 吕仲微微一笑 只向惊喜交加的玉禅 直言不讳道 可谁让 此女跟我有缘 却是要暂时参与一二了 前辈 这怕事不好吧 我方山宗虽不是什么名门 但也是有合体老祖坐镇 而这云月楼主玉禅 乃是宗内老祖清点的事情 而且 若您愿意高抬贵手 晚辈不胜感激 之后定登门相报 古左办事威胁 办事客气说道 是吗 某虽不好杀生 可若是有人执迷不悟 却是不介意出手的 吕仲淡淡一句 却令在场之人色变 多谢前辈不杀之恩 古左知道事情至此 早已经是非他能改变 于是也干脆 直接带人离开 前辈 我 玉禅这时一脸感激 准备再说些什么 却被吕仲一下打断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跟我来 她随手打开一道门飞 却是方才过来石流下的 嗯 玉禅知晓是到如今 自己能否幸存下去 可是全靠对方 是以微微一点头 就前后脚跟了上去 短短数步 环境却是天差地别 几乎是瞬间 她就觉得神魂要被冻结 这并非是错觉 合体修饰交手留下的余波 足够令万丈山脉化为积粉 对原因修饰来说 是不可承受之重 幸好 很快便有一层护罩 将它包裹 玉禅只觉身体暖意融融 再不受酷寒侵蚀 她望着好似 没事人一般的吕仲 顿时知晓了二人间的差距 前辈要问何事 晚辈定会青囊到处 绝无隐瞒 呵呵 吕仲轻声一笑 回道 我要问的是 你应该也明白 想必光木中的这位 你应该认识吧 说着 又是一道光木凝出 不瞒前辈 这是家主方山子 玉禅脸色黯淡 坦然说道 方山子 方山宗 吕仲煞时间 就猜到了事情可能的发展 怕是又一桩妻尸灭祖之事 结果还真跟她想的一样 从玉禅口中 吕仲很快得知了事情经过 当年方山子以一敌三 可谓是大展了一番身手 最终夺得了虚树金 结果却因为身受重伤 倒在了适施逆途的剑下 这种事情 在修仙界并不罕见 就连她执掌罗浮时 每隔百年时间 都能在卷宗里见到 而且 还得是化神七世里 才有资格乘上书案 若算原英级以下 想必卷宗都能堆成一座山 说来说去 终究是利益动人心 将杂乱思绪一一掐断 屡重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目标人物 也极是如今的方山老祖身上 你是说 方山老祖正在炼制一剑宝器 没错 由于那块虚树筋上 有先祖遗留的手段在 是以她才想抓走晚辈 毫以血迹的方式 破解其中禁止 欲缠如实回道 那你还真是命大 屡重道 不过这也是正常 事实骂名 可不是谁都能若无其事承受的 哪怕合体欺修士也难有例外 那方山老祖看着是个虚伪小人 做下这般事情 还想方设法地遮掩 最后迫于无奈 才安了个莫须有罪名 只能说此女命不该绝 这般事情倒也是十分常见 得知了事情前因后果 屡重很快便想好了出手理由 这次诗出有名 自然是驻方山子后人欲缠 铲除方山老祖 这大逆不道的逝世逆途 从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呵呵 看来我也挺虚伪的 屡重想到这里 不由自嘲一笑 但这就是正道修士一贯的行事风格 诗出有名 行动也就简单许多 屡重自存实力足够 于是选择摆名车马 拦在驻梁船程前进方向上 鼓动法力扩音 直接列数方山老祖罪状 不用罗列多少 但是诗诗这一项 就足够逼对方现身 只喊了数句 城中听闻这一惊人事实的修士 无意不是随之色变 惊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唯恐不小心出生后 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一众方山宗弟子 此刻面面相去 没人敢相信 门中进出了这般大事 方山子居然不是伤众作画 而是被自己的入室弟子试杀 这是简直害人听闻 唯有一众长老 这些清洗后留下的方山宗高层 此刻一脸的阴沉 他们没想到 这是竟然暴露得如此之快 方山老祖 你可敢出来与我对峙 既是血口喷人 又有何不敢 方山老祖于圣怒中现身 仿佛真要跟吕仲辩驳一番的样子 他一现身 下方城中顿时传来欢呼叫好声 吕仲打亮来人一眼 不得不按赞 真是生的一副好皮囊 难怪自己道出之前那番话 城中修士对此多是不幸 也难怪 只见这方山老祖 长得是鹤发长眉 一脸和善 兼且身穿道袍手执法浮沉 好衣服得到高人模样 若不是吕仲先入为主 才不会怀疑来人是适师逆途 可下一刻 来人便露出了原形 只见方山老祖 挥手就打出一道光幕 将二人与外界隔离 随后就直接传音 再不做丝毫掩饰 这位道友 我方山跟你速来无缘 何必为了区区一剑壁 最后闹得的大打出手 你说对是不对 这话说得有理 吕仲点头 如果有的选择 他的确不想出手 见来人点头 方山老祖黑黑一笑 倒像急了一个真性情之人 当即就爆出了自己的架码 拂袖一扫 脸上浮现出肉痛之色的同时 手中还多出一方愈合 揭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株灵药 观其灵气浓郁程度 少说也是诸近万年的灵药 只要道友不再多管此事 并将那剑壁送出 这诸万年血灵深 就能归道友所有 倒是舍得下本钱 吕仲淡淡一笑 却没有接过那愈合 这一举动 顿时叫方山老祖脸色微变 顿时勃然大怒道 道友这是何意 我如此低声下窃 你也还是看不起我 莫非真要为了那剑壁 为了方山宗那几根烂船钉 与我大打一场不成 正是如此 吕仲贪手坦言 谁叫你祭练了那虚数经 此物一旦进入他人神时 便要彻底清除 方才能重新使用 况且 叶某又岂是那种 与世诗之徒 同流合乌之人 所以 还请道友授手吧 一道紫色见光滑破长空 被方山老祖侧身险之 又险躲过 继而又飞掠出近千里 方才轰然爆开 化作一片雷沼扩散 只此一击 便叫百里方圆化作乌有 树袭后 方才有轰隆雷响传来 如此惊人一招 看得方山老祖心惊 同时深知 自己并不来人对手 拼了 方山老祖毫不怀疑 面前这黑衣青年所言真假 当即就一拍胸脯 闷哼一声 从上面抓出一团血肉 依稀可见 血肉仍在物字蠕动 内蕴符文无数 此为陆仙谷 仙 指仙道之意 为旧食乌道 专门对付先修之用 曾经 方山老祖就是靠他 成功偷袭了师尊方山子 并最终借此成功试施 只可惜 本以为掌控方山宗资源 自己就能修为大尽 可他没有想到 偌大的一个方山宗 早已经是徒有其表 不过是表面光鲜而已 全靠方山子维持着 大错筑成 后悔也为时已晚 方山老祖只能咬牙吞下 并寄希望于方山子拼命夺来的一惊 却不曾想麻烦因此而起 给我去死 方山老祖一声怒吼 屈指将陆仙谷打出 那团血肉蠕动化作一血色箭头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瞬间跨越千丈距离 出现在吕仲身前 叮 一声清脆碰撞声 哼 就这 吕仲淡淡一笑 将撞在虚空护罩上的蛊虫弹飞 继而一道紫光掠过 将之轰成积粉 连半点残渣都未剩下 你 目睹这一幕 方山老祖心中聚颤 他哪里看不出 来人是掌握了空间方面的能力 是已能轻易穿透先修法力 护罩的蛊虫 才会如撞上铁板一般 陆仙谷针对的是仙道灵器 对上这种泥法则护罩 自然没半点效果 一合手 方山老祖祭出最后底牌 只见他周身 漠然多出数个幽碎洞口 紧接着有寒气弥漫出 紧接着更飞出大大小小 一共九具冰棺来 见对方动作 吕仲神色也严肃起来 看来 阁下不单只是诗 连诗族也没放管 没错 七诗灭祖 我方山就是做了 如此大好材料 其有致之宗门厚山 放着不用的道理 这帮老骨头 也该发挥余热了 方山老祖 一脸利色说完 又寄出一盏冰灯 念念有词起来 呜呜呜 冰棺开始剧烈颤动 继而棺盖骤然炸开 一下子 接连九道身影出现 无一例外 巨都是不画骨 可比你合体后期修饰 如此等级的练尸 距离最后化作汗拔 只差一步之遥 吕仲瞥了一眼 其中的方山子尸体 我还是小瞧了你 恐怕在逝尸之前 阁下就已经开始灭祖了 不得不说 道友做事还真是 始终如一 废话少说 领教一下我的手段吧 方山老祖喷出一口精血 手中持着的冰灯 顿时大亮 绽放出一圈冰蓝色光焰 轰然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席卷过九具炼尸 顿时叫后者复苏过来 与此同时 城中也混乱了起来 那些患有冰蟹病的修饰 此刻无不是狂性大发 开始疯狂攻击起周围的活物 更可怕的是 一旦因此而受伤 便也会出现同样症状 一时间 无数人因此受难 同时 大量蓝色光点 从冰蟹病患者体内溢出 冲天而起 朝着半空中汇聚 吕仲这时 正与那九具炼尸缠斗着 就实力而言 他在这时 已然处于下风 盖音对面的九具炼尸 在得到城中溢出的那些光点后 竟然一下实力大增起来 不用说 这又是方山老祖的后手 此人当真是棘手 不过 他却少算了一点 吕仲淡淡一笑 一口金剑从袖中缓缓滑落 那就是 我同样也并非异于之辈 没有了朱厄 多先在一旁虎视眈眈 屡重使用天道斩杀剑 终于是可以毫无顾忌 抬手 挥剑 天地间 骤现一抹金光 继而 黄金树摇曳 未等方山老祖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九具炼尸 就这样顷刻间化为乌有 哇 冰灯出现裂纹 又炸作漫天碎片 你 你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我只是想说 四阁下这般欺师灭祖 是会遭天谴的 吕仲缓缓收剑 语气平淡地说道 哈哈 天谴 现在这天 除了雷杰 还剩下什么 方山老祖哈哈大笑 作为合体欺修士 哪怕是对过往 一切毫无所知 也能从坠下的渣子灾难中 察觉出此方天地的不对劲之处 天道朽朽老矣 四足了行江旧墓的老人 良久也未见异象发生 果然呐 吕仲诱导对方说出这话 其实也是为了印证心中所想 这天道啊 还真是轻颓尽险 将方山老祖斩杀 他如入无人之境 来到方山宗山门 并很快就在此人的闭关处 找到了刚刚炼成剑形的虚树精 前辈 您的大恩大德 玉缠莫尺难忘 关于此物 还请您收下 在吕仲即将离开时 大愁地抱的玉缠 这时忽然递出一物 乃是一方精致愈合 轻轻打开 里面装着一流离玉球 可清晰见到 玉球中封着一翠绿叶滴 浮流古路 吕仲真没想到 自己与这物如此有缘 浮流古路 不错 吕仲接过玉球 面露满意之色 有了他 接下来突破半步大城可就好办多了 这时候的玉缠 忽然一摇嘴唇 向前走出几步 突破身旁长老若有若无的阻拦 又奉上一流离玉球道 前辈 玉缠这边还有其他浮流古路 还请前辈连助良万灵不易 赐予保护 赐予保护 吕仲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笑容 目光缓缓掠过那些方山宗长老 最后将目光定在玉缠身上 后者察觉到他的目光后 不由挺了挺胸脯 看在浮流古路的份上 答应你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中央借于据此 少说也亦于李之谣 平日里 你借叶某名声狐假虎威即可 至于生死存亡时候 他说着 凝出一缕命缘 并赴了虚空之力 如此一来 捏碎命缘 就能进行相位变换 如果遇上的是普通合体 也够拖延一阵 等到救援的到来 紧要时候 捏碎它即可 斯拉 一道门飞悄然动开 吕仲带着风雪 从另一端踏至玉金天 此趟出行 他的收获可以说是不少 不但取得了极缺的虚数金 还意外获得了两滴浮流古路 若以后也有这般好运气 何愁飞升不成 想到这里 吕仲不禁笑了起来 等化身来取走虚数金 转而来到闭关近视 眼下距离道门抵达光象山 上海有些时日 吕仲自然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索性便闭关起来 能炼化一枚丹药是一枚 说到增进修为的丹药 目前吕仲服用的 还是此前交换会的收获 以及近来成熟灵药炼制的 骁龙圣丹 至于黎玄丹 由于灵药催熟上虚时候 所以目前他手上自然是没有半颗 不过 吕仲对此事颇为期待 毕竟啊 这可是八阶丹药 就算妥协用七阶灵财炼 那成品也是七阶丹药中的顶级层次 对秀为增长不用想 也知道有极大益处 将一枚丹药送入口中 吕仲闭上双目 当即开始炼化起来 时间飞逝 关于盗蒙西征的消息 也逐渐流传开来 消息的来源自然是受盗蒙攻罚 而失去原有地盘的众妖族 以及一些隐藏在大荒中的诸恶部落 经由与这些势力交易的修饰 开始为中域各势力所知 先修一方 大多对此持欢迎态度 毕竟 中央介于在盗蒙掌控时 当真是繁华鼎盛到了极致 是以哪怕五万余年时间过去 仍叫人对那段时期怀念向往 小部分势力则是感到了恐惧 当中以圣地修士为甚 他们自知曾经犯下滔天罪孽 做过的行径跟魔道无异 自然是极为担心清算 与之相同的 还有占据天道城的妖庭 先是有小道消息 妖族为了抵御来自盗蒙的威胁 本已经四分五裂的妖庭 竟有了重组的迹象 等到罗浮这边开始有所动作 所有人对此 就开始深信不疑起来 这一日 与有阳玉神英山 两支浩大修士队伍 在此处集合会师 双方皆是高悬黄金树战棋 稍有不同的是 一方乃是清边 另一方则是银边 象征着各自所属的不同 这也是正常 在没有夺下天道城前 无论怎如何声称 也无法招名正统 除非 吕仲当众祭出天道斩杀箭 不过 对一向做事只求稳妥的他来说 这般大张旗鼓的荡靶子 显然是不可能之事 太须先成一别 恐怕有千余仔了吧 再次见面 叶盘岩是一脸唏嘘 目前二人的修为 皆是在合体后期 隐隐间原本落后的吕仲 这时已经有了超出迹象 如此微妙变化 也让叶盘岩心生感慨 何止千年 吕仲摇头微笑 又指着叶盘岩身后 那漫天的黄金甲 还记得 当初你说要重建道盟 成员不过 你我二人 可如今 却已经是兵强马壮 连攻略中央介遇 也有了足够实力 一切都是黄金术的指引 叶盘岩在这时 仿佛换了个人一般 双目中尽都是狂热之色 亮出掌心赐福 对此是一脸的深信不疑 唉 吕仲见此 心中微叹一声 不过 这样也不错 与其魂恶死去 倒不如被找个目标奉献一生 以他今时今日的境界 其实已经能看出来 逃过盗盟崩毁事件的叶盘岩 并不正常 是一个本该失去之人 失去黄金术赐福 他的性命也会同样失去 如今之所以能活着 全靠黄金术赐福的维系 即是叶盘岩的命运 但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难不成历代到蒙大书记 都是这种存在 吕仲想到这里 觉得并非没有可能 若真是如此 他当初算是做了正确选择 将心中杂念病气 转而他跟叶盘岩商量起 如何攻略光向山来 近段时间为了此事 吕仲特意派出大量人手 对此处进行过调查 然结果并不容乐观 盘踞光向山的乃是一种特殊妖魔 其名为静妖 静妖的能力涉及到虚空 能构筑出静妖空间 同时跟光向山无处不在的光相迷障 又是相辅相成 故而 成了静妖老巢的光向山 早已经成了层叠空间 光向山一空间 一层叠一层 少说有近百层之多 罗浮跟盗蒙联手虽强 可若是经略过程中稍有不慎 就容易被层叠空间分割 进而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关键在于 静妖还将一空间将灵脉相连 是以采取暴力手段 极易将灵脉崩毁 的确是个麻烦 叶盘岩点头 紧接着自信一笑 不过也无需过多担忧 如今你我集合起如此力量 足可以比你曾经盗蒙的遗愿之力 只是推平此处妖魔巢穴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这倒也是 宇仲对此颇为认同 一声令下 两支队伍开始向前推进 战术一如既往 法术轰完修士冲 修士冲完法术轰 对付妖魔 只需提防他们所拥有的诡异能力 其他时候都跟解决妖兽无异 单纯就是战场上的硬碰硬 数月之后 吕仲踏上焦土战场 目之所及处 竟都是妖魔尸骸 敬妖的本体 其实跟水母无异 这种妖魔死亡后 还会散发出毒杖 不过这对于修士来说 只需一颗解毒丹就可消除 站在这里放眼远处 战火还在朝光向山深处推进着 在此过程中 修士一方付出了不少代价 正如开战前他所担心那般 敬妖空间吞噬了不少修士的性命 每每有人陷入进去 结果通常都是九死一生 同时 还有一点吕仲十分在意 那便是此地的敬妖朝主 仍旧迟迟未见踪影 根据他的推测 以这只狡猾的大妖魔展现出来的智慧 应该还躲在自己的敬妖空间中 或许是为了等待偷袭时机 或许是为了避开目前联军的锋芒 可预料的一点是 之后 纵使联军夺下光向山 也必然无法清除干净敬妖 不过 这也是之后 化穷宗该头疼之事 吕仲可不会管 他只答应夺下灵脉 单单肃心所付出的代价 可不支持售后服务 正想着 地面开始颤动 只见前方处忽然有地火喷涌 继而 一只身高千丈 挥舞着漫天触手的大水母出现 他的形象跟静妖极为相似 只是放大了数十倍 每每触手挥舞 都能甩出漫天的锋刃 如此凶威 叫联军功势位之一致 这居然是静妖朝主 吕仲面露惊诧之色 转而又化作满脸笑容 静妖朝主把持不住现身 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只要将之斩杀 就能将事物交给化身 自己则是可以回去修炼 想到这里 吕仲顿感干劲十足 轰隆隆 一道紫雷劈落 却是吕仲借助雷盾 瞬间飞到静妖朝主上空 手持着引雷针 对准下方的巨大水母 就是一记下劈 与此同时 下方联军修士也摆出阵势 一道道法术如雨点般射出 暴响声轰隆声不断 吕仲一连数箭 就给大水母头顶开了花刀 神兵 天降 伴随着一阵闪光 天空中默然降下一千丈降降魔杵 却是由夜盘岩所发出 动 环形气浪炸开 并将天上魔云冲破 久违的晴朗 重现光向山处 静妖朝主如遭重锤 原本悬浮在半空中的身子 猛然间向下一沉 静硬生生扛住了这惊天一击 随即 他那无数根触手 璀璨发光 漠然间 有无形波动扩散 半空中的铝重体表 荧光一闪 紧接着就见到惊人一幕 凡波动扩散所致 联军修士消失成片成片消失 足足不见了近半之术 就连体涌金光的夜盘岩 也无法避免 与此同时 一只只水母显现 瞬间 实力对比倒转 果然狡猾 吕仲冷笑一声 仰手打出一道紫雷 雷光落地 瞬间化作百丈雷强 将若大战场分隔成数块 较数量庞大的静妖 难以发挥其优势 如此一来 至少能争取些时间 至于现在 我要做什么 吕仲将目光移向静妖朝主 后者似是感觉到巨大威胁 也将那一对对的副眼挪移过来 发出血一般的红光 哗啦啦 吕仲所处位置 陡然空间塌陷 换作他人 此刻纵然不死 也要被空间切割所创 可吕仲却是安然无视 提表一层空间护照 将外界的破坏力量进阶抵挡下来 见一招不成 静妖朝主立刻改变策略 原本在大肆吐露联军修士的触手 跟调转方向 竟都指向了吕仲 劲而默然有清光亮起 嗖嗖嗖 却是朝主见天赋 对面前修士无效 转而想以饱和攻击解决对手 可惜 这招也是无用 轮到我啦 吕仲结束蓄力 剑指朝前一点 轰隆隆 一道紫电如雷光坠下 紧随其后 是粗壮无比的惊人雷柱 雷电于寝客间 将静妖朝主身体完全覆盖 无数触手因此交化成炭 无论这大妖魔如何再生 亦是不及真雷的破坏速度 就在这时 他头顶空间默然破开 一根降魔金柱 轰碎空间 狠狠坠入了下方的雷海 这下 静妖朝主终于坚持不住 流星坠地 激荡起冲天沉住 带雷光彻底消散 原地只剩下一炭化尸骸 见此幕 吕仲并未放松警惕 而是借助挥舞空间 以确定静妖朝主是否假死 结果令人满意 呼 可算解决了 解决攻略光象山的最大敌人 此件事情 总算能暂告一段落 吕仲想了想 将一则传讯发出 料想在联军攻下光象山时 画琼宗组成的接收队伍 就能及时赶到 至于光象山这边 在解决静妖朝主后 能够威胁到联军的存在 已经是荡然无存 之后 他准备交由太阴化身处置 将静妖转化 不施为补充月灵的好途径 时光匆匆 岁月悠悠 且不提联军攻下光象山 给中央界域局势带来的变化 吕仲这边 在浮下浮流古路后 开始了对空间拟法则的突破 这本是一件极其艰难之事 可得益于与静妖朝主的斗法 他此趟闭关虽有波折 仍是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借此 对空间理解更进一步 未来施展三种虚空能力 效果将会比以前增强许多 畜类旁通下 也还有意外之喜 那就是心心念念的阴楼法木 终于是取得了突破进展 随吕仲心意 一颗闪烁着荧光的眼瞳 悄然在他身前浮现 这就是阴楼法木 借此 原本隔着万重沙的神秘空间法则 如今又揭开了一层 可别小看这一进步 吕仲惊喜发现 自己方才突破的空间 你法则能力 若在这阴楼法木的支持下 威能竟然能更上一层楼 或许还可以这样 他心念一动 身前法木疏忽消失 与此同时 罗浮边境之处 一座方士已是陷入战火中 突然来袭 妖魔疯狂肆虐 他们早已经攻破方式法阵 正在大肆吐露着眼前一切 可突然 一颗眼瞳显现 无数雷电迸发 天空骤然降下雷法 与寝客之间 妖魔死伤殆尽 好好好 对阴楼法木的这一能力 吕仲是相当之满意 从此 罗浮全境尽在他掌控中 日往月来 时宜是矣 转眼间 便又是三五甲子过去 罗浮先成 城中新一代的修士 成长在堕仙落幕的时代 早已不知战争为何物 他们甚至天真以为 修仙界本就是这般模样 唯有经历了之前黑暗动乱的老一辈人 才知道今日的平静生活难能可贵 而这一切来自于道蒙夺下明须先成之后 罗浮与道蒙互为犄角 才终于震慑住蠢蠢欲动的妖族 叫人族顺利在中央界域站稳了脚跟 若不然 边境依然会跟以前一样 连年累月封烟不止 这一日 罗浮先城外郭处 人山人海 放眼望去 不止各空港站桥上挤满了修士 甚至还有修士包下非洲 宁愿为此支付一笔灵石 也要观看跨界传送镇的开启 小灵环界 听说那里灵药遍地 到底是真是假 道友 还用去猜是真是假吗 就算那里的资源再如何平级 也总好过 被离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中域 城外不是有主之地 就是连根灵草都找不到的废图 这倒也是 两名修士闲聊起来 旁边的修士也大都是这种状态 可他们同时也都知道 对面的小灵环界虽然机遇多多 但同时仍处于皇权外道的控制之下 想要得到其中好处 少不了拿命去拼 可修士怕没命吗 不 只怕无法更进一步 快看 忽然 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句 仲修纷纷抬起前望 却正好看到城外百里处 漠然出现了一道黑线 令人心悸的气息从里面汹涌一出 继而这道黑线便长拉宽 很快就化作一道裂系 一双千百丈的大手从裂系伸了出来 再一把将空间裂系撑开 嗡嗡 刺耳的杂音疯狂冲击着重修耳膜 就在他们无耳之际 法力大手已经将裂系完全撑开 跨界通道开启了 续明天 刚启动跨界大阵的吕仲 此刻气喘吁吁 法力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值 方才 跨界通道差点就失败了 原因也很简单 是黄泉道在丛中作梗 好在 吕仲借助挥晤空间 早已经知晓了此事 是以方才看似惊险 却仍在他的掌控中 算算时候 道蒙也该到了 几乎是吕仲心中浮现这个念头的同时 罗浮仙城外一庞然巨物 悄然浮现 正是跨越虚界出现的悬仓要塞 想要攻略小灵环界 将此界从黄泉道手中收回 显然非罗浮能做到之事 于是乎 就有了罗浮跟道蒙的联手 真是准时 吕仲面上带着些许凝重 望向已经候在一旁的宿星 出发吧 按照计划行事 宿星定不负所托 宿星拱手一礼 退出了大殿 一转身 他就出现在罗浮外锅的上层空港 为攻略小灵环界 在过去的两百余年中 吕仲投入了堪称海量的零食 大量的非洲 对于在这里被建造出来 如今 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 宿星一声令下 空港中大大小小的非洲 纷纷闪烁起了璀璨的灵光 搭乘着罗浮的征兆修饰 如鱼群般飞出 相互配合 很快结成阵势 紧接着 罗浮非洲集群移动 环绕在悬舱要塞的四周 此举为拱卫之意 面对黄泉道 可以说是再如何谨慎也不为过 悬舱要塞最初的建造目的 只是为了用作诸仙 道蒙针对仙道的完善防备 并不一定能对黄泉道的手段起效 为谨慎起舰 吕仲特意说服叶盘炎 并专门建造了这支庞大舰队 毕竟 攻略小铃环舰 事关它跨界收集资源大计 影响到未来能否顺利修制度劫境界 还关系道众反清和解之事 再如何重视也都不为过 短暂传送 接管太阴化身的吕仲 就发现整支舰队已经抵达了彼岸 待它定睛朝前方望去 呈现在眼前的景象 却已是跟旧时截然不同 能明显看出来 黄泉道在占领小铃环界后 对此界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若不是吕仲 十分确定自己绝对没来错地方 都万万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如黄泉地狱般的地方 会是自己待过一段时间的小铃环界 确定入侵者方位后 黄泉号角呜呜响起 不一会 远方便有烟尘升起 一只规模庞大 进行起来遮天蔽日 丝毫不亚于先修联军的黄泉鬼君 就这样缓缓出现 两军相对直接就厮杀起来 兵对兵 将对将 天灵盖对要赛 法术狂澜就这样骤然爆发 双方皆是使出了底牌手段 想要置对方于死地 战况 一下就白热化 随手解决几只喽啰 吕仲没有继续掺和的打算 以目前罗浮根道蒙联军的实力 尤其是还有悬舱要塞 这个大杀器在 先休想 将因飞升事件 而元气大伤的黄泉道驱逐出去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因此 不值得多加关注 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 吕仲继续感悟起 你法则来 得益于之前的突破 他距离将空间 你法则融会贯通 已是只差最后一步 若能成 则从此大成可期 若无法跨越 道徒就要止步于此 不过 别人眼中难以逾越的难关 到了吕仲这边 情况却是大不相同 这还要归功于阴楼法木 正如他之前猜测 此法木不但辅助布置 跨界大阵 还对探究空间法则之密 提供着至关重要的巨大作用 可即便如此 突破也并非一时半会能做到 吕仲想到这里 不由感叹一声 先到艰难 连他得了阴楼法木都如此 觉得更进一步无比艰难 古往今来那些 顺利突破到大成的修士 又该需要何等的机缘与天赋 摇摇头 吕仲收敛心神 而后沉入挥晤空间 继续尝试推演于运 没有多久 一个充满震撼的消息 便在中央界域传开 小林还界光复 先修联军登陆此界的第一站 也是黄泉鬼君发起的大决战 结果面对大五行破灭神光 落得了一个大败亏输 直接被正面击溃了军事 黄泉道一败涂地 不过 这也是早有迹象之事 须知黄泉道入侵的底气 同样也是来自于折仙 在某种程度上 黄泉修士 甚至比先修 要更加依赖这些存在 极大的决定了战力上限 事已一旦失去折仙 就成了无根之木 黄泉道一方 发起大决战的目的 在吕仲看来 十分容易猜到 那便是被水一战 跨界大战一旦失利 难有退路可撤 与其被小刀割肉 耗尽最后一滴鲜血 倒不如拼死再赌一把 结果再差 同样都是一死 罗浮总务司 大殿内 听闻前方传来的更多好消息 聚集在此的修士们沸腾了 好好好 好啊 有原因修士大笑道 黄泉道战败 意味着一个世界 落到罗浮与盗蒙手中 其背后 乃是无尽的财富 按照罗浮丞主一贯作风 极可能会将这样大一片地域 赐予手底下的义音附庸势力 这显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机会 家族繁荣 宗门兴盛 竟在此一招 正是怀抱着这般目的 众修才会群聚于总务司 总务 总管各种勤杂事务 恰恰分封附庸 就在总务司的管辖范围内 堂上一道青山身影 面无表情地看着底下的修士 心中却在想着等下 该吃什么好 作为吕仲特意安插的化身 总务司长罗优 可谓是手握大权 可似乎受到本尊性格的影响 他同样是一个背蓝洗净之人 不过在此之前 他却是要先将眼前之事解决 小林环节的土地分配 究竟到了哪一方势力手中 本尊那边可以说都是毫不在乎 只要履行附庸应尽义务 按时按量缴纳碎供即可 又将麻烦推给出来 推给出来 罗优付匪一句 抓起面前的签筒 就一把投了出去 在众修未得及反应时 他道出了这次分配的规矩 得签者可或签上数字等级之灵脉 文言众人不由一愣 怎这般血 可很快就有人立刻反应过来 顿时使尽浑身解数 潮化作光流的灵迁铺去 在他们眼中看来 这哪里还是什么灵迁 分明是家族宗们的兴旺未来 不多时尘埃落地 得了灵迁的一脸喜意 却不敢明这显露出来 没抢到的则是一脸沮丧 可奈何目以成舟 个人纵然是心中再有想法 也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正当众人悲喜不一之时 忽然间一股莫名波动横扫 欲惊天钟 吕仲此刻周身萦绕荧光 方才那股波动便是由它发出 却是一直苦苦参悟的 参悟空间里法则 终于是到了关键时候 直此紧要关头 四周宛若被搅动一般 空间先是一阵波动 继而化作一个个泡泡 悬浮着闪烁不定 闭波奥 下一刻泡泡纷纷破裂 这些泡泡乃是它神识所化 用以固定周围空间 如今发生溃破 参悟自然大受影响 吕仲意识一下变得模糊 可为了能够更进一步 仍在凭着意志里苦苦坚持 快快了 此刻的罗浮上空 已有千云汇聚 雷蛇漫天 带着不祥的气息 每每有修士触碰大城门槛 则必然会有天地劫难阻挠 这无关天道意志 而是一方世界的独立决定 只为留下此界 供养出的一身精华 难以置信的毁灭之力 开始在云层中酝酿 忽然间 一只法力大手凝成 以无可阻挡之势 猛然间朝上空的雷劫之云抓去 惊人一幕发生 在罗浮成中仲修的亲眼目睹之下 原本阴沉的天色刹那间变得光明 却是那大手一把将劫云炉走所致 没了劫云 雷劫自然无从说起 只是谁也没听到 这时有一道无声的叹息 唯独吕仲作为亲历者 切实听到了一位灵环界意志 所发出的这一声音 未去深究 他转将目光移向自己的左手掌心处 只见那里赫然有着一个小泡泡 可以清晰地看到 方才被掳走的雷云就被封印在泡泡中 里面仍然是雷蛇游走 只是少了天地劫难所独有的那股毁灭威势 而这就是屡重此番突破的收获 真没想到 虚空一道研究至今深处 竟能实现如此匪夷所思之事 按照他现在的实力 哪怕是硬生生在虚空中开辟秘境 也是轻而易举之事 大成七修士 不愧是即将触及半仙的存在 这也让吕仲对大成七境界更加期待起来 只是想要突破 法力修为仍是麻烦 就目前而言 无论是功效远不如前的骁龙圣丹 还是被许以巨大期待的黎玄丹 都因为原料尚未成熟的缘故 暂时难以炼制 也因此 哪怕他将时间拟法则也突破了 依旧也是无法进阶至大成七 要想想办法才是 吕仲面对这扒金困难 心中也难免产生些许苦恼 目前他所掌控的罗浮 由于处于百费代薪时期 故而未来潜力在如何巨大 在尽可能炸出各势力手中的高阶资源后 以短期内无法再对修为的提升带来帮助 那么是要下秘境 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出来 现实不比小说 到了如今自己这个境界 哪还有什么秘境可下 更别说究竟一群修为近似的同道 去玩秘境大逃杀了 一个个都是一方势力老祖 早不可能随便置身于危险中 吕仲思来想去 发觉还是只能寄希望于小林环剑 提到此戒就不能忽视遗物 若是能将方胡掌控于手中便好了 方胡乃是一件仙宝 而且还是跟时间有关的类型 作用就算比不上寒天敦的小绿瓶 恐怕催熟灵药的效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过他清楚知道这只能是设想 按照心中隐隐的预感 吕仲猜测至今仍遗落在小林环界 连黄泉到哲仙都未能带走的仙宝方胡 大概率是官道子给自己留的后手 也罢 等化身将小林环界搜刮一遍 大概也能有不少收获 吕仲这般安慰着自己 只是左等右等 未等来化身的好消息 妖族那边却又不安分起来 兽群有汇聚迹象 我知道了 你们先退下吧 吕仲摆了摆手 而后陷入了沉思 以妖族以往的风格 一旦开始汇聚兽群 则必将掀起战端 能让分裂的妖族重新合一 原因异想变之 是收复小林环界之事 让妖族感受到了危机吗 真是麻烦 吕仲暗暗心道 他一回首 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就成了个子高的那个 偏生为了自身的利益 还不能不亢 毕竟 经历诸恶 惰仙之乱后 林环仙修实力大不如前 就拿南明区域举例 筑梁传承 就是当地修饰处境的真实写照 相较而言北央区域 反倒是幸运的多 也不知环珠 末节二帝 如今是何种光景 弱大灵环界 纵使是道蒙 也未能完全探明 已知区域 目前有北央 南明 环珠 末节四大方之分 他们曾经都沐浴在黄金树的光辉下 如今凭遭变故 二帝怕也是处境窘迫 说起来 如果不是有道蒙崛起 只怕先修真要就此沉沦 吕仲不免想到了被赐福的叶盘炎 若说这世上真有天命之子的说法 此人无疑是其中之一 疑似大能转世蒙受天道赐福 身怀大气韵 无论哪一项都叫旁人无法企迹 吕仲将注意力拉回 关于抵挡可能的妖族清洗 虽说罗夫要塞 早已不止一次地证明过自己 显露出了连杜节修士也能一党的实力 可终究不是诸仙妖塞 若妖族设法针对 难保出什么意外 吕仲不愿将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要塞上 好在 罗夫已是今非昔比 在接连收复境内的灵脉后 组织起了以诸多附庸势力为屏障 要塞为核心的防御体系 若加上征兆修士 未必不能实现节节抵抗 至少 妖族想打到罗夫要塞 得付出许多代价 等到那时 纵使妖族对要塞有什么计策 也会因为实力衰落 而难以起到成效 定下思路对策 接下来就是施行 关于这点 自然不用屡重劳心 自由底下一众化身操持 转身来到欲经天 自空间你法则成功突破后 阻挠他突破至大城七的三座大山 便少去了一座 可剩下的两个难关 依旧不容小觑 时间你法则 吕仲心中难难 缓缓进入闭关状态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吕仲诚心修炼 竭力以求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 外界愈发不平静起来 且不提 尤如复古之躯 难以驱出的妖魔 渣子等因素 光是屡屡犯境的妖兽 就足够令仙修头疼不已 哪怕罗浮方面 早早调遣来征兆修士 面对妖族的连番动作 局面也是难以改观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 对低阶修士来说 这可能是一场 今年累月的漫长大战 可对于高阶修士而言 却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此过程中 掌控罗浮的好处一点点显现 不少高阶灵物 因这样那样的原因 以意外惊喜的方式 落到了吕仲的手中 与之相较 小灵环戒 则仍是封烟遍地 黄泉道主力虽被击溃 却仍保留着许多残部 并且由于黄泉道法的特殊性 此道修士虽失去折先支持 但只要此界生灵未绝技 后背力量仍是源源不断 他们化整为灵后 反倒是更加难以对付 故而 仙道联军迟迟无法脱身 或许妖族就是看清了这点 才会发起攻势 眨眼一甲子 纯江玉 此地位于罗浮西北于 地跨不过百万余里 一条浩荡大江横贯此玉 有一链虚宗门 其名为金石门 此门经言五经 以擅长炼气而闻名 本是发源于北央 后因堕仙之祸 辗转流浪至罗浮 最终夺下纯江水脉后 方才得以重建山门 在旅重建造跨界大阵后 金石门为求丹药 自然参与其中 好比现在 就在专门炼制百苍银丝 这是哪一房炼出来的苍青银 甲三房 哼 不甘不失 连杂志都未去尽 给我重炼 此刻一虚发怒章 满头银发的老者咆哮道 老者名为金大 是金石门当代门主 能历经千辛重建山门 自然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所以他才能一眼 就看出灵财的问题 你们虚得警戒 罗浮乃是上宗 不比以往的雇主好说话 雇主任你偷奸耍滑 也通常是无计可施 但前者可是有资格有实力 直接剥夺金石门灵脉 若不想再跟条丧家之犬一般 被人赶着到处走 就都给我卖力的往死里干 是 谨遵门主教会 众弟子闻言 巨都齐声应导 不过听完这番话 到底能有多少成效 却还要打个疑问 就在这时 地面忽然震动起来 快看那边 那弟子所指方向 乃是纯将所在 众人这时只见 不知从哪钻出一条巨虫 他体型目测足有万丈 竟硬生生将千丈宽纯将截断 与之相比 金石门驻地已渺小起来 伴随着他的出现 地下充沛的火脉也被引动 一股股橘红岩浆就此喷发出来 朝着四周的方式城镇慢去 妖族来袭 高空瞭望休士 这才如梦初醒 声嘶力竭喊道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话 钻地出来的 巨虫大口一张 里面顿时就有成片黑影飞出 无一例外 都是翘翅巨蟹 有修了灵木树的 还能看到巨蟹身上 分别都坐着妖羞 妖族此番 明显是有备而来 看到眼前这幕 惊大的面色苍白如死灰 好不容易才重建的道统 居然就这样 金石门 李仲此刻面色并不大好 此门遭袭被灭的消息 是附近宗门察觉到不对 数日后才派人探查发现的 这说明了一点 妖族对他监察罗夫的阴楼法目 有了应对之策 在此之前 妖族也不是没有派出小谷力量 对先修的重要宗门家族进行突袭 可结果 自然都是被屡仲降下雷法 直到这一次 果然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屡仲口中喃喃 随即抓起面前一卷踪 上面认真分析了 此次金石门被灭的原因 妖族的这一次突袭行动 并非是单纯借助遁地山虫之功 根据事后调查 金石门内部也有了被侵蚀的迹象 一部分修士不知因何缘故 在妖族来袭之前 就已沦为妖族傀儡 事已才会让金石门遭袭时 瞬间就阵脚大乱 内忧外患夹击下 一个炼虚宗门就此覆灭 关于这点倒是要调查一番 屡仲有一点十分在意 妖族这次到底用了什么渗透手段 缓缓起身 他已是确定了金石门方位 跟之前定位不同的是 在有了阴楼法木这辩解手段 屡仲进行空间传送时 流程更是得以精简许多 一番法力涌动 传送门飞很快开启 穿过去眼前是一片焦土 大战是如此激烈 以至于连山脉都被移平 废土荒原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陨坑 这是修士自爆后导致的特殊地貌 从陨坑密集程度能看出来 金石门哪怕是寡不敌众 仍抵抗到了最后一刻 可惜的是 在消息无法外传的情况下 援军注定不会到来 直到现在 荒原上仍有许多修士 皆是附近宗门派来 或是进人力搜救幸存者 或是进行戒备 可无一例外 都未发现屡仲的到来 一番探查 他很快确定了原因 结果出乎预料 却是妖族中的昆布所为 各种妖虫及水生甲兽 尽都归属于此部 而根据此前信息 昆布在妖亭分裂后 归属到了万妖国 照这样看来 妖族的确是重新整合了 裸林毛与昆 此为妖族五部 这次出手的昆布 便是借助一种特殊妖虫 先是从外出的金石门弟子开始 侵蚀神魂以控制宿主 然后借助虫卵寄生 一点点将渗透 直至瓦解抵抗力量 等到时机成熟 早已就位的昆布大军 就会借助遁地山虫出现 如此给予对手雷霆一击 跟这样一帮妖魔鬼怪斗法 着实令人倍感 心力交瘁 好在 近来小林环界那边快要结束 等到大军回原 局势定然能改观 要问原因 自然是小林环界生灵快要死绝 失去所有后备兵员 黄泉道修士自然无计可施 从这一点来看 当初灵环界突然的惨败 葬送掉以小林环界百足为主 清静一届生灵转化来的 黄泉鬼君后 也严重影响到了 黄泉道修士的 后续战争潜力 如此看来 官道子的谋划 真是一环接一环 吕仲直到这时 方才后知后觉 该不会 我也是其中一枚棋子吧 想到这里 他若有所思起来 这般想并非没有道理 毕竟叶盘炎的成长 如果离开自己这没可能的棋子 料想绝不会似现在顺风顺水 继而 吕仲又朝四下望了望 是否被算计这点 他决定暂且放到一边 解决藏在此处的重巢 才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吕仲冷笑一声 目光穿透重重沿层 直透九泉之下 要说这昆布 形势还真是稳扎稳打 同时狡诈异常 之前的雷霆突袭 纵使金石门拼死抵抗 也未带走多少妖羞 再之后 就在地下搭起了重巢 看昆布这架势 显然是准备等妖虫数量繁育起来 再给罗夫来一次忠心开花 若这一幕真的发生 恐怕他好不容易才经营起来的地盘 就要付诸一具 为了进阶大成 吕仲绝不容许此事发生 这般想着 他的身形缓缓拔升 同时 法力再朝掌心汇聚 就在吕仲左手掌心处 赫然悬浮着一枚小小气泡 此物乃是他之前拘禁雷杰所化 将之称为雷杰珠 毫无不当之处 吕仲现在 就是准备借助此物 给予下方重朝雷霆一击 就是现在 他口中低喝一声 雷杰珠表面泛起震震荧光 继而 突然间消失不见 轰隆隆 废土荒原巨颤 地下隐隐有咆哮声传来 汹涌电光更是从地下漫出 如此惊人场景 好似真有地龙翻身 片夕后 一切恢复平静 吕仲以神识检视下方 发现所有昆布妖族 连带着他们的妖卷 都被雷杰珠灭得干干净净 这也正常 毕竟雷杰珠所运雷杰 乃是针对半部大城修士 地下重朝中的妖修 修为最高者也不过合体 在骤然爆发的雷杰面前 自然是没有半分幸存之理 解决完重朝 吕仲一个闪身离开 另一边 废土荒原发生之事 很快惊动了附近的势力 各大宗门世家的老祖 纷纷从闭关中退出 唯恐又发生了什么大事 可经过一番调查才发现 是有大能以雷霆威势 瞬间灭杀了一个 构筑在地底深处的重朝 仲修大敢后怕之余 对此也是心存感激 又一日 吕仲刚将肃心送走 这时 外面突然来报 有使者上门 使者 吕仲面露古怪 以灵环界如今的情况 乃来的使者 尽管心中对此疑惑 好奇来人的目的 但他决定 还是接见一番 左右也不差那点时间 太阴宗张衡 太阴宗张月 见过罗夫城主 一男一女两名合体修士 进殿后 恭敬行礼拜道 太阴宗 吕仲心道 太阴祖师 果然是接管了太阴宗 就是不知道 那太阴福岛今在何处 请起吧 二位所来何意 听到面前的罗夫城主 这般直截了当的问话 来使二人 犹如早有准备一般 恭敬答道 回城主 此番我二人前来 自然是为了结盟 请您看这边 二人中的张月 这时候展开一片光幕 吕仲一看 顿时心中暗笑 他本来还一直在奇怪 为何分裂后的妖婷各部 能迅速摒弃前弦 三两下就合并到一起 直到看见光幕上这张简略地图 原来太阴福岛是去了环珠之地 环珠在西 太阴宗在环珠崛起之后 恰好能跟东边的罗夫及盗蒙 对妖族来进行两面夹击 一想到妖族大张旗鼓 却对罗夫盗蒙不闻不火的攻势 吕仲立刻猜到 估计是环珠那边压力过大 面对罗夫 悬仓两大坚不可摧的要塞 妖族不可能不清楚 柿子要挑软地捏这个道理 故而 虽有太阴祖师这杜劫护佑 实力却显单薄的太阴宗 毫无意外就成了主要目标 妖庭的用意很简单 只要将来自太阴宗威胁解除 彻意从此安全 就能全力应对罗夫与盗蒙的威胁 有鉴于此 吕仲对所谓结盟 自然是持答应态度 听到罗夫成主表态 二人顿时喜心于表 只要罗夫这边发起反攻 那么环珠方向就能压力大减 深感备受宗门荣恩的他们 心中自然是欣喜无比 随后走完过程 使者才被送走 殿中重归于平静 堂上 吕仲望着身前的蒙叔 却也不禁露出了笑容 那两位刚走的使者不知 他判此已是判了很久 巴不得找人分摊压力 相较继续在灵环界 寻找可能的高阶灵药 吕仲还是更愿意 将希望放在灵环以外 从盗蒙以往点击来看 灵环外的世界并未得到多少开发 极可能还有大量的万年灵药留存 若能将之采摘到手 就可以在自己未来突破至大城时使用 心中有了定计 他随手你出一道命令 那便是从即日起 开始对妖族进行小规模反攻 以起到牵制对方力量的目的 至于何时决战 则是要另说 但就目前吕仲的实力 显然还无法做到这点 有鉴于大局明朗 吕仲回到近视便又重新闭关起来 这一次 他准备服用剩下的浮流古路 倒不是没想过 依靠推演天地于运 获得突破时间拟法则的契机 而是此举希望太过渺茫 既然有更好的选择 自然是选前者 数月之后 原本平静的中央界域 又再次掀起连天大战 罗浮与道门开始大动作 先后从南边及东边 或齐头并进 或两大势力合于一道 朝妖亭发起反攻 双方先后会站于次道园 朝天雀 百花山脉等处 战火一起便是数十上百年过去 过程中双方各有胜负 甚至乎 妖族还隐隐略胜一筹的样子 可这下妖族虽是取得了战役胜利 却在战略上丢失了主动 叫先修一方 侧应还珠的目的 顺利达到 世事纷扰 齐局未定 闭关中 吕仲又在下一城 无愧于扶流古路之名 他在扶下此灵物后 感应法则的能力大增 并借此取得重要进展 原本难以捉摸的时间拟法则 终于是在这时有了头绪 可喜可贺 吕仲心中大喜 虽然他现在距离最后突破 上还差一段距离 或许百年或许万年 但无论最后耗时多久 都注定能将时间拟法则融会贯通 从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半步大成 收敛笑容 他又闭目起来 眼下当务之药 当然是将收获消化了才是 修仙无岁月 月到修为高深时候 则月是如此 每日枯作 着实烦闷不堪 修炼到合体期境界 吕仲对这种生活 可以说是早就习以为常 再者 诸如声色犬马之物 其实也早已厌倦 倒不如 一三五修炼 二四六参五 余下一日便作消遣 这般日常修炼中 得益于亲手催熟的灵药 吕仲的修为与日俱增 大有万年内突破之大成七的可能 韶光亦是 不知不觉间 又是百余年 时间过去百余年 妖族跟仙修的大战远还没到尽头 诸厄这时欲横插一脚 终于一下变成了三方大战 对诸厄势力的失大 吕仲特意做了调查 结果在秦礼之中 预料之外 却是他没料到虚空诸厄的诞生速度 前不久才被收割过一波 如今竟又有四位号称真神的诸厄 降临到了灵环 他们自称四玉神 四玉神的出现 之所以说是秦礼之中 是因为灵环界的万千生灵 因连番大战 以及诸班灾难 清淡到了堪称沸腾的时候 诸班强烈信息汇聚于一道 催生出虚界中高维的强大诸厄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对此 屡众无所畏惧 跟妖族相较 诸厄只能算戒选至极 出生的诸厄四玉神 犹如墙堡中的婴儿 充其量不过等同于杜劫修士 且由于掌握力量的种类不同 在你法则面前处于劣势 由于力量远未达到上限 甚至连降界都无法做到 余下诸厄眷属 自然难以成事 罗浮外锅 今日又是万众瞩目的一天 跟之前一样 空港各处站满了修士 同时 若不是有罗浮卫在管理秩序 那些为了观看跨界大阵开启 而聚集来的大大小小非洲 就要将航道彻底阻塞 嗡嗡嗡 低频词噪 再次响彻全场 可到了这时 群修非但不觉刺耳 反倒觉得颇为享受 不少修士专程为此而来 更有甚者 一脸红韵的颤抖倒下 在缓缓拉开的空间门中 一支庞大船队缓缓驶出 这是从小灵环界归来的运输船队 相较被开发彻底 已无多少资源可开采的中央界域 曾被百足彻底占据的小灵环界 无疑是一处未经开发的宝地 船队所搭载的正是一箱香灵精 玉石 不久的未来 这些材料也将似血液般 注入到罗浮这架轰隆运转 的机器中 与此同时 一艘小型非洲 翘无声息脱离船队 很快便停靠在某处上层空港 宇众早早在此等候 不一会功夫 他的一道化身 就从船上下来 信不如命 说着 化身就将一处物界递出 界中所装的 自然是辛苦搜刮来的灵物 其中不乏两株万年灵药 其余数千年份者 也有十余株之多 单单一枚十方储物件 内容物纵是合体老怪 也要为之癫狂 吕仲满脸笑容接过 并朝化身表示谢意 这下 他终于又可以开炉炼丹了